阳光晴好的午后,人民公园里,苏秦雪手上拿着嘉宾奶茶,嘴里咕噜咕噜地吸着,陈彻直接盘坐在地上,他正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眼前一堆零件。 小陈,你说,你都多大了,还买玩具水枪,来人的快乐,你们女人不懂,再说真的买不起,买个玩具不行吗? 苏秦雪嘴上嫌弃,不过,他还是帮忙把陈彻需要的零件递给他,看到陈彻额头细密的汗水,他从包里掏出纸巾,细心地帮他擦拭。 小陈你喝一口,陈彻咕噜咕噜吸好几口,冰爽冰爽的奶茶,很符合苏秦雪这种小馋猫的口味。 苏秦雪笑着问,甜吗?只要是你给我的东西都甜,哼,算你还有良心。 苏秦雪嘴上轻横着,代表他现在心情很好,午后的阳光透过枝鸭撒在陈彻的侧脸上,显得有些斑驳又充满立体感。 苏秦雪单手拖着下巴,认真地看着陈彻,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只要陈彻在身边,哪怕是静静地坐着不说话,他感觉日子也是安逸幸福的,真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像这样走下去。 终于,陈彻安装好水枪,他双手拿着水枪对着苏秦雪比划一个专业的动作,可惜现在没有吃鸡啊,要不然带着笑花参加吃鸡,估计会被很多人围剿吧。 苏秦雪看着原本一堆零件在陈彻的手中不仅组装成功,并且还能摆出这么帅气的姿势,心里有些异动。 小陈,我也要玩,刚才我买水枪的时候,你还嫌弃我。 陈彻丝毫没有绅士风度,而是专心致志地从喷泉抽了点水,开始玩耍。 小陈,我错了。 苏秦雪开始示弱,一双信念可怜兮兮看着陈彻,陈彻丝毫不上当,继续去玩水枪,以前苏秦雪就爱这样撒娇认错,一旦得逞又得意洋洋。 苏秦雪看陈彻不理自己,他撅起嘴,有些闷闷不乐,陈彻操控着水枪给天空下了一场蒙蒙细雨,在阳光的映衬下出现一道小小的彩虹。 你看那彩虹好看吗?苏秦雪坐在长椅上,生气地扭过头不看他,没有笑花为自己鼓掌和斗嘴,陈彻很快便失去继续玩下去的动力,他把水枪递给苏秦雪。 你想玩吗?苏秦雪点了点头,终于露出笑容,陈彻教诲他如何吸水,如何发射,不一会儿,他便掌握了最基本的技能,从开始的笨拙逐渐熟练起来。 嗯,不错,有点清出于蓝儿胜于蓝的味道,陈彻从兜里掏出烟自己点上,斜靠在树干上, 看着笑花专心致志地玩水枪,小陈,你刚才是不是很蛮横吗?苏秦雪把枪头对准陈彻,嘴角露出脚侠的笑容,陈彻猛逼了,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吗? 呸,谁要你当亲夫?苏秦雪扣动扳机,一道水剑窜向陈彻,陈彻急忙躲开了,不过手上的烟被水剑浇灭,苏秦雪看到陈彻狼狈不堪的模样,笑得花枝招展,胸前那对山峰也跟着一阵晃动,他操控着水枪追在陈彻后面,一道道水剑飞向他身后,苏秦雪,我下次再相信你我就是小狗。 哼,你早就是小狗了,一道水剑袭来,陈彻灵活地躲开,不过他的后背还是被洒了不少水,当苏秦雪的水枪再次对准的时候,陈彻身形猛地躲开,在他对面有个小朋友遭殃了,被水枪刺了一脸,那小朋友啊的一声哭出来了,苏秦雪顿时慌了,他急忙跑过去安慰对方,陈彻在一旁插着腰,幸灾乐祸地笑着,苏秦雪瞪陈彻一眼,小陈你真坏,明明看到小朋友在,你还故意躲开,陈彻不服道,苏秦雪,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我如果不躲,就上眼失身,诱惑了,罪魁祸首就是你,千万别甩锅到我头上,苏秦雪自知理亏,他气得跺脚,转过头轻声安慰那个哭泣的小朋友,姐姐给你买糖吃好不好呀,那小朋友不为所动,人家都已经六岁了,早就过了一颗糖就能哄住的年纪,在哄小孩这一点上,苏秦雪明显经验不足,小朋友的哭泣声引来周围不少散步的路人,幸亏于阳是个小城,大部分人都认识,要不然,指不定怎么想苏秦雪和陈彻呢,苏秦雪把求助性的目 不光投向陈彻,小陈,你快帮帮我呀,陈彻见状,只好走过来,他从苏秦雪手上拿过水枪递给那个小朋友,这把水枪送给你了,你如果再哭,我就送给其他小朋友了,那个男孩小朋友果然停止哭泣,他松开两只小手,眼睛还有晶莹的泪花,苏秦雪看到心疼极了,他从包里掏出纸巾帮小朋友擦了擦眼睛,还轻轻安慰小朋友,陈彻见矛盾已经解决了,对苏秦雪说,好了,我们走吧,苏秦雪正要离开,忽然感觉有人拽自己一下, 他扭头看去,正是刚才那个小朋友,姐姐,我肚子好啊,你能不能请我吃麦当劳啊,我可以不要这个水枪,啊,这,苏秦雪有些犹豫,毕竟人家只是一个小朋友,陈彻皱起眉头,你别不识抬去啊,这个水枪很贵的,苏秦雪心软,他悄悄用手肘碰了碰陈彻,小陈,我也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去吃肯德基吧,陈彻无奈斗,那好吧,请你们吃肯德基,小朋友终于露出笑容,苏秦雪悄悄冲着小朋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三个人来到肯德基, 苏秦雪领着小男孩去找位置,陈彻负责排队点餐,现在肯德基刚进入渔阳不久,还没有形成大众消费,排队的年轻人居多,好不容易挤出人群,陈彻端着餐盘过来,是吧,有汉堡有炸鸡,还有薯条和可乐,小男孩目光落到炸鸡上,就再也一步开始线,他刚要伸手去抓,就被苏秦雪拦住了,你还没有洗手呢,小朋友要讲卫生这样,不会吃坏肚子,小男孩飞快地溜去卫生间洗手,又怕炸鸡被抢走,他匆匆回来, 抓起炸鸡就肯,苏秦雪忍不住安慰道,这里没有人和你抢,你慢点吃,小胖子这才放慢速度,苏秦雪其实已经吃过东西了,所以他不怎么啊,只是要了个盛袋,小口小口吃着,陈彻从透明的落地窗看着外面的行人和车辆,到底是小城,生活节奏很惬意,也很慢,比起省城遍地的施工工地,于阳更适合人们宜居,小男孩明明很饿,他只是半个炸鸡就停下了,陈彻不满地拍了拍桌子,这些都是给你买的,你吃娃,别浪费,那个, 我能不能打包带走,为什么,因为我妹妹,还没有吃过肯德基,他一定会喜欢,陈彻乐了,他摸着小男孩的脑袋,想不到,你还挺有爱心啊,那你打包带走吧,谢谢,苏秦雪要来打包的袋子,帮小男孩装起来,临走的时候,他停顿一下,笑嘻嘻,冲着苏秦雪挥一首告别,姐姐,谢谢你,陈彻眉头挑起,我他妈才是那个请客的人啊,他们两个人出了肯德基店,现在是暑假,街上有不少情侣或者闺蜜,相约去逛街购物,小陈, 我想去商场逛逛,苏秦雪抱着陈彻胳膊,行啊,go to shop,从商场逛完,咱们再去看电影怎么样,陈彻露出一副坏笑的样子,没有机会,也要给自己创造点机会啊,至于电影播放的是什么内容,他才不关心呢,苏秦雪一听看电影,不由想起了陈彻在电影院的举动,他小手轻轻捏陈彻胳膊一下,我不想去看电影,商场那新开了一家咖喱饭, 等晚上我想去尝尝,苏秦雪看着陈彻,好吧,好吧,陈彻答应下来,谁知道苏秦雪是不是对自己有戒心,这是自己回来的第一天,一定要把笑话排好,可怜老妈和老陈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家狗儿子已经回来了,如果被沈文娟知道,一定会数落陈彻娶了媳妇忘了妈,陈彻陈彻陈彻逛完商场后,两个人又去吃咖喱饭,店里的人还不少,陈彻发现, 这年头,但凡有个国外的东西,跑到国内都能赚一搏,比如大名鼎鼎的咖啡,还有那些大牌的服装,同样的一块布,国内做出来的就没有附加值,国外品牌做出来的就卖出天价,苏秦雪说,你不知道,你去省城的这些天,我特别特别想去找你,有时候做梦都是你哦,你有没有梦到过我啊,面对女朋友这种问题,就算没有梦到,陈彻也要给自己创造条件梦到,他深情地拉着苏秦雪的手,我也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想你,可是我又不敢联系, 苏秦雪疑惑道,为什么,陈彻,当你难受的时候,当你寂寞的时候,隔着屏幕的安慰,总是苍白无力,苏秦雪靠近陈彻怀里,可是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觉得,哪怕你给我说说话,我就满足了,陈彻揽着他的肩膀,所以我提前回来了,因为我的灵魂,始终陪在你的身边,哪怕是我的躯体,远在千里之外,也始终不是我的归宿,而你,才是我灵魂的归宿,苏秦雪被陈彻的情话,撩拨得浑身发软,恨不得这样腻在他的身上,直到永远永远,陈彻 陈彻看到苏秦雪的模样,心想,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酒店学习外语呢,就算不学外语,也可以读夏明史,本来苏秦雪还想和陈彻晚点再回去呢,结果从老家归来的苏震东进门发现闺女不在,他赶紧打电话,喂爸,我在外面吃饭呢,陈彻原本还抱着苏秦雪的腰呢,一听是老陈的电话,下得赶紧把手拿开,他做贼心虚的四下张望,生怕在这里碰上老苏,我跟苏秦雪眼睛含笑盯着陈彻,我跟陈彻在一起吃饭呢,是的,他从省城回来了, 啊,我们都快吃完了,哦,那好吧,苏秦雪撅着嘴挂掉电话,陈彻问道,怎么了,苏秦雪可怜巴巴说,我爸说,外面的饭菜不卫生,让我回家吃饭,陈彻不服了,他质疑道,老苏这是怎么回事啊,难得我跟你出来约会,他那么紧张干嘛啊,你总有出嫁的一天,他总不能守护你一辈子吧,苏秦雪听到陈彻说爸爸的不是,反驳道,我爸也是关心我,陈彻承认,苏震东是很关心苏秦雪,可是保护的未免也太好了啊,苏秦雪的身上,连一丁点 伤疤都没有,注意,连一丁点都没有,这个保护程度堪称逆天的存在啊,苏秦雪看到陈彻皱眉,安慰道,你别生气啊,我也不想这样的,陈彻解释,我的意思是我这么老实的一个三好青年,你爸对我戒备心怎么就那么强烈呢,还不是都怪你,那天早上接听我的电话,陈彻,苏秦雪继续道,反正我们这个暑假很长啊,再说你也回来了,我们可以每天都在一起的,陈彻觉得刚才好不容易说的煽情的氛围被苏震东破坏,他说,可是, 晚上我也想跟你在一起啊,苏秦雪狐疑地看着陈彻,总觉得这句话动机不纯,陈彻从兜里掏出烟点上,如今,苏震东成为了他和苏秦雪前进的阻碍,苏秦雪忽然说,对了,我爸让你也去我家里吃饭,啊,陈彻吓了一跳,烟差点掉地上,老苏邀请自己去家里吃饭,这会不会是个红门燕啊,上门的话,两边会不会埋伏着刀斧手,然后直接把自己给咔嚓了,苏秦雪笑着问,你是不是有点害怕,陈彻呵呵,怎么会呢,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苏秦 苏秦雪劝说道,你只要老实点,就不会吵起来的,难道你不希望我们的恋爱得到父母的祝福吗?陈彻看着苏秦雪,考虑的是真周全啊,既然苏秦雪都不怕,他也豁出去了,就算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其实,当苏震东提出让陈彻来家里吃饭的时候,苏秦雪也有些忐忑,他本以为爸爸会慢慢地接受陈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苏震东还是刘瑞青都没有在他面前提过陈彻,虽然没有反对,主要是为了顾及自己面子,他决定打破这个僵局,要不 忽然就太被动了,对不起,我知道你的压力有点大,苏秦雪的情绪有些低落,陈彻安慰道,放心吧,我现在没有掀桌子的能力,不过,我有入局吃饭的能力,苏秦雪知道陈彻的性格,他忍不住笑出来,那你要是去我家吃饭,可不许掀桌子啊,我刚才逗你呢,真要在你家里掀桌子的话,你罢不得拿刀砍我啊,苏秦雪看着陈彻,你现在紧张吗?陈彻拍着胸口,我今天有个一名,请叫我沉不慌,苏秦雪忍不住笑出声,你真是不正见,苏震东的家 在家里,刘瑞卿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时光并没有在刘瑞卿脸上留下多少痕迹,岁月沉淀出成熟女人的韵味,依稀可以辨别,年轻时一定也是很漂亮的,苏震东破天荒,去阳台抽烟,邀请陈彻来家里吃饭,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再多接触接触陈彻,知己知彼方能做到心中有数,苏震东就着一个闺女,他希望闺女以后不要遇到那种狗血的恋情和不好的家庭,现在他有这个能力帮闺女甄别那些图谋不轨的 是真心相爱的话,苏震东也会用心去对待陈彻,苏震东一直没有把陈彻的完整信息告诉刘瑞卿,如果告诉刘瑞卿的话,身为当妈的,她是一万个不同意闺女跟陈彻交往,因为比陈彻条件优越的人太多太多了,苏震东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既希望闺女跟陈彻在一起,又不希望他们在一起,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到陈彻去省城出差才好一点,谁知道竟然从省城回来了,苏震东跑去阳台抽烟,他抽完烟,思来想去也是烦躁,干脆跑去厨房帮刘瑞卿打下手, 前几天听咱闺女说陈彻去省城了,刘瑞卿问道,嗯,那小子搞了一个游戏,闺女还很崇拜他,说一个月能赚一万多,苏震东觉得这是陈彻忽悠自家闺女的谎言,还是公务员更稳妥一点,做生意不稳定,万一以后赔钱怎么办,生意破产怎么办,刘瑞卿一边切菜一边分析陈彻的前景,苏震东一想还真是,如今大老板不少,但是破产跑路的也有,他见不得闺女到时候跟着陈彻东躲西藏,要不我从单位介绍几个青年才俊给咱 让闺女认识认识,这样他也好有个对比,刘瑞卿抬头,眼神奇怪的看苏震东一眼,你最近是怎么了,咱闺女今年才十九岁,就这么急着相亲,苏震东恍然大悟,是啊,闺女才十九岁啊,怎么就自乱了阵脚呢,都怪那个陈彻,他把这一切根源归功于陈彻,如果没有陈彻的出现,闺女现在在家里陪着他们吃饭呢,而不是逛街看电影,苏震东觉得如果自己对刘瑞卿实话实说的话,陈彻说不定会被刘瑞卿立刻赶出家门,唉,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真的是煎熬啊,刘瑞卿在厨房炒着菜,苏震东来到酒柜前,他打开酒柜,目光盯着那一瓶瓶白酒,等会要不要灌醉那小子,就当给自己出出气,算了吧,一个大学生,以前的时候苏震东酒量也不好,但是他的老丈人能喝,每次跟刘瑞卿去老丈人家都被灌得鸣鼎大醉,渐渐的苏震东的酒量被老丈人锻炼的提升了,他在单位应酬的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国内讲究酒桌文化,但凡谁不能喝,喝不动,那根本是提拔不上去的, 苏震东因为酒量还可以,经常参加饭局,开始被赏识被提拔,可惜他还没有把提拔的消息告诉老丈人,老丈人就去世了,虽说是老丈人自己饮酒过度,可是苏震东自认为有些愧对老丈人,若没有老丈人教他喝酒,他就不会有后来的平步青云,另一边,苏秦雪和陈彻已经上了出租车,坐进车里的苏秦雪紧紧攥着陈彻的手,小陈,你害怕吗?不怕呀,你爸还能吃了我呀,可是我有点害怕,是我去见你爸,又不是你见我爸,陈彻疑惑道,提及陈建, 苏秦雪有几分兴趣,他问道,陈叔叔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爸呀,怎么说呢?小事糊涂,大事清醒,如果不是我的出现,他做生意会赔很多钱,苏秦雪头一次听到陈彻这么评价陈建均,他追问道,你仔细给我说说,陈彻说道,我爸当年贩卖过BB机,后来手机流行了,BB机赔的啥也不是,苏秦雪也听过BB机,当科技进步的时候,淘汰事情可是很快的,陈彻又说,本来我爷爷给我们家留的家产还可以,但是都被我爸给赔进去了,苏秦雪也听过BB机,当科技进步的时候,淘汰事情 苏秦雪问,陈叔叔在家里是不是管你管得很厉害啊?陈彻为了表示老陈的家庭地位,他说道,在我们家,地位排行第一的是我妈,第二是我妈,第三还是我妈,那你和陈叔叔呢?我和我爸是垫底的,在家里的地位估计还没有我妈的碗之前呢?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去年我不小心打碎一个碗,我妈就开始骂我呀,所以他先心疼的是碗,而不是心疼我,苏秦雪扑斥一声笑了出来,好像还真是这样哦,如果他在家里打碎碗的话,爸爸和妈妈首先关心的, 是闺女有没有伤到,真的很好奇陈彻家庭环境是什么样子,经过刚才的打岔,苏秦雪心里的紧张消退了几分,他紧紧抱着陈彻胳膊,乖巧地把脑袋枕在陈彻的肩膀,这一刻他真的好幸福啊,希望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出租车快到小区附近的时候,陈彻让司机停车,他拉着苏秦雪去烟酒门市买了烟酒和滋补礼品,我家里不缺烟酒的,缺不缺是一回事,送不送又是一回事,陈彻让苏秦雪帮自己拎一盒,� 他不由开心起来,我爸又不抽烟,尽浪费钱,陈彻笑道,那等下次,你再偷偷给我带出来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从我家储藏室,拿些烟酒给你了,这样,你再送上门,陈彻对苏秦雪的表现很无语,他庆幸这是自己女朋友,以后要是自己有闺女胳膊肘往外拐,非得打他屁股,苏秦雪今天心情大起大落,变化很大,本来要去火车站接陈彻,结果陈彻突然出现,后来两个人去公园玩水枪,逛商场,然后老苏又让他回家,还邀请陈彻来家里吃� 上楼梯的时候,苏秦雪的心情紧张起来,陈彻同样也紧张啊,等会苏震东和刘瑞卿还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对自己呢,苏震东知道他,悄悄绕后,把家给偷了,不确定刘瑞卿知不知道,到时候两口子联合起来的话就有点难了,他之所以紧张苏震东和刘瑞卿的态度是因为在乎苏秦雪,如果陈彻不在乎苏秦雪的话,根本无所畏惧,陈彻唯一的顾虑就是担心苏秦雪家在中间难受,以前这种例子都是发生在男人身上,比如,媳妇和亲妈� 吵架,身为丈夫和儿子的角色,你应该怎么帮,今天这个家在中间的人是苏秦雪,现在,陈彻和苏秦雪就像是即将面临命运改变的时刻,越是这个时候,陈彻越不能耽,他反而安慰苏秦雪,你把东西给我吧,让我来拎着,不要,你拎着酒已经很重了,嗯,都这个时候还懂得关心我,确认过眼神,他是我要找的人,苏震东看到陈彻拎着礼物上门,最终还是没有勉强接受了,人家笑呵呵带着礼物上门,总不能扔出去吧,陈彻的嘴里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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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叔叔阿姨的喊着,苏秦雪回到家后,去房间换衣服,陈彻坐在客厅看电视台,他神色平稳,没有表现丝毫的紧张,苏震东严肃的坐在旁边,厨房就差一个汤了,所以,刘瑞青也没有一直盯着,而是坐在苏震东旁边,他们两个人偶尔会跟陈彻聊上几句,陈彻表现得非常自然,这种情况下,如果换成其他男生早就坐不住了,屁股顶多赶挨半个沙发,陈彻因为自信和内心强大,没有表现出的那么津津战战,单凭这份� 沉稳,他在苏震东和刘瑞青心里的印象加一分,苏震东轻咳一声,那个你要不要喝点水,这句话本身是客气话,他也就是随便问问,谁知陈彻来了一句,我们在外面逛街,有点累,稍微有点口渴,谢谢苏叔叔阿,给你添麻烦了,苏震东,按照惯例,不应该客气的说,不用吗?这小子,怎么就不按常理出牌呢?让他一个长辈,去给陈彻倒水,万万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去倒水,刚才话也说了,总不能当成放屁啊,刘瑞青不留痕迹,白了苏震东, 意思是,怪他多事,苏震东无奈道,厨房有杯子,你去倒点吧,好,陈彻起身去厨房倒水,他似乎早就知道,水杯在哪里放着,苏震东额头轻轻跳动,这个小细节说明,陈彻来家里不止一次,相当于你,正在跟别人老老实实兑现,结果别人绕后,把水晶给偷了,苏震东有种预感,陈彻来家里的次数,至少有三四回,要不然,不可能做到这么娴熟,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他这个一家之主,竟然都不知道,真是大一世荆周啊,刘瑞青, 倒是没有留意这种细节,正好苏清雪换好衣服出来,你们快去洗洗手吧,马上放好了,刘瑞青招呼陈彻,无论是说话,还是态度,都挺客气的,陈彻分析,估计是刘怡不知道,他那天睡在这里的事情,如果知道的话,肯定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不由多看苏震东一眼,想不到苏震东竟然把这件事瞒下来了,也许是有顾虑,也许是担心,事情发展过于严重,不管什么因素吧,苏震东总算是把事态控制在了最小的范围内, 岳父大人在上,女婿以后必有重限,以后等您老了,我一定当成自己亲生父母那样照顾您,但是前提,您得把您闺女嫁给我呀,至于彩礼多少钱,您说个数,绝对眉头不再皱的,陈彻来到卫生间洗手,苏清雪正好也在,苏清雪压低声音问,小陈,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没有为难你吧,怎么会呢?苏叔叔和刘怡对我很客气,也许是我表现得很老实, 你老实,我在你身上,可是看不到半点老实的特点,苏清雪盈盈笑着,洗完手后,恶作剧的把水珠弹到陈彻脸上,哟喝,笑话敢在家里调戏我,苏清雪看陈彻想要反击,他急忙按住陈彻的手,先洗手,小心我爸等急了,陈彻这才放过苏清雪,洗完手出来,他们并肩坐在一起,苏震东和刘瑞卿坐在对面,快点吃吧,一会就要凉了,你们年轻人总爱去外面吃,可是外面的饭菜,哪有家里做的卫生呢? 刘瑞卿也只有在苏清雪面前才会流露出温柔的一面,陈彻在餐桌下用脚偷偷碰苏清雪一下,每次出去吃饭都是苏清雪提出来的,他这个吃货总能发现鱼洋室里新开了哪些有特色的餐馆,陈彻怀疑苏清雪出去吃饭都是被卢小冉带坏的,苏清雪察觉到陈彻的挑衅,他反惨回击,苏震东没有插话,闷头吃饭,这种一家四口的氛围感本来是他所期待的,只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当着闺女的面,他又不好表示任何不满, 饭桌上的气氛整体还算和谐,刘瑞卿偶尔会关心一下闺女的日常生活,也会问陈彻一些琐事,这些陈彻都对答自如,刘瑞卿别看是机关上班的人员,在厨艺这方面比老妈强太多了,四菜一汤,无论是味道还是色泽,都非常下饭,陈彻不断地夸赞刘瑞卿厨艺后,他也就高考的时候才享受过老妈这种水平的待遇,刘瑞卿被陈彻一顿猛夸,笑得合不拢嘴,对陈彻的印象悄悄发生改变,苏震东心里骂了一 一句,马屁精,其实苏震东忘记了,当初他第一次去岳父家的时候,表现得还不如陈彻呢,给老丈人家里烧火的时候,因为紧张,差点把厨房给点了,陈彻表现出的越优秀,衬托的苏震东当年越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二十多岁的年纪,表现出社交牛逼症,刘瑞卿看到陈彻饭碗空了,提出要去帮陈彻乘饭,陈彻怎么可能好意思呢,他连忙推辞,苏秦雪解围,妈,让我去给陈彻胜吧,陈彻本来打算把碗交给苏秦雪的 忽然,他察觉到苏震东投过来不善的目光,我去吧,我去吧,苏秦雪和陈彻很熟了,所以他也没有坚持,陈彻在厨房乘饭,一边开始思考,一开始他觉得苏震东是不喜欢自己的成绩或者家境,但是这些都可以改变的,联想到更深层次一点,苏震东为什么会对自己有敌意,是不是觉得自己抢了他和闺女的温情,比如苏秦雪在家里从来不跟苏震东乘饭,突然给自己乘饭,这让苏震东知道了会觉得不公平, 觉得自己抢走了他女儿的关心,陈彻乘饭回来,发现苏震东的神色稍微好了一些,他渐渐印证了自己猜测,刘瑞卿和苏秦雪饭量不大,他们只吃了一碗饭,大部分都是坐在餐桌上聊天,陈彻吃完后感觉还想吃,这不是说他耐吃,而是苏秦雪家里的碗太小了,刘瑞卿被陈彻夸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有空了可以常来家里吃啊,我们都不会厌烦的,陈彻顺嘴,刘姨,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下次再来,刘瑞卿话刚说出就后悔了,想起刚才倒水的情景 陈彻这孩子,脸皮子真厚啊,苏震东悄悄瞪自己妻子一眼,似乎怪他多嘴,吃完饭后,陈彻帮忙收拾了一下碗筷,刘瑞卿怎么好意思让陈彻收拾呢,人家上门做客,他让陈彻在客厅卸会,陈彻只好和苏震东坐在沙发上,苏震东总不能一直板着脸,只好挑起话题,你那个游戏现在怎么样,还行吧,都是小打小闹,主要是为了帮助同学赚取一点生活费,我听小雪说,你那个游戏一个月能赚一万多,陈彻摆了摆手,谦虚 那是第一个月刚创业的时候了,苏震东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他装作不惊异问,那现在呢,这个月的话,加上省城业务,应该能赚个五六万吧,这只是陈彻的保守估计,按照省城网吧的规模,光省城就能赚取五六万,不过省城的游戏现在处于发展期,还不知道真正的上限有多高,加上在苏震东面前也不好太装逼,幸亏苏震东问的是生意方面的事情,他还可以炫耀一下,如果苏震东问各颗成绩的话,那么陈彻就只能记了,苏震东在心里翻译到,那是第一 反复回味陈彻的话,一个月五六万是什么概念,比他这个局级别的工资都高,这要是一年下来,不得赚个几十万啊,甚至大学毕业前都能攒到一百万了,到时候如果陈彻真的拿着一百万彩礼来求婚,嫁还是不嫁,本来以为一百万对陈彻是个天文数字,结果人家两年就赚到了,这还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吗?苏震东问,你那个什么游戏有这么高利润吗?他还是关心陈彻的生意到底牢靠不牢靠,免得女儿真要是嫁过去受委屈,陈彻陈思骗口, 他解释道,游戏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很多社会上无法满足的需求都可以在游戏里面获得,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沉迷游戏的缘故,那些玩家同样也要在游戏里追求实力的提升,那么他们就需要往里面冲钱,最终这些钱就是我的利润,陈彻耐心地给苏震东讲解着自己的盈利方式,包括运营方式,苏震东身为分管工商的领导,他的阅历自然很丰富,包括互联网等前瞻性技术,以前他下去视察,看的都是别人希望他看到的一面,今天陈彻给他讲的这些都是更实际一些 苏秦雪和刘瑞卿从厨房出来,他手上还端着的果盘,爸,你尝尝这颗葡萄,苏秦雪把果盘先递给苏震东,嗯,我尝尝,闺女给的东西,哪怕是中药苏震东也会说甜,然后苏秦雪走到陈彻旁边坐下,小陈,你也尝尝,陈彻也尝了一口,不得不承认,苏秦雪家里的生活水平比他家至少高一个档次啊,比起家里的剩饭,他真想赖笑花家里不走啊,对了,苏叔叔,你有认识驾校的人吗,你要学驾照,对,想考个� 驾照,这年头驾照还是比较好考的,因为还没有形成规范,随便考都能拿到手,如果有熟人关照的话,甚至连去都不用去,陈彻这种要求对日理万机的苏震东来说,不过一句话的是,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陈彻之所以让苏震东帮忙,一方面是为了辩解,另一方面就是要和苏震东拉近关系,反正办一件事也是办,到时候办得多了,也就熟悉了,有苏秦雪在旁边,他也不怕苏震东不答应,陈彻在苏震东家里待到快九点,才恋恋不舍地道别, 告别的时候,刘瑞卿和苏震东起身送陈彻,小陈啊,下次记得常来啊,刘瑞卿客气地说道,苏震东急忙拽住了刘瑞卿,万一那小子每天来蹭饭怎么办,苏秦雪对苏震东说,爸,我去送送小陈,他陪着陈彻下楼,没有苏震东和刘瑞卿在身边,苏秦雪甜腻地挽住陈彻胳膊,小陈,我觉得我爸和我妈对你影响好了不少,那我就多来几次,争取生米煮成熟饭,苏秦雪笑骂一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陈� 陈彻拉着苏秦雪小手,昏暗的路灯将他们两个人的身形拉得很长,苏秦雪故意去踩陈彻的影子,陈彻不由想起了吃饭时苏秦雪偷偷踩他脚,这些利息都要记下,等有机会让他加倍偿还,告别苏秦雪后,陈彻并没有着急回家,而是去了星期八网吧,正在游戏里厮杀的刘瑞,看到陈彻忽然出现愣了一下,他从桌上拿出烟递给陈彻,你小子去省城这么长时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陈彻指了指自己身后的背包,今天刚回来 还没有来得及竞价,怎么样,这次顺利吗?还行,蛮顺利的,可是我怎么感觉游戏里面人数新增的不多啊?难道你每天登陆游戏就没有发现多了一个服务器吗?刘瑞挠了挠头,我还真没注意,陈彻把刘瑞挤开,他退出刘瑞的客户端,重新登陆,选择服务器的页面出现,六月飞雪,七月流火,两个选择,六月飞雪代表渔阳的服务器,七月流火代表省城服务器,两个服务器开服时间不一样,我总不能让咱们渔阳的欺负人家省 我明白了,我说,怎么人数没有爆炸式的增长呢?原来都跑去心服了,陈彻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最近上网的人多不多?你看我这里都没有空位,现在是暑假,不少学生早早就来上网了,就连通宵的人比以前都多不少,我那台机子还在吧,给你留着呢?去吧,陈彻上了二楼,用习惯台式机后,他还真用不惯笔记本,只不过出差在外,总不能抱着台式机来回跑,他先登陆官网后台,开始看注册人数,总账号的注册人数持续上涨,现在的数据上涨。 现在已经飙升了两千多次,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排斥有人为了练小号而重复注册,网站的访问量突破到百次,代表这款游戏已经形成了小范围的影响力,他又登陆七月流火服务器,这个服务器是专门为省城开辟的,进入游戏,里面的帮派已经注册了11个,其中活跃人数也达到了900多人,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省城的活跃人数已经快超过于央视,他又粗略看了一下充值记录,到底是省城?充值的土豪有30多人, 最高的已经突破到两千三百五十元钱,陈彻一直在网吧办公道十点多,他心满意足的关机,从刘维娜借个自行车回了自己家,刚拧开钥匙,卧室的灯啪的一声亮了,沈文娟睡眼朦胧的从卧室出来,看到陈彻正在换鞋,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老妈,好歹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吧,难道我不能回来吗? 哦,说错了,我还以为你打算玩到开鞋再回来呢,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废话,沈文娟这才注意到儿子脸上的倦意,还背着背包,颇有几分风尘仆仆的样子,陈建军也从卧室出来,看到儿子,他只是温和地笑了笑,陈彻把背包随意地丢在桌上,让身体陷进沙发,这样可以浑身放松,老妈,麻烦你给我倒杯水,我有点累了,哼,一回家就指手画脚, 沈文娟不情愿地给狗儿子倒了杯水,倒是陈建军坐在儿子对面,询问着省城的事情,你这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这么沉,沈文娟本来打算帮陈彻收拾背包,被那个笔记本电脑吸引了,哦,我买了个笔记本电脑,多少钱? 陈彻笑嘻嘻的糊弄老妈,才三千多,其实这台笔记本花了六千多块钱,只不过,要是让沈文娟知道自己花这么多钱,估计得挨一顿打,哪怕是三千块,沈文娟脸色也阴沉下来,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就为了买一台电脑,真够奢侈的呀,老妈,我工作正的呀,就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游戏,沈文娟还是有些怀疑,陈彻站起身扶着沈文娟肩膀,妈,我包里面有些衣服,还没有来得及洗,麻烦帮我洗洗哈,哼,你不在家这些天,我和你爸真亲近,你一回来就开始增加负担,沈文娟抱怨着拿着衣服去了卫生间,陈彻给老陈递了个眼神,老陈会议,爷俩来到阳台,陈彻从兜里掏出花子给陈建军,抽这么好的烟,我小女友从家 那里拿的,苏震东闺女,对,陈彻给老陈点上,然后自己点上一根,爷俩开始在阳台吞云吐物,陈建军到底是爹,儿子糊弄沈文娟的话,可糊弄不了他,把你最近在省城的事情说说吧,爸,我好不容易回来,能不能先让我抽几口烟缓缓啊,陈建军注意到儿子眼神中的疲惫,估计是劳累,他只好陪着陈彻抽烟,香烟燃尽,陈彻开始讲了,包括他从省城的第一天开始,到拿下最大的网语网吧合作,话语不长,但是陈建军听了,还是有些 惊心动魄,身为过来人,期间的艰辛,他是深有体会的,按照你说的,这个月的利润会爆发性增长,对,现在又是暑假,两个城市的利润保守估计在七万元,陈建军眼皮跳了几下,这个利润已经超过他现在工厂的利润,作为传统企业的他,很难想象互联网冲击会这么大,爸,你那个MP3项目进展怎么样了,已经开始第二轮测试,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月就可以进入市产阶段,现在可以找一些业务员负责推广了,不用,我以前有一些渠道是, 前段时间跟他们吃过饭,他们答应帮忙分销,再说,现在生产线不够,如果到时候持续缺货的话,会对我们产生信任危机,陈彻点了点头,以老陈现在的产能,还真不合适大肆宣传,到时候断货起来,也是一件麻烦事,再说,传统的磁带录音机,虽然市场低微,目前,厂里,还在持续出货,说说你的女朋友,什么时候领家里,让我和你妈见见,等我先搞定了未来岳父和丈母娘吧,他们不同意吗,他们说,嫁闺女要一百万彩礼,苏震东到底嫁闺女,还是� 买闺女,敢要这么多,咱们余阳,现在彩礼才两千块钱,老陈,一百万对咱们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对富贵之家只是毛毛雨,你信不信,如果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不知道多少公子哥提着钱找上门,陈建军无语了,一百万真是个奇葩的规定,传扬出去,对苏震东的名声都不好,其实陈建军和陈彻都不知道,这一百万彩礼,真正目的是苏震东给陈彻故意设的障碍,为的是让陈彻知难而退,结果苏清雪当真了,他传递给陈彻消息时,陈彻 陈彻也当真了,如果苏震东满意陈彻这个未来女婿的话,他肯定不会拿一百万来为难陈彻,生活,过得不就是阴差阳错吗?陈彻回到自己房间,他洗漱一遍,连洗澡都懒得洗澡头就睡,外面的酒店虽然看着豪华,还是家里舒服,尤其是那些掉了漆的门框和发黄的墙壁,自从上次苏震东答应帮陈彻找驾校后,第二天就落实下来,陈彻只去过驾校一次,除了报名递交证件外,他一上手教练就知道陈彻是个老司机,尤其旁边 还站着苏震东如花似玉的闺女,那更得给面子,教练大手一挥放陈彻离开,只需要考试那天过来一趟就行,考过与否全再教练一句话,陈彻为了感谢苏震东的帮忙,第三天亲自登门感谢,苏震东终于明白,自己上当了,这哪里是感谢,分明是蹭饭,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陈彻在苏震东家里蹭了一顿又一顿饭,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偏偏老苏还无可奈何,因为陈彻每次登门的理由都非常完美,他真后悔帮陈彻答应考驾 同时怪刘瑞卿那天说的客气话,作为常备,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这天周末,陈彻和苏晴雪在外面逛街,苏震东在家里拨打了闺女的电话,小雪,晚上记得回家里吃饭,你妈单位发的龙虾,你不是最爱吃油闷大虾吗?什么?陈彻要来,她怎么天天来啊?难道她家里不开火吗?你跟她说,咱们家今天只准备了三个人的饭,苏震东愤然道,蹭饭还蹭上瘾了,电话里传来闺女的声音,爸,那我和小陈在外面吃吧,等吃完饭,我们就回去, 苏震东无语,这分明是陈彻用自己闺女要挟自己,偏偏闺女还就吃这一套,她深呼吸几口气,调整情绪,那你叫她也过来吃饭吧,苏震东放下手机,她打开酒柜,从里面拎出两瓶高度白酒,今天她和陈彻,两个人必须倒一个,刘瑞卿从厨房出来,她的心思同样有些复杂,随着跟陈彻接触越来越多,发现陈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尤其每次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她能看得出来陈彻和闺女感情还是很好的,这样硬生生拆散她们的话, 就连刘瑞卿都觉得于心不忍,可是,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那可就只能认定陈彻当女婿了,这个女婿距离她的期望值有点远啊,她问苏震东道,你觉得我们这样对陈彻好不好,苏震东有点猛,什么好不好的,难道陈彻来咱家吃过几次饭,带几瓶酒就放弃原则了,刘瑞卿忧心忡忡道,我不是说这个,我觉得既然闺女和陈彻感情稳定,要不我们就别再坚持了,苏震东,刘瑞卿说道,你是不是不赞成他们俩,如果不赞成他们俩,我们就狠心 把他们分开,毕竟,长痛不如短痛,苏震东猛地抬头看着刘瑞卿,他发现妻子怎么来回变换呢,是不是收取陈彻什么好处了,刘瑞卿耐心解释,我的意思是,先让他们处处看吧,他们现在处于叛逆的年龄,如果我们插手过多,反而引起更坏的结果,苏震东好奇问,什么更坏的结果,刘瑞卿,我们单位那个老脸,你知道吧,他闺女比小雪大三四岁,长得也俊俏,苏震东点了点头,前段时间差点喝安眠药,就因为他找的男朋友是农村的, 老李死活不同意,硬生生拆散了他们,他闺女现在还在医院里治疗呢,一家人弄得现在反目成仇,你说这又何必呢,苏震东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这年轻人啊,真是倔强,自以为爱情是伟大的,殊不知,爱情也要经历柴米油盐的,经刘瑞卿这么一说,他更不敢多劝自家闺女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长子都要毁清,是长路,公路两排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刮的沙沙作响,苏清雪撅着嘴,有点不高兴,陈彻抽着烟,无所谓的看着� 远处风景,小陈,别人情侣都这样背过,为什么你就不愿意背我呢,要不说你肤浅呢,你现在要是脚崴了,我说什么也要背你,关键是,你现在好好的干嘛让我背你,他们刚才争执,是因为看见一对情侣,男的背着女的拦出租车,很明显是那个女的受伤了,苏清雪爱心泛滥,非要陈彻背着她,结果陈彻不答应,苏清雪有些不开心,觉得小陈不够爱自己,小陈,是不是我脚崴了,你才背我,是的,那好,苏清雪迈到一处高台上,他做事想往一处风景,小陈 往下跳,陈彻反应过来,他急忙把苏清雪抱下来,你他妈是不是傻,苏清雪躲在陈彻怀里,撅着嘴反驳,你才傻呢,我就想试试你关心不关心我,陈彻叹了口气,怪不得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是零,堂堂学霸笑花,竟然会干出这种傻事,说出去谁信啊,好吧,我背你,苏清雪嘴角上翘,如果不愿意,可不要勉强哦,不勉强,自愿的,陈彻弯下腰,让苏清雪趴上来,这也幸亏苏清雪体重比较轻,要是换成重的, 有意的小船,直接就干翻了,苏清雪抱着陈彻胳膊,他的呼吸吐在陈彻耳旁,痒痒的,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背我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背着我,好幸福哦,好幸福呀,少来,谁让你非愿意走那么长路,我猜你是走累了吧,陈彻往上颠了颠滑下来的苏清雪,翘臀依然弹性惊人,小陈,不要乱摸,苏清雪捏着陈彻耳朵,我就像大力水手,你给我点动力,我背着你,来个百米冲刺,怎么样,真的吗,真的, 苏清雪凑过来,在陈彻脸上轻着一下,陈彻厚颜无耻道,光轻左边也不够啊,容易失去平衡,苏清雪只好在他右边脸颊又轻一下,陈彻背着苏清雪往前跑去,迎面吹来的风将苏清雪长发吹开,洁白的瓜子脸露着一谋放纵,他张开双臂喊着,小陈,我爱你,嗯,属于这个年纪该有的幼稚,作为心理年龄成熟的陈彻,至少是干不出这种事的,不知不觉,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从七月份到九月份, 整整两个月的假期,陈彻的中彻网络游戏公司财报已经出炉,八月份余阳市盈利2.6万,省城盈利5.6万,九月份余阳市盈利2.8万,省城盈利6.7万,陈彻手上的资金达到了17万,减去租借服务器的成本,还有其他开销,他手上积攒了15万,这个财报跟他之前的预期差距并不大,单论利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相当牛逼,但对于陈彻他并不满意,主要是这个游戏的市场太小了,仅靠着余阳市和省城 很难再有突破,如果想要进一步增加利润,就需要在全国城市去推广这款游戏,现在是暑假才有这个高峰期,等学生们都开学后,盈利会开始走低,至于下一波高峰期,可能也就是寒假了,今天是小曹同学归来的日子,还有他的秘书黄晶晶同学,正好快赶上开学,他也从省城赶过来,随着游戏影响力在省城铺开,他们两个人又拿下了几家剩余的网吧,陈彻作为老板,一定要亲自去给下属接风,他从老陈那借来一辆桑塔那,开往火车站, 自己也是有驾驶证的人,陈彻戴着墨镜,车里播放着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摇滚的风格让人热血沸腾,忽然,他电话响了,陈彻拿起来发现,是省城刘新耀打过来的,刘哥,找我什么事,刘新耀发出邀请,什么时候来省城,一起吃个饭,我马上要开学了,这几天可能没空啊,可能要等下周末,要不我找你去吧,陈彻有些奇怪,问道,什么是这么着急啊,电话里也可以说,电话那头犹豫一下,刘新耀缓缓道,你这款游戏, 现在在省城,已经风靡开,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扩张的打算,陈彻瞬间明白,刘新耀看上这款游戏了,至于扩张,那是不可能的,如今盛大和国外的发行商打官司,难解难分,这款私服,如果现在冒出去,很有可能引起对方的觊觎,刘哥,我对赚钱,没有什么兴趣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家里又不缺钱,卧槽,你小子能不能认真点,我的打算是,咱们可以合作,我派人替你打通全国市场, 你给我一点分成,你觉得如何,刘哥是打算入股吗,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觉得,这款游戏,只在于扬和省城两个城市发展,有点抱天天物,要不这款游戏卖给你得了,你全资收购,刘新耀急忙追问,真的,你真的想卖吗,是啊,我爸觉得,我应该学业为重,毕竟我现在还是学生呢,那这周末,我去于扬找你,陈彻又和他聊几句,就挂掉电话, 想不到刘新耀,竟然对这款游戏,提起这么大的兴趣,那么应不应该告诉刘新耀这个隐患呢,如实相告的话,刘新耀可能就不会提出收购,这款游戏,还可以维持几年,根据陈彻判断,如果只在于阳和省城两地运行的话,至少还可以维持三年,三年赚取的利润,可能也就两百多万,陈彻走下车,斜靠在汽车发动机盖上,他从兜里掏出烟点上,浑身散发的痞子气息,让不少出战的人频频侧目,陈彻看了一眼手机,已经下午三点,曹 曹文博狗日的,应该出战了,等了一会儿,陈彻忽然感觉有人拍自己肩膀,扭头一看,正看到皮肤有黑的曹文博,旁边是齐儿短发的可爱女孩,黄晶晶,两位功臣回来了呀,陈彻给曹文博来了个雄抱,他正想去抱黄晶晶,被黄晶晶伸手拦住了,陈总,我是女生,你跟我握手就可以,切,戒心还挺足,你以为我想抱你呀,陈彻还是给黄晶晶握了握手,曹文博抢过陈彻眼上的墨镜,笑道,小陈,你摆这个造型是不是为 老子连笑话都追到手了,还需要装逼吗?曹文博就不吭声,陈彻招呼他们俩上车,别在这太阳底下晒着,晚上想去哪里吃饭,我请客,黄晶晶活跃道,我想吃商业街上的汗粒烤肉,晶晶你说你一个外地人,怎么感觉在于阳比我还熟悉呢?那是因为我经常和室友出来逛街啊,黄晶晶扬着得意的笑脸,记住,以后你已经不属于你的室友了,那属于谁?你是我的秘书,时间归属于我支配,无论何时,你都要有为我挡子弹的觉悟,陈� 陈彻,我又不是卖身给你,麻烦你翻看一下中彻公司的员工手册,黄晶晶还真被陈彻给吓唬住了,不敢出声,曹文博心里偷笑,狗日的小陈就会欺负黄晶晶这种单纯的女生,傍晚,汗粒烤肉店,苏秦雪和陈彻坐在一起,黄晶晶和卢小冉挨着,曹文博独自坐在对面,他看到苏秦雪把瘦肉啃完,剩下的肥肉喂给陈彻,陈彻正跟卢小冉和黄晶晶吹牛逼,吹自己公司未来会是世界500强 丝毫没有察觉苏秦雪喂头的食物是被咬过的,苏秦雪喂头成功,唇角露出恶作剧的笑,曹文博真羡慕小陈和苏秦雪这样的相处氛围,他偷偷从兜里掏出小灵通,翻出林雨昕的短信记录,聊天记录停留在自己发送的,多喝点水,这几天林雨昕姨妈来了,他自认为虚寒问暖,非常关心林雨昕,可短信发出去如同石沉大海,这让小曹有点失望,陈彻,以后你公司做到500强,是不是我和文博跟着你创业的元老,也会有� 黄晶晶被陈彻花的大饼给吸引,放心吧,我吃一口肉,肯定让你们喝点汤,500强企业的汤那也是很有营养的,至少让你在省城买几套别墅,卢小冉才不信陈彻的鬼话,他出言打击道,晶晶,别信他,兔死狗烹是陈彻最喜欢干的事情了,卢小冉无法释怀,前几个月陈彻让他约苏秦雪出来,然后又把自己赶走的事实,还有上周陈彻让他帮忙创造惊喜的时候,陈彻答应请卢小冉吃半个月的饭,结果呢,都过去一周了, 今天才请自己吃第一顿饭,并且看样子,自己就是个做陪的,苏秦雪和黄晶晶听了咯咯直笑,陈彻拍了拍桌子,卢小冉,你别不识好歹,我就问你今天晚上的烤肉香不香,如果不香,把你刚才吃的吐出来,我才不吐呢,我就是要把你欠我的吃回来,卢小冉化悲愤为食欲,曹文博不关心这个,他跟着陈彻就是为了帮忙,陈彻哪怕不给钱也不会计较,这顿饭吃得兵煮尽欢,晚上九点多他们才散场,陈彻开车先把黄晶晶送回学校,接着 把卢小冉送回去,最后就剩下苏秦雪和曹文博,不知不觉,汽车在苏秦雪的小区停下,坐在副驾驶的苏秦雪有点舍不得离开,小陈,我想再陪你待一会儿,苏叔叔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要是再送你回去晚的话,他该着急了,陈彻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虽然他也想跟苏秦雪出去住酒店,可是条件不允许啊,这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区别,陈彻去省城出差一个月,老妈和老陈也就打过三四个电话,如果这换成苏秦雪,估计苏震东和刘瑞 至少有一个要亲自陪同才放心,小陈,那你抽一支烟吧,抽完烟我再上去,苏秦雪从自己包里掏出打火机,陈彻无奈,他只好掏出烟,递给后面的曹文博一根,苏秦雪给陈彻点燃,他又把打火机递给后面的曹文博,夜色下,陈彻的手臂搭在车窗外,他嘴里叼着烟,缭绕的烟雾,衬托的他侧脸带一丝深邃感,苏秦雪越看越喜欢,小陈,明天你来我家吃饭吗?行啊,我发现,最近在你家蹭饭,胖了好� 假如有一天我吃成胖子,你会不会嫌弃我啊?苏秦雪抱着陈彻胳膊,他把头靠在陈彻肩头,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贵,胖子还是瘦子,我都不会嫌弃你啊,因为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啊,甜滋滋的情话和狗粮让曹文博猝不及防,他被烟呛到了,拼命咳嗽,陈彻笑嘻嘻扭头,伯哥,有没有被填到,是不是很羡慕啊?曹文博无语,狗日的就会嘲讽老子,忽然,陈彻注意到三楼阳台的灯亮了,一个伟案的身影正望着这边 他拍了拍苏秦雪的脑袋,你爸正看着我们呢?在哪?苏秦雪四周张望,没有发现苏震东的身影,三楼阳台,苏秦雪钻进陈彻怀里,他抬起头,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小陈,我先回去了呀,不然爸爸会担心的,去吧,陈彻目送着苏秦雪下车,看着那个窑窍的身影,离开在视线,他扔完烟头,驱车载着曹文博往家里驶去,曹文博似乎被陈彻和苏秦雪刺激到,他一路上沉默不语,来到金马河边,陈� 陈彻和曹文博下车,曹文博问,你怎么不送我回去,送你回去,你睡得着吗?聊聊吧,是不是因为林雨昕?果然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陈彻猜中曹文博的心事,我那天让你叫林雨昕去省城,你叫了吗?叫了,他有没有去?去了,陈彻嬉笑道,跟我讲讲,第一次和女人睡在一起,体验如何?曹文博一脸苦涩,他深吸了几口烟,缓缓开口,你走的第二天,林雨昕就来省城,只不过,他没有和我住在一起,而是让我又替他开一个房间,所以说, 你不仅给他买包,又给他开单独房间,别告诉我,你他妈还给他买的火车票?曹文博沉默,他现在也反应过来,林雨昕只不过骗他买的包,达成目的后,第三天就回到渝阳,没有丝毫留恋和不舍,陈彻眉眼带着阴沉,所以我给你那两千块钱工资都花完,曹文博犹豫半天,他慢吞吞道,小陈,你当初给我留的一千块钱经费,也被我花了,陈彻猛地抬起头看着曹文博,也就是说,林雨昕去一趟省城,花曹文博三千块钱 结果连他妈手都没有摸到,你他妈是不是傻?我不是说过,他如果不给你一起睡觉,第二天就不买包吗?曹文博解释,他说他这几天来亲戚了,陈彻一阵烦躁,对于摸透女人心思这一点来说,曹文博简直称得上傻逼二字,当初他用一杯三块钱奶茶就测出苏清雪的亲戚,这个狗急把,难道就想不到?曹文博看陈彻阴沉的脸色,他小声道,小陈,我欠你的两千块钱,等我有钱会还给你,你拿什么还?你竟然私自动用我给你留的公款,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他妈现在都想开掉你,曹文博张了张嘴,最终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文博,别怪兄弟不给你面子,你动用我的公款这件事,如果再让我发现一次,你直接离开公司,我知道,本来我就打算回来跟你说的,要不然,我完全可以找借口说,公款花掉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曹文博郑重点了点头,陈彻现在是真后悔当初给曹文博那两千块工资,如果不是自己给曹文博两千块钱,他就不会买小灵通,也不会鼓起勇气联系林雨昕,更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 这一切,林雨昕这个女人真是好心机啊,陈彻把曹文博送回后,回到自己家,手机叮的一声,他以为是苏秦雪的晚安短信,掏出一看,竟然是孙静发过来的短信,孙静,陈总,休息了吗?陈彻,还没有,刚回家,孙静,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呀?陈彻,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他在思索着,孙静找她是什么原因,总不会是撩伯自己吧,虽然他自认为长得很帅,可现在兜里又没几个钱,不至于让女人倒贴吧? 孙静,陈总,上次在火车站分别时,你提出让我加入你的公司,不知道是否做书,陈彻眉头一挑,哦,孙静难道想跟着他创业吗?现在哪个傻逼会跟着他这个没钱没背景的人创业呢?没有无险一惊也就算了,听起来都不靠谱,如果陈彻没有重生的话,连他自己都不会跟着自己创业,十个创业的人有九个会铺剑,唯独活下来的一个肯定是靠着家里关系,陈彻,当然做书啊,你想过来跟我混吗?孙静,什么混不混的啊?难道你做地下势力吗? 陈彻,当然不是,我这可都是正经生意,孙静,这不就得了,所以我问问你要不要人?陈彻,求之不得 孙静,那就这么说定了哦,我过两天去渔阳找你 陈彻,好,我们双剑合璧,到时候带你去那斯达克敲钟 孙静,哥哥,小弟弟,你的野心还是蛮大的吗?那也不如你胸脯大啊 这句话只敢在陈彻心里付费,他可不敢说出来 结束了和孙静聊天,陈彻躺在床上开始思考下一步的打算 游戏这个行业,目前是一片蓝海,但是以他现在的资本根本无法玩得赚的 明年夏天,梦幻西游就要推出了,真怀念那个在东海渔村打海归的日子啊 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迅速积攒一波资金,从而投入更大的研发中 传奇思福,如果真的卖给刘星耀,那么就可以回龙一波快钱 要做就做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那个人,第二天,陈彻出奇没有睡懒觉 而是开着车去找房子,经过一上午的寻找 他在理工大学附近的合金小区租了一套简装的三十一厅的房子 一个月房租才六百块钱,简直不要太便宜 陈彻给黄晶晶和曹文博打电话,招呼他们赶紧过来干活 半个小时后,黄晶晶先赶到,因为他本身就在学校宿舍 黄晶晶敲门进来,看到陈彻在阳台插着腰抽烟 陈大老板,你找我来什么事?陈彻指了指四周的屋迹,还有墙角的蜘蛛网 这间房子我刚刚租下来,作为我们中彻网络公司的办公室 所以,麻烦你打扫一下,黄晶晶好奇宝宝 陈老板,办公室一般不都是在写字楼吗?咱们刚创业,租到这里比较方便一些 距离学校也近,到时候加班晚了,还可以睡在这里 陈彻推开三个卧室的房门,其中一间卧室还有一张单人床 您可真是周八批在世啊,我这才刚上班,你好意思让我加班吗? 黄晶晶可怜兮兮的眼神看陈彻 前几天给你发的两千块钱工资,你都干什么花了? 我买了一些衣服啊,卡通手办,花了好几百了呢 争取在年底,我们的业绩更上一个台阶 而你的工资厚度也会随之增加一个台阶 真的吗?单纯的黄晶晶被陈彻说中了心思 陈彻拍了拍黄晶晶肩膀,好好干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已经新增了好多人 到时候,你就是我的行政秘书,兼职后勤管理部部长 好,保证完成任务 黄晶晶在陈彻的蛊惑下,开始卖力的干活 陈彻看着他瘦小的身形蹲在地上 一点点抠着墙角的屋迹,悄悄摇了摇头 老子现在是创业者的身份,可不能怜香惜玉 过了一会儿,曹文博气喘吁吁的来了 他看到黄晶晶正在打扫卫生 有些疑惑,吉伯哥,这套房子作为我们的创业办公室 你觉得怎么样?曹文博转了一圈 他对工作环境要求不高 很好啊 小陈,你租下来的呀 废话,我不租下来 难道会买下来啊?我还以为你直接买下来呢 曹文博知道陈彻现在手上有些钱 鱼洋的房价也才八九百块钱一平 要是买也买得起 你叫我来是打扫卫生的吗?黄晶晶一听 有作伴的,他脸上露出期待 陈彻从兜里掏出一张电脑配置单 我叫你来,是让你去一趟科技大厦 按照这个配置,给配六台电脑回来 曹文博低头拿过配置单 他现在计算机细的 这些配置自然都懂 记得先挨个,问一遍报价 那些商户都他妈鸡贼得很 谁家报价便宜,就用谁家的 陈彻把银行卡递给曹文博 明白了,曹文博知道 小陈这是要准备进军互联网行业了 之前他就对自己透露过 这时,陈彻电话响起 他挥了挥手 示意曹文博抓紧去办 电话是苏清雪打过来的 为你睡醒了 小陈 你在哪呀 你不是说今天来家里找我吗 陈彻拍一下脑袋 人一旦忙起来 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我现在在合景小区 我刚租一套房子 正在和黄晶晶打扫卫生呢 他把租房子创业的事情 简单和苏清雪解释了一遍 黄晶晶气得想打陈彻 明明是他一个人在干活 陈彻在那抽烟监睑督他干活 呜呜,上了贼船 我黄晶晶曾经也是家里的小工具一枚 现在竟然干的都是粗活 可怜我的小嫩手 可恶的陈彻 电话里苏清雪有些抱怨道 小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多睡会吗 小陈 其实 我知道你是为了一百万彩礼 感觉压力有点大 不过 你不要太着急 我会慢慢跟爸爸和妈妈解释的 说不定到时候 一千块钱彩礼就够了呀 哇 陈彻一脸猛逼 苏清雪还真是自作多情 他创业只是很单纯的创业 苏清雪怎么会扯到彩礼上面去呢 不过这种能增进感情的事情 他才不会去解释呢 挂掉电话 陈彻开始撸起袖子干活 黄晶晶还以为陈彻准备一起干活呢 谁知道 陈彻只是拿起扫帚 开始慢悠悠扫地 陈大老板 你电话里不是说和我一起干活吗 没事 一会苏清雪过来帮着一起干活 他可是笑话呀 你忍心看你女朋友干活吗 偶尔锻炼一下身体 也不是坏处 中午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吃饭 黄晶无语了 如果让学校的男生知道 陈彻竟然指挥苏清雪干这种粗活 不知道开学那天 会不会被男生群殴 别发呆 抓紧时间干活 要等曹文博回来之前 把这里打扫好 黄晶晶付匪一声 欺负人 苏清雪过来的时候 看到黄晶晶苦着小脸 蹲在地上擦东西 他亲热地给黄晶晶打招呼 黄晶晶见苏清雪来了 眼里露出吃惊 陈彻还真狠心啊 竟然让笑话过来打扫卫生 一点连香西域都不懂 不过多一个人帮自己 好像也不是坏事哦 如果苏清雪和他一起打扫卫生 进程应该会快一点吧 晶晶 小陈呢 黄晶晶指了指阳台外面 苏清雪看到陈彻正叼着烟 擦拭着阳台的窗户 现在的陈彻少了几分桀骜 多了几分居家男人的味道 他不由幻想起 以后和小陈结婚后 也有这样的画面 两个人一起经营好一个家 可以互相研究做饭 可以一起做家务 他走过去对陈彻说 小陈 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办公室吗 对啊 我把这里租下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 苏清雪四周打量了一圈 点了点头 环境很不错呀 这里距离学校也挺近的吗 到时候 无论是回家 还是去学校 都很方便 我就是考虑这一点 比如我们放学了 可以不回家 直接就在这里住 陈彻冲着苏清雪眨了眨眼 他想拿苏清雪一写的心思 丝毫不减 哼 谁要跟你一起住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苏清雪留给陈彻一个高马尾 他进卫生间去洗抹布 帮黄晶晶淡活 陈彻甘大地摸了摸鼻子 我是癞蛤蟆 我要是癞蛤蟆 也要泡你这个白天鹅 必须给癞蛤蟆证明一下自己 三个人一直忙碌到中午 除了厨房 其他的都打扫得一尘不染 陈彻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苏日的 这个夏天是真热 幸亏房东留了一个电风扇 要不然非得中暑 苏清雪也用小手给自己扇着风 他额头细密的汗水 使得脸色红润诱人 小陈 已经中午了 我们先去吃点饭吧 等下午收拾好了 走 我请你们吃牛肉拉面 黄晶晶忧愿的眼神看着陈彻 刚才陈彻和他聊天的时候 还信誓旦旦说 等会请他吃大餐呢 陈彻笑嘻嘻回头 再给晶晶加个卤蛋 可以吧 黄晶晶咬牙道 行 他们三个人 就在小区旁边的面馆吃饭 饭吃到一半 陈彻电话响了 是曹文博打过来的电话 什么是博哥 你得忘了 你快过来吧 陈彻挂掉电话 苏晶雪问道 你怎么把文博给忘了呀 这样多不好 黄晶晶插嘴道 就是这么热的天 曹文博辛辛苦苦去科技大厦 给你装配电脑 陈彻拍了拍桌子 黄晶晶 你现在好歹是我的助理 这种事情 身为老板已经忘了 你这个当助理的 为什么不提醒我 这是你的失职啊 我 黄晶晶说不上来 念你初饭 回去把员工手册抄写一遍 苏晶雪来了兴趣 他问道 小陈 你们公司的员工手册内容是什么 为陈总服务 扑斥一声 苏晶雪笑得连饭差点喷出来 黄晶晶也才反应过来 他原本苦着的小脸 多云转情 等曹文博过来后 看到他们三个人 已经快吃完了 他一脸忧怨地看着小陈 行了 别跟个深归怨妇一样瞪我 我刚刚给你叫大份牛肉面 还特意给你加卤蛋 我们三个可都没有卤蛋 真的吗 曹文博脸色这才好一点 真的 嗯 电脑我已经让他们送过来了 还没有安装 你等会回去安装一下就行 曹文博是真饿了 他早上就没有吃饭 陈澈吃完擦擦嘴 继续道 那你先吃哈 我们回去看看 黄晶晶和苏晶雪 给曹文博打过招呼后 就跟着陈澈离开 走到半路 苏晶雪问 小陈 你刚刚结账了吗 陈澈反问 你没结账吗 苏晶雪回答 没有呀 黄晶晶突然有些害怕 他用无辜的眼神看着陈澈 难道是要让他这个助理去结账吗 没事 博哥会结账的 他欠我钱 可怜曹文博回来晚了 不仅连好吃的都捞不到 竟然还要沦落到结账 下午 陈澈把这些电脑都先安装起来 然后他让苏晶雪和黄晶晶继续搞卫生 自己让曹文博跟着去家居市场 买办公桌椅之类的 一个下午的时间 和景小区的办公场地焕然一新 随着家居的进场 房间里也充满了新意 浅木色的办公桌堆在客厅 六台电脑分成两台 苏晶雪和黄晶晶去买了一些绿植和简单的装饰 给客厅打扮一下 其中 陈澈独自占了一个房间 充当他的办公室兼休息室 他摸索着下巴 盯着那张单人床 如果和苏晶雪一起滚床单 不知道能不能施展开 真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陈澈想入非非 一切收拾完毕 现在就差员工和网线入场 网线明天就会有人过来安装 至于员工 他有了助理黄晶晶 入门技术曹文博 市场营销孙静 而陈澈作为老板兼产品经理 兼资深程序员 目前来说暂时够用 至于财物 钱端 美工 这些可以后期再增加 反正理工大学那些大四 即将去实习的人很多 到时候 可以直接进行较招 苏晶雪他们 看着眼前这一切 有点不真实感 想不到一天的时候 从租房 到公司落地 设备进场 这么快就完成了 陈澈插着腰 手里夹着烟 从今天起 我们这个公司 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我相信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成为 世界五百强的 你们有没有信心 众人 不是他们不相信 而是觉得有点荒诞 加上陈澈才三个人 能干什么 顾向思维 封闭了他们的意识 卧曹 你们怎么不说话 这么不给面子 苏晶雪率先反应过来 他冲着陈澈笑道 小陈 我支持你 曹文博作为发小 加上还欠陈澈钱财 也说了一句 小陈 我也是支持你 黄晶晶看都表态了 他作为助理 只好违心道 小 嗯 陈澈瞪了黄晶晶一眼 苏晶雪 喊他小陈 是因为轻易 曹文博是因为 比他岁数大 怎么你一个小助理 也敢喊我小陈 陈总 我也支持你 这还差不多 走吧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我带你们去吃大餐 去吃饭的路上 陈澈开着老陈 那个桑塔纳 这辆车 是平时老陈常理 搞接待的时候 使用的 现在老陈每天 都骑摩托车上下班 车扔着也是扔着 自然落在小陈手里 有辆车 至少他们不用风吹雨淋 不过跟高健良家里的宝马比起来 他这实在是拿不出手 吃完饭散场后 陈澈先开车 把黄晶晶送回学校 曹文博是骑单车来的 所以 陈澈打发这个单身狗回家 省得在这里充当电灯泡 在场就剩下陈澈和苏晴雪 陈澈开着汽车 停在公园一角 昏暗的路灯下 和笑花在车里一起看月亮 正合他的心意 他手抚摸着方向盘 心思已经飘到九霄云外 苏晴雪咕噜咕噜喝着奶茶 他察觉到陈澈嘴角的坏笑 心脏猛的开始跳动 小陈 这么晚你带我来公园干嘛 当然是谈恋爱 现在公园周围都没人 正合适我们 说一些悄悄话啊 陈澈解开安全带 就去搂苏晴雪 苏晴雪身子下意识往后缩 副驾驶能有多大位置 直到避无可避 小陈 太晚了 我想回家 老苏还没有给你打电话呢 再说现在才八点钟啊 放心吧 我很老实的 不会有过分的举动 陈澈早点结束晚餐 就是为了这一刻 他甚至都没有吃饱 为了和笑花一起欣赏夜景 先稳住 一定要先稳住 切不可操之过急 他解开安全带 来到后排 让苏晴雪也过来一下 单纯的苏晴雪 根本不懂汽车震动的花样 他好奇地看着陈澈 整理汽车座套 黄晶晶也真是的 做个汽车 还得把座套给蹭下来 你过来帮我拽一下 苏晴雪果然放下奶茶 来到后排 帮陈澈去整理座套 随着车门的关闭 车厢内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好不容易整理完座套 苏晴雪病脚洒落几缕碎发 他挽到耳后 陈澈目光 火热盯着苏晴雪 娇艳欲滴的瓜子脸 红润的嘴唇 明亮的清澈信念 还有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苏晴雪察觉到陈澈火辣的目光 他立马说道 小陈 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我还是坐到副驾驶去吧 费尽心思让你过来 还能让你跑掉吗 就在苏晴雪将要推开车门的时候 陈澈一把抱住了他 啊 小陈 不要 嗯 苏晴雪警动的郊区 躺在陈澈怀中 随着陈澈的霸道 他的身子 渐渐变得柔软滚烫 他的小手 紧紧地攥着陈澈手臂 按理说 这些都是情侣之间常有的举动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苏晴雪一直都没有适应这种节奏 拦截难分的纠缠中 苏晴雪眼睛带着一丝迷离 突然 他察觉到肌肤暴露在空气中的凉意 原来他的白衬衫 不知何时被陈澈解开了扣子 他恢复一丝理智 按住陈澈作乱的手 小陈 苏晴雪软弱见喘的声音 在陈澈耳边响起 不可以这样 陈澈帮他系上扣子 握住他的小手 我很老实的 这回就想抱抱你 苏晴雪点了点头 乖巧地躺在陈澈怀里 狭小的空间里 两个人聆听着彼此的心跳 小陈 再过几天就开学了 这个暑假过得好快啊 那你有什么收获吗 我的收获就是认识你 可是你却在这个暑假 丢下我去了省城 苏晴雪撅起嘴 有些闷闷不乐 他之前在暑假 规划了好多好多情侣做的事情 比如一起去爬山 一起去游乐场做摩天轮 一起去冒险 每当陈澈和他完成一次情侣间的事情 他都会在日记本上记录下来 陈澈手指缠绕着苏晴雪的长发 他笑道 我也想让你跟我去省城 你敢跟我私奔吗 苏书和刘仪同意你去吗 苏晴雪抱着陈澈脖子 他摇了摇头 他确实没有勇气和陈澈私奔 至少他们两个人 还没有爱到死去活来的地步 小陈 我看到你为我做的这些 真的很感动 可是一百万彩礼 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陈澈笑了笑 他握住苏晴雪的小手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百万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苏晴雪认真的眼睛看着陈澈 小陈 只要你对我好 不管你有没有一百万 我都愿意嫁给你 如果苏叔和刘仪不同意怎么办 如果他们不同意 我就会主动说服他们 只要我们两个人坚定信念 我想 他们一定会祝福我们 苏晴雪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如果他坚持非陈澈不嫁的话 苏震东和刘瑞卿 还真不好再坚持 陈澈想不到 苏晴雪会这么单纯 他庆幸这个人是自己 如果换成其他男人 真是不敢想象 我会一直爱你的 陈澈缓缓到 苏晴雪看着陈澈 情之所至 他鼓起勇气凑过来 阴唇附在陈澈嘴上 两个人又一次亲密接触 迷离的气氛 想要让人沉醉其中 陈澈的唇离开他 然后沿着苏晴雪的下巴 耳垂 脖梗下疑 留下一道道痕迹 小陈 你刚说明明说过老实的 现在说话不算话 苏晴雪按住陈澈作乱的手 陈澈抬起头 他尴尬地笑了笑 这手怎么就不受我控制呢 苏晴雪狐疑地看着陈澈 哼 这手长在你身上 你太激动了 你太坏了 两个人又嬉闹一会儿 直到苏震东打电话催促回家 陈澈才恋恋不舍 送他回去 苏晴雪一边整理凌乱的头发 一边把自己衬衫崩开的扭扣记住 还不忘您陈澈一下 这个时候 陈澈在疼 他也不敢吭声啊 苏晴雪 你现在让我疼 因果循环 到时候 也有你哭的时候 送苏晴雪回去后 陈澈直接返回了家里 第二天 陈澈给曹文博打电话 让他去河井小区盯着 今天会有安装宽带的人上门 他又给黄晶晶打电话 让黄晶晶 在河井小区附近 租一套两室房子 陈老板 你昨天不是刚租房吗 怎么又要租房 我从省城 聘请来一位市场营销总监 所以 我是帮他租的 黄晶晶好奇问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是一位姐姐 长相一般般吧 你租房要找干净卫生 拎包入住的那种 钱不是问题 好的 我知道了 陈澈挂掉电话 有下属就是好啊 至少自己不用再亲力亲为了 他直接开车 前往火车站去接孙敬 想想在省城那段时间 孙敬还请他吃过一次饭 两个人虽然有联系 不过 也仅限于朋友之间的联系 火车站 陈澈叼着烟 吞云吐雾 他身边 哪怕是个老款桑塔纳 在这个年代 也不多见 其实还有一位女生 怯生生问陈澈 去县城走不走 陈澈看到对方的长相 无情地拒绝了 不是他以貌取人 而是他真的有事 三点半 他看到孙敬从火车站出口 姗姗而来 孙敬今天穿了灯笼袖白衬衫 下身是黑色阔腿裤 手上拉着行李箱 一头棕色头发 被风吹得飘起 更增加了几分女人味 眉目如画 婉约清熟的风格 在他身上完美体现 周围不少拉客的黑车司机 被孙敬的气质所吸引 他们如同一群苍蝇 纷纷围住孙敬 美女 去哪 我车又大又软 价格还便宜 这位小姐准备去哪 我可以免费拉你 请问美女要去哪 我开车送您 陈彻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 她嘴角露出冷笑 掐灭手里的烟头 大步向孙敬走去 孙敬露出职业般的微笑 客气拒绝着 谢谢 我哪里都不去 一名油腻中年人 被孙敬成熟的身材所吸引 美女哪里都不去 难道要在火车站过夜吗 就是就是 给我们个机会啊 我们可以不收你钱的 孙敬被这些拉客的飞车司机 挑逗的有些无奈 这时 陈彻从这些司机人群中挤过来 她脸上戴着墨镜 美女 上我车吧 我带你去墨地店 有你中年人 被陈彻占了位置 她不服道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有没有先来后到 就是就是 要坐也是坐我们车 孙敬看到陈彻出现 她对着陈彻露出浅笑 陈彻不管那些黄牛司机 她接过孙敬的行李箱 又牵住孙敬的手 两个人向外走去 对了 我是她男朋友 陈彻扭头冲着那些黄牛司机 咧嘴一笑 剩下那群人面面相去 卧槽 献殷勤竟然献错人了 他们眼巴巴看着陈彻 把行李放进汽车后备箱 然后很绅士的 给孙敬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汽车一溜烟 驶离了火车站 陈总 谢谢你给我解围啊 孙敬由衷感谢道 陈彻一边开车 一边说 静姐 我已经替你解围很多次了吧 是啊 要不说是缘分呢 不然我也不会投奔你 孙敬看着车窗外滑过的风景 曾经她在渔阳待过半年时间 那个时候 因为工作忙碌 都不曾看过渔阳的接近 如今从广告公司离职 她才有机会 慢慢欣赏市区的景色 你为什么离职了 我可以不说吗 陈彻余光撇到孙敬脸上的疲惫和失落 她点了点头 她猜测 孙敬这次离职 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是爱情 要么是工作受了委屈 对了 住处已经帮你找好了 要不要去看看 还是先带你吃点东西 你直接把我送到住处吧 陈彻给黄晶晶打了个电话 让黄晶晶先等在那里 她直接开车 前往目的地 黄晶晶找的房子 挨着合景小区 名叫世家花园 租金在四百块钱 等陈彻领着孙敬上楼的时候 黄晶晶见到孙敬 顿时吃了一惊 陈彻之前给她说 是一个长相平平的女人 这眼前这个气质婉约 成熟韵味十足的女人 还叫长相平平 陈彻介绍道 这位是我助理兼同学黄晶晶 这位是孙敬 是我们公司未来的市场营销总监 兼总经理 孙敬客气地跟黄晶晶握手 黄晶晶呆呆地伸出手 孙敬进房间转了一圈 对于环境和格局 她点了点头 谢谢你陈总 我对这里很满意 要谢就谢晶晶吧 是我让她帮你找的房子 孙敬看向黄晶晶 她微笑道 谢谢你啊晶晶 步步客气孙经理 孙敬仿佛天生 自带一种清静气质 孙敬把行李箱放进房间 然后又收拾了一番 她出来对陈彻说道 陈总 不知道我们办公地点在哪里 陈彻问道 你不休息会儿吗 不用了 火车上我已经休息过了 那我带你去看看吧 陈彻领着孙敬 还有黄晶晶去了合景小区 他们到的时候 曹文博是认识孙敬的 他结结巴巴地 给孙敬打过招呼 正好大家都在 陈彻就把公司未来的方向发展 说明了一下 他的目的是 打造符合国内市场的 Facebook 也就是脸书 当年校内网 就是受到脸书的思路 从而在国内进行创业 后来随着创始人 一直找不到盈利方向 最终被别人完成收购 收购后 校内外合并成人人网 因为各种原因 从2010年后 导致人人网走向没落 陈彻的优势在于 他对未来市场的把控 是非常精准的 这给他提供了 正确的思路规划 还有极低的试错成本 孙敬到底有丰富的 市场管理经验 他提出了质疑 陈总 如果这个网站 真的如你所说 那么 前期阶段 他的盈利靠什么 靠广告付费 既然我们靠广告付费 那么 前期在未成名之前 对于我们 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不知道你能否坚持下去呢 陈彻信心在握 他知道 互联网企业前期 如果找不到盈利方向 后期很难维持下去 当年小马哥 因为高昂的服务器成本 差点把QQ卖掉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迟迟找不到盈利方向 可是陈彻不一样 他非常熟悉 互联网的盈利方向 至于融资这一点 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有融资办法 目前 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网站建设起来 曹文博对陈彻是盲目的相信 黄金金被陈彻洗脑 也很相信陈彻 唯有孙静是最冷静的一个 因为他的眼界比较成熟 既然陈彻有把握 把前期困难时期熬过去 那么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陈彻道 这几天 我会把公司架构搭建起来 其他的一些细节 到时候 我们再慢慢修改 另外 静姐 你现在需要招聘一个技术总监 以曹文博的能力 架构这么大的网站 是远远不够的 孙静很快就进入工作状态 好的 我明白了 黄金金提出疑问 咱们这个网站 准备叫什么名字 就叫社交网 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互的网站 好了 今天你们正式进入工作状态 咱们开工吧 陈彻开始召集他们几个 坐在电脑前 开始办公 而陈彻开始搭建注册域名 搭建架构 这年头 域名还是比较好注册的 陈彻决定 抽空一点 要多注册一下域名 比如淘宝.com 或者360.com 还有小米.com等等很多 到时候没钱了 随便卖些域名 都能让自己活得更加自由 连续几天时间 陈彻都窝在 合景小区的办公室里 搭建网站 社交网的域名 他之前就已经注册好了 域名尾追事.com 孙静这两天 一直在负责技术经理的招聘工作 期间过来两个技术人员来面试 结果一看到这种工作环境 人家扭头就跑了 知道的 以为是公司 不知道的 还以为陈彻干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情呢 黄金金负责后勤管理 比如跑个腿啊 订个饭啊 送个文件之类的 曹文博则帮陈彻打下手 他现在的学历 所能提供的支持并不多 偶尔苏清学领着卢小冉 过来转一圈 孝花看到陈彻这么快 进入工作状态 他也安静地 在旁边办公桌 看书学习 不去打扰陈彻 倒是卢小冉这个吃货 经常过来蹭饭 黄金金被卢小冉带的口味 也越来越高 每次中午订工作餐时 他们两个人 就一起出门了 随着前期资金的投入 陈彻兜里的钱 也越来越少 尤其是服务器 和其他的花销的地方 越来越多 这天下午 陈彻把网站购架 搭建完成 他坐在椅子上 伸了个懒腰 对面苏清雪 单手拖着下巴 正注视着自己 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脸上有花吗 没有呀 我就是觉得 你认真起来的模样 还挺好看的 苏清雪笑盈盈地说道 陈彻得意洋洋地抬着头 既然我长这么帅 那就给你个机会 乖乖过来亲我一口 欺你真自恋 苏清雪皱了皱可爱的鼻子 你们女人 真是口是心非 明明 你刚才夸我好看 现在反而说我自恋 陈彻靠在椅子上 从桌上抽出一根烟点燃 搭建网站的工作量 大大超出预期 按照他现在的进程 估计还要几天时间 才能完成出事框架 这时 一身黑色职业中的孙静 敲响了房门 请进 孙静推开房门 他看到苏清雪也在这里 微微点头致意 苏清雪看到孙静来了 知道孙静找陈彻有事 他笑着回应 然后起身离开 陈彻记得 这两个美女初次见面时 都从彼此眼神里看到吃惊 孙静是基于苏清雪的容貌和气质 而苏清雪 是基于孙静的成熟婉约 两个女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展现出女人特有的韵味 幸亏陈彻在孙静这件事上 没有瞒着苏清雪 要不然 笑话很大概率会吃醋 即便如此 苏清雪嘴上不说什么 他还是每天会过来陪着陈彻 直到陈彻下班一起回家 陈彻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苏清雪 为了监视自己 孙静关上房门 梅雨间带着一点忧虑 陈彻怕因为呛到孙静 他把窗户开得更大一点 陈总 技术经理不好招聘啊 要么是去了别的公司 要么是嫌弃我们给的待遇低 要么是水平不够 陈彻笑了笑 他安慰道 招聘本来就是这样 现在才刚开始 我们公司还可以运转的 总有不开眼的人 会来咱们公司的 嗯 不开眼 孙静疑惑地看着陈彻 哦 说错了 是有缘人 孙静笑了笑 他打趣道 陈总 你不会是把公司当成寺庙吧 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 陈彻看着孙静的笑容 带着一抹成熟的妩媚 尤其纤细的小腿 包裹在飞丝上 让人心念大动 幸亏烟雾缭绕 遮挡住孙静的视线 要不然 他可能会吓得离开办公室 不着急 慢慢招聘就是了 我主体框架已经完成了 现在还差一些二级类目 孙静看陈彻不着急 他悄悄松了口气 说实话 这是陈彻交给他的任务 这几天一直没有完成 他也有心理压力 既然陈彻并不主抓这件事 他也就放心了 等孙静离开后 陈彻又在电脑前工作两个小时 直到外面的天色已晚 走出办公室 已经没有人了 该下班的都下班了 就连苏清雪 什么时候离开的他都不知道 陈彻拿出手机 上面有一条苏清雪 一个小时前发的短信 苏清雪 小陈 我和小璐先回去啊 担心打扰你工作 我就没有去办公室找你 陈彻 我也下班 他熄灭灯锁上门 就准备回家 苏清雪的闺房里 卢小冉正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小雪啊 我看那个孙静 就觉得有点危险 你说陈彻故意把孙静招进来 是为了什么 苏清雪疑惑看着卢小冉 他解释道 小陈之前和我说过啊 静姐是市场营销毕业的 他说 未来互联网的推广和日常管理 离不开境界 卢小冉一副狗头军师的模样 他分析道 小雪啊 你不要被陈彻给欺骗 你想想如花似玉的美女 天天围着陈彻转悠 你能确定她不动心吗 这 苏清雪迟疑了 说实话 孙静确实长得很漂亮 温柔体贴 成熟懂事 一举一动 都让人很舒服 我看过电视剧 里面很多大老板 都跟自己的女秘书 有扯不清的关系 当然 我也不是说陈彻或者孙静不好 我只是觉得 咱们应该防患于未然 单纯的苏清雪问道 小陈的女秘书 是黄晶晶啊 黄晶晶是咱们同学 她还没有这个胆量 插手你和陈彻之间的感情 我就是担心 孙静会抢走陈彻 苏清雪被卢晶晶一通 胡乱分析 说的心里 也开始有些担忧 女人在这方面 天生就比较敏感 这时 苏清雪短信响起 她低头去看 是陈彻发来的下班短信 卢晶晶也好奇地凑过来 她指着短信 你看看 陈彻现在才下班 她平时连学习 都懒得学习 鬼知道她是不是 把孙静送回家 说不定他们两个 还一起吃晚饭呢 苏清雪狐疑地看着卢晶晶 小陈应该还没有吃饭吧 卢晶晶开始替苏清雪分析 你问问她 有没有吃饭 如果她回答 没有吃饭 那么就是没和孙静在一起 如果她回答吃过饭 很有可能是和孙静一起吃的 苏清雪被卢晶晶分析的 失去了方寸 她开始低头回复短信 苏清雪 小陈 你吃过饭了吗 陈彻开着车 正在等红绿灯 她看到苏清雪发来的短信 又看了看时间 晚上八点多 陈彻回复 我还没有吃晚饭啊 正想去吃饭 你要不要过来 陈彻陪我吃晚饭 卢晶晶看着陈彻回复的短信 她那双小圆眼愣住了 她开始在脑中分析 这话是真是假 难道陈彻猜中了她的意图 是真的没有和孙静一起吃饭吗 还是吃过饭了 故意这样回答的 小雪 你去陪她吃晚饭 看看她究竟是吃过了 还是没有吃过 有必要吗 我觉得 没有证据去怀疑 小陈不太好 苏清雪前意识里 还是比较相信陈彻的 我陪你一起去 如果没有 就证明是我多疑了 最终点了点头 主要是孙静给她的压力 确实很大 黄晶晶虽然也好看 她并不担心黄晶晶 因为气质这块苏清雪 可以碾压黄晶晶 但是孙静那种成熟气质 是她所不具备的 如果陈彻在这里的话 她一定会把狗日的卢小冉 暴打一顿 三八婆 天天给老子没事惹事 生性多疑的卢小冉 不去干侦探行业 真是他妈的浪费 夜市大排档 陈彻对着眼前的撸串和烤肉 同样吃着烤肉 满嘴都是油 这段时间 她又胖了一些 主要她跟苏清雪两个人 都是吃货 鱼洋的大街小巷 几乎被他们俩吃遍了 偏偏苏清雪 无论怎么吃 都不容易胖 而卢小冉 只要放开吃 体重就蹭蹭往上涨 经过卢小冉的细微观察 她终于排除陈彻的嫌疑 证明陈彻没有说谎 卢小冉从苏清雪包里 拿出纸巾擦了擦嘴 又低头喝一口奶茶 半赏后 卢小冉突然说 陈彻 你还算是个好人 陈彻抬起头看着卢小冉 你骂我是几个意思 卢小冉差点被奶茶枪到 她瞪眼看着陈彻 陈彻 你别不知好歹啊 我夸你是个好人 凭什么说我骂你 陈彻冷笑一声 我他妈用得着 你给我发好人卡 她继续说 倒是你 是不是又想蹭吃了 最近在我公司蹭吃的次数可不少啊 你瞧瞧 你那腰段 都快赶得上屁股了 卢小冉被陈彻嘲讽地握紧拳头 随后他又松开了 小川同学 你请我吃饭 应不应该啊 陈彻心里莫名一慌 他想起来了 他还欠卢小冉十来天的饭 苟日的 上次从省城回来那天 他也没有赚到苏清雪的便宜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血亏 人可以输 但是嘴上一定不能输 陈彻反驳道 不就是一顿饭吗 老子请得起 到时候 我看你吃成胖子 怎么后悔吧 苏清雪无奈地拍了拍桌子 你们两个能不能好好吃饭 陈彻解释道 是他先找茬的 天天跟个更年期女人一样 没事找事 苏清雪有些心虚 他悄悄拽卢小冉一下 示意他不要再说 他们两个 今天已经吃过晚饭了 是卢小冉 非要考验一下陈彻 结果大晚上的 还要出来陪着陈彻吃饭 事实证明 陈彻没有对他说谎 他心里很高兴 至少证明 陈彻是值得信任的 苏清雪问陈彻 小陈 后天就要开学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陈彻也吃得差不多 他打个宝格 现在是我事业的上升期 大二学年都准备长期逃课了 到时候 你记得帮我担着点啊 苏清雪不满地撅了撅嘴 陈彻可以逃课 他身为班长 却没有那么容易逃课 再说 他觉得只有上课的时候 小陈才会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哪怕是在睡觉 他也觉得 两个人的距离是近的 那下周的大一的迎新晚会 你还参加吗 都是一群小毛孩子 陈彻正想拒绝 忽然他似乎想到什么 一周时间 社交网应该就出炉了 迎新晚会 岂不是自己推销网站的大好时机吗 现在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 都比较快 到时候 如果自己打出名气 几乎可以省去一半的推广时间 我参加 我不仅参加 还要上台表演节目 苏清雪来了兴趣 他问道 你准备表演什么节目呀 我可是晚会的主持人 如果你无法打动我的话 我就不给你报名 陈彻黑黑笑着 有自己女朋友带主持人 这个后门走定了 第一个节目留给我 如果观众反应好的话 最后压轴的节目也留给我 卢小冉张大嘴看着陈彻 真是吹牛逼吹上天了 难道陈彻想去舞台表演打架节目吗 他丝毫不认为陈彻会什么惨意 对了 帮我买个吉他 到时候 我给你个惊喜 苏清雪问 真的吗 那可是很正式的场合 学校的副校长 不希望出乱子的 放心吧 我是一个擅长逆风翻盘的人 就跟我的潘森会跳大一样 迎新晚会的节目 是陈彻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如果放好了 可以决定社交网的未来发展之路 苏清雪和卢小冉面面相去 潘森是什么东东 吃完饭后 陈彻把苏清雪和卢小冉送回家 他驱车回自己家 沈文娟和老陈早早睡了 客厅亮着一盏落地灯 他进门换鞋的声音 吵醒沈文娟和老陈 两口子从卧室出来 陈彻察言观色 沈文娟双手抱胸 面容挂双 老陈面露愁虑 担忧地看着自己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看着暴风雨前的宁静 自己似乎有挨打的趋势 他偷偷给老陈递了个眼色 示意老陈一挥自己挨打 记得帮自己兜着点 沈文娟冷冷问 你这几天在忙什么 陈彻故作轻松道 没有忙什么 学习功课 找我们班长补习外语 陈建军听到陈彻的回答 已经闭上眼 沈文娟果然开始变脸 他抄起旁边的衣架 就要去打陈彻 陈彻只好绕着沙发开始逃 有什么事您说 别动不动就打我 我好歹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老陈 管管你媳妇 沈文学追了陈彻两圈 发现狗儿子溜得贼快 他微微气喘 你这个败家子 偷偷在外面租房子 也就算了 还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 你这是要气死我了 陈彻一脸猛逼 啥情况 你这小道消息 都是听谁说的 陈建军这个时候站出来 他缓缓道 你妈今天去逛街 碰到以前的同事聊起来 说看到你在合景小区租一套房子 每天都有不同女人进出 有没有这回事 陈彻 卧槽 你妈的 真是流言蜚语 害死人啊 他明明是创业 硬是被人物解成找女人 这帮更年期的大妈 真是枉我之心不死啊 从小自己去上网吧 就爱告状 他苦笑着 从自己背包里 拿出营业执照 老陈 老娘 你们究竟是姓外人 还是姓你们儿子啊 陈建军邓陈彻一眼 这还用说 当然是姓你了 沈文娟冷着脸别过头 他主要是气恼自己儿子 在外面学习不好 也就算了 还拈花惹草 尤其是他同事说 有好几个女人进出 他觉得自己儿子还小 这要是名声坏了 以后娶媳妇都困难 陈彻耐着性子 把这件乌龙事情 给沈文娟和陈建军解释一番 他又当着沈文娟的面 给曹文博打电话 让曹文博澄清一下 直到曹文博再三解释后 沈文娟脸色才缓和 很多时候 面对亲人的一些质疑 外人出面 是最容易化解误会的 陈建军换了一副脸色 他教训陈彻 你说你也是的 既然注册公司就注册公司 为什么还要 瞒着我和你妈 难道我们就是 那么不讲道理的父母吗 难道我们 还会阻拦你不成 沈文娟看到儿子 被陈建军训斥 他有些不忍心 好了老陈 是我这当妈的 错怪儿子了 陈彻这才笑嘻嘻地 搂住沈文娟肩膀 正好我这两天劳累过度 妈你打我一顿 给我松松筋骨 沈文娟憋不住笑了出来 他手指点在陈彻脑门 臭小子一天天地 不让人省心 危机终于有惊无险地 被陈彻化解 接下来 沈文娟和陈建军 又询问陈彻公司 运作的一些具体事项 还有钱财方面的事 陈彻毫无隐瞒地说了一遍 为了就是让父母放心 陈建军唏嘘不已 狗儿子现在步子越卖越大 真担心有一天栽跟头啊 沈文娟的触动最大 他发现 儿子终于长大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 需要自己事无巨细地关心 如今 儿子有自己的主意 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女友 自己的收入 在他的记忆里 好像从这个春天开始 儿子就没有主动 跟自己要过钱了 他是既欣慰 又觉得莫名空荡荡 何景小区 陈彻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他打量着眼前 这个邋遢男人 对方油乎乎的头发 戴着褪色眼镜 身上的衣服 也都磨损严重 脚上甚至穿的 还是军绿色解放鞋 他判断出 对方家里条件不太好 陈彻翻开资料 才知道 应聘者叫李震男 跟自己是校友 理工大学大四的学生 李震男 这名字听着 怎么有些耳熟呢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陈彻开口问 你对前端开发 和后端开发都懂吗 李震男微微点了点头 坐姿严肃 甚至还有些拘谨 陈彻站起身 指着自己电脑 这是我刚刚写到一半的代码 你看一下 如果你能替我完成后面的代码 我就让你加入我们创业公司 李震男起身走过来 他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代码 粗略浏览一番 又看了看陈彻的计划框架 他自信道 我想 我可以的 你试试 陈彻就站在李震男身后 李震男稍作停顿 开始按照陈彻的规划 敲击代码 渐渐的 他动作越来越快 一行行代码 被他熟练的敲出来 陈彻观摩一会儿 发现李震男基本能力很扎实 平时学习非常刻苦的那种 可能是马农和家庭条件不好的原因 导致他有些沉默和自卑 李震男马上就要是大四 既然是学生 那么他对工资就不会有很高要求 陈彻走出办公室 外面正办公的孙靖站起身 陈总 他怎么样 可以 比之前那些浑水摸鱼的人要强 孙靖犹豫片刻 他说道 我觉得李震男有些木讷 可能不太善于管理和组织 只要技术好 一切都可破 陈彻准备留下他 正在低头工作的黄金金 抬起头 李震男 陈彻看着黄金金 他问道 你认识李震男 黄金金用一副鼻翼的眼神 看着陈彻 陈总 怪不得你总爱逃课 连咱们学校的学霸都不认识吗 孙靖饶有兴趣地看着陈彻 他还真不知道 陈彻在学校的事情 他以为陈彻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再加上性格开朗 所以才创业的 现在看来 这里面有很多八卦可以挖掘 曹文博认识李震男 他说道 李震男今年下半年上大四 曾连续三年 拿过学校的助学金 还参加过计算机编程比赛 只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内幕原因 而名落孙山 陈彻心里直呼 卧槽 这要牛逼的学霸吗 要了要了 哪怕一个月开五千块钱工资 也要把这个牛逼的人留下来 黄金金一脸崇拜道 我也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 但是真没有见过这位真人 想不到今天竟然来咱们公司了 孙靖看的是李震男的简历 对于李震男的经历 了解的还真不够详细 作为兼职HR 这是他的失职 陈彻扭头进了办公室 李震男还在熟练的敲击键盘 陈彻咳嗽一声 李震男动作停下 他眼神紧张地看着陈彻 导致手指跟着轻微抖动 李学长 你觉得我这个社交网的发展怎么样 李震男想不到 陈彻开门见山 问的是公司核心业务 他在犹豫着如何回答 如果吹嘘陈彻思想高瞻远瞩 会不会留下来 如果打击陈彻 会不会失去工作的机会 由于片刻 李震男说道 这个社交网的建立是颠覆性的 目前国内还没有这种网站 如果你能迅速占领市场的话 未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陈彻眼前一亮 悄悄给李震男点了个赞 这番话证明 李震男不是死读书的呆子 相反思路很灵活 李震男看到陈彻眼里的赞许 他鼓起勇气继续道 但是也有危机 就是前期如果没有资本的注入 你可能很难维系下去 资本的入住 是我这个创业老板需要考虑的事情 而你需要把技术层面做好 陈彻坐在李震男对面 身上散发着自信 李震男之趣的闭上嘴 李学长 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公司 刚才和静姐商量一下 准备录取你 所以想问一下 你对工资待遇有没有什么要求 李震男眼里露出激动 这么轻易就被录取了吗 他本来是不想出来工作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从七岁起 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 母亲为他上学而外出打工 一年挣的钱 勉强够他的学费 至于吃喝 他一直都是靠打工 或者别人资助换来的 年纪轻轻就体会到了生活的不义和艰辛 没有人更比他懂金钱的可贵 以他的能力 当年如果家庭权力供给的话 考上清北都不是梦想 陈彻注意到李震男的表情 他拍了拍李震男的肩膀 我一个月要600块工资 你看可以吗 因为我的生活费 一个月要200多 我还要往家里游击一些 我娘有些疾病 李震男目不转睛地看着陈彻 生怕陈彻会拒绝 我给你开2000 并且先给你发一个月工资 你还可以正常上课 客与时你过来上班就行 另外 我这里也有住的地方 保你衣食无忧 陈彻指着房间的单人床 李震男脸上的表情 瞬间呆住 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陈彻 嘴唇轻微地颤抖 2000块钱工资 还是先付一个月工资 这简直大大超出他的预期 要知道2000块钱对他来说 可是一笔巨款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震男有些难以置信 他总觉得天上没有那么好的事 陈彻笑了笑 因为我敬佩李学长的毅力 如果我像你这么艰苦 能不能生存下来都是问题 再说 我之所以称呼你学长 是因为我也是理工大学的 马上要大二学年 李震男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己学地 陈彻不会告诉李震男真实目的 他之所以先给李震男2000块钱 是为了人情 商人都是逐利的 陈彻也不例外 工资先发是小事 李震男上课也不要紧 到时候 他必须在合景小区加班加点 给完成工作任务 才是关键 如此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收买人心的举动 陈彻是非常乐意做的 最终李震男答应下来 陈彻引他见了孙静 黄晶晶 还有曹文博 李震男低调地跟他们打过招呼 黄晶晶一脸小迷昧地看着李震男 如果不是李震男长相普通 他都想主动要签名了 陈彻认真道 文博 李学长是我们的师兄 在代码编程这一块 你要多多请教 希望你早日成长起来 做一个对公司有用的人 曹文博严肃地点头 他知道自己有2000块钱 靠着小陈帮忙 小陈可以帮自己一次两次 不能一直这么帮自己 陈彻又给大家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的主体就是 社交网必须加快完成 一定要在迎新网会前推出市场 因为陈彻相信 现在至少有好几家 都在进军这方面 就像足球解说的那样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孙静有些疑问 他提出道 为什么是迎新网会前推出 陈彻叼着烟 他吐出一口烟雾 迎新网会是我个人的高光时刻 到时候 我会亲自做社交网的代言人 这样我们至少省去一半的推广时间 能提前占领这个市场 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他看向李振南 李学长 这两天有空吧 李振南点了点头 那我们这两天加个班 争取把进度往前赶一下 李振南正发愁 无法感谢陈彻的帮助呢 他想也不想答应下来 等李振南进办公室后 陈彻对黄晶晶说 去银行取两千块钱 然后给李学长发工资 哦 明白 黄晶晶作为小秘书 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了秘书的要领 他拎起自己的小包就出门了 孙静开始继续招聘人员 现在他们还缺少美工设计 和后端开发 晚上 陈彻躺在床上 和笑花聊着短信 主要是明天开学 苏秦雪身为班长 他还要负责大姨入学 新生接待事宜 苏秦雪 小陈 你明天下午来上课吗 陈彻 咱们的课手 我明天下午有事去不了 省城的刘星耀 之前和陈彻约后 他明天下午 来与阳谈游戏私服合作的事情 随着假期的结束 游戏内的充值人数 已经开始直线下跌 仅剩下坚持的那些老玩家 充值金额 是远远不够的 陈彻之所以考虑 卖掉游戏 就是为了自己的社交网 苏秦雪 哦 那你明天还送我去学校吗 陈彻 风里雨里我都会送你的 就像日出和日落 永不缺席 苏秦雪 汐汐 小陈你真好 陈彻 如果觉得我好的话 就麻烦亲我一口吧 苏秦雪 沐啊 陈彻 收到 我去洗说了 苏秦雪回复完 他收起手机 从桌子带锁的抽屉里 拿出日记本 随便翻开几页 上面记录很多 和小陈有关的文字 他开始继续写日记 9月6日 请 今天 我去小陈公司了 说实话孙静给我的压力很大 他身材成熟 面容婉约 身上有一种自信的气质 不过 我还是愿意相信小陈 因为小陈是 喜欢我的 我可以去他办公室 给他嬉闹 他会包容我 有时候也会欺负我 哼 对了 我还遇到大四的李振南师兄 想不到 他竟然在小陈公司上班 曾经他是我的偶像 因为学校每一年的助学金 都会有他 晚上 我和小陈去吃米线 这家米线 有点太油腻了 下次我要换一家吃 明天 小陈要带我去上学 真怀念他的单车呀 喜欢坐在后座抱着他 喜欢偷偷闻他身上的味道 哪怕是淡淡的烟草味 我也喜欢 小陈 我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孩子 希望你不要让我伤心哦 我也会加倍对你好 希望有一天 你能娶我 我愿意做你的新娘 苏秦雪写完日记 他偷偷回头看一眼 爸爸和妈妈并没有进他房间 翘脸微红的 把笔记本盒上 然后锁进抽屉 他决定了 这个笔记本的内容 不会让任何人看到 等他六十岁那一天 再念给小陈听 陈彻早早起床 睡眼朦胧的去洗漱 沈文娟看陈彻的眼神 仿佛是看稀罕物一样 他嘲讽道 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陈彻反驳道 你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沈文娟拎着锅铲出来 插着腰道 狗东西 敢跟我顶嘴是吧 翅膀硬了是不是 不敢不敢 祝老妈身体万福安康 儿子给您请安 陈彻做了个行李的举动 沈文娟被陈彻差点逗笑 他绷着脸 滚去洗漱 陈彻如蒙大赦 此地不宜久留 得赶快溜走 才是正道 他匆匆洗漱完 在老妈的强迫下吃完早饭 终于脱离了苦海 苏秦雪的电话正好打过来 陈彻接听电话 里面是笑话甜甜软糯的声音 小陈 你出发了吗 快了快了 马上就到你们家门口 电话里传来苏秦雪娇哼的声音 哼 你又骗我 我就站在我们小区门口呢 哼 是吗 我刚才扶小朋友过马路了 你又来这一套 我要生气了呀 明明说好八点到的 现在都八点半了 你尽管生气 我等会哄你 陈彻挂掉电话 他迟到是因为吃早饭的缘故 今天开学第一天 老妈非要让他吃完饭再去 老妈 偶尔苏秦雪 二选一 他只要先吃饭 让小女友等等了 赶到小区门口 陈彻看到了苏秦雪 正停停欲力站在门口 他戴着太阳帽 露出半个白皙精致的瓜子脸 上衣穿着性色防晒衫 下身是膜白的宽松牛仔裤和小白鞋 陈彻自行车一个扫尾 稳稳的停在苏秦雪面前 苏秦雪拿出手机 给陈彻看时间 他撅着嘴 有些不开心 小陈 你迟到半个小时 家里来客人了 老妈非要让我招待一下 所以耽误了 以前我什么时候迟到过啊 你说对不对 陈彻只好找客观的理由 去为自己开脱 哦 是这样啊 那咱们快走吧 苏秦雪有一点比较好 就是不会胡搅蛮缠 很多时候 只要能解释清楚 他比较通情达理的 路上 陈彻骑得飞快 苏秦雪抱着陈彻 小嘴微微上翘 陈彻问道 怎么没见小卢呢 他去他叔叔家了 今天不顺路 苏秦雪下巴 故意垫在陈彻后背上 个得他有点痒痒的 陈彻察觉到苏秦雪的恶作剧 他晃了晃身子 谁知道苏秦雪 不依不饶继续挑逗 小妮子越来越大胆啊 信不信我就地正罚你 苏秦雪咯咯地笑着 哼 谁让你总欺负我 好不容易有欺负你的机会 我可不想错过 他想起 那天在公园的汽车里 陈彻就是这样欺负自己 可怜自己孤苦伶仃地 被小陈欺负 他们赶到理工大学校门口的时候 已经人满为患 有不少家长 大包小包地等在门口 自行车和汽车 乱糟糟地停放着 偏偏校门口的门位 就开了一个小门 每个进入学校的人 都需要检查一下学生证件 陈彻看着眼前这一切 如果不是自己重生 很难再体会这一幕 尤其是那些大衣的新生 他们脸上带着稚嫩 有的学生脚上的布鞋 都磨出了洞 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 脸上宝金风霜 满头大汗地 替自己孩子 背着最重的行李 贫富的差距 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绝大多数人 都是农村出来的 陈彻庆幸自己 是幸运的 他凭借一个暑假的时间 赚取了大部分人 一年都赚不到的财富 人流慢慢地靠拢 由于学校规定 每个学生 只能有一位家长 陪伴进校 这导致他们 所携带的很多行李 都要靠两个人去背着 不过已经有不少学长和学姐 借来了自行车 在学校里面施以援手 我让你早点来的 本来咱们大二的 就应该帮助一下 大义新生的 现在好了吧 我身为班长 竟然都迟到了 苏秦雪白了陈彻一眼 好了好了 你快去吧 我去停自行车 苏秦雪把自己背包 递给陈彻 书包有点重 你帮我背一下 挺好车过来 记得找我啊 知道了 陈彻看着苏秦雪 往计算机器的位置走去 即便是校花 带着太阳帽 他露出半张瓜子脸 依然引起了轰动 有不少大胆的心声 纷纷侧目去偷描苏秦雪 陈彻嘴角露出冷笑 狗日的 这是老子的女人 他赶紧去停自行车 一会要回来 宣示自己的领主地位 陈彻停好自行车 他来到计算机器的位置 这里已经围了 不少大一的心声 他们在问路 或者寻求帮助 苏秦雪坐在客桌后面 埋头登记着一些信息 校花高挑玲珑的身姿 哪怕从不同角度观看 也绝对是顶尖的 卢小染人母狗样的插着腰 指挥着同学 去帮新生拎行李 或者认路 陈彻插着都走来 他看到李国庆 和刘晓斌为首的 七八个男生 也在这里 小陈 一个暑假不见 有没有想我呀 李国庆笑呵呵 递给陈彻一根烟 当然想你们啊 今儿晚上 咱们大排档聚聚啊 小陈 你知道吗 这个暑假 我可是给你拉进了 不少高中同学 至少二十多人 都玩这款游戏了 李国庆开始吹嘘一波 刘晓斌也插嘴道 还有我呢 我也拉不少高中 和初中同学去玩 他们对这款游戏 评价很高 陈彻笑嘻嘻道 行了 哥几个的心意 我知道了 今晚上我请客啊 谁他妈先河倒下 谁是孙子 男生们爆出 一阵热烈的笑声 不远处 电气工程系的 大二学生 看到为首的陈彻 他们阴沉着脸 自从上一次安文轩 被陈彻连抽耳光后 他们电气工程系的名声 在学校可就臭了 先不管谁对谁错 至少电气工程系的 二十多人 围殴陈彻一个人 然后被人家干翻 这个脸 就丢到姥姥家 卢小冉看到 陈彻和一群臭男生 抽烟嬉笑 他迈着王八步过来 刘小冰 李国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的心思 不就是等着 寻找漂亮学妹吗 几个男生 尴尬的笑笑 他们面对喷子 卢小冉 不敢吭声 谁都知道 男生们在这里 是为了什么 其实就是帮助 漂亮的学妹 然后发生一段 刻骨铭心的恋爱 刘小冉 别笑了 刚才一个大义心声 不认识宿舍的路 你去帮一下 谁啊 我看看 刘小冰跳过卢小冉 就往后面去扫 卢小冉指着一个 瘦小的女生 就是她 聂文秀同学 刘小冰 一听是女学妹 立马来了兴趣 我非常乐于助人 现在就去 刘小冰屁颠屁颠的 去帮那个女学生拎行李 那个聂文秀 腼腆的说一声 谢谢 陈彻看到这一幕 觉得好笑 他敢断定 刘小冰脑袋里面 估计开始 歪歪接下来 发生的剧情了 他跟李国庆嬉笑玩 去找自己的笑花 苏秦雪埋头写字 他把垂下的碎发 挽到耳后 露出完美白皙的耳垂 察觉到有人过来 不用抬头 看鞋子就知道是谁 小陈 我渴了 你把书包里的水杯给我 陈彻挨着苏秦雪坐下 把书包的水杯拿出来 里面还有吸管 贴心地 递到笑花嘴里 苏秦雪歪着脑袋 咕噜咕噜吸着水 好看的信念 含笑看着陈彻 陈彻问道 这次新生有多少人 比咱们这一届的多不少 陈彻叹了口气 现在计算机器听着牛逼 以后损失的 可是头顶的发量 想想那些马农 个个都是油腻度男家秃顶 那简直是相亲路上 惨不忍睹的风景 这时 一名计算机器的新生过来 他一米八身高 外面阳光俊朗 一身奈克运动服 携背着单肩包 他一出现 就引起计算机器女生们的注意 就连卢小冉 也拭目不转睛 这种阳光男孩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焦点人物 他镜子走到苏清雪面前 问道 请问计算机器的男生宿舍怎么走 苏清雪抬起头看对方一眼 客气地说 从这里往前走 然后又拐到头就看见了 就在苏清雪抬头那一瞬间 阳光男孩一下子被吸引了 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 我叫罗小卫 不知这位学姐叫什么名字 陈彻原本正低头玩着手机 听到对方开始搭讪笑话 他可忍不了 他叫苏清雪 是我们大二计算机器的班长 既然陈彻已经替他回答了 苏清雪继续埋头登记信息 罗小卫被苏清雪的外表所吸引 迟迟挪不开脚步 苏学姐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 我想请你喝一杯奶茶 不用 我有水杯 苏清雪从陈彻手上拿过水杯吸了一口 他还甜甜地问陈彻 小陈 你要喝吗 陈彻依旧玩着手机 头也不抬 喝点吧 苏清雪乖巧地把水杯吸管 塞到陈彻嘴里 罗小卫看到这一幕 惊呆了 他仔细打亮陈彻 看起来相貌平平啊 一身廉价服装 自己身上的可都是耐克 脚上这双篮球鞋 更是值两千块钱 卧槽 一个臭穷逼 也能谈到这种女朋友 没天理啊 罗小卫举目四望 发现大二同学对苏清雪 和那个男生的轻易举动 吸以为常 陈彻吸了几口 说道 不喝了 苏清雪这才把水杯收起来 陈彻从兜里摸出烟点燃 他吐出一个烟圈 这才漫不经心的 抬起头去看罗小卫 嗯 看来又是个狗大户 自以为穿身耐克 就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罗小卫不识抬举 他不介意教训一番 牛逼有钱的高健良 现在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 还有安文轩和朱家伟 这种学生会主席 都服服贴贴 放眼望去 整个理工大学 现在没有人不知道 他陈彻恶名在外的称号 罗小卫出来乍到 他不了解陈彻底细 只好愤愤看 陈彻一眼就离开了 他决定 无论如何 也要把苏秦雪追到手 除了自己 没有人能配得上苏秦雪 陈彻本来打算待一会儿就走的 有了罗小卫的打岔 他决定陪苏秦雪 一直待到招生结束 要不然 基于笑话美色的男生太多了 时间不知不觉到中午 苏秦雪忙完后 他掏出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汉子 小陈 你不是说 中午还有事吗 天大的事 也不如你重要啊 我继续赖在这里 替你赶走那些苍蝇 陈彻说的义正言辞 真是个小心眼的男人 苏秦雪心想 哼 你现在知道吃醋的滋味了 这些天和孙静在一起 我也会吃醋的 不过 我还是选择相信你 陈彻肯吃醋 至少代表是喜欢自己的 中午 陈彻带着苏秦雪 去食堂吃饭 他们吃完饭回来的路上 碰到系主任方景川 他招呼苏秦雪过去开会 陈彻趁机逃课 去了合景小区 来到他的创业基地 就可以听到 正在忙碌着写代码 陈彻问 你们两个吃饭没有 曹文博答一句 还没有 晶晶和静姐去买饭了 陈彻来到李震南旁边 李学长 进程还差多少 李震南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里面充满血丝 还需要两天时间 主要工作量有点大 比如 这里按照你说的 布置一个二级类目 还有这里 李震南指着后台的运行页面 陈彻拍了拍李震南肩膀 要抓紧啊 三天后 就是迎新晚会了 我再熬个通宵 争取明天进行一测 曹文博看着陈彻 欲言又止 他这两天 一直在这里 帮李震南打下手 李震南为了感恩陈彻那两千块钱 足足奋斗了三天时间 除了简单的生活起居 每天就睡五个小时 简直跟牲口一样凶猛 下午 陈彻接到刘星耀的电话 他已经赶到渔阳 陈彻给刘星耀 报了合景小区地址 半个小时后 两个人在小区门口碰面了 这次见到陈彻 刘星耀不由紧张几分 这款游戏的大获成功 可是他亲眼所见 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一直通过二级管理员 后台观测这款游戏的变化 数据可谓非常亮眼 网与网八 在不经过任何推广的情况下 三个门店的充值记录 就已经屡创新高 导致他们网八正版官服 完全没有人玩了 试想一下 玩官服的 你拎着砍刀 在新手村晃悠 砍一个怪要砍半天 并且还是时间付费模式 需要充值点卡 私服的玩家已经一套圣灵装备 拎着闪光武器去打BOSS 抱一地花红柳绿的装备 那种落差感 谁能受得了 关键在于私服是免费的呀 也就是说不花钱也可以玩 只不过体验要差一点 刘星耀作为有钱的海归人士 他立刻察觉到 陈彻这款游戏的前途 这也是他放下身段 主动前来谋求合作的原因 远来是客 陈彻招呼刘星耀 去一家茶餐厅歇息 他们寒暄完毕 刘星耀递给陈彻一根烟 随着烟雾的吞吐 刘星耀主动开口了 小陈 这款游戏 你真的没有考虑全国范围内推广吗 陈彻摇了摇头 这款游戏 是我小打小闹的一个产物 赚个零花钱罢了 刘星耀一阵无语 你一个月好几万的利润 还他妈小打小闹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 如果这款游戏推广到全国 利润你是清楚的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渠道和人手 这些我可以帮你推广 刘星耀有些迫切道 陈彻笑了笑 他问 刘哥 如果帮我推广的话 打算要多少利润 刘星耀伸出手指 我只要你四成游戏的总利润 这个要求不高吧 嗯 如果都有你推广到全国的话 四成利润可以接受 这么说 你答应了 刘星耀本来还打算心事动众的 和陈彻谈判 因为上次两个人谈判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陈彻叹了口气 推广到全国太慢了 我其实打算卖掉这款游戏 因为我最近精力跟不上 提子跳了跳 已经有人跟自己一样 想要买断这款游戏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他不得不在心里判断 陈彻爆出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对方是为了提价 这时 陈彻的电话响了 他接听电话 声音刻意压低 坐在对面的刘星耀 依然可以听见陈彻的回答 陈彻对着电话说道 李老板 你上次开出的 那个报价太低了 你觉得 120万可以买断我这款游戏吗 我游戏现在每个月的利润 都有8万多 这游戏对我来说 我现在有点事 过两天 我们见面谈吧 陈彻挂断了电话 他示意刘星耀喝茶 刘星耀却再也没有心思喝茶 他拼命在脑中补充着画面 一个信里的老板 找上陈彻 提出要买断这款游戏 对方开价120万 陈彻不同意 原本刘星耀打算给出的 买断价格是100万 这一下子 他都没好意思开口 老爹 这款游戏 如果你打算卖的话 准备卖多少钱 刘星耀还是决定探一下陈彻口风 毕竟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陈彻一脸痛惜道 我预估打算卖200万 不过 我也要看人的 这款游戏 就是我的孩子 如果买家跟我有缘分的话 我一分钱不要 只是希望买家好好对待这款游戏 刘星耀心脏抽搐一下 孩子 有缘分的话 一分钱不要 骗鬼呢 缘分二字 还不是你说了算 刘星耀站起身 我去下洗手间 他要去给自己的朋友打个电话 看看这款游戏的估值 大概值多少钱 陈彻的电话 再一次响了 他等刘星要离开后 才接听电话 里面传来曹文博的声音 小陈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 你说120万是什么意思 什么下金蛋的鸡啊 陈彻笑呵呵的回应 没事 我刚才喝多了 说的都是醉话 曹文博抱怨道 我说大中午的 你怎么静说胡话 你跑哪里喝酒了 怎么不叫上我了 陈彻嘲笑道 你自己那点酒量心里没数吗 你要是喝多了 我是把你扔大街上 还是把你扛回去 电话那头 曹文博不吭声了 陈彻问道 找我什么事 曹文博支支吾吾道 我打算回学校上课 你看可以吗 我放学回来 就去公司加班 去吧 你对黄金金说 如果他有课也去上课 没有课就来公司 把欠下的工作时长 给我补上 好的 我知道了 那先这样 陈彻挂掉了电话 这就是他为什么 租河井小区的原因 这里距离理工大学不行 才十分钟的路程 过了一会儿 刘星耀从洗手间出来 这一次 两个人正式开始谈判 老爹 你给我透个底 这款游戏 你是否打算卖掉 刘星耀是判断 陈彻是真想卖 还是想继续运营下去 陈彻看着刘星耀 他笑了笑 游戏是我真打算卖掉的 但是 如果没有符合我的心理预期 我还是暂时运营吧 毕竟每个月都有进涨 那你看我跟你有缘分吗 陈彻一口回绝 肯定没有 他妈的刘星耀 还想白嫖老子 刘哥 这款游戏做出来 费尽了心血 不知道多少个日夜 在网吧的屏幕面前奋战 生生把自己熬成了 抛出自己的报价 他无法判断 陈彻电话里 提的120万 是真是假 他担心是陈彻演自己 刘哥 今天晚上别走啊 这顿饭我请了 吃完饭 明天我送你上路 刘星耀瞪眼看着陈彻 心想 你他妈送我上路 说错了 送你上高速回省城 陈彻后面补充的话 让刘星耀不好发作 刘星耀可不想白来一趟 他继续报价 110万 不能再多了 你要知道 这款游戏 虽然可以推广到全国 但是据我所知 他的知识产权并不明朗 后期肯定会面临一些 法律层面的东西 陈彻摇了摇头 他解释道 这款游戏的真正版权 在国外的开发公司手里 如果他们国外的公司 在咱们国内打官司 你觉得谁会赢 谁会赢 蓝山必胜客了解一下 什么必胜客 陈彻恍然大悟 这年头 蓝山必胜客 还没有打出名号呢 最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游戏私服的收购价格是120万 这对陈彻来说 已经足够了 复刻一款游戏 从最初的推广 到现在 两地开始风靡流行 四个多月的时间 孕育出一百多万的产值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足够吹好几年牛逼 但是这种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拿到传奇的原代码 几乎所有的小网站 都开始进军私服行业 那个时候 市场简直是一片混乱 最终也导致了官服走向陌落 陈彻只不过是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这笔收购 对刘兴耀来说 也不亏 因为这波红利 他至少可以吃两年 至于两年 他能赚到多少钱 就看他在全国的推广速度和效果 两年后 随着私服游戏的泛滥 这款游戏是生是死 已经不重要了 合作既然谈成 刘兴耀当即就给他律师打电话 准备你一份收购合同 到时候双方签字 这笔交易 就算真正完成 刘兴耀给陈彻握手 老爹 恭喜你啊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百万资产了 陈彻笑呵呵地回应着 百万只是个开始啊 如果有一天 我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你再来恭喜 我也不吃 刘兴耀 我发现你小子比我还能吹牛逼 年轻人闲着没事 不就是泡妞吹牛逼吗 今天晚上别走啊 我请客喝酒 到时候 我们全班同学都在 你要不要参加一下 算了 你们都是年轻人 我就不打扰了 我今天先回酒店休息 明天律师过来 我们再签署合同吧 OJPK 陈彻目送刘兴耀离开 他并没有赚到一百多万的快乐 因为他的眼界和野心不止于此 社交网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至于未来能走多远 还有什么变故 他也无法确认 晚上 理工大学北门的小摊上 计算机器二班的四十多人 都聚集在这里 这场聚会 本来是陈彻发起的 最后 男同学又都叫女同学过来 就连笑话苏晴雪 也跟着过来了 陈彻看着走过来的苏晴雪 问 你怎么来了 苏晴雪养着雪白下巴 看着陈彻 你要请客 为什么不叫上我啊 是不是担心 我会影响你们气氛 没有 本来是打算 我们男生们一起喝酒吹牛逼呢 我们女生知道消息 所以也跟着来了 你请不请我们 正好咱们可以 来个全班联欢会 行啊 那你负责招待 我先去点餐 好 苏晴雪硬下来 最终 他们拼了一张大桌子 陈彻和苏晴雪 并肩挨着 随着啤酒和饮料的上桌 原本还有些拘谨的男生 开始和身边的女生聊起来 不时的 有男生过来 跟陈彻敬酒 陈彻也是来者不拒 一杯杯啤酒下肚 话题也渐渐多起来 气氛非常热闹 苏晴雪细心的给陈彻加菜 叮嘱他 不要喝那么多酒 陈彻看着温顺的笑话 他给自己酒杯倒满 戏屑道 苏班长 咱俩走一个 苏晴雪本来喝的是饮料 他发现 有好几个女同学 都喝啤酒 有些跃跃欲试 小陈 要不我也换成啤酒吧 到时候 可就由不得塌了 心里想是一回事 真要做出来 又是一回事 陈彻问 你想喝酒吗 苏晴雪有些犹豫 我想试试吗 你看他们好多都在喝 陈彻把自己酒杯 递给苏晴雪 苏晴雪小心翼翼凑过来 他轻轻抿了一点 不自觉皱了皱可爱鼻子 小陈 这啤酒真苦涩 一点都不好喝 陈彻笑道 有故事的人 才会懂酒的真谛 你说得那么高深 好像你的故事有很多事的 说几个让我听听 苏晴雪溺在陈彻身边 就差靠近他怀里了 陈彻在他耳边悄悄道 这些故事 咱们得床上说 流氓 苏晴雪选择跟陈彻拉开距离 酒桌上 李国庆和刘晓斌能喝 他们俩端着杯子 找那些不能喝的男同学 看着那些男同学 勉强咽下酒水 他们露出得意的笑 二十岁 青春放纵的年纪 他们已能喝酒为牛逼 能搞到对象为成功 等到三十岁就会明白 当年吹过的那些牛逼 连半个包子都买不到 陈彻看不下去 他端着酒杯过去 一轮轮啤酒喝下肚 刘晓斌率先扛不住 被陈彻喝趴下 李国庆知道陈彻的酒量 他老老实实地坐回座位 晚上九点多 他们结束了聚会 这顿饭 花了陈彻四百多块钱 跟他百万资产比起来 不值一提 本来苏晴雪 打算用班费出钱的 被陈彻拒绝了 他还没有告诉苏晴雪 自己已经提前攒够了彩礼钱 如果现在告知的话 不知道苏晴雪会不会嫁给自己 还有女人奴苏震东 会不会把彩礼金额提到两百万 陈彻有信心挣钱的速度 超过苏震东提价的速度 这不代表 他就是冤大头 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回去的路上 他骑着单车 迎面吹着晚风 后座苏晴雪环抱着他 嘴里说着 今天老方开会的事情 比如 学校领导特别重视 这次迎新晚会 听说电视台的和报社的 都会受邀过来参加晚会 苏晴雪被任命为晚会的主持人 现在各个院系已经开始提交节目清单 有的已经开始排练节目 三天时间 陈彻心里有些紧张 不知道李震南能不能完成任务 他之前还有空和李震南一起敲代码 这几天随着开学 加上和刘星耀谈收购游戏 真的抽不开身 苏晴雪忽然问 小陈 你还没有说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当然是唱歌呀 你先唱给我听好不好 我不唱 提前唱就没有期待感了 苏晴雪狐疑地看着陈彻 你不会上台给我捣乱吧 学校那么多领导都会现身晚会 我要是捣乱 岂不是找死啊 你觉得我有那么傻吗 也是哦 可是你又不给我透露半点消息 小陈 我有点紧张 肯定不会坑你的 到时候 你记得帮我多介绍一下 怎么介绍啊 苏晴雪一脸好奇 他严重怀疑 陈彻打算把迎新晚会 开成他的社交网发布会 陈彻就像一个叫人学坏的大叔 一步步教苏晴雪 如何配合自己开社交网的新闻发布会 第二天 陈彻和刘星耀签署完收购合同 刘星耀爽快地把120万转给陈彻 这笔钱对寻常人来说 是一笔不菲的资金 对刘星耀这个富二代来说 跟零花钱差不多 陈彻把游戏管理后台 以及原代码 全部交给刘星耀 两个人一起吃了个午饭 刘星耀打算在全国推广这个游戏 他没有在渔阳多待 而是和律师直奔省城 估计是回省城 组建自己的游戏推广团队了 陈彻也回到合景小区 连续两天时间 他和李振南奋斗在开发一线 迎星晚会的前一天晚上 社交网终于正式完成 孙靖他们目不转睛 盯着陈彻的电脑屏幕 陈彻输入3w.cg1.com 成功进入官网 简洁大气的官网 映入众人眼帘 为首的是社交网英文 一道蓝色的导航页横贯屏幕 按照陈彻的理念 这个页面简直low爆了 但是2002年 众人对这种网站 还是感到兴起的 导航页依次排列是 首页 个人主页 好友 相册 日记 游戏 展内信等 一共7个二级类目 陈彻也开放注册 他成为了自己 第一个社交网的注册用户 名字为 陈彻同学 紧接着他让孙靖 曹文博 还有黄晶晶 分别注册账号 进行测试 李振南同样紧张地盯着网页 担心有bug出现 陈彻研发的校园 SNS 社交网络服务的出现 比正常的发展轨迹 整整提前了2-3年时间 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 是2005年底才推出 脸书2004年才正式上线 陈彻不确定 这个社交网 能否成功发展下去 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产物节点 就好比把抖音短视频 强行带到2010年以前 大概率是铺建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4G网络的支持 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 来支撑这些产业 哪怕你的思想在天马行空 也无济于事 社交模式 之所以能在大学先行风靡起来 靠的就是大学生 大量刚进入校园的少男少女们 没有了高中的束缚 一面好奇的勇闯新世界 一面开始在SNS上肆无忌惮地 释放着自己的社交需求 而陈车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商业的盈利模式 随着网站的整体规模 越来越大 人员也会越来越多 用户的需求 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资本对于SNS的盈利 始终抱有顾虑 事实上 国内的SNS也 从来没有在盈利模式上 走得顺水顺风 第一个国内盈利的开心网 是剑走偏锋地做了社交游戏 比如当年风靡一时的偷菜 和抢车位 Facebook真正成熟地 在广告上盈利 则要到了2012年 可想而知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但是回报也是惊人的 如果一旦成功 那么将会挤进世界巨头行列 李震南开口问 我们还需要什么改进的地方吗 开放一个用户体验菜单 凡是一些bug等问题 统一在用户留言里面进行处理 他又对孙静说 另外 需要提前租借 一批服务器 我担心 到时候人流量多大 孙静将这些记录下来 陈彻开始给李震南 布置下一步计划 游戏研发计划 这种游戏研发 针对的是网页小游戏 不是那种大型的复杂游戏 曹文博旁听陈彻的思路 陈彻先从偷菜农场开始 比如农作物和水果的品类 成熟的时间 偷菜的奖励等等 李震南震惊地看着陈彻 这简直是一个天才 他无论如何 也想象不到 陈彻天马行空的思维灵感 是从何而来 这时陈彻的电话响了 他看一眼电话 是苏秦雪打过来的电话 小陈 你准备好了吗 马上好 我现在过去接你 哦 我在我们小区的超市等你 我打算给方老师 买点水果和礼品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从你家的储藏室 拿两条滑子 苏秦雪不放心地问 那还要不要带两瓶茅台啊 陈彻嘴角抽搐一下 苏秦雪这妮子 真他妈实在 滑子才几个钱 一瓶茅台多少钱 中华和茅台 在校花眼里 跟垃圾一样不值钱啊 不用了 我现在就去接你 他给李震南交代几句 就开车去接苏秦雪 明天就是迎新晚会 他既然要发布社交网 那么就要获得官方的支持 这个人选 他定的是计算机系主任方景川 陈彻打算给方景川 一个技术顾问的名誉头衔 到时候 发布会说成是学校的创业支持下 有了官方的支持 社交网推广起来 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今天晚上 他和苏秦雪约定好去拜访方景川 来到苏秦雪小区门口的超市 陈彻正好看到 校花拎着沉甸甸水果出来 他下车接过苏秦雪手上的水果 两个人上了车 苏秦雪把自己背包卸下 从里面拿出两条滑子 陈彻问 苏叔叔知道 不知道你 偷偷从家里 拿烟这事啊 应该不知道吧 就算知道他也不敢说我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我爸爸说过 这些是留给我当嫁妆用的 苏秦雪骄傲地说 他现在只不过是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 陈彻摸了摸苏秦雪的小手 有如此女友 服服何求啊 小陈 你说 方主任会答应你的要求吗 他没有理由拒绝的 因为这属于大学生创业实验 国家文件支持的项目 如果成功 他方景川就是人生导师 就算失败 我本身是个学生 也没什么大不了 苏秦雪这才放下心 半个小时后 陈彻和苏秦雪一起拎着礼物 来到方景川家里 这是理工大学的家属院 学校多数教授级别的都住在这里 苏秦雪身为班长 也来过这里 开门的是方景川爱人 他认识苏秦雪 笑盈盈地把他们迎进来 老方正在练习书法 他看到苏秦雪和陈彻 微微一愣 又看到两个人拎着礼品 知道找他可能有事 方景川客气地笑道 你们怎么来了 快坐快坐 还带什么东西啊 真是的 话是这么说 苏秦雪和陈彻 还是老老实实地 把东西放在不起眼的角落 送礼是一门学问 陈彻阅历丰富 苏秦雪从小耳濡目染 所以他们两个表现出来的情商都很高 方景川让他爱人去泡茶 三个人在客厅坐下 寒暄过后 陈彻终于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 方景川一听 陈彻竟然研发出社交网络平台 他当即来了兴趣 非要领着陈彻去书房看看 陈彻在方景川的电脑输入网址 社交网映入眼帘 苏秦雪第一次见到成品 他好奇地看着那一个个分类菜单 很难想象 小陈努力那么多天 就是为了这个 方景川作为计算机器的教授 眼界自然不同反响 他对陈彻的产品发展方向非常感兴趣 不时地提问一些问题 陈彻对社交网站的商业逻辑 也都梳理得很清楚 对答如流 两个人聊一个多小时 方景川拍着陈彻肩膀 感慨道 你说的事情我都明白了 我明天会跟学校副校长提这件事 如果能从我们学校推广到全国 那么你将会是我们理工大学的功臣啊 陈彻不留痕迹捧一句 功臣不敢当 主要是老师 您指导有方啊 方景川笑着指陈彻 你小子成绩不怎么样 头脑很灵活啊 是个做生意的料 我看 让你当程序员可真委屈你了 苏秦雪在一旁看着小陈和老师谈笑风声 他知道 这次登门拜访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他们在方景川家里待到九点多 陈彻看时间差不多 提出告辞 方景川亲热地送到楼下 那两条滑子够他抽一个多月 这么会来世 又可以自主创业的学生 可是很难找啊 陈彻和苏秦雪从方景川家里出来 苏秦雪轻密地挽着陈彻胳膊 两个人说着一些亲密的话 只不过小陈的手又开始乱摸 苏秦雪气地宁了他一把才作罢 第二天下午 理工大学已经有热闹的气氛 学校大礼堂和体育馆有不少人 在紧张地排练节目 能够在迎新晚会脱颖而出的人以后 都将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大衣的女生们拼命打扮自己 裙子越短越好 露得肉越多越好 争取以艳压裙方的姿态 成为新的校花或者斑花 男生也给自己头上打着发胶 穿着一身帅气服装 为日后自己抛妹子 获取资本 其中就有罗小卫同学 自从上次报道 见过苏秦雪龙帽之后 其他女生在他眼里都成了江九 陈彻和黄晶晶走在校园的道路上 他背着手 抬头看着道路两侧的装饰横幅 这可是他花了几千块友情赞助的 上面写着 恭喜理工大学第四届迎新晚会开幕 来自社交网赞助 年轻人的第一个交友平台社交网 将于今天晚上正式发布 大学城创业项目 获得教授方景川的鼎力支持 世界未来的互联网巨头之一 将在理工大学诞生 黄晶晶都不好意思去看那横幅 那些吹牛逼的话 都是陈彻命令广告公司打上去的 见过能吹牛逼的 没见过这么吹的 陈总 你觉得 我们真有希望成为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吗 黄晶晶质疑的声音响起 陈彻叹了口气 看来对员工还是洗脑不够完美啊 黄晶晶女士 以后你就会明白 今天是一个多么值得去纪念的日子 那震撼程度 可比你结婚纪念日更加富有意义 黄晶晶 她继续质疑 另外你打着方景川系主任的名号 不怕她追究吗 陈彻信心在握 昨天晚上我已经搞定老方 她大力支持我们 黄晶晶捂着额头 好吧 幸好我年轻 陪着你疯狂一次吧 陈彻笑笑不说话 有一句话怎么说 伟大的人物 在没有成功之前 都被人们认为是疯子 晚上六点多钟 大礼堂已经坐无虚席 校长崔向群和副校长陆红杉 领着一群人进入礼堂 这些人里有电视台的 也有报社的总编 或者财政部门的高管 以及不少崔向群的同窗好友 这次迎新晚会 是宣传理工大学的一次机会 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 提升理工大学的影响力 同时也影响着省部门财政拨款 随着周围灯光亮度的降低 舞台中间出现一道光束 苏秦雪一身白裙缓缓走来 她身材高挑 那个熟悉的浅浅梨窝 水润十足的眼眸望向观众席 三分媚一带七分清冷 她一出场就如女主角一样 光芒万丈 不少没见过苏秦雪容貌的人 被她的出场所震惊 想不到理工大学 竟然有如此惊艳的女孩 陪伴在校长崔向群旁边的 是渔阳电视台的副台长 老崔 想不到你们学校 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有没有意象 把她调到我们台里来当主持啊 崔向群笑呵呵道 你知道她是谁的闺女吗 副台长问 谁的 市工商局苏震东的闺女 哦 失礼失礼 原来是老苏家的闺女 副台长失去了招揽苏秦雪的念头 这年头长得好看 也是一种错误 尤其是没有雄厚的家底当背景 大多数都成为被人烈焰的目标 观众席上 尤其是大一的新生 看到苏秦雪容貌 纷纷露出羡慕 那些大一的女生 本来还想着成为校花 当真正校花站在他们面前时 相比较起来差太多了 苏秦雪轻壳一声 他悦耳清脆的嗓音响起来 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2002年届迎新晚会 苏秦雪一连串正式的发言稿念完后 他邀请校长崔向群上台发言 崔向群一身西装登台 他还整理一下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 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 心里生起自豪 自己能从一个贫穷小子成为校长 其中付出的艰辛 只有自己知道 一番赵本轩科的读稿 让人沉沉欲睡 本来是欢快的氛围 硬生生被崔向群弄成了朗读会 终于 崔向群结束他的长篇大论 苏秦雪开始邀请第一个节目表演者上台 公共管理系群体舞蹈 黄河演奏 台上懂行的看门道 不懂行的看热闹 舞台上都是清一色的女孩子 有些男生开始议论 哪个女生好看 哪个女生腿长得好看 甚至有男生脑中开始歪歪画面 苏秦雪站在舞台的侧方 他目光有些焦急 小陈一直还没有过来 本来小陈打算第一个节目就上场 根据惯例 第一个节目往往都是大气磅礴的群体舞蹈 所以他把陈彻排到了第二位 眼下第二个节目就轮廖到小陈 也不知道他准备的怎么样 15分钟后 第一个节目表演完毕 随着表演者谢幕 苏秦雪准备上台主持 忽然旁边有人拉一下自己手 他侧目看去 正看到那个熟悉的人 苏秦雪冲着陈彻微微一笑 他快步上台 感谢公共管理系的同学们 给我们带来的群体舞蹈 他们用行动证明了 黄河孕育我们的奉献 下面有请计算机器二班的陈彻同学 为大家带来一首自编自导的歌曲 曾经的你 台下的观众 发出一阵稀稀疏疏的掌声 不少人开始嘲讽陈彻 能有什么本事 自编自导歌曲呢 真能吹牛逼 别到时候唱出来 难听的让人给轰下台 就是前段时间打架的那个同学吗 一看就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 还他妈会唱歌 灯光猛的照在一个消瘦的人影身上 陈彻抱着吉他缓缓走来 他穿着皮鞋 黑色鼻挺的九分西裤 上身是洁白衬衫 陈彻故意把衬衫袖子挽起来 衣领也解开两粒钮扣 显得有些随意 再加上他的五官线条分明 眉眼带着一抹轻挑和桀骜 仿佛天然有种雅脾气质 台下不少女生看到陈彻装扮 纷纷捂住了嘴 哇 他好帅 我好喜欢这种男生 坏坏的那种感觉 糟了糟了 我有些心动 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本会一定要他的联系方式 爱了爱了 相比起女生的爱慕 不少男生对着陈彻一阵唏嘘 有的竖起中指 卧槽 装什么逼啊 长得真丑 别他妈摆poss了 赶紧开始垃圾时间表演吧 苏秦雪站在舞台的一侧 他看到的是陈彻的侧身 高挺的鼻梁 轻挑的眼角 那种气质 让他沉沦 尤其是陈彻拿出吉他的那一刻 苏秦雪感觉自己心脏开始猛烈跳动 小陈 加油 陈彻看着台下的观众 嗯 前期的装逼铺垫已经完成 下面开始装逼时刻 他对着话筒说道 这首歌是我去年完成的创作 送给你们 全场渐渐安静下来 陈彻抱着吉他 手指开始拨动琴弦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如今你四海为家 陈彻低沉略带着沙哑的嗓音响起 独特的旋律 仿佛有一种洗净千华的感觉 此时此刻 他浑身的气势发生了改变 陈彻气质从容 嗓音带着一抹寂寞 仿佛他的轻松岁月 有着无限的遗憾 苏清雪呆住了 他从未听过如此奇妙的歌曲 这首歌出听起来歌词平淡 但是汇聚到一起 足以让人反复琢磨 全场的所有同学 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动作 认真聆听着陈彻的歌曲 就连校领导们 脸上也浮现出认真的表情 陈彻看到全场寂静 他嘴角微微翘起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又感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鳞伤 吉他弦猛的一顿 紧接着爆发出一连串音符 观众席上的学生 在这一刻 有不少人已经站起来 尤其是懂音乐的 他们好奇 陈彻是如何创作出来这首歌的 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声音 卧槽 这歌唱得可以啊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疗伤 异曲完毕 短短四分钟多的时间 陈彻的吉他停止波动 他用慵懒的眼神 看了一眼台下观众 观众们还没有 从歌曲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直到陈彻即将退场的时候 才爆发出一阵震耳的掌声 陈彻心想 你们现在才回味过来啊 不过能获取掌声 代表他这场演出直了 以后要是生意破产 靠着当歌手或者写歌 也是一条出路啊 台下的观众 有不少人站起来 想要看一眼陈彻 一些被歌曲打动的同学 冲着陈彻背影喊着 陈彻 矜持的学生 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 他们心潮澎湃 有些大胆的同学 更是吹起口哨 有人意犹未尽喊着 别走啊 再来一遍 他们觉得 仅仅唱一首 有点不过瘾 主要是刚才的歌曲 确实好听 再来一遍 现场的气氛 被一些有心人 活跃到了顶点 其中以计算机系的 李国庆和刘晓斌 为首最活跃 因为他们是陈彻 提前安排好的托案 至于付出的代价 就是私服传奇里的 一千金元宝 这些托只是一个前期铺垫 事实证明 好的音乐和歌词 每一句都可以产生共鸣 那种全场人共鸣的感觉 那种尖叫声 似穿耳膜的感觉 硬生生被陈彻 做成演唱会 一首歌 四分半的演出 陈彻用才华 征服这批学生 苏清雪率先清醒过来 他距离陈彻很近 看着陈彻的身影 那个宠辱不惊的青年 慵懒的脾气 他整理一下思绪 走上台 迎面正对上下来的陈彻 他眸子里 掩藏不住的爱慕 结尾我还有一首压轴 好 苏清雪终于明白 前两天 他让陈彻给他唱歌 陈彻拒绝的原因了 因为只有今天 才最让人震撼 陈彻心里感慨 为了这场演出 钱可没少花呀 随着苏清雪的登场 现场的气氛 才渐渐归于平静 苏清雪拿着话筒问 大家是不是很喜欢 陈彻同学的歌曲啊 是 让陈彻同学 再给我们唱一遍吧 一遍没听够 就是就是 场下响起了 乱七八糟的声音 这非常考验 拿着话筒说道 本来按照惯例 陈彻只有一次演出的机会 既然同学们这么喜欢 那等我们节目的最后 我让他为大家 再唱一首怎么样 好 同意 那就这样说定了 苏清雪悄悄松口气 他终于安抚好同学们 下面就轮到 其他系的同学表演节目了 但是 陈彻一首精彩绝艳的歌曲问世 导致其他同学的表演节目 再也无法引起观众们的兴奋 他们迫切的希望 陈彻再带来一首炸裂的歌曲 校领导的主席台上 校长崔向群问旁边的副校长陆红山 这个陈彻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崔校长 你忘了吗 前段时间计算机系和化学系 打架斗殴事件 这个陈彻 可是当事人之一啊 崔向群想起来了 原来是他啊 有几分能力 临座的电视台副台长 开口说话了 崔校长 这个叫陈彻的学生 唱功非常棒 也很有才华 目前 我们台证推出一项综艺选秀节目 你看能不能协调一下 崔向群一口答应下来 这没问题 明天我就让人给你协调 陆红山提醒道 校长 他还背着处分呢 崔向群淡淡道 没事 到时候 把他的档案处分去掉吧 我们应该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啊 陆红山不支声了 老崔真是个两面派 台下 苏秦雪趁着别人表演节目的功夫 他悄悄和陈彻腻在一起 小陈小陈 这就是你的歌曲吗 真好听 什么时候再唱给我听啊 苏秦雪没有了台上的那种勾了 而是一副小女人姿态 陈彻捏了捏苏秦雪脸蛋 他坏笑道 你想听吗 苏秦雪乖巧点头 想听 那你亲我一口 苏秦雪娇称陈彻一眼 讨厌 这里那么多人呢 陈彻继续诱导笑话 那等演出结束 你亲我一口 我就唱点你听怎么样 苏秦雪性眼看着陈彻 他思考半天 好 陈彻注意到 台上同学的表演已经结束 他在笑话翘臀拍了一下 快去主持吧 该下一个了 流氓 苏秦雪伸手去打陈彻 被陈彻灵活地躲开了 他只好愤愤去台上 陈彻在舞台后面 他闲着无视 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 流浪摇滚歌手 不都爱表现出 颓废忧郁的模样吗 这样才能吸引到 女孩子的注意 正好碰上 已经表演完节目的同学 不少女生纷纷围过来 陈彻 陈彻 你好呀 刚刚唱的歌曲 是你自己编的吗 真好听 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遍啊 陈彻 你有女朋友吗 女生们团团围住陈彻 好奇地询问着 甚至有大胆的女同学 开始跟陈彻 要手机号码 或者QQ号 陈彻笑道 我可是个抽烟喝酒的坏学生啊 你们就不怕被我带坏吗 不怕呀 我就喜欢你这种坏坏的男生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朋友呢 陈彻吸了一口烟 差点被呛到 卧槽 现在女生都这么大胆了吗 他只好随意应付着这些女生 时间不知不觉 来到了晚上十点钟 迎新晚会 已经接近尾声 整个晚会 除了陈彻惊鸿一现 其他同学的节目 都是乏味可陈 要不是刚才苏清雪答应他们 说陈彻最后还有一场歌曲 他们早就离场了 终于 当主持人苏清雪说道 有请陈彻同学再次登场 现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迎声 其中不少男生对陈彻 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陈彻演唱的歌曲好听 恨的是 这个逼 都让这次给装了 不少男生都有一个内心在说 狗日的 为什么不是我上台啊 我也想要这种扬名立万的机会啊 过了今天晚上 不知道陈彻的名声会传播多远啊 主席台上 电视台的副台长 对着旁边的女助理说道 这次迎新晚会 多录下了吗 女助理回答 多录下了 回去后 你把刚才陈彻同学演奏的歌曲 单独剪辑出来 明天送到我办公室 女助理点了点头 她知道 是副台长起了爱才之心 正常这种录像 一般都是 留给学校当纪念的 不会流传出去 因为副台长和校长 曾经是同学关系 私交比较好 陈彻再一次登上舞台 这次她没有装逼 而是扶着话筒说道 大家可能都知道 民谣很穷 吉他很贵 女孩很美 男孩不配 台下观众咀嚼着陈彻的话 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 现在我送给大家一首歌 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 也不是友情 唱的是 我们坐在教室里 窗外缠鸣声声 绿藤爬满梧桐树 我们是去的青春 歌曲 起风了 一阵悦耳的吉他声响起 陈彻开口唱道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 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不禁笑着敬香勤歉 不少观众都被陈彻 那干净纯粹的声音所征服 他仿佛讲述故事一样 在讲述自己的过去 经历 梦想 主席台上的校长 他们也都陷入沉思 这首歌激起他们无限回忆 曾经他们也如陈彻这样 是一名学生 现在虽然身居高位 可是他们早已忘却曾经的梦想 如今留下的 都是被社会毒打的圆滑和精明 他们很难相信 这首歌是出自一个 二十岁的学生之首 不过所有人都确信 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听到 舞台上 那个身影依然在演唱着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溺于其中梦话 不得真假 不做挣扎 不惧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弹出圣下 心之所动 且就随缘去吧 苏秦雪看着那个侧影 他的世界里 仿佛只剩下了那个声音 这首歌真的好之乐 异曲唱完 陈彻再一次收获掌声 主席台上的校长 带头站起身 冲着陈彻鼓掌 紧跟着是副校长 团主任 校办主任 系主任 鱼洋电视台副台长 等一系列位高权重的人 整个大礼堂的掌声 一直持续两分多钟 才平息下来 如果是陈彻创作一首歌 还尚可理解 那么连续创作两首 朗朗上口的歌曲 就不能寻常对待了 他在音乐方面表露的天赋 堪称精彩绝艳 观众席中间的一台摄像机 正对着陈彻 他的旁边 是鱼洋电视台的摄像师和记者 他们本以为 这是一次简单的迎新晚会 打算第二天 播报一条滚动新闻和画面 就完事了 谁能知道 碰上如此火爆的场面 你觉得 那个叫陈彻的学生 有没有当歌手的前置 摄像大哥 问旁边的女记者 很有天赋 但是不确定 她是否愿意走这条路 女记者目不转睛 看着舞台中间的陈彻 她曾经采访过很多歌手 也听过许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 但是陈彻给她带来的冲击力 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他们这些小人物 是无法左右陈彻命运的 要等副台长拍板才可以 陈彻看气氛 哄托得差不多了 她开始步入正轨 她冲着后面挥了挥手 身后一幅巨大的海报 从天而降 今天可把小曹同学 和黄晶晶为难坏了 他们两个工具人 在幕后待整整一个晚上 就是为了这一刻 想想陈彻在人前显盛 而自己在这阴暗的角落 充当透明人 一把心酸泪啊 台下的观众 看到的是一幅海报 通体蔚蓝色的底色调 白色的字体带着英文 给人一种震撼的视觉感 社交网 三个大字非常醒目 下方还有一派文案 年轻人的第一款 思想交流平台 爱情 理想 远方 孤独 平庸 落魄 陈彻开口道 感谢崔校长对我的支持 感谢计算机系方主任 对我的技术支持 这是我和同学们 耗时一年之久 亲力打造的一款社交网络 台下的不少观众 一脸猛逼 可是 看到那硕大的海报 有不明觉厉 崔向群校长 也是心里飘过一阵卧槽 我啥时候给他支持了 这个社交网 是个什么东西 这他妈是不是往我头上扣帽子的节奏 不过对方那么高的帽子扣过来 还当着全体师生的面 崔向群也不好拒绝什么 倒是方景川跑过来 在崔向群耳边解释了一番 崔向群听明白了 原来这是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 一不要资金支持 二不要自己行动支持 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那还是有必要支持的 成功了 离不开崔校长的领导 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 崔向群欣然接受了这顶高帽子 陈车借着刚才演唱带来的气氛 开始着重介绍自己这款社交网站 从功能到乐趣 从梦想到现实 他由浅入深地介绍着 这一刻 他从歌手变换成了一个商人 今天晚上 所有人都记住了陈车 他唱了两首歌 他发布跨时代的社交网 崔向群也在这一刻反应过来 这小子 竟然把迎新晚会 开成了自己的新品发布会 他妈的 关键是 还给自己扣了一顶高帽子 自己想反对 都反对不了 陈车继续道 另外 社交网从今天开始进行叫招 优先录取那些 生活困难的学生 我创办社交网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给自己 增加一份责任感 对那些生活艰苦的同学们 施以援手 同时改变 我们年轻一代人的娱乐方式 一份慷慨激扬的演讲 让不少同学心生感动 原来人真的可以这么无私 所有人都记住了 陈车创办社交网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帮助生活艰苦的同学们 学校领导班子们 再一次注视着陈车 有一位受邀 从省教育部门来的主任 也看着舞台中间的陈车 老崔 这位同学的思想观和价值观 非常符合我们这次的文件精神 他是你们学生会 培养出来的干部吗 他是不是学校三好学生 崔向群恭敬地看着自己的上级 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总不能把陈车打架的事迹说出去吧 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脸 可是陈车的成绩 他也不清楚 学校里真正成绩好的学生 他只认识一位 那就是李震南 刘主任 陈车同学的三好学生 已经在评测中了 现在看来 今年的三好学生 非他莫属啊 叫刘主任的中年人 点了点头 老崔啊 我们身为主抓教育的工作人员 有时候要善于发现 生活中每个人的特色 大学知识是一方面 有时候品德更为重要 崔向群不停地点头 您说的有道理 我回去后马上落实 今年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定要主抓狠抓 严格以陈车同学为榜样 不知不觉中 陈车从一个打架斗殴的学渣 被渲染成一个品格兼优的三好学生 这可能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 崔向群趁着刘主任打电话的时间 他对着方景川招了招手 方景川来到崔向群后面 老方 这个陈车成绩怎么样 方景川一头雾水 这打听成绩是几个意思 要不要实话实说呢 可是陈车这小子 办事还是挺机灵的 中华烟都是成条成条的送 崔向群还不知道 方景川已经被陈车收满了 他皱眉道 怎么成绩很差吗 何止是差呀 简直是学渣 不过这话 方景川可不敢说 那样会显得自己教学水平低下 方景川斟酌半天 说道 陈车同学的成绩属于中下游 不过他这个人 还是很有才华的 崔向群道 你回去后 尽快打一个三好学生的申请表 提交到校委会 到时候 我会安排人通过 方景川有点猛 三好学生 给陈车的 他还不知道 陈车今天的表现 已经成功打动了省教育部门的主任 舞台上 陈车还在演讲社交网的思路 曹文博和黄金金两个人 把不同的海报 随着陈车的讲解放下去 直到陈车结束演讲 他最后强调 社交网 你们搜索我的秘称 陈车同学 我会把演唱的歌曲 上传到个人主页 同时还会有新的歌曲上线 希望到时候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 大礼堂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场声 同学们记住了社交网 同时也记住了 陈车会把自己的歌曲 发布到他的个人主页 最后由苏秦雪致辞 宣布迎新晚会顺利结束 学生们三三两两的离开会场 他们互相讨论着 今天晚上的节目 讨论最多的热点 就是陈车演唱的歌曲 主席台上的领导 也跟着一起离开 陈车这个名字 也在今天晚上被人们熟知 晚会结束后 陈车还来不及给自己女友亲热一番 就被方景川叫到办公室 他一脸不情愿 好不容易换来苏秦雪 一次主动索吻 如果发展好的话 可能会更进一步 老方也真是的 大晚上的扰人青梦 陈车来到办公室 大咧咧坐在沙发上 方景川亲自给他泡一杯茶 方景川说 想不到你小子挺有才华 那两首歌是你做的吗 陈车吹着茶杯的浮沫 老方 这两首歌可都是我亲自所创 拥有完整版权 你可不要乱猜啊 好了好了 我就是随便问问 今天叫你过来 有个事跟你说 陈车来了兴趣 好事还是坏事 方景川神秘道 晚会快结束的时候 崔校长让我给你打个 三好学生的申请表 卧槽 唱了两首歌 就这待遇了 早知道会这样 就该多唱几首 争取把明年 甚至后年的三好学生 也拿下 省得每次回家 老妈和老陈嫌弃自己 还有苏震东 估计这段时间 苏震东早就把自己 调查个底朝天 关键是 头顶的光环有点少 在这之前 仅凭一个春季运动会 网球冠军 实在是不够看 吹牛逼都不好意思 方景川继续道 我估计等到年底 如果你那个社交网 有影响力的话 下一步就要进学生会了 陈彻故作平静道 虽然我对这些虚名 不太感兴趣 但是我也要对 外界的质疑做出回应 如果有学生会 会长的加持 更加方便我以后创业 方景川一阵无语 陈同学脸皮子 是真够厚的 他解释道 估计是上面的领导 看中你的品德 关键你的学习成绩 是整个计算机器垫底 上面现在还不知道 到时候 如果领导问起来 你不要说穿帮了 我和校长 也会帮你兜着点的 陈彻呵呵笑着 从兜里掏出中华 递给老方一根 那句话怎么说 欠银行一百块 是你的烦恼 欠银行一个亿 是银行的烦恼 他现在的成绩 就相当于欠学校钱 自己越优秀 学校就会拼命帮自己 遮住那些瑕疵 真是想不到啊 成绩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 反而迂回创业 引起了学校的重视 春风得意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呀 陈彻从办公室出来 有不少同学朋友 都在校门口等着他 他之前答应过 今天晚上要请吃宵夜的 其实要请的人有不少 比如学校的方景川几个老师 如果崔向群给机会的话 他也会把握住机会的 还有自己班级的那些托欧 都要请客 要不是他们给观众带动气氛 也不会有今天的轰动效果 地点还是选择了 上次的夜市大排档 喝酒的见血 陈彻在李国庆和刘晓斌央求下 又谈唱一遍曾经的你 大伙听得如痴如醉 恨不得把自己带入进去 做一个仗剑走天涯的浪人 班里不少女生嚷嚷着 要听起疯了这首歌 陈彻没办法 只好又唱一遍 年轻人的经历就是旺盛 哪怕是深夜 也丝毫不觉得疲倦 有人喝醉 有人聊天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吃完饭散场 已经是凌晨 苏秦雪和陈彻 并肩从夜市往回走 如小冉这个电灯泡 后着脸皮跟在后面 陈彻心念念苏秦雪主动一下 他不断的给苏秦雪拾眼色 苏秦雪看了想笑 明知故问 小陈 你干嘛 是这副表情啊 好你个苏秦雪 我给你唱歌了 你事先答应好的 又不做数了吗 苏秦雪调皮的摇着头 你又不是单独唱给我听的 是班里的同学让你唱的哦 陈彻趁机去抓苏秦雪 说话不算话是吧 苏秦雪嬉笑着躲开 陈彻的安禄山之爪 小陈 我说的是单独唱给我听啊 他一边往前跑 陈彻在后面追 苏秦雪渐渐没有力气 他身子忽然停下来 扭过头看着陈彻 笑话冲着陈彻展颜一笑 张开双手猛地扑进陈彻怀里 陈彻也顺势搂住苏秦雪 抱着他转了一圈 他嗅着苏秦雪脖梗的清香 真是让人怀念啊 苏秦雪在陈彻耳边悄悄说 小陈 今天晚上你好晒啊 他的呼吸温热 吹得陈彻耳朵痒痒的 陈彻更喜欢笑话对他说 今天晚上好棒啊 那以后 我开的演唱会怎么样 可以啊 不过 我希望观众只有我一个人 那怎么赚钱啊 你给我出门票吗 要是不能赚钱 怎么给你付一百万彩礼啊 讨厌 苏秦雪在陈彻后背打了一拳 这么诗情画意的对话 被小陈用金钱给腐蚀了 远处 卢小冉气喘吁吁的跟上来 看着对方给自己喂投狗粮 他叹了口气 小卢同志 千万不要被眼前的画面所迷惑 凡是恋爱都有风险 到时候 肯定会上演男目女类的桥段 没有情比金尖的爱情 要做一个女强人 另一边 苏秦雪依偎在陈彻怀里 小陈 陈彻看着苏秦雪 那娇艳欲滴的粉唇 洁白细嫩的瓜子脸 忍不住要去啃一口 苏秦雪兜里的电话 不合时宜的响了 陈彻只好作罢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女儿奴苏震东 已经坐不住了 苏秦雪靠在陈彻怀里 他接听电话 甜甜喊了一句 爸爸 陈彻心里一荡 啥时候 笑话能对着自己 叫一声爸爸呀 苏震东在电话里 催促闺女回家 这么晚也不回来 迎亲晚会 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他担心闺女 在外面被陈彻欺负 陈彻那小子 一定要好好防着 知道了爸爸 我这就回去 苏秦雪挂掉电话 陈彻没办法 只好开车 把苏秦雪和卢小冉送回家 他在车里 给沈文娟打了个电话 妈 我公司要加班啊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电话里传来 沈文娟的笔医声 狗东西 你以为你是 联合国秘书长吗 忙的都要加班吗 不想在家里住就直说 何必找那么多借口 陈彻信信挂掉电话 这就是儿子和女儿的区别 瞧瞧苏震东这个爸爸当的 那对闺女是事无巨细 再瞧瞧沈文娟 丝毫不担心 儿子会不会被别人信号信号 他驱车赶往河景小区 这里已经是一番战斗的姿态 李震南目不转睛 盯着管理员后台的访问页数 2 19 32 68 每一次的数字跳动 都代表着有一个IP地址访问网站 曹文博监控着管理员后台的注册人数 人数再不断提升 孙静和黄晶晶两个人 刚买完夜宵回来 很明显 今天他们都没有回去休息 几个人一直忙碌整晚 陈彻和李震南紧急修复了几个bug 接下来是开会 主要还是公司的招聘事宜 和网站推广工作 陈彻让孙静抓紧进行社会招聘 一旦人手足够 就需要孙静带队 去各个校园进行推广 与此同时 他还让李震南抓紧推出农场游戏 和停车位游戏的研发 可怜李震南自从提前领取了工资 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过 第二天 陈彻的社交网个人主页访问量已经破千 粉丝关注数量持续上升 他在个人主页上连续上传三首歌 曾经的你 起疯了 满山难 这三首歌曲 每一首歌单独拉出来 都可以入年度排行榜 尤其是余阳电视台 昨天把陈彻演奏 曾经的你 那幅画面上传到播出新闻里面 他的名声以一个爆炸的方式开始增长 更有一些娱乐圈的音乐制作人 开始关注陈彻 一些创作人对陈彻的歌曲 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 和景小区的办公室里 陈彻指挥着李震南编写热门帖子板块 现在的社交网 还是白纸一张 前期要想吸引人们的留存 除了简单的社交外 还要往微博新闻论坛这方面发展 因为人们对于新奇的八卦 都是很有好奇心的 陈彻对这些灵感来自于当年的天涯论坛和浏览器推送的震惊题 比如震惊 管理层出游 竟包下一样火车 上市公司员工 爆出惊天内幕 惊爆 大国博弈之间的交锋 没有网络也要看 不顶不配当国人 太可怕了 睡前在床上做了这件事 竟导致后果很严重 这种决人的虎标题 在陈彻看来 简直雷得不要不要的 可是在这个年代 那点接量 可是刷刷网上涨 互联网发展的第一步是什么 当然是跑马圈地 准确的说是圈用户 无论用什么手段 先把用户圈到自己的商业版图再说 等这批用户粘性起来后 就准备亮出镰刀 开始割韭菜 陈彻还额外开辟了一个校园暗恋留言版 主要是曹文博这种舔狗给的启发 他自己用小号匿名写一句 林雨昕 还记得春天 我和你在商场的偶遇吗 有些话我不敢说出来 现在用网络来表白 孩子我会替你养大的 你好好上学 李震南对陈彻天马行空的思想 早已见怪不怪 他只是好奇林雨昕是谁 孩子是谁的 他记得陈彻的女朋友是笑花苏晴雪 第三天 社交网的注册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 网页访问量突破到了3000 这个发展过程比他当初推广游戏要快很多 主要是得益于迎新晚会的那波操作 不仅让他在理工大学打出了名号 更是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露一下脸 唯独有一点不太好 绝大多数人只记住了陈彻是个民谣歌手 而忽略他创办社交网的事实 本来想发展科技界的 一步小心成了音乐人 这他妈的谁能忍 他也没办法 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好像比社交网要更快一点 孙静也在这天招聘了一共五人的推广团队 其中三名是理工大学大三的学生 两名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员 陈彻给他的推广思路很简单 就是先从大学开始推广 陈彻在合景小区工作的间隙 他接到校办的电话 通知下午五点去校办开会 这会不会是好事呢 自从这几天出名后 好事不断啊 有些活动和会议都要自己出席 唉 做一个名人是真类 孙静正拿着笔在本上记录陈彻的话 他那双妩媚的眼睛看着陈彻 心想 为什么接个电话开始叹气呢 陈彻察觉到孙静狐疑的眼神 他问道 静姐 你看着我干什么 孙静放下笔 露出优雅的微笑 我看你刚才接个电话 就开始叹气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陈彻嬉笑道 还是静姐观察细致 主要是我最近成名了 各界人士都邀请我去参加聚会啊 剪彩啊 真是麻烦 偏偏那些大人物 我又不好意思推却 孙静似笑非笑道 哦 没关系的 你可以先忙 有问题 咱们可以电话里沟通 陈彻看着孙静善解人意的模样 纤细的小腿 包裹着浅色丝袜 优雅 而不失风韵 到底是年长几岁啊 不仅有成熟欲解放 还会关心人 陈彻站起身 那我先走了呀 至于网站推广 就按照咱们之前 说的那样办 有事你们打我电话 等陈彻离开后 好奇宝宝 黄晶晶 拉住了孙静 静姐 你有没有发现 陈总出名后 好像比以前更忙了吗 孙静鸣嘴一笑 是啊 她很忙 当一个名人家老板 更忙 黄晶晶原本对加入陈彻公司 还抱有疑问 但是现在看着大家都在忙 她忽然有信心了 陈彻来到校办公室 她看见在场的 有戏主任方景川 副校长陆红杉 还有一位齐儿短发的美女 她眼睛很漂亮 五官初看不惊艳 但是仔细观看 会发现非常耐看 再搭配那一身 浅色收腰的西装 一看就是职场丽人那种类型 方景川笑道 小陈来了 陈彻给方景川 还有陆红杉打过招呼 由于她不认识 那个短发美女 只是礼节性的微微点头 陆红杉介绍道 这位是咱们 渔阳电视台的娱乐节目 主持人周若宁 他又对着周若宁 介绍陈彻 周若宁打量陈彻 他微笑着对陈彻伸手 你好 陈彻同学 你好 陈彻客气的跟他握了握手 在场的有方景川 和陆红杉 他不敢随意 要不然 他不介意跟周若宁深聊一番 比如谈谈人生 谈谈梦想 陆红杉说道 小陈 是这样的 前两天那个迎新晚会 举办的非常成功 而你演唱的歌曲 传唱度也很好 所以 渔阳电视台的副台长 很看好你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 而是看向周若宁 周若宁接过话查 说道 渔副台长特意嘱托 我前来跟你聊聊 不知道陈彻同学 有没有时间啊 陈彻轻挑一下眉头 扬名立万的机会 没有时间 也要挤出时间 趁着电视台的影响力 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交网 推广一波 他看了一眼手机 我当然有时间 马上要饭点了 要不今天我请客 咱们边吃边谈 他一直没有跟副校长 陆红杉接触过呢 这次有机会说 什么也要攀附上 为了上位 呸 为了社交网 牺牲点时间怕什么 色相都可以牺牲 陆红杉摆了摆手 我们等会还有个会议 你和小周两个人去吃吧 我们只是负责牵线搭桥 他们又跟周若宁寒暄几句 这才急匆匆离开校办公室 在场就剩下陈彻和周若宁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会陷入冷场 但是陈彻不一样啊 陈彻邀请到 周主播 那咱们边吃边聊 我知道 有家饭馆 味道做得很不错 周若宁欣然点点头 他拎起自己的香奈包包 就往外走 陈彻还注意到 对方手上的卡迪亚腕表 能用得上这么高档的装饰品 要么是家底后 要么是小三 看周若宁的长相 256岁 就能当上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他推断 大概率是个小三 如果贸然提问一句 背包是一种什么体验 不知道周若宁会怎么回答 陈彻和周若宁来到停车场 他们两个同时按下 自己车的遥控器 陈彻才发现 老旧桑塔纳的对面 听着一辆红色甲壳虫 可爱的车灯正在闪烁 很明显 这辆车是周若宁的 哼 看来真是棒了个大款啊 不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小三小四 是每个人的追求不同罢了 谁也没有权利去阻止 陈彻微笑问 坐你的车 还是我的车 周若宁把自己遥控放进包里 还是坐你车吧 因为我的驾驶技术不太好 陈彻心想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老司机呢 实不相瞒 其实我开车的技术确实一流 当然 这些话陈彻 也只敢在心里歪歪一下 发展的阶段 以后要想出名 还得多依靠周若宁帮自己 陈彻驾驶着汽车 直接前往市井气息 浓郁的大排档 他之所以选择 这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周若宁 无论是从衣着还是配饰 都是很奢侈的 如果去高档场所 很难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陈彻现在身价百万 吃一顿大餐 还是请得起的 要想让这顿饭吃得深刻 就得变着方法来 单纯的普通女孩 都向往高档商场的 香钻连衣裙 富家女孩 反而更向往农村守之的 老粗布 陈彻停好车 领着周若宁 来到了大排档 周若宁对这里很好奇 他曾经每次吃饭 都是去最高档的餐厅 那里氛围安静 干净优雅 用餐的人 也都是彬彬有礼 现在的大排档呢 街道狭窄 摩肩接种 就连吃饭都没有位置 直接拿在手里开吃 街道两侧的小吃 散发着阵阵香味 他好奇地 看着炸鸡在油锅里翻滚 还有各式各样的烧烤 上面的油 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周若宁问陈彻 这个烤肉 味道好吃吗 他们家的味道一般 前面有一家老店 味道做得不错 我带你去 以前苏清雪 经常带着他来吃饭 苏清雪这个吃货 可都是轻车熟路 陈彻询问了周若宁 一些忌口和喜好 他去帮周若宁买小吃 周若宁负责去站坐 可是那些座位上都有人 这种需要等座位 才能吃饭 他根本没有这种体验 周若宁等了半天 终于有一对情侣离开 他兴奋地急忙坐下 还把自己的包 放在了对面凳子上 这样可以替陈彻 站个位置 坐下后 周若宁觉得有些不妥 他从包里掏出纸巾 擦了擦自己凳子和小桌板 十几分钟 陈彻拎着一堆小吃过来了 还有两杯奶茶 周若宁忧虑道 你买这么多 咱们吃得完吗 没事 我饭量大 你吃不完我吃 两个人开始埋头干饭 小吃的味道 还是很棒的 周若宁头一次品尝这种味道 吃得津津有味 陈彻边吃边问 对了 你们电视台找我什么事 是不是要对我做个专访 周若宁吃相很斯文 他解释 找你不是做专访呀 如果做专访的话 至少要你的财富 晋升于杨前三 于杨前三啊 陈彻还真看不上 至少要省级别 前三差不多 周若宁解释道 这次主要是我们电视台 跟省城电视台 有一个娱乐造星运动 于副台长昨天看了你的演唱 他觉得你很有天赋 所以想要让你报名参加一下 陈彻看着周若宁 那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 周若宁认真思考一下 我觉得你唱得很不错 至少有专业的水准 另外陈彻追问 另外什么 你能在这个年纪 创作这三首歌曲 我觉得非常有才华 尤其是第三首《南山南》 我觉得你的阅历和经历 一定很丰富 对吗 周若宁冲着陈彻眨了眨眼 他好像在暗示陈彻的情感经历 陈彻当然不会告诉他 自己创作的歌曲都是 借鉴那些大神的 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人设 可不能轻易崩掉 你们这个造星运动 是针对歌手的吗 我怕我一不小心就火了 其实我这个人 对成名不感兴趣的 陈彻开启了凡尔赛模式 周若宁说 你的初衷 是为了那个社交网对吗 对 社交网才是我的本质 至于歌曲 不过是我为了推广社交网 做出的推广罢了 周若宁惋惜道 我觉得 你在音乐这方面 太有天赋了 你没有系统学习这些知识 就有天纵的才华 如果不走音乐这条路 太可惜了 我没说不走啊 我只是觉得 你们那个造星运动 可能会耽误学习啊 周若宁扑斥一声笑出来 他这次前来 还真特意调查过陈彻的成绩 各个学科都是不及格 可以称之为学渣 甚至还在校园里打架 不过做民谣的那些人 不都是这样吗 辍学的人比比皆是 背着一把吉他 就可以浪迹天涯 其实陈彻之所以 不愿意去参加选秀节目 是因为他选的那些歌曲 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 如果拿出去演唱 让那些狗屁评委去评论 真是糟蹋了歌曲 不过现在社交网推广在即 这或许也是一条捷径 周若宁笑道 这周末 我们电视台要举行海选 你要来吗 我可以帮你走下后门 陈彻来了兴趣 是不是内定冠军的那种 周若宁摇头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我顶多让你直接进去正赛 到时候 你和其他选手 PK 陈彻陷入沉思 要走娱乐圈这条路吗 怎么感觉自己路子越走越歪啊 就在这时 陈彻电话响起 他看了一眼 是苏秦雪打过来的 陈彻接听电话 喂 里面传来苏秦雪的声音 小陈 你在哪呢 陈彻如实道 我在谈工作呢 苏秦雪问 你跟谁啊 我跟 陈彻抬头看周若宁一眼 长得非常耐看 无论颜值还是身材 可惜有主了 我跟一个客户 苏秦雪的声音带着一点颤抖 你跟客户谈工作 不去办公室 用得着在我们经常去的小摊吗 陈彻猛的惊喜 他站起身 举目四望 隔着人流 他看到马路对面的苏秦雪 还有旁边的狗头军师卢小冉 苏秦雪同样望着陈彻 他的眼眶里 有泪水在打转 眼神里蕴含着失望 伤心 小雪 你误会我了 苏秦雪的声音哽咽起来 小陈 我也希望 是我误会你 可是我明明已经看见了啊 如果你说 跟朋友一起出来吃饭 我也不会计较的啊 可是 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苏秦雪挂掉电话 他扭头就往外跑去 作为笑话 陈彻是他的初恋 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傲娇 卢小冉似乎对着陈彻骂了几句 他不放心去追苏秦雪 陈彻傻眼了 他看着眼前这个罪魁祸首周若宁 周若宁吃完东西 还他妈优雅的擦了擦嘴 陈彻同学 谢谢你请我吃饭 我觉得 你女友可能有点误会 要不要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当然 你跟我去解释一下 周若宁奄然一笑 我又不是你朋友 我只是你一个客户罢了 为什么要帮你 他背起包 干脆的扭身离开 陈彻呆了 卧槽 这不是典型的端起碗尸肉 放下碗骂娘吗 这是个什么奇葩女人 就因为自己说了一句 客户就生气了 不说你是客户 难道说你朋友吗 大家今天第一次见面好不好 陈彻给苏秦雪打过去电话 对方已经不接了 再打过去提示已关机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用户已关机 卧槽 他骂的 陈彻烦躁的从兜里掏出烟点上 深深吸一口 他有当渣男的实力 自从和苏秦雪交往后 还从来没有劈腿过 如今这么大的屎盆子 扣在头上 你说冤不冤 真要是劈腿也就算了 最起码有下家 现在呢 鸡飞按蛋打 他掏出电话 打给曹文博 曹文博答道 小陈 什么事 陈彻问 你在哪呀 过来陪兄弟喝点 电话那头 曹文博不吭声了 他好像用手捂住话筒 在跟别人说话 陈彻纳闷 曹文博的交际圈子很简单 他认识的朋友陈彻都认识 怎么还避讳自己 曹文博结结巴巴道 小陈 我在外面吃饭呢 可能要晚上才能找你喝酒 陈彻说道 那你说个地址 我去找你 我现在就想喝酒 曹文博结巴半天才说 我在无乐广场这里的餐厅 陈彻瞬间明白了 曹文博是和林雨昕在一起 无乐广场是渝央市新开的CBD 那里的商店和饭店价格都很贵 一般是精英白领 那就只有林雨昕才会喜欢这种调调 行啊 吉伯哥 刚发工资就开始消费了 陈彻愤愤挂掉电话 就赶往无乐广场 二十分钟后 他在休闲餐吧 看到了曹文博和林雨昕 现在已经是初秋的天气 林雨昕还穿着一身绿色连衣裙 画着妩媚的浓装 他刻意地把coach标志的包 放在醒目的地方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包 骨子里透露着伪精致 陈彻过来笑呵呵地 跟曹文博打招呼 还给林雨昕打个招呼 林雨昕笑道 小陈 真是好久不见啊 一直听文博说 你都开始创业了 陈彻客气说 我这都是小打小闹 上不了台面的 曹文博问 小陈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喝酒了 昨天不是刚喝过吗 陈彻烦躁地拍了拍桌子 我现在就想喝酒 你能不能请我喝一次 这没问题 你等着呀 我去给你点酒 曹文博屁颠屁颠地去要酒了 陈彻翻开菜单 低头瞅了一眼 卧槽 这价格真他妈贵 一份牛蛙要八十八块钱 一份最普通的酱爆茄子 都要三十八块 他记得 前几天沈文娟 还因为茄子的价格 涨到了七毛钱一斤 而耿耿于怀 陈彻把菜单递给林雨昕 雨昕啊 你先点 千万别客气 反正都是曹文博花钱 争取把他这个月工资花完 要不然 他放办公室的咸菜 猴年马月也吃不完 林雨昕听着陈彻的话 感觉有点怪怪的 他只是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 曹文博买了几瓶酒过来 他呲牙咧嘴 小陈 这啤酒真贵 要五块钱一瓶 我先给你买了四瓶 林雨昕把菜单递给曹文博 文博 我点了你爱吃的牛蛙 你要微辣 还是超辣 曹文博看着那价格标签 眼角一阵跳动 他还是故作大方 微辣就行 你再点几个 一份也不够我们吃的 林雨昕随意点了几份 他根本就不看价格 曹文博看得心惊胆战 这顿饭至少要花三百以上 陈彻心里喝客 狗鸡把真能装逼 两千块钱工资 我看你能花几天 吃饭的见血 陈彻一个人喝着闷酒 曹文博舍不得动筷子 他怕自己饭量大吃完后 桌子上空荡荡的 显得不好看 倒是林雨昕在中间热情的聊着天 偶尔话里还掺杂几句英文 这样显得自己高端一些 曹文博拼命迎合着 目光里掩藏不住的爱慕 陈彻看着这对狗男女 并肩挨着 如今他两极反转 吃完饭后 陈彻准备回公司 至于苏晴雪 现在正在气头上 估计也不好哄 等气消后再解释吧 吉伯哥 谢谢你的酒啊 我一共花了你二十块钱 没事没事 这都是小钱 曹文博满不在乎的挥了挥手 陈彻给曹文博和林雨昕告别后 就离开了 就剩下林雨昕和曹文博 林雨昕忽然说 文博 谢谢你啊 这些天辛苦你了 曹文博头一次听到林雨昕感谢自己 他差点感动哭了 我带你去吃 林雨昕问 你中午吃饭了吗 曹文博答道 吃了 我饭量比较大 四个馒头一包咸菜 林雨昕吃完后 用纸巾擦了擦嘴 他说 哦 那就好 下次别买咸菜了 曹文博期待的看着林雨昕 他猜测 林雨昕可能会体贴说 咸菜吃多了 没有营养之类的 谁知林雨昕来了一句 咸菜又贵量又少 下次买瓶豆瓣酱吧 那个顶吃 曹文博笑着点头 我还真没单独吃过豆瓣酱 等我回去就买 林雨昕笑着看着曹文博 真怪 曹文博激动地攥住林雨昕的手 必须的 我妈总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林雨昕看着曹文博的大手 她有些嫌弃 不过这个时候 可不能表现出来 她用温柔的眼神 看着曹文博 对了 晚上我想去做个SPA 最近感觉好嘞 曹文博脱口而出 没事 你尽管去做 我请你 我这两天刚发工资 林雨昕轻轻抱了抱曹文博 谢谢你啊 文博 这一刻 曹文博觉得 花再多的钱 也是值得的 之前陈彻警告她的那些话 早就被抛之脑后 她觉得陈彻根本就不懂 林雨昕是关心自己的 因为豆瓣酱真的比咸菜划算 陈彻开着车 穿梭在公路上 在一处小河边停下 2002年 还没有酒驾 她从兜里掏出手机 翻开和苏秦雪的短信 字里行间都是笑话的碎碎面 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 可想而知 周若宁解释一下才行啊 怎样才能让周若宁帮忙 和她交个朋友 陈彻想起了卢小冉这个工具人 公园里 苏秦雪抱着膝盖 坐在长椅上 眼里有眼泪 包裹在长长的眼瞼里 一转一转的 她看着前面熟悉的景色 陷入诗神 前段时间 她还和小陈还在这里谈情说爱 两个人那么亲密无减 可是今天她看到陈彻 和其他陌生女人一起吃饭 感觉心脏被抽空了 卢小冉跟上来 她气喘吁吁 小雪你跑那么快干嘛 路上汽车又多 真危险啊 苏秦雪伸出秀长白皙的手指 擦了擦眼泪 她强忍着悲伤 看着卢小冉 对不起啊 小冉 让你跟着我担心了 卢小冉挨着苏秦雪坐下 她看着苏秦雪落寞的神色 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替苏秦雪骂陈彻一顿 在卢小冉的认知中 陈彻是那种魂不灵的性格 可是也不完全是很渣的渣男啊 她和陈彻 虽然爱斗嘴 可是有意还在的 真正遇到重要事情 卢小冉是不会落井下石的 卢小冉安慰道 小雪 这里面或许有误会 我觉得陈彻不是那样的人 苏秦雪摇了摇头 她现在不想听那些解释 她自言自语道 小冉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幻想的女孩 以前我很期待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真的好羡慕 好羡慕电视剧里面那种拥抱啊 卢小冉沉默不语 她知道 现在不能打扰苏秦雪 苏秦雪继续道 我期待两个人相处的日子 比如和她一起去逛街 一起去吃好多好多美食 我让她背着我 肆意奔跑 冬天我还可以把手伸进她兜里 甚至 我们举办婚礼 周末我躺在被窝里看书 她抱着我 苏秦雪一开口 又在流眼泪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一边抹眼泪 一边委屈道 可是 小成都没有跟我过完这个冬天 我感觉我就失去她了 苏秦雪以前拥有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 现在下定决心分开的那一刻才发觉 原来心真的会痛 卢小冉只好把纸巾递给苏秦雪 她愤愤道 陈彻这个王八蛋 就会欺负人 我这就去找她 苏秦雪急忙抓住卢小冉 小冉 不用了 我现在只想安静坐会儿 夜色渐渐暗沉下来 初秋的天空带着些许凉意 苏秦雪的身影 衬托得越发单薄 她旁边的卢小冉 这段时间 愈发虎背熊腰 陈彻 开车来到卢小冉家楼下 碰到从外面打篮球回来的卢小冉弟弟 卢小冉欣喜道 陈哥 你怎么来了 是来找我姐的吗 陈彻叼着烟 她扔给卢小冉一根 你姐回来没有 没有啊 她不是爱跟你在一起吗 怎么你们吵架了 陈彻笑了笑 我又不和你姐谈恋爱 有什么好吵架的 卢小冉疑惑道 那就奇怪了 有时候 我半夜上厕所 听见我姐在房间说梦话骂你 陈彻吓了一跳 卧槽 卢小冉等自己有什么仇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陈彻问 你姐骂我什么 卢小冉回忆一下 我姐 好像骂你说话不算话之类的 好像欠她什么饭钱 陈彻明白了 这个女人心眼真见晓 不就几顿饭吗 天天斤斤计较的 她拍了拍卢小冉肩膀 我先走了 你姐回来 让她对我回个电话 卢小冉一口答应下来 陈彻驱车前往苏清雪家 她把车停在小区门口 看着三楼那个阳台 等了片刻 她放弃了 还是先回家吧 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回到家陈彻一边换鞋 看到老陈和沈文娟 在餐厅吃饭 沈文娟对陈建军说 老陈 你瞅瞅 咱们家的大人物 可算回来了 这些天 可都是忙得都不着家 陈彻笑嘻嘻地洗漱完 然后抱住了沈文娟肩膀 无视现殷勤 说吧 在学校又犯什么错了 沈文娟丝毫不理会 陈彻的嗜好 陈彻笑道 学校昨天找我谈话 说要年底 丢个三好学生 噗 沈文娟一口饭 差点喷出来 他摸了摸儿子额头 也不发烧啊 忽然闻到儿子身上的酒味 你这是喝多少酒啊 醉成这样 一天天静说醉话 沈文娟一边唠叨着 一边去厨房 给他盛一碗汤 喝点汤吧 就剩下这点了 你要是再回来晚一会儿 家里就剩下刷锅水了 陈彻难得在家里吃了一顿 还算可口的饭菜 陈建军本来打算再吃点菜的 被沈文娟用筷子打掉了 你晚上不要吃太多 中年人容易血压高 血之高 要学会适当饿一点 陈建军无奈摇了摇头 家庭地位这一块 他是倒数第一 狗儿子是倒数第二 他问陈彻 这几天 你那个网站弄得怎么样了 陈彻埋头干饭 还行吧 只不过 现在还没有盈利 一直往里面亏钱 沈文娟开始操心儿子 放着好好的书不念 非要去鼓到那些不靠谱的 我听着就不感觉要赔钱 比起沈文娟的保守 陈建军在这点 还是支持陈彻的 他知道 自家儿子不是学习的料 还不如早点接触商业 哪怕赔钱也就算了 吃完饭 爷俩照就去阳台 开始抽烟 陈建军率先开口 我听说你上电视了 陈彻在他爹面前 不敢装逼 老老实实地承认 把他的商业逻辑 告诉了老陈 陈建军笑着 没发现 你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当年我让你报个音乐版 你要死要活的 不肯学音乐 爸 你知道啥叫觉醒吗 觉醒什么 我十八级 不对 十八岁觉醒音乐细胞 等二十八岁可能就觉醒魅力细胞 三十八岁觉醒财富细胞 陈建军抽了口烟 缓缓吐出来 儿子 那你知道神经病和精神病 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区别 精神病主要是折磨自己 神经病是折磨别人 陈彻 原来老陈也是个冷幽默的人 陈彻岔开话题 爸 你那个MP3项目 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谈起自己事业 陈建军高兴到 MP3已经开始量产了 最近出货量 已经超过寻常录音机 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这一点 要多亏你的思络 当初若不是陈彻提醒老陈 他贸然上马 传统录音机生产线的话 现在估计濒临破产了 陈彻没有重生之前 陈建军就是在2003年 陷入财务危机的 后来没办法把工厂抵押出去了 陈彻问 老爸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发展 陈建军答 我打算扩建两条生产线 另外继续聘请销售员 争取把MP3业务推广出去 目前我们在华中市场占据的份额 还是比较小的 老陈 有没有兴趣 跟我公司合作一下 未来我公司的前途 是不可限量的 流量也在持续增长 你要是缺钱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的 我 陈彻无语了 难道这个当儿子的 在老爹眼里 就这么不看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 指着银行短信余额 老陈 你看不起谁呢 我现在可是身家百万的人 啪 陈彻后脑勺挨了一巴掌 沈文娟插腰瞪着他 喝点酒看把你飘的 陈彻 我 陈彻在沈文娟面前 规规矩矩 哪怕他有千万资产 也不敢张狂 这叫血脉压制 不过陈建军 还是撇到儿子的 银行短信余额 上面一连串的铃 他心里一惊 狗儿子 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 这赚钱的速度 简直匪夷所思啊 抢钱也没有这么快的吧 上次陈彻交底的时候 他记得 也不过才十几万 这短短俩月时间 翻到一百多万 是不是炒股炒的 等沈文娟睡觉后 陈建军再次来到陈彻房间 他要问清楚 儿子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要不然他睡不着 直到陈彻耐心解释一遍后 陈建军才放过他 你的意思 是用这一百万 来做那个什么社会网 爸 是社交网 不是社会网 未来你是首富的爹 以后千万不要说错 儿子的网站名字 陈建军忧虑到 这个你有多大把握做起来 陈彻玩着手机 平静到 一年时间吧 等明年这个时候 公司要么被收购 要么开启第一轮融资 陈建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知道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老陈那个年代 一切都要脚踏实地才是正道 小陈这个年代 只要站在风口 猪都可以起飞 等老陈走后 陈彻电话响起 是卢小冉用家里做机 打过来的电话 卢小冉直接开喷 陈彻你个王八蛋 小雪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还朝三暮四 你知不知道 小雪今天哭了一晚上 陈彻在电话里沉默着 小雪在那个公园里 自言自语半个小时 他说 期待着和你结婚 期待和你一起逛街吃饭 一起赖床 你真是个渣男 呸 以后见面 别说认识我 陈彻眉头挑起 你他妈有完没完了 杀人犯 还有解释的机会呢 电话那头 卢小冉停顿一下 他深吸了几口气 那你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今天请吃饭的那个 是渔阳电视台的主播 他是让我报名参加造星计划的 说我歌唱得好 陈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解释了一遍 卢小冉的态度 才算稍好 他嘲讽道 那你干嘛给小雪撒谎 你要是不撒谎的话 解释清楚 不就OK了 真是自作聪明 陈彻无奈 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多疑了 当时打电话 他实话实说 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现在反而给人一种 此地无音三百两的感觉 小卢同志 这是 你得帮我解释啊 因为只有我能给苏秦雪幸福 哦你能不能别恶心我 难道小雪离开你就找不到好男人 别在那自恋了 请你吃一个月的饭 滚 老娘没兴趣 给你买个手机 原则性很强的卢小冉 被手机吸引了 他现在上大学没有手机 确实不太方便 身边的同学 三分之一都有手机 说不羡慕是假的 陈彻敏锐察觉到 卢小冉的犹豫 他继续诱惑 一部手机外加 请你吃一个月的饭前 卢小冉一下子没了底气 他弱弱问 陈彻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陈彻嘴角露出笑意 怎么会呢 我可是个好人 卢小冉说 那我只能再不违背 陈彻一口答应下来 卢小冉被陈彻收买后 一五一十 把和苏清雪的事情 共述出来 原来放学后 他们打算去找陈彻 结果去合金小区 发现陈彻不在 孙静说 去学校开会了 贪吃的卢小冉和苏清雪 就跑到小吃街这里吃饭 谁知道 遇到陈彻和周若宁 这才有了苏清雪 打电话询问的那一幕 陈彻结束卢小冉通话后 开始分析着 苏清雪的心理活动 根据目前陈彻 所掌握的情报是 苏清雪找自己 然后孙静说 自己在学校开会 最后 苏清雪在小吃街 碰见了自己和周若宁 苏清雪又给自己 打电话确认 结果自己撒谎说和 客户在开会 站在苏清雪的角度 她觉得 一切都是欺骗 欺骗的根源 就是周若宁 因为周若宁 也是一位美女 要解开这个根源 就要苏清雪相信自己 和周若宁之间 吃饭的动机 深夜 陈彻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索性打开笔记本 登陆社交网 进入自己主页 更新了一条动态 真正爱国的人 能分开吗 她又随手点开 新闻热门板块 发现那些帖子 已经开始呈现 爆炸式的评论和点赞 整个社交网 正在以一个 极快的速度成长 随着社交网的 快速渗透 到时候 会成为互联网的 文化交流基地 还有朋友聊天的工具 苏清雪的闺房里 她把自己的房间反锁 尚未写完的日记里 还有打湿的痕迹 这一夜 她同样没有睡着 她心血来潮 打开电脑 登陆社交网 搜索陈彻同学 忽然 她的眼睛瞪大了 因为她发现 小陈更新了一条动态 时间是23 55分 内容是 真正爱国的人 能分开吗 苏清雪的心脏猛地跳动 她一遍遍看着 那几个简单的字眼 最终 她点开回复按钮 回复道 电视剧里的结局 不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回复完 她紧张地关闭页面 她现在注册的昵称 可爱小女生 所以 不担心被陈彻认出来 过了会儿 她又进入社交网 发现有一封未读消息 陈彻同学 本来心情好好的 看到这又难过了 因为我和她 没有见最后一面 苏清雪呼吸急促起来 小陈指的是自己吗 可是 你明明跟其他女孩 坐在一起吃饭 还骗我呀 想到这里 视线又一次被泪水模糊 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 把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 去安慰陈彻 可爱小女生 不会的 总有一个人不肯退步 你的努力 终究不会白费 陈彻同学 很多时候 我很想去见她 我也知道 见她不难 但是我觉得 她爸爸会打我 可爱小女生 为什么 你这么害怕她爸爸呢 陈彻同学 因为她爸妈一直不同意 我和她在一起 她家人说 娶她需要一百万彩礼 而我这么努力 不就是为了她吗 如果失去她 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可爱小女生 你们是因为这个原因 分开的吗 陈彻同学 不是 是因为今天她撞见 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她连一个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我就离开了 可爱小女生 可这明明就是 你的问题啊 陈彻同学 她是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 找我是为了让我主演节目 并没有其他的目的 我只是到饭点 凑巧请她吃了一顿饭 可爱小女生 迟迟没有回复 电脑前的苏清雪 陷入猛逼状态 苏清雪终于明白 假如陈彻说的都是事实 那就是自己错怪了她 可是 好尴尬啊 自己在公园的时候 还挠不出那么多画面和剧情 她以为是小陈另有新欢 不爱自己了 苏清雪 有一种大刑射死的感觉 原来一切的根源 都源于自己对小陈的不信任 如果当时自己耐心 听小陈解释清楚 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啊 人生三大幸事 久别重逢 虚惊一场 失而复得 短短半天的时间 苏清雪就经历了后面两个 苏清雪关上电脑 躺在床上 开始幻想明天的剧情 她希望小陈明天 给自己详细解释一下原因 然后 她会爽快地原谅小陈 这样误会解开 两个人就可以继续甜蜜地在一起了呀 苏清雪开始睡了 隔壁房间的苏震东 却睡不着 今天晚上 闺女回来的时候 她敏锐地发现 闺女眼睛红红的 明显是哭过 她询问闺女是什么事 闺女也不说 又不敢追问太深 怕引起闺女的反感 旁边老婆刘瑞清 睡得挺香 苏震东皱了皱眉 当妈的心可真大 连闺女这点变化都发现不了 她猜测 肯定是因为沉澈 能跟自己闺女谈恋爱 已经是家里祖坟烧破天了 还想着欺负自家闺女 这以后又是结婚了 还不得天天 让自己闺女受委屈啊 想到这里 苏震东就气得牙痒痒 这一晚上 她失眠了 陈彻在自己房间 工作到凌晨三点钟 她还和李震南 探讨了一些技术层面的事情 直到李震南保证明天修复后 陈彻才疲惫地睡去 第二天 卢小冉去找苏清雪上学 苏清雪今天戴着黑色太阳帽 背着单肩包 半张小脸 衬托着白皙嫩 嘴角的浅浅漓窝 证明心情很不错 卢小冉好奇地问 小雪 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啊 苏清雪恩一声 她悄悄把昨天和陈彻聊天的事情 告诉卢小冉 卢小冉动作僵住 结结巴巴道 这么说 小陈不知道 那个陌生人是你 他跟你聊了几句 对啊 所以我决定原谅小陈 都是我不好 害得小陈伤心 啊这 卢小冉呆住了 她首先想的是 恭喜陈彻和苏清雪 和好如初 其次是昨天晚上 陈彻答应给自己的手机 现在自己还没有处理 两个人就和好了 那手机还买不买了 两个人等了一会儿 苏清雪看下时间七点四十 小陈怎么还没有来 苏清雪担忧道 小冉 你说我要不要给小陈打个电话 因为小陈还不知道 我已经原谅她了 那你打一个问问她 我有点紧张 苏清雪觉得 有些话要见面说 才显得真实 电话里说 看不到对方的面部表情 觉得不真实 快迟到了 要不咱们去班里等她吧 反正她早晚都要上课的 也对哦 两个人骑车前往学校 而陈彻一直睡到中午才醒 主要是昨天工作太晚 她打开手机 有几个骚扰电话 还有几个垃圾短信 其中一条苏清雪发来的短信 苏清雪 小陈 你今天来上课吗 我想见你一面 陈彻眼里露出欣喜 卢小冉手段可以啊 这么快就搞定笑话了 不错不错 送卢小冉一部手机直了 事实证明 在女友身边安插一个自己人 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女友身边是敌人的话 那就大大危险 看着短信 陈彻开始犹豫如何回复苏清雪短信 既然苏清雪已经原谅自己 那么自己不能太主动 她估摸着 类似事件以后可能还会发生 所以今天必须给自己留下伏笔 杜绝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陈彻开始回复短信 陈彻 今天不去上课 另一边 苏清雪心思都在手机上面 收到陈彻短信 立马就回复过来 苏清雪 你今天有事吗 陈彻 没事 我心情不好 苏清雪 小陈 那你能把昨天的事情 给我解释一遍吗 陈彻一头问号 苏清雪这样问是什么意思 明知顾问的意思 卢小冉那边不是已经操作好了吗 难道有什么信息 差是自己不了解的 不行 先不能回 等今天放学要先问问卢小冉是什么情况 一定要站在上帝视角 看待这件事 这样自己才能掌握主动 陈彻开始起床洗漱 老陈和沈文娟都去上班了 没有人做的日子 是真他妈爽啊 教室里 苏清雪没有半点心思上课 他迟迟等不来陈彻的短信 心里焦急想着 小陈 我已经知道事情原因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就原谅你好不好 他总不能主动告诉小陈 其实我就是 昨天那个跟你聊天的可爱小女人吧 所以 他需要一个台阶 这样顺理成章的原谅陈彻 偏偏陈彻不知情 他一直没有发短信 这把苏清雪 给集的好几次编辑短信 然后又悄悄删除 陈彻出门后 直接前往河井小区 孙静带着推广团队 去其他学校谈业务了 李震南已经好几天 没有去学校了 他这些天 一直坐镇这里 今天也没有去上课 老老实实地 跟着李震南学习经验 陈彻处理完手头工作后 他给黄晶晶打电话 被黄晶晶拒接了 卧槽 小秘书敢不接我电话 丁一声 收到一条短信 黄晶晶 老板 我在上课啊 您找我什么事 陈彻 苏清雪和卢小冉 在不在上课 黄晶晶 卢小冉在上课 苏清雪在低头看手机 好像有心事 陈彻 下课后 悄悄把你手机 借给卢小冉 不要让别人发现 我找他有要事 黄晶晶 一问 什么事啊 陈彻 明年 我给你找个嫂子的事情 黄晶晶 下课的时候 陈彻电话响起来 果然是卢小冉 用黄晶晶手机打过来的 陈彻懒洋洋问 小卢 我让你办的是怎么样了 卢小冉问 嗯 陈彻 是不是只要你们两个和好 你就给我买手机啊 肯定的呀 假如我没有出力 你和小雪也会和好 你还遵守诺言吗 陈彻有点迷糊 听卢小冉这话 里面好像有什么内幕啊 卢小冉 不管有没有你帮忙 只要我俩和好 我会大赦天下 手机作为老朋友送你 我也不要你送 算我借你的 等以后 我工作挣钱 我把手机钱还给你 陈彻乐了 想不到卢小冉 还挺有原则 行 到时候随你 随后 卢小冉把他所了解的情况 原原本本告诉了陈彻 结束通话后 陈彻终于弄清楚一切 卧槽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幸亏老子情报工作做得好 苏清雪啊 苏清雪 你想不到吧 身边安插的都是我的人 事情既然已经清楚 那么就开始展现自己操作 陈彻打开手机 看着苏清雪发过来的短信 现在苏清雪发的每一条短信用意 他都明白 无非是自己解释清楚 然后苏清雪选择原谅自己 这样自己就属于过错方 而苏清雪属于谅解方 可千万不能让苏清雪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啊 陈彻嘴角露出猎人般的笑意 自己怎么能轻易认错呢 让我失去一部手机 这些就要在笑话身上 加倍找回来 下课后 苏清雪一直等不来陈彻的短信 他忍不住拨通了陈彻电话 小陈 苏清雪甜美声音 从听筒里传来 什么事 陈彻声音多了一丝冷漠 苏清雪听到陈彻的语气 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 他们明明在一个城市 苏清雪觉得 隔着千山万水 我给你发短信 怎么不回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苏清雪停顿片刻 他真的想说 小陈 哪怕是我错了 你就不能哄哄我吗 其实我真的很好很好哄的 你就当满足一下 我的虚荣心不行吗 他问道 那你就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陈彻冷静道 苏清雪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吃个饭 就要解释吗 以后是不是我不能随便跟人吃饭 可是你骗我说 在工作呀 苏清雪委屈地说道 他此时的表情 一定是撅着嘴 瓜子脸上带着愁容 其实陈彻明白苏清雪的套路 就是让自己低头认个错 然后给个台阶就过去了 现在一定不能心软 因为一旦认错 以后认错的那个 就会一直是你 陈彻 是谁告诉你 谈工作 必须要去办公室谈 我最近工作 忙得都很少回家 我上次谈合作 还是在会所谈的 你要不要把会所给拆了 苏清雪察觉到陈彻话里的语气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不要生气吗 陈彻提高声音 我怎么敢生气啊 我要是让你哭 不知道多少人会骂我 我就是觉得 你没有懂我 实话告诉你吧 昨天你遇到的那个人 是电视台主持人周若宁 他找我示威邀请参加选秀节目 我们之间才第一次认识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傲娇的笑话苏清雪 终于道歉 我请别人吃饭 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你以为我愿意跟陌生人侃侃而谈啊 我这么做 还不都是为了取你 一百万 你以为是一百块吗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小陈 是我做得不够好 是我给你那么大的压力 我嫁给你好吗 我也不要一百万彩礼 你能不能不要生气了 苏清雪电话里已经泣不成声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不用说对不起 你对我有怀疑是正常的 这说明我们之间还不够完全信任 我们都先冷静冷静吧 我现在挺累的 再见 陈彻硬声声挂断电话 刚才听到笑话哭泣 他心里也不好受 吵架就是互相伤害 看谁伤得深 曾经说出甜言蜜语的嘴唇 也可以恶语相向 今天的演技应该能拿白玉兰奖 既表达了内心的愤怒 也体现了自己为取笑话而做出的努力 至少未来苏清雪 不会再拿这种情况说事 叮铃铃 苏清雪连续给陈彻 拨打了好几次电话 陈彻都没有接听 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接呢 这么快剧情就反转了 叮 他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陈彻看着手机里苏清雪 刚刚发过来的短信 苏清雪 小陈 我爱你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我知道自己为你做的不多 一直都是你在为我付出 你不要生气了好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陈彻没有回复 先让他难受一天吧 等明天自己再假装原谅他 唉 不得不承认 站在道德制高点 是真爽啊 下午还有工作要忙 李震南编写的 开心农场和抢车位小游戏 已经进入后期开发阶段 他这两天 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学校上课 教室里 苏清雪坐在座位上 他正正看着手机屏幕 自己发出去的短信 如同时辰大海 再无回应 初秋的暖阳 从窗外照射进来 夹杂着些许良意 苏清雪扭头看向窗外 时不时的 有男朋友送自己女朋友进教室 女孩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男孩脸上挂着不舍的笑容 好像跨入大二 恋爱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他们不再像大一那样 懵懵懂懂 苏清雪看着情侣牵手的画面 眼神里都是羡慕 嘴角不自觉弯起来 纵然眼里带着水雾 曾经自己和小陈 也是这样走在校园里 这时 如小冉走过来 他上节课就注意到 苏清雪全程心不在焉 如小冉之前给陈车通过电话 现在看到苏清雪有些心虚 小雪 你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 是不是陈车又欺负你了 如小冉攥攥紧了小拳头 如果陈车真的欺负苏清雪 他哪怕手机不要 也得打陈车一顿 苏清雪不经意抹去眼泪 冲着如小冉笑了笑 我没事 只是看到刚才那对情侣牵着手 感觉好羡慕啊 如小冉神经大条 你这么快就思春了 要是想牵手 就去找陈车啊 他现在巴不得你找他呢 苏清雪神色暗淡下来 他比较忙 如小冉身以为然 陈车事业心是挺强的 你看看 同龄人现在都还忙着吃喝玩乐呢 他已经创业两次了 上次听他说游戏破产 这马上就发布了社交网 我看他花钱如流水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苏清雪一阵沉默 他认为陈车创业赚钱 就是因为自己家里要求的一百万彩礼 如果陈车知道苏清雪心中所想 怕是做梦都会笑醒 一直到放学 苏清雪都闷闷不乐 校门口 苏清雪和卢小冉并肩走着 不时的有同学们和他们打招呼 卢小冉东张西望 看不到陈车的身影 小雪 陈车今天不来接你放学吗 他在河京小区加班呢 卢小冉抱怨道 真是的 就算加班也要抽出时间陪你啊 哪怕去他办公室待着也行啊 这样我们晚饭就有着落了 吃货卢小冉心心念念的 就是陈车欠的一个月饭 忽然 后面响起了自行车铃铛声 苏清雪眼前一亮 迫切地扭过头 发现是陌生人的自行车后 苏清雪白皙的瓜子脸瞬间充满了失望 那种欣喜和失望之间的转换 让卢小冉看了有些心疼 苏清雪回到家后 见到苏震东也刚进家 他轻轻叫了一声 爸爸 苏震东察觉到闺女脸上的落寞 心里不由意境 闺女 心情不好吗 我看你昨天回来就这样 刘瑞清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 他看着自己女儿 好像一两天的时间 小脸轻瘦不少 小雪 你这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刘瑞清去摸苏清雪的额头 现在下秋转换 最容易感冒 尤其这两天 还是女儿亲起来的时间 不过 闺女也没有发烧 苏清雪不说话 只是把背包递给苏震东 忽然苏清雪手机盯了一声 他才急忙去看手机 发现只是一条垃圾短信 苏震东和刘瑞清面面相去 接摇了摇头 闺女 今天妈给你做了爱吃的油闷大虾 还有红烧排骨 你想不想吃 谢谢妈妈 我今天有点累 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 好好 那你先休息 一会吃饭 我们叫你 这可把刘瑞清和苏震东心疼坏了 以往自家闺女 都是活蹦乱跳的 又贪吃又爱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等苏清雪回到自己房间 两口子开始商量对策 刘瑞清分析到 可能是咱闺女这两天来亲起了 要不我明天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那你明天带闺女去医院 找个专家好好看一下 我给理工大学副校长 打个电话问问 是不是最近学校学业有点多 苏震东掏出电话 拨通了陆红杉的电话 她心里还有一层原因 那就是因为陈彻 这种事 她又不好当面问自家闺女 一直到吃晚饭 苏清雪胃口都不好 好几样菜 只是勉强吃了几口 这把苏震东心疼的呀 她现在确定100% 就是因为陈彻 若不是她现在是老父亲 说什么 也要去找陈彻问问清楚 闺女把身心都交给陈彻了 怎么老是惹自己闺女哭呢 房间里 苏清雪习惯性地打开电脑 她登陆社交网账号 点开关注的人 陈彻同学 她发现陈彻已经更新了一条动态 陈彻同学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爱 不是狠 而是熟悉的人 渐渐变得陌生 虽然最好的时光 总是特别短 但曾有过的感动 我都会记得 苏清雪一点点分析陈彻的话 她确定 这话是陈彻说给自己的 他们终究开始 要分开了吗 眼泪如同绝地一样 夺眶而出 半晌过后 苏清雪颤抖着手指 给陈彻回复 可爱小女人 你还爱她吗 她看到未读消息 她眼前一亮 昨天她还疑惑 这个人是谁呢 会不会是自己的小迷妹 现在陈彻的粉丝关注数 已经突破到了300人 每天有很多人私信她 或者添加她好友 要不是卢小冉 透露出苏清雪的小号 陈彻还真不容易发现 陈彻同学 我还爱她 但是她不理解我 我觉得太累了 我想冷静一下 可爱小女人 说不定她会为你改变呢 我看你聊天 觉得你们两个人 感情还是很好的 陈彻同学 但是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还喜欢我 可爱小女人 她肯定喜欢你啊 陈彻同学 你怎么知道 可爱小女人 直觉 陈彻同学 我太累了 想消息消息 苏清雪眼里浮现一抹水雾 小陈彻就是要放弃我了吗 合景小区 陈彻深深吸了一口烟 她把烟头暗灭 关上网页 开始继续写代码 随着孙静团队的市场推广 社交网的新增用户 开始迅速增长 这种流行趋势一旦形成 那么会迅速形成影响力 陈彻现在打开社交网的网页 越来越慢 这跟服务器的贷宽有关系 明显是在线人数过多导致的 她已经在考虑增设服务器了 现在一百多万已经花了二十多万 如果再无法找到盈利模式 资金链就要断了呀 开心农场和抢车位 这两个小游戏的推出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天 陈彻依然没有去上课 方景川给她打过来电话 说三好学生的申请已经报上去了 陈彻在电话里表示感谢 等着周末去方景川家里做客 刚挂完电话 刘星耀给陈彻打过来电话 小陈 有空没有 刘哥 你是要请我吃饭吗 吃饭的话我随时有空 你小子就这么失利啊 开个玩笑 你找我什么事啊 刘星耀在电话里说道 四副游戏 我现在已经在全省推广完了 陈彻心理一动 按道刘星耀好快的速度 到底是家底后啊 刘哥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这个月算下来是亏损的 因为我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估计到下个月才能开始盈利 刘哥 你给我打电话 不会就是为了炫耀游戏赚钱吧 刘星耀认真道 我今天收到一张船票 是盛大那边把我们告了 这是 我想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陈彻心理一沉 对方好快的速度啊 这么快就盯上了 肯定是刘星耀行动太快 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这也是陈彻卖掉游戏的原因 风控成本太高 以他现在的根基和人脉 根本保护不了这款游戏 电话里传来刘星耀催促的声音 小陈 你在听吗 陈彻把钱是经历的情况 回忆了一遍 刘哥 我可以给你提供几点建议啊 但是 出现意想不到后果 你到时候别怪我呀 刘星耀说道 老弟放心吧 当初 我既然花一百多万 从你手上买这个游戏 我就做好试掉了 我以为最起码要等两年呢 谁知道对方行动这么快 陈彻说道 这款游戏 国内那家只有代理权 没有完整版权 真正的版权 在棒子国手上 你们可以围绕这一点 来运作 刘星耀听懂了陈彻的话 他拿出纸和笔记录下来 第二 就是你聘请一个律师团队 如果棒子国起诉的话 你就选择接下来 在国内 棒子国是外人 我们是自己人 法律会偏袒我们这边的 你明白吧 我明白 第三 就是重新复刻一款游戏 无论是游戏模式 还有里面的用户资料 全部复制进去 假如官司失败 你把笑傲江湖那个私服 推出去当替罪羊 电话里传来刘星耀的惊叹声 卧槽 我懂了 按照你这样操作下来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小陈 你是不是早就想到这一天了 刘哥 未雨绸缪 是我们生意人经常做的事情 另外 我的咨询费可不便宜 你到时候记得付费啊 行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到时候找你去 我听说 你搞了个社交网 我也注册个账号 你这个可玩性很高啊 有没有考虑 让我投资一波 等我把这120万花完 如果不够 我考虑让你投资 OK 那先这样 陈彻挂断电话 不知不觉 又是忙碌的一天 他看一眼时间 已经快放学了 苏清雪 已经被自己冷落一天 心情估计很差吧 是时候追回自己的小女友了 身边缺少那个 贪吃年人的笑话 还真有点单调啊 晚上 陈彻开车来到卢小冉家楼下 卢小冉穿着拖鞋 拉着脸走出来 他看到陈彻 已在车门旁抽烟 你找我什么事 陈彻看着卢小冉 圆鼓鼓的身材 他呵呵一笑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明知故问 卢小冉冷哼一声 气得扭头 就往楼上走 陈彻问 新手机用得怎么样啊 我让黄晶晶 专门给你选诺基亚的 卢小冉无奈又回来 他愤愤不平道 陈彻 别以为一部手机 就可以收买我 我告诉你 休想做梦 呦呦 还挺有脾气啊 找你来没别的事 你这个工具人 该派上用场了 什么用场 陈彻从车里拿出吉他 他叼着烟 然后随手弹了一段民谣 怎么样 感动不 卢小冉不屑地撇撇嘴 不过他承认 陈彻现在确实挺帅的 至少对他们这种情斗初开的女孩 是致命的 你应该对着苏秦雪去谈唱 而不是对着我 你可真够自恋的 我叫你下来 就是让你帮我一下 帮你什么 替我问苏秦雪再没在家 要不然 我对着她的窗户弹 结果家里没人 那岂不是白费功夫 我算是看透你了 没有把握的事情 你根本就不会做 真是个重力的商人 卢小冉嘴上这样嘲讽 还是老老实实地 给苏秦雪打电话 挂掉电话后 陈彻已经钻进车里 谢谢你小卢同志 你可以回去了 卢小冉开着 渐渐远去的汽车尾灯 她和2E一口唾沫 苏秦雪小去门口 陈彻笑呵呵 扔给保安一盒滑子 她从车里拿出吉他和音响 陈哥 你这是要唱歌 陈彻笑嘻嘻道 今天女朋友过生日 我给她个惊喜 准备借用三号楼下面的空地五分钟 可以吧 保安小刘爽快地同意了 上次她出卖陈彻给苏震东 通风报信的事情 到现在都觉得过意不去 要知道 未来这可是苏菊的女婿啊 苏震东总有退休的一天 并且 小刘也是网瘾少年 陈彻开发的游戏 还有社交网 她也在玩 尤其陈彻演唱的那三首歌 她每天都是单曲循环 陈哥 那我放您进去 不过 您尽量快点啊 要是打扰到其他人休息 就不好了 明白 谢了兄弟 陈彻进入小区 现在晚上八点钟 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睡觉 前头还不流行广场舞 所以他们看到 陈彻背着吉他和音响 感觉有些好奇 陈彻抬头看了一下 三号楼三楼的窗户 还亮着灯 苏清雪的卧室 是像男的一面 她现在所站的地方 苏清雪从窗户往外看 可以一眼看到自己 她把音响打开 然后把吉他背上 掏出手机 给苏清雪发了一个短信 卧室的苏清雪 本来在浏览社交网的新闻 忽然她的手机叮一声 下意识地就去看手机 发现人是小陈 内容 从你卧室的窗户往下看 苏清雪性眼猛地亮起 她匆忙打开窗户 橘黄的路灯下 一个痞子气息的青年 正背着吉他望着自己 正是心心念念的那个坏人 陈彻冲着她 咧嘴一笑 开始低头拨动琴弦 唱道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OA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 陈彻那熟悉的低沉嗓音响起 通过音响完美地展现出来 尤其是在橘黄的路灯下 专门为了一个女孩弹唱 那画风 简直浪漫极了 整个小区不少人 都被那独特的声音所吸引 有些人纷纷打开窗户 顺着声援看去 苏清雪眼睛亮晶晶地闪烁着泪花 她感动得 想去喊沉澈 可是嗓子仿佛被什么堵住了 一直喊不出来 我祈祷 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何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O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苏震东和刘瑞卿 也被那声音惊动 他们不约而同地去阳台 看到了那个痞子气息的身影 刘瑞卿问 这不是小陈吗 苏震东点了点头 是唱给咱闺女的 刘瑞卿又问 他这是要求婚 苏震东摇了摇头 他不确定 他觉得可能是陈澈 为了给闺女道歉 刘瑞卿听了一会儿 评价道 别说 小陈唱得还挺好听 幸亏我这个岁数 已经看遍人情冷暖 要是年轻时候 估计也会被打动 苏震东脸色沉下来 这时 陈澈的周围 已经围观了不少人 有小孩 有少年 还有中年夫妇 他们出奇的 没有打扰陈澈 而是静静聆听着 陈澈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 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净 像每一颗年轻的心 展示着热爱的力量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OA夜空中最亮的星 O请照亮我前行 苏秦雪一遍遍抹去眼泪 这次他是高兴的 近两天所受的委屈 在这一刻双倍的释放 随着陈澈一曲 渐渐入尾声 苏秦雪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 他穿着睡衣 脚上的拖鞋 都只来得及穿一只 苏震东和刘瑞卿 听到闺女的房门打开 他们急忙去拦自己闺女 闺女 这么晚了 你干什么去 苏秦雪养着雪白的下巴 看着苏震东和刘瑞卿 他用坚定的语气道 爸 妈 小陈在楼下 我现在想立刻见他 能不能请你们不要阻拦我 苏震东知道自己闺女 已经勤往深陷 刘瑞卿率先反应过来 他急忙拿一件外套 闺女 外面冷 你现在穿着睡衣呢 连鞋子都没有穿起 小心别感冒了 苏秦雪眼眶泪水打着转 他强忍着悲伤道 妈 您能不能让我任性一次 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苏震东终于明白 这两天 闺女为何不开心了 罪魁祸首 就是陈车呀 从小到大 我一切都听从你们的安排 五百多分 你们也舍不得让我去外地 今天我遇到了喜欢的人 你们还拿出一百万彩礼 来要挟小陈 你们知不知道 小陈为了一百万彩礼 已经在为我奋斗了呀 多日的机运 在苏秦雪心里爆发 他渐渐陷入崩溃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我真的真的 很喜欢小陈 可是我却什么都帮不到他 苏震东和刘瑞卿待住了 直到看着苏秦雪 夺门而出 他们也都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楼梯 响起登登的声音 刘瑞卿才回过神 他急匆匆拿着衣服和鞋子追出去 苏震东深深叹口气 他知道 陈彻计划成功了 这个女婿非他莫属 楼底下 不少人正在跟陈彻交谈 陈彻还不忘推广 一波自己的社交网 说那几首歌曲 是自己所创 有接触社交网的人 现在才知道 眼前这个人 就是陈彻同学 他们纷纷夸赞 陈彻有才华 更有人表示 让陈彻再来一首 小陈 清脆月耳的声音响起 夹杂着激动和迫歉 陈彻分开人群 看到那个身形消瘦的女孩 他精致的瓜子脸 带着泪痕 穿着睡衣 和仅剩一只的鞋子 证明他下楼是多么焦急 陈彻担心路上的碎石子 扎到苏晴雪 你别动 小心脚下 苏晴雪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奔向陈彻 陈彻也张开双臂 引往苏晴雪 他一头钻进陈彻怀里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这一刻 周围的风声都安静下来 他们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 苏晴雪把头埋在陈彻怀里 他哽咽着 小陈 我喜欢你 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 以后我们不要吵架了好吗 陈彻拍着苏晴雪后背 他贪恋嗅着他发间的清香 我也喜欢你 我们会订婚 会结婚 会有自己的宝宝 到时候我做饭 你带孩子 等老去的那一天 我唱歌给你听 我们以后永远不会分开 甜言蜜语的情话 陈彻顺手拈来 苏晴雪抱着陈彻更紧了 他一刻都不想松开陈彻 任何人也无法分开他们 哪怕是死 周围的群众 见惯年轻人冲动的爱情 他们善意地 给予了掌声和祝福 人们逐渐退去 不再打扰这对小情侣 苏震东和刘瑞卿 气喘吁吁地下楼 他们看到陈彻 和自己闺女抱在一起 陈彻这才注意到 刘瑞卿手上的外套和鞋子 他拍了拍苏晴雪的后背 刘一下来了 你把衣服穿上 不然会感冒 苏晴雪摇了摇头 我不要 你让我再抱一会儿 刘瑞卿猝不及防 被喂了狗粮 老脸一红 苏震东更是大口大口地抽着烟 养了二十年的闺女啊 爱武未杂陈 最后 刘瑞卿把衣服递给陈彻 陈彻给苏晴雪披上 苏晴雪这才抬起头 目光灼灼看着陈彻 好看的信念有些红肿 曾经精致地刮子脸 轻茧几分 下巴看起来尖尖的 陈彻替他抹去眼角的泪痕 打去道 再哭就不好看了呀 苏晴雪终于破涕微笑 他哼道 不许嫌弃我 陈彻从刘瑞卿手上接过鞋子 他蹲下身 握住苏晴雪白嫩的脚丫 苏晴雪原本想躲开的 可是他忍住了 眼睛里充满依赖的 看着陈彻给自己穿上鞋子 刘瑞卿劝道 快回家吧 有话咱们在家里说 一场让苏晴雪感动十足的告白 终于落幕 客厅里 苏晴雪脸色微微发烫 他现在才回味过来 刚才有多么冲动 看着小陈坐在自己身边 他又有一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 白嫩的脚丫上 多了一道细小伤口 可能是刚才奔跑时 被碎狮子划伤的 刘瑞卿用酒精给闺女擦完伤口 抱怨道 刚才让你穿鞋子 不知道穿 现在知道疼了吧 苏晴雪偷偷吐了吐舌头 陈彻在一旁帮忙 幸亏只是皮外伤 要不然 他罪过就大了 苏震东在一旁插着腰 他是又气又恨 又没办法 只能干剁脚 苏晴雪冲着苏震东撒娇 爸爸 我现在有点饿了 刘瑞卿对苏震东道 快去给闺女把菜热热 他晚上都没吃几口 苏晴雪扭头问陈彻 小陈 你吃过饭了吗 陈彻厚着脸皮说 我还可以再吃一点 他有段时间 没在小花家里吃饭了 想想还真是怀念啊 厨房里传来苏震东 用菜刀剁案板的声音 苏震东也只能用案板 发泄心中的不满 刘瑞卿笑着对陈彻说 正好你陪小雪一起吃吧 他这几天一直没胃口 家里还剩不少菜呢 全都是你们爱吃的 陈彻有些不好意思 谢谢刘姨 你们在这看会儿电视 我去厨房给老苏帮忙 两个大人都走了 苏晴雪直接往陈彻身边靠了靠 陈彻一本正经地盯着电视 苏晴雪压低声音 小陈 怎么了 你是怎么想到 用这个方法来哄我啊 陈彻心里呵呵 再不哄你 我怕你成林黛玉香消玉 他嘴上道 因为我喜欢你啊 这两天做梦都是你 其实他这两天一直在忙工作 晚上睡觉可香了 苏晴雪把脑袋靠在陈彻肩膀上 他好似生怕陈彻跑掉 还抱着陈彻胳膊 真撕拨款睡衣 使得那对小白兔蹭啊蹭 让陈彻心圆一马 几日不见 笑话越来越大胆啊 这边两个人说着甜言蜜语的情话 另一边苏震东 两口子说着悄悄话 刘瑞卿抱怨道 老苏 你在厨房弄那么大动静干吗 让小陈听到了多不好 苏震东闷在心里不吭声 你们这些傻女人懂什么 陈彻玩的都是套路 把你和闺女套路的明明白白的 刘瑞卿继续道 说实话 在楼下时 我看见小陈蹲下身 给咱闺女穿鞋的画面 心里还是挺感动的 再加上咱闺女也喜欢小陈 你说我们还要不要坚持 苏震东继续沉默 他还有理由反对吗 今天闺女说的那些话 他可都是听进去了 总不能强行拆散了他们吧 他叹气道 女大不忠留 留来留去留成仇 刘瑞卿点点头 先等他们毕业吧 毕业后 如果他们都没意见 咱就听闺女的 反正以后是他们过日子 咱们也就帮衬帮衬 他已经开始 带入丈母娘这个角色 结婚后 如果陈彻那边条件差 按照老苏和他两个人的退休金 养活一家老小 是不成问题的 这顿饭最终被陈彻成功蹭到 他和苏清雪两个人 还真吃了不少 刘瑞卿和苏震东看着这一幕 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晚上 陈彻回家后 他登陆自己的社交网账号 更新一条状态 不握件了 握着他的手 这样的江湖比什么都好 不一会儿 就有不少人评论 轻舞飞扬 好有文艺发啊 希望你多更新一点动态 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颓废的爱而不得 大学生就是大学生 比我文采要好 不像我只会说卧槽 可爱小女生 你成功追到他了吗 电脑前的苏清雪 偷偷给陈彻评论着 现在每天晚上登陆社交网 已经成为他必不可少的项目 他觉得 以这样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给小陈聊天 真的好新鲜 殊不知 他早已经暴露 时间不知不觉流逝 转眼已是深秋 街上的行人 已经穿厚厚的外套 偶尔一个穿着臃肿的大眼 和一个穿着短袖的篮球少年 擦肩而过 双方心里会互骂 对方一句 傻逼 陈彻的社交网 也进入飞速发展期 靠着孙静团队的推广 整个华中市场的大学 基本都开始使用社交网 比如 学校可以通过社交网 即时发布一些新闻或者公告 这样 学生们可以随时进行查询 比起以前那种 在告示栏张贴 方便许多 尤其是社交网 大大增进了学生 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以前 他们还有人靠书信网来 现在完全被社交网所替代 而陈彻连续出的那几首歌曲 成功打入音乐圈 至少四五家娱乐公司 开始挖陈彻 一份份高价合约送到他面前 这些都被陈彻拒绝 他目前不太想走娱乐圈这条路 随着陈彻歌曲的流行 一些喜欢他的粉丝和音乐圈的人 也纷纷注册社交网账号 开始发表一些日常动态 这无形中 拉动了社交网的迅速普及 中彻网络科技公司 也从合景小区 搬迁到了商业圈的写字楼 核心办公人员 已经发展到40多人 其中分布在 孙静带领的市场营销团队 还有李振南的技术团队 以及黄晶晶的后勤管理团队 陈彻的100多万资金 现在也仅剩下50多万 如果社交网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会入不敷出 最终 社交网就要陷入亏损 现在社交网一切都还是免费的 小游戏开心农场和抢车位 正在进行第二轮测试 尚未正式推出 陈彻期待的游戏 或许会给他缓解一波资金方面的压力 上周 陈彻成功进入校园的高层圈子 校长崔向群和副校长陆红杉 亲自对陈彻做出邀请 这主要是源于 陈彻优先聘用校园的贫困学生 这样不仅给那些贫困生 减轻了生活方面的压力 甚至还给学校树立了良好的价值观 从省部门下来的两位领导 一个是教育厅 一个是宣传部的 他们同时会见了陈彻 给予陈彻高度表扬和赞同 希望陈彻这种良好的价值观 和回馈社会的贡献精神继续保持 为此 崔向群召开内部会议 谁要是把陈彻的学习成绩泄露出去 就是与全校师生为敌 总不能这样一个正面人物 被学习成绩所拖累吧 爱因斯坦三岁 还不会讲话呢 九岁还说不利索呢 这天下午 陈彻穿着牛仔裤 上身运动卫衣 一副桀骜的样子 从和景小区出来 现在和景小区成为核心员工休息 和紧急办公区域 陈彻平时会过来休息和办公 因为这里距离学校很近 他旁边还跟着一个女孩 他穿着黑色的打底裤 上身是咖啡色外套 背着小包 棒球帽下 是半张精致白皙的瓜子脸 嘴角笑得弯起 露出两个浅浅梨窝 女孩似乎有些手冷 他故意把手插进陈彻的口袋里 他不是苏秦雪是谁 陈彻在前面走 苏秦雪站在陈彻后面 双手插进他的卫衣口袋里 苏秦雪 你把我口袋给撑坏了 瞎说 你这个口袋 明明是你自己弄坏的 要不是你 经常把手伸进去 他的缝线会松动吗 罪魁祸首就是你 可是我手冷呀 陈彻坏笑道 那我换个部位 给你暖暖 苏秦雪好奇的毛子看陈彻 他打去问 哪个部位 腹肌吗 陈彻黑黑 比腹肌还要暖和 苏秦雪歪着小脑袋问 哪里 陈彻做事去解裤腰带 这里暖和 你来试试 苏秦雪小脸刷得一下红了 他触电般离开陈彻 脆 流氓 陈彻黑黑笑着 终于把这个黏人的 小女人摆脱了 过了一会儿 苏秦雪又黏上来 他半抱着陈彻胳膊 小陈 我饿了 咱们今天去哪里吃饭啊 陈彻看下时间才五点多 不过现在季节 不像夏天那个时候了 六点多天色就渐渐暗了 去吃羊肉火锅吧 上次我看商品街 那里新开了一家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嗯嗯 我听你的 吃完饭 咱们再去看电影怎么样 OJPT 走起 自从上次苏秦雪情绪爆发后 苏震东和刘瑞青 再也没有管过他们俩 只要苏秦雪不在外面过夜 苏震东就不会催鬼女早点回来 他们俩现在是成双成对的 出入各个场合 苏秦雪在陈彻的调教下 越来越大胆 公开索吻 不是一次两次了 要不是陈彻拦着 他差点被笑花壁咚 从一个单纯小姑娘 变成开车段子手 仅仅用时不到半年时间 陈彻有些后悔 调教笑花过早 这要是等笑花 到了三世如狼 四世如虎的年纪 自己的腰子 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啊 苏秦雪忽然问 今天上课时候 系主任找你出去干什么了呀 陈彻打趣道 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学渣 抢了你班长的风头 苏秦雪冲着陈彻皱了皱 可爱鼻子 我正好可以安心学习 没有人打扰我 老方找我 让我明天早上早点过来 说省电视台的 要来采访我 陈总 现在身价越来越高窝 都开始省级别的电视台了 听说还是个美女 你吃醋不吃醋 苏秦雪留给陈彻一个高马尾 哼 小冉说过 能被抢走的男朋友 就不算男朋友 因为真正爱你的人 无论怎么打骂 都不会离开你 陈彻呵呵冷笑 如小冉这个肥宅扶女 他看的这段话 还是我让员工 收入到社交网里面的 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 苏秦雪问 什么矛盾 陈彻继续道 上次咱们聚餐 曹文博带着他女友林雨昕 也来了吧 你感觉林雨昕这个人怎么样 苏秦雪想了一会儿 他小心道 我觉得文博对他有点太好了 而林雨昕 好像有点不太喜欢文博 连你这个爱情白痴都能看出来 林雨昕不喜欢曹文博 那你说 他们算什么恋 小陈 你骂我 哦 我只是打个比方 可你还是骂我了 陈彻 苏秦雪做出老虎吃人 乃兄乃兄的模样 过来让我咬一口 陈彻吓得一溜烟跑了 苏秦雪在后面紧追不舍 陈彻 你就是个大坏蛋 呜 就知道欺负我 忽然 从旁边跳出来一个身影 苏秦雪闭着眼睛都可以闻到 对方身上熟悉的味道 他一口咬在那人的肩膀上 思疼 苏秦雪憋着笑看向陈彻 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还有那两个浅浅梨窝 骗人 隔着那么厚衣服 怎么会疼呢 嗯 苏秦雪嘴巴被对方用嘴堵上了 他反手勾住那人的脖梗 悄悄闭上眼睛去银河 晚上 羊肉火锅店 陈彻和苏秦雪两个人 吃得津津有味 坐陪的有卢小冉和曹文博 这次曹文博没有叫林雨昕 因为林雨昕看不上这种档次的饭馆 其实 陈彻和苏秦雪的家境 都比林雨昕都要好 偏偏林雨昕这个伪金质向往的生活 更加高档 这段时间 卢小冉体重已经来到120斤 配上她153的个子 活脱脱一个圆脸微胖女孩 吉伯哥 怎么不把你的女朋友叫过来啊 他说他不舒服 曹文博替自己女友开脱 苏秦雪在桌子下面 悄悄踩陈彻一脚 明点人都能看出来 林雨昕是不给曹文博面子 陈彻还故意提起 就是为了恶心曹文博 卢小冉这个嘴炮 开始叨叨 曹文博 那个林雨昕有什么好的 上次跟我们吃饭 他还挑三拣四的 一次也没见过他请客 苏秦雪把羊肉夹进卢小冉碗里 小冉 赶快吃你的吧 曹文博闷头吃饭 他知道 林雨昕跟自己这些朋友不合群 作为爱情里的甜狗 他离不开林雨昕 又离不开陈彻这个兄弟 现在欠小陈 好像已经七千多块钱了呀 苏秦雪夹起一块羊肉 他把瘦肉的地方啃完 看着肥肉 小陈 张嘴 啊 陈彻皱了皱眉头 苏秦雪 大庭广众之下 能不能不要这样 快点吃 陈彻勉为其难的咽下去 一股辣意从口腔爆出来 我靠 苏秦雪 你谋杀亲父 陈彻端起苏秦雪面前的水杯 咕咚咕咚的往下咽 苏秦雪 露出恶作剧的笑 他也不嫌弃陈彻的口水 把筷子剩下的一点辣椒 放在嘴里尝了尝 也没有那么辣呀 陈彻毫不手软 他夹起一块肥肉 递到苏秦雪面前 强迫他吃下去 两个人就这样嬉闹着 曹文博很羡慕小陈和苏秦雪 这种恋爱状态 他和林雨昕从来不会这样 他们最大的突破 就是拉一下手 还是一处急分的那种 大庭广众之下 林雨昕和他始终保持着距离 那种距离 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靠近 最终 苏秦雪被陈彻味头成功 他委屈着小脸 把肥肉咽下 等陈彻吃完饭 他又轻易地抱住陈彻胳膊 苏秦雪另一只手 揉着自己小肚子 小陈 我感觉最近胖了一点 陈彻补刀 没事 你对面坐着那位更胖 卢小冉啪的一声 把筷子放下 陈彻 你没事找事是不是 你还真会对号入座 我他妈又不是在说你 你看看你后面 卢小冉扭头看去 在他后面 果然坐着一个身宽体胖的妇女 他兴兴地扭回头 吃完饭后 陈彻开车 先把曹文博和卢小冉送回家 苏秦雪坐在自己的专属副驾驶 咕噜咕噜喝着奶茶 不时地让陈彻也尝一口 现在天冷了 陈彻大部分时间 都是开车上学 他也舍不得让苏秦雪 坐在单车后面挨动了 现在车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陈彻把车停在苏秦雪小区旁边 他关闭车灯 幽暗的空间 剩下两个热恋中的情侣 小陈 你怎么不把我送回家啊 苏秦雪那双黑亮的毛子 盯着陈彻 陈彻坏笑 你说呢 吃饭的时候 故意坑我 我现在不得收点利息啊 你真记仇 小心眼男人 陈彻去抓苏秦雪 苏秦雪往后躲避着 他欲据还淫的眼神 如同猫找让陈彻心痒痒 就在陈彻准备放弃的时候 苏秦雪又主动靠近 他抱住陈彻 嘴巴主动线上 两个人相拥一起 沉浸在彼此的柔软中 温热温热的触感 夹杂着一点奶茶的甜香味 陈彻的手沿着 苏秦雪衣领下探 碰到那血腻Q弹的刀衫 苏秦雪娇哼一声 他的身子变得滚烫起来 急忙按住陈彻作乱的手 五分钟后 苏秦雪推开陈彻 风雨的胸部在喘气声中起伏 一道拉丝应声而断 陈彻捏了捏苏秦雪的脸蛋 不错不错 有进步 以前你连三分钟都坚持不了 苏秦雪整理着自己衣领 他忽然问陈彻 小陈 你想吗 想什么 苏秦雪鼓起勇气道 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给你 陈彻手上的动作停顿 他脑中飞快判断 笑话这番话的真实含义 是真的 还是试探 他偷偷瞄一眼苏秦雪 发现对方眼中的戏血 陈彻一正年辞道 小雪 我希望是结婚动防花竹那晚 我们交给彼此 而不是在车里 那是对你的不尊重 苏秦雪脸上果然露出欣喜 他盯着陈彻 真的吗 小陈 当然是假的 真的 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其实 如果你想的话 我愿意给你的 我看书上说 长期这样 对你们男生的身体不太好 容易憋坏 陈彻呆了 笑话什么时候思想转变了 自己竟然跟不上他的思路了 小陈 明天记得早点来接我呀 我先回去了 苏秦雪在陈彻脸上摸一口 打开车门就跑了 陈彻降下车窗 喊道 别跑啊 我后悔来不来得及 看着苏秦雪消失的背影 陈彻懊恼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小陈啊 小陈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盗嘴的鸭子飞了 他发动车子 开往家里 回到家后 陈彻照例 先给沈文娟和老陈请安 汇报自己一天的收获 然后等沈文娟训完话 他才老老实实地回自己屋 熟练地登陆社交网 开始体验自己的网站 现在的社交网 随着注册人数越来越多 已经有百花齐放的势头 各种牛逼大神 各种高冷工资 各种校园帖子 都在这里面肆意分享 尤其是社交网 在最近时间推出的热搜排行榜 一跃成为最热门的板块 这种社交网站 正在迅速占领年轻人的市场 有句话怎么说 脱了袜子自己闻 那叫日记 脱了袜子 请朋友到家里来闻 那叫博客 脱了袜子 挂在家门口 让路过的人闻 那叫论坛 脱了袜子 挂在广场上 请所有人闻 再去闻别人的袜子 恭喜你 你已经玩微博了 陈车的社交网 就有最后微博发展的趋势 另一间卧室里 沈文娟和陈建军聊天 老陈 我同事前两天 在饭店看见咱儿子了 陈建军不解问 怎么了 同事夸咱儿子 找的女朋友 长得漂亮 跟天上的仙女一样 你说啥时候 让儿子领回家瞧瞧 这是 你得找小车商量 沈文娟瞪陈建军一眼 这是 咱俩不得先商量好啊 人家小姑娘来咱们家 咱们应该什么标准招待 是转媳妇 还是女朋友 这里面的道道可不一样 陈建军忽然问 是苏震东家的闺女吧 沈文娟道 谁知道呢 之前听说 狗儿子身边女孩子不少呢 陈建军露出欣慰的笑 据说 爸爸第一次听到 女儿有男朋友时候的感觉 就像农民伯伯 辛辛苦苦种了一季的白菜 被猪给拱了 而爸爸第一次听到 儿子有女朋友的感觉 就像辛辛苦苦养的猪 终于会拱白菜了 第二天 陈彻开车 把苏清雪他们送到学校 如小冉和曹文博去上课 苏清雪赖在车里 不愿意下来 她想跟小陈再待一会儿 因为一会小陈 要去会议室 参加电视台专访 专访完 还要跟学校领导去吃饭 这代表今天大部分时间 她可能都看不到小陈 陈彻握着苏清雪柔软的小手 今天白天可能没时间陪你 你作为女朋友 要不也陪着我 一起出席采访 我不要 电视台是采访你的 我贸然出镜 给别人的印象不太好 苏清雪到底是苏震东闺女 耳如木染 在为人处事方面 还是很成熟的 她懒洋洋靠在陈彻肩膀上 任凭小手 被陈彻把玩着 苏清雪的小手 比例出奇的完美 白皙修长 掌心软软的 摸起来 简直让人爱不释手 所以每次陈彻 都要把玩很久很久 有时候 忍不住都把苏清雪的小手搓红了 现在天冷 苏清雪正乐意 让陈彻给自己暖手 两个人各取所需 不少同学从操场中间穿过 有的学生神色匆匆 有的不急不缓 还有一些情侣手牵着手 时间过得好快 他们已经大二了 也算是老油条 比如 哪些课可以逃 哪些不可以逃都门清 不像大一时候 对校园一切事物 都充满新鲜感 小陈 还有一个月就圣诞节了 这么快吗 你想要什么礼物 苏清雪冲着陈彻微笑 我想你 陈彻悠悠道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 都陪在你身边 但是 你对我却不公平 苏清雪抬头看着陈彻 怎么不公平啊 你白天想我的时候 我会出现在你身边 可是 晚上我想你的时候 你无法出现在我身边啊 苏清雪叫笑着 他小声道 小陈 你知道吗 其实我晚上 也想睡在你怀里呢 陈彻眼睛一亮 真的吗 苏清雪点了点头 不过 他的思维方式 跟陈彻不一样 他歪着脑袋想着 我挺好奇 你晚上睡觉是什么样子呢 会不会说梦话 会不会磨牙 会不会打呼噜啊 陈彻脸色下沉 那以后结婚了 要是我打呼噜你 是不是要和我分房睡 苏清雪掉皮道 怎么会呢 我要你抱着我睡 如果你打呼噜的话 我就去捏你鼻子 陈彻想起 昨天晚上苏清雪的挑逗 他怂恿到 那今天晚上 我就抱着你睡怎么样 我们提前试试 苏清雪根本不上当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陈彻信誓旦旦 我对天发誓 保证晚上只是抱着你 绝不乱来 苏清雪有些心动 去哪里 去酒店或者和景小区 你选个地方 苏清雪摇了摇头 无论是酒店 还是和景小区 都没有家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 对他这种单纯的女生 陈彻也就没有勉强 既然知晓苏清雪的心思 他决定 把宝贵的那一次 放在校花家里 或者自己家里 苏震东和刘瑞卿 不是经常回乡下吗 那个时候 就是他绝佳的机会 两个人又缠绵一会儿 直到校办主任 给陈彻打电话催促 陈彻才恋恋不舍地 放开苏清雪 苏清雪小脸微红 他称怪地看陈彻一眼 你的手以后 能不能不要乱身 我衣服都乱了 陈彻厚颜无耻道 我也控制不住啊 你太让我着迷了 苏清雪装作凶狠的模样 下次再亲我的时候 我就把你捆住 也让你尝尝这种滋味 陈彻吓住了 卧槽 捆绑 用不用我再给你个蜡烛啊 溜了溜了 看着陈彻落荒而逃的身影 苏清雪校的花枝招展 校长办公室 宽敞的办公室 被打扫得干净整洁 红木的茶几两侧 摆放着雅致的沙发 省电视台经济频道主持人 于树心打量着眼前 这个叫陈彻的青年 他们身边围着不少人 有校长崔向群 还有副校长陆红杉 以及团委李继海 于树心这边有摄像机和记者 还有自己助理 双方的阵仗摆得很大 各自忙活着 考虑到出镜的要求 摄像机画面内 不允许出现其他出席的物品 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调试设备 提起这次采访 源于前段时间 省宣传部和教育厅的领导来 理工大学视察工作 一次简单的校园采访 让陈彻这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获得广泛关注 最初被采访的那个学生 是一位贫困生 他对着镜头 激动地感谢陈彻 若不是陈彻乐于助人 他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那位贫困生 语言功底很好 一番生情并茂的感谢 让文者潸然心动 想想 当时在场的 有那么多领导和主任 宣传部的领导 当场就要 见见陈彻 校长崔向群 和副校长陆红杉 本身就准备把陈彻 打造成学校的形象代言人 宣传部领导 见完陈彻后 对陈彻做出高度评价 他认为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咱们省内就缺少这样 有担当有贡献精神的年轻人 应该高调做宣传 所以才有今天的采访 要不然 以陈彻现在的能力 根本请不到 于树心这种省电视台男主持人 于树心也知道 陈彻是宣传部领导 重点宣扬的 新一代青年代表 他对陈彻很客气 陈同学 等会我会提问一下问题 比如你的创业初衷 比如 你的创业困难 还有当时的想法 你现在要组织一下底稿吗 陈彻点头 这次在省级电视台播出 代表他的社交网影响力 又扩大了一些 一个小时后 一切准备就绪 下面就是采访环节 首先采访的 自然是校长崔向群 还有副校长陆红杉 他们两个人 首先对陈彻的创业项目 表达了支持 无论是技术支持 还有精神上的关照 崔向群重点强调 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及能够让校园的贫困生 摆脱贫困的意义 陈彻在下面听得心里直呵呵 这次采访结束 说什么 也得跟崔向群要点支持 光他妈喊口号画大饼 老子也会 半个小时后 轮到陈彻上场 于树心做了个OK的手势 两个人坐下 摄像机也对准陈彻 他五官线条立体 看起来沉稳 偏偏身上散发出一种 玩世不恭的气息 初次面对黑洞洞的摄像机 陈彻没有丝毫慌乱 相反他很平静 这一点 让于树心有些惊讶 因为就连校长崔向群 都有些紧张 陈彻同学 我想问一下 你创办社交网的初衷是什么 人是孤独的 我创办社交网的本质 就是消除人们的孤独 是为了找到人 请问 你能不能具体一点呢 比如一位单身青年 他不敢找女朋友 因为他性格内向 或者长相平平 如果换在社交网 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 比如 他音乐特别好 他的文笔很好 遇到爱好一致的人 在网络里 和志同道合的人相识 相知 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于树心点了点头 听起来很浪漫 到底是年轻人 谁不想往爱情呢 于树心提问 你这个社交网 目前而言 有什么优势 或者特点吗 陈彻道 互联网社交 是低成本的社交形式 比如 结交一个朋友的成本 或许很高 互联网可以轻松搞定 共同培养兴趣的成本 或许很高 互联网同样可以搞定 所以 他弥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不自信 而产生的沟通障碍感 同时加深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度 于树心终于听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在采访之前 特意去注册了一个 社交网账号体验 他发现 浏览一番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于树心继续提问 陈彻同学 我对你帮助一些 在校贫困生的举动 很感动 请问你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是的 我希望他们应该 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不是为了温饱发愁 我觉得 在我能力范围内 应该尽量帮助他们 去提升自己的学业 成为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 陈彻同学 我很敬佩你的思想 虽然你的年纪不大 但是我觉得 你的思想会如星火燎原 引燃这片大地 陈彻在电视台前 陈彻有着对身边朋友的善意 也有对世界不公的感慨 采访结束后 已经快中午了 崔向群让校办主任 订好了饭店 一行人浩浩荡荡前往饭店 陈彻作为当事人 自然也在陪同之列 酒桌上 这帮人彻底放开架子 大家都是成年人 又都经常混在饭局之中 聊天的话题 自然越来越火热 陈彻作为晚辈 很有眼力劲 看见谁的杯子 空了就主动倒酒 如果有谁用手 不留痕迹遮挡的话 他会少到点酒 这种细节 引起校办和老崔的好感 敬酒自然是少不了的 陈彻挨个敬酒 并且说的话 也都是赞赏 众人推杯换盏 一杯杯白酒下肚 陈彻也被灌了不少酒 酒宴结束后 陈彻感觉头脑昏沉 这帮人真他妈能喝啊 他给曹文博 打电话过来接一下 半个小时后 曹文博骑着单车过来 他看到陈彻 坐在饭店门口的石阶上 正抽着烟 脸上还带着一点酒 或上头的红论 小陈 你怎么跑这里喝酒了 陈彻扔给曹文博一根烟 电视台今天采访我 校长安排在这里吃饭 狗日的一群人 死命惯我 啊 你要上电视了 是啊 咱们社交网 也要跟着上电视 估计注册人数 还会网上翻一波 曹文博叹息 你出名了 我也要跟着出名啊 想想当个名人也不容易啊 走到哪里 都是被注意的焦点 陈彻撇了曹文博一眼 想啥呢 我出名 跟你有啥关系 是不是想的有点多 曹文博把脸拉下来 狗急吧 早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接你来了 陈彻笑嘻嘻道 吉伯哥别生气 下次采访 我让是电视台的周若宁 采访你怎么样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曹文博脸色微红 不不用 我就是随便说说 陈彻抽完烟 他把烟头扔掉 走吧 他们吃饭的饭店对面 是经贸大酒店 最贵的套房 一晚上的住宿价 要888 最便宜的标准间 都要198 小陈 经贸大酒店住一晚 是什么体验 你要是愿意住 就去住呗 叫上林雨昕 狗急把就知道消遣老子 曹文博知道 林雨昕是肯定不会 跟他来这里的 再说他现在也没钱 工资都提前预支 到下下个月了 忽然 陈彻注意到 两个熟悉的身影 挽着手进去经贸大酒店 正是林雨昕和杨凯 这两个人 明显是去酒店入住 他看了看 闷头解锁自行车的曹文博 要不要把这一幕告诉发小 不知道这个终极舔狗 知道会怎么办 算了 念在他过来接自己的份上 还是别伤人了 陈彻虽然没有提醒 但是曹文博抬起头的时候 还是注意到 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看到两个人影 其中一个就是林雨昕 另一个人 他也不陌生 是高中同学杨凯 尤其是林雨昕 挽着杨凯的手臂 那种小鸟一人的姿态 是他从未见过的 曹文博仿佛雕像一样 久久没有动弹 颤抖的嘴唇 代表他此刻的内心 林雨昕和杨凯是准备去酒店约会 曹文博的手紧紧的 攥着自行车把 他又冲过去质问林雨昕的心思 可是又怕面对事实的胆怯 等对方进入酒店后 曹文博才很心收回目光 我们走吧 陈彻看出了曹文博眼里的失望和悲伤 他从兜里掏出烟蒂给曹文博一根 曹文博知道这是发小对自己的安慰 默默地伸手接过 两个人就这样坐在马路边 一根接一根抽烟 文博 你想不想喝酒啊 白酒加啤酒加雪碧的那种 曹文博笑了 这个笑比哭还难看 你这个酒能醉吗 陈彻抽完最后一口 猛地把烟头扔在地上 醉是可以醉 但是人呢 终究要清醒过来 你不能永远都当个醉汉 你就说你清醒过来的时候 该怎么活呢 曹文博不吭声 他承认陈彻说的事实 今天你看到了 爱情的本质 就是你曾经捧在手心的女人 也会跪在别的男人面前 陈彻的话 如同刀子 把曹文博插得心疼不已 饭店里 大唐经理满眼疑惑地 看着靠窗位置 那里有两个青年正在喝酒 其中一个气质解药的青年 中午时 刚在自己饭店喝过酒 并且还喝不少 现在又开始整啤酒 白家皮 天下无敌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样牛逼吗 唉 不敢想象 等你们到岁数 就知道后果了 那种尿不尽的无力感觉 一言难尽 其实这也不怪陈彻 而是曹文博心态崩溃 非要拉着他喝酒 作为哥们 能拒绝吗 陈彻也觉得不爽 杨凯和林雨昕 在酒店里面翻云覆雨 自己跟个傻逼一样 在外面挨动 曹文博端着酒杯 一饮而尽 这是第几杯了 好像是第六杯 他的酒量最多五杯 再喝就要醉了 当曹文博放下酒杯的时候 他已经泪流满面 有心酸 有痛苦 有心冷 如同毒药交织在他心里 这把陈彻吓一跳 卧曹 吉伯 你不能喝 就别勉强啊 万一想不开 金马河 那的水位太浅 小陈 你知道吗 当初若不是你那两千块钱工资 我就不会迈出那一步 如果不迈出那一步 就没有现在的局面 你这就喝多了 要没有我那两千块钱工资 你就算不遇到林雨昕 也会遇到张雨昕 你能保证 张雨昕不是绿茶 曹文博沉默不语 显然在思考陈彻的话 过了一会儿 他才痛苦说道 可是我感觉 还是无法放下他 我每天都会想他 哪怕他不喜欢我 我也会偷偷想他 你说这是为什么啊 陈彻认真盯着曹文博 他头一次发现 曹文博用情竟然这么深 平日里闷头内向的人 一旦执拗起来 根本劝不了 现在 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当舔狗吗 曹文博茫然摇了摇头 他端起杯子 一饮而尽 既然解决不了 那就让自己大醉一场吧 曹文博抹掉眼泪 给我根烟 陈彻把烟蒂给他 两个人闷头抽着烟 曹文博庆幸小陈 现在陪着自己 如果没有小陈 自己一个人 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家 一瓶瓶啤酒下肚 曹文博已经顶不住了 陈彻看到他翻涌的喉结 动作迅速把垃圾桶 提到曹文博身下 曹文博哇哇的吐 鼻涕混合着眼泪 夹杂着刺鼻的酒精味 等他吐完后 陈彻把纸巾递给他 小陈 谢谢你 陈彻不耐烦 少他妈矫情 欠我的钱记得还 陈彻现在 也感觉头脑发晕 中午喝的白酒 加上现在喝的啤酒 一阵阵刺激着意识 要不是因为曹文博 他现在早回去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 陈彻注意到 林雨昕和杨凯竟然出来了 只不过 杨凯没有抱着林雨昕 而是镜子插着都走在前面 林雨昕脸色不高兴地跟在后面 甚至还带着泪痕 一这两个人 难道没有为爱鼓掌吗 还是说 杨凯结束得太快 不对 好像是吵架了 曹文博也注意到这一幕 只不过 他没有陈彻观察那么细致 文博 属于你的机会来了 我猜测 杨凯跟林雨昕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林雨昕 脸上带着眼泪吗 曹文博又观察一会 有些心疼林雨昕 自己百般呵护的女神 在别的男人眼里 可以任意欺负 你不说 我还没有注意 陈彻教导 细节决定成败 这也是你为什么 迟迟无法把林雨昕 搞到床的原因 结果让人家 把你按在地上 偷偷抹眼泪 曹文博舔着脸问 你的意思 是我现在站出来 去呵护他对吗 陈彻彻底无语 李雨昕的伤害 而是先去保护对方 这他妈是什么逻辑 吉伯 林雨昕当初伤害你 现在他受伤了 难道你没有一丝 幸灾乐祸的快感吗 曹文博摇了摇头 这时 陈彻看到杨凯 已经开车离去 林雨昕恍然无措 站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 他从包里掏出手机 像是在发短信 他记得林雨昕的手机 也是曹文博花钱买的 狗鸡把对女人是真大方 丁一声曹文博小林通响了 林雨昕 文博 在忙吗 曹文博看着短信 上次聊天 还是他发给林雨昕的短信 日期停留在一周前 上面写着 天气降温了 你注意多穿点衣服 多喝点热水 不要感冒 陈彻也在盯着短信 曹文博担心陈彻骂他 动作有些迟疑 陈彻抬了抬下巴 你看我做什么 抓紧回复短信啊 女神好不容易主动找你 曹文博低头回复 在外面和朋友吃饭 林雨昕 你有空过来陪陪我吗 曹文博 可是我前几天找你 你怎么一直不理我啊 林雨昕 我前几天身体不舒服 曹文博 哦 林雨昕 我怀孕了 曹文博眼睛猛的瞪大 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被窒息 手指跟着开始颤抖 回复 是杨凯的吗 林雨昕 嗯 明天陪我去医院好吗 曹文博眼角湿润 他看着陈彻 陈彻也被林雨昕的操作给搞猛了 怀孕了 不应该找杨凯吗 难道要找接盘侠 他联想到 刚才杨凯对林雨昕的态度 明白了 事情的经过肯定是 曹文博最近无法联系上林雨昕 是因为 他一直和杨凯保持着关系 然后林雨昕发现自己 有了杨凯的孩子 打算和杨凯结婚 但杨凯只是玩玩而已 不愿意负责 两个人今天去酒店 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吵架 林雨昕没办法 才联系曹文博这个备胎 曹文博开口道 小陈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陈彻呵呵一笑 怎么 去帮你的女神赋医药费吗 曹文博下定决心道 小陈 我再帮他最后一次 下一次 我绝不再联系他 陈彻反问 如果他出院后找你 说他已看尽人情冷暖 发现你是个好人 打算认真跟你在一起交往 你会拒绝吗 曹文博心思死灰复燃 这 不会吧 他怎么会喜欢我呢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这段时间 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陈彻只怪曹文博 还是太年轻 渣女的套路 他根本理解不了 他夺过曹文博的手机 开始替曹文博回复 把孩子生下来吧 我养 曹文博下得赶紧去抢手机 质问 小陈 你要干什么 凭什么你替我做主 陈彻指了指窗户外面的林雨昕 曹文博看到林雨昕 一脸是惊的神情 有慌乱 有震惊 还有一丝不忍 手机叮一声 林雨昕 文博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真的愿意当孩子父亲吗 陈彻继续替曹文博回复 曹文博 我愿意 我会视如己出 那边停顿一会 似乎在思考曹文博话里的真实性 他担心 万一自己真生下孩子 到时候 曹文博拍拍屁股 把他甩了 到时候 他找谁去 毕竟曹文博 没有真正意义上 赡养孩子的责任 至于杨凯 现在都不负责 以后更不会负责 林雨昕 对不起 我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以我现在的条件是 无法养活他的 曹文博 孩子是无辜的 并且 我现在有钱 可以养活你和孩子 林雨昕彻底梦了 他从字里行间发现 曹文博这次很有自信 并且很有主意 这不像是他认识的那个 唯唯诺诺的男生 林雨昕 你到底是谁 听口气不像文博 陈彻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渣女就是渣女 一旦发现自己和曹文博聊天 处于被动状态 立马就惊醒过来 可见平时 他把曹文博的心理 拿捏得很准 曹文博 我就是文博啊 上次 请你在无乐广场示范 你忘了吗 林雨昕想起来了 上次吃饭时 还有陈彻也过来了 在他的记忆里 距离那次吃饭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对曹文博来说 是他最后一次 和林雨昕吃饭 林雨昕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我不会增加你负担的 明天陪我去医院好吗 这件事 我不希望让我家人知道 曹文博看了林雨昕的求助短信 他紧紧握着陈彻胳膊 陈彻放下手机 吉伯 这一杯酒禁过往 曹文博有求于陈彻 他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陈彻继续把酒杯倒满 第二杯酒净余生 曹文博又喝干一杯酒 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在看窗外的林雨昕时 对方窑窍的身影 已被泪水模糊 陈彻继续倒满 喝完第三杯酒 如果你还没有醉 我就借钱给你 让你当这个好人 如果你醉了 此事就此作罢 如何 曹文博点了点头 他知道 小陈都是为了他好 陈彻和曹文博碰了一杯 啤酒混合着白酒 在胃里翻滚 曹文博之前喝的酒精 涌上心头 他想要起身 脚步却提不起丝毫力气 小陈 你说 我跟林雨昕还有没有可能 陈彻拍着曹文博肩膀 其实你这个人很普通 家境普通 长相普通 你应该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这样 你的恋爱才会公平 他继续开导 林雨昕和你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们充其量只是相交线 短暂的交集后 以后会越来越远 曹文博抬起了眼模糊的眼睛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放下他吧 以后我给你介绍个中意你的女孩子 到时候 你就会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 曹文博终于不胜酒力 一头栽倒在桌子上 陈彻拿出曹文博手机 把林雨昕的号码拉黑 他掏出自己手机 拨打给苏秦雪 电话里传来苏秦雪甜滋滋的声音 喂 小陈 你采访完了吗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我在军越酒楼 我喝多了 你过来接我一下 你跟谁啊 那我现在就过去 你等我一会儿啊 不要乱跑 记得叫上卢小冉 曹文博也喝醉了 好好 我知道了 苏秦雪匆匆挂掉电话 半个小时后 苏秦雪和卢小冉两个人来了 可能是苏秦雪担心陈彻 他还是打车租车来的 见到陈彻鞋靠在椅子上 他是既心疼又无奈 尤其是满桌子的酒瓶 还有地上的烟头 可想而知 他们两个究竟喝了多少酒 曹文博趴在桌子上 不省人事 脸上还有哭过的痕迹 陈彻察觉到动静 他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苏秦雪那精致的瓜子脸 那双水润的信眼带着一点心疼 你来了呀 苏秦雪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拿起纸巾给陈彻擦擦身上的污渍 小陈 你们怎么喝那么多酒 陈彻勉强笑着 我跟校长他们喝完酒 本来打算回去 结果碰到曹文博 他失恋了 非拉着我再喝 结果他倒了 我还能勉强给你说话 卢小冉一脸嫌弃地看着曹文博 嘴里叨叨着 不能喝还逞强 二氧猫尿喝成这样 陈彻从兜里掏出钱包递给苏秦雪 狗急把曹文博没钱还请客 你去把账截一下 我兜里有钱 苏秦雪看陈彻没有什么大碍 他去收银台结账 结完账回来 他嫁起陈彻 又看着卢小冉 费力地嫁着曹文博 别看卢小冉个子矮小 力气可不少 他咬着牙嫁着曹文博往外走 苏秦雪先拦了个出租车 让卢小冉把曹文博送回家 卢小冉问 苏秦雪才问陈彻 我把你也送回家吧 去和京小区吧 要是我这个点回家 估计得挨我妈揍 苏秦雪扑斥一声笑出来 想不到混不灵的小陈 也有害怕的人 陈彻搂着苏秦雪脖子 两个人步伐蹒跚地往前走 苏秦雪说 我去拦个出租车 我们走走吧 坐车我怕吐了 外面有点冷 你喝完酒 被风吹容易头晕 陈彻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本来不头晕 看见你就头晕了呀 因为你把我迷得神魂颠倒 西京会说好听话 苏秦雪漆黑的眸子中 倒映着陈彻的容貌 他嘴上不承认 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如果曹文博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会明白 什么叫爱情 因为苏秦雪看陈彻的眼神里 满眼都是小陈 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那种充满浓浓爱意的眼神 是瞒不住任何人的 两个人互相拥着往前走 陈彻位里又开始翻滚上冲 他下意识从兜里掏出烟 苏秦雪目光不善地盯着烟 还夺过打火机 小陈 你说你今天抽了多少根烟 我去饭店的时候 见到满地的烟底 胃里的酒往上翻 让我抽一根压压惊 苏秦雪语出惊人 那我亲你一口 会不会好一点 难道香烟比我味道还好吗 说到这里 他红润的嘴唇微微上扬 骄傲迷人的梨窝再次出现 陈彻呵呵一笑 换作平时 他早就忍不住扑上去了 可是今天不行 烟比女人更重要 让我抽一根吧 我保证今天就一根 苏秦雪还是心软 那下不为力啊 他把打火机递给陈彻 因为风大的原因 陈彻点了好几次都没有点燃 他还甩了甩打火机 苏秦雪见状把外套撑开 替陈彻挡住了外面寒风 狭小的空间里 两个人头碰着头 陈彻忍不住在苏秦雪额头亲了一口 苏秦雪甜甜一笑 小陈 我好不好 好 那你到时候记得娶我 不要弄丢我 陈彻握紧他的小手 我会三叔六礼 八台大叫 十里红装 明媒正确的曲念 嗯嗯 苏秦雪点着头 他的小手紧紧握着陈彻的大手 他们回到河井小区 还好今天不是周末 没有员工在这里办公 陈彻终于顶不住 若不是苏秦雪扶着他 早就摔倒了 小陈 以后不许你喝那么多酒了呀 喝酒对身体不好 以前我爸爸都是这样喝酒 后来渐渐也不喝了 苏秦雪一边碎碎念 一边把陈彻扶到床上休息 他帮陈彻把外套和鞋子脱掉 担心着凉 又给陈彻盖上被子 酒后的人都会感到口渴 苏秦雪跑去厨房给陈彻倒水 他发现暖壶里的水都凉了 只好重新烧水 等待着间隙 他回到卧室 看到小陈已经沉沉睡去 睡着的小陈 没有那种坏坏的心思 显得很安静 苏秦雪温柔地帮他掖了掖背脚 以前他是家里傲娇小公主 如今他有了心爱的人 愿意为他做更多事情 距离上次 陈彻被省电视台采访 已经过去一个月 社交网的注册人数突破5万人 网站累计访问量破70万次 独立访问量30万次 这给社交网带来极大的带宽压力 还有服务器的运转能力 陈彻不得已只好增设数台服务器 这又给他增加运营成本 再加上办公场地 人员工资等开支 现在已经入不敷出啊 和景小区办公室里 陈彻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 花得剩下不到10万了 如果无法获取新的注资 社交网撑不到年底 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 只有孙静知道 不敢让太多人知道 要不然会在公司引起恐慌 孙静前天率领的公司推广团队 已经从高校回来 陈彻专程给他接风洗尘 今天他过来 是给陈彻汇报工作 孙静打量着陈彻 他眉宇间依旧轻挑 一丝焦虑 被他很好隐藏起来 想来这段时间 陈彻看似轻松 压力也是不小的 毕竟公司一些发展决策 皮肤依旧白皙 多了一丝成熟和稳重 黑色丝袜包裹的纤细小腿 滑出一道优美的弧度 他眼神中也有疲惫 这跟最近一段时间 率领团队开拓高校市场有关系 孙静率先开口 陈总 开心农场和抢车位 你打算什么时候推出 现在咱们公司账面的资金 已经不多了 陈彻莫名提一句 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吧 孙静点了点头 他成熟的美眸看着陈彻 心想 是不是陈总在考虑 如何陪伴女友呢 陈彻笑道 静杰 平安夜打算怎么过 用不用我给你安排个相亲会啊 咱们公司可都是青年才俊 任你挑选 孙静摆了摆手 他这个年纪处于不上不下的年纪 太年轻的男生不成熟 太成熟的男人 又公于心境 条件差的他看不上 条件好的人家 也看不上他 与其攀附男人 还不如靠自己呢 孙静之所以跟着陈彻 是因为除了暑假火车里的偶遇 还有陈彻给他的待遇是 整个公司最高的 这其中还包含公司一部分股权 股权的绑定 让孙静有了归属感 他一直在思考 社交网如何走向盈利 孙静提议道 我认识一些老板 要不我替你把他们约出来 谈一谈融资的事情 陈彻从桌上掏出烟点燃 现在不是融资的时候 因为社交网的影响力 还没有扩大 现在融资对我们不是一个好事 孙静问 那下个月公司就无法运转了 还有网站的维护成本 陈彻道 明天是平安夜 我打算把开心农场和抢车位 推出市场 孙静对此持保留态度 他怀疑 仅凭借农场偷菜和抢车位 无法让公司扭转亏损 这天下午 陈彻和孙静一直在合金小区 待了整整一天 他们和李震南 反复测试开心农场 和抢车位的测试 现在已经是第三轮测试 基本没有bug 陈彻开始让李震南 把会员体系那一套编写进去 开心农场用户 可以扮演一个农场的农场主 在自己农场里 开垦土地 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 比如 充值30元每月的会员 可以让农作物的成熟时间 缩短20% 购买商店稀有种子道具 会员还可以在抢车位 小游戏里面通用 免贴条和停车收益增加 这两个游戏 在当年风靡一时 成为了无数上班 划水摸鱼的最爱 现在2002年 陈彻有把握 把这两个小游戏做起来 公司现阶段的发展 就看这两款游戏了呀 他现在不是深圳马 当年深圳马在QQ陷入亏损的时候 靠着家里的人脉 获得香港大佬的资金入住 还有杭州马 人家阿黎第一轮融资 都是500万美元的级别 如果陈彻要想社交网发展 把老陈那块地卖掉 也值不了多少钱 互联网行业真正做到发展期 几十万几百万的资金注入 完全不够看 至少要千万级别的融资 才能让公司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人脉的差距 终归是因为自己底子薄 羽扬城区罕见的 飘起零星雪花 只不过还没落地就已融化 赶上今晚又是平安夜 为那些喜爱过杨洁日的年轻人 增添几分浪漫 理工大学校门口的小摊 贩卖苹果和鲜花 直接卖断货了 今天晚上对男生们来说 注定是拿一写的绝佳机会 大学门口的各个宾馆 都推出活动价 最便宜的宾馆 一晚上只需要59块钱 想想59块钱 可以领着清纯的女友 去为爱鼓掌 简直划算极了 没有比这更加纯粹的恋情了 随着学生们以后毕业 等踏入社会 他们就会知道 再想要这种恋情几乎绝境 陈彻牵着苏秦雪的小手 从宾馆门口走过 一位大妈热情地招待陈彻 帅哥 进来歇歇脚拨 有暖气能洗澡 陈彻一脸坏笑地看着苏秦雪 苏秦雪偷偷拧陈彻腰间一下 他微笑着拒绝了 大妈不死心 小伙子可要加把劲啊 我们这个房客都快满了 你要是没钱 还让女友跟着你压马路 容易感冒 陈彻偷偷给大妈点了个赞 他也想拿一些啊 奈何苏秦雪不配合 快走 快走 苏秦雪拽着陈彻逃 也是地走开了 天空中的雪花落得更多了 比起刚才那会大了一些 苏秦雪抬手接过雪花 小陈 快看 下雪了 陈彻叼着烟 喷出一口烟雾 这点毛毛雪太小了 还不如我用头皮线 给你下一场雪呢 苏秦雪把冰凉的小手放在陈彻脖子处 要不我带你去五星级酒店浪漫一下 听说站在军越大酒店的十楼 可以远眺整个城市 我不去 我晚点还要回家呢 陈彻开始教苏秦雪撒谎 你就跟老苏说 要补课 明天再回去 苏秦雪狡黠的眼睛看着陈彻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递给他 要不你给我爸打个电话 如果我爸同意的话 我就跟你去酒店 怎么样 陈彻接过手机 卧槽 这甩到我头上了 怎么跟老苏说 就说我要领着你闺女去补课 老苏会信吗 估计得拎着菜刀找过来吧 陈彻信信的把手机还给苏秦雪 小陈 人家也想跟你去酒店 想抱着你睡 苏秦雪伴抱着陈彻胳膊 一直蹭啊蹭啊 现在是冬天 大家穿的都比较厚 蹭来蹭去 感知也不明显 就在陈彻和苏秦雪争执 去哪里过平安夜的时候 苏秦雪的电话响起 陈彻看到是苏震东的来电 他信心不敢出声了 自己还没有体验老婆孩子热炕头呢 可不能下户口本 苏秦雪冲着陈彻扬着雪白下巴 他哼一声 接听电话 喂 爸爸 苏秦雪也不避讳陈彻 他跟小猫一样 钻进陈彻的棉衣里面预寒 冰凉的小手 伸进陈彻毛衣里面暖手 陈彻顺势抱着苏秦雪 一边把玩着他的青丝 顺便偷听苏震东的话 电话里传来苏震东的声音 闺女 来私房菜馆这里吃饭吧 今天爸爸的老同学过来了 大多数你都认识 有萧伯伯 还有孙叔叔 他们想见见你 苏秦雪抬起头看陈彻一眼 比起吃饭和小陈 他更愿意和小陈在一起 爸爸 我和小陈在一起呢 你们先吃吧 苏震东噎了一下 陈彻这个狗东西 他现在是不反对闺女和陈彻交往 但是地位这一块 总不能超过我这个当爹吧 他放缓语气 今天吃饭的 不仅有萧伯伯 还有他儿子萧正非 上次爸爸 就答应过他们带你参加的 言而无信 苏秦雪有些为难地看着陈彻 一边是爸爸的请求 一边是自己心心念的男友 真是难以取舍啊 如果换成其他男生 这个时候 估计会大度地说 你去吧 我没事 但心里一定不是滋味 因为听苏震东的话 这个饭局 明显是老一辈的人 各自带着自家的孩子参加宴会 估计做陪的 还有不少人 并且很有可能是要撮合小一辈的交往谈恋爱 陈彻在苏秦雪耳边说 答应你爸爸 我跟你一块去 苏秦雪眼中闪过一抹感激 他对苏震东说 知道了爸爸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 苏震东说了地点和包厢 然后就挂掉电话 他以为是闺女自己过来呢 忽略了闺女的那句 我们 私房菜包厢内 肖伯明和冯秋燕 还有儿子肖正飞 一家三口 苏震东和刘瑞卿坐在对面 中间还坐着三对中年夫妇 看几个人聊得熟络氛围 应该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 或者同学关系 肖伯明笑道 老苏 好几年了 都是笑话 一旁的肖正飞 眼里露出期待 他也认识苏秦雪 甚至暗恋已久 只不过后来一直没有联系 当初肖伯明和苏震东喝酒的时候 还订过娃娃亲 这种事就怕当真 毕竟是酒桌上说的最话 刘瑞卿有些闷闷不乐 主要是闺女有对象 虽然这个对象 他和老苏都不太喜欢 可是闺女愿意啊 上次闺女连拖鞋都来不及穿 就跑下楼的情景 还是历历在目 苏震东也有同样的心思 是位高权重的人 肖正飞更是海外留学归来 为人成熟稳重 家境也好 如果不是因为陈彻插足 他们是很重于肖正飞这个女婿的 路上 苏秦雪也给陈彻解释着肖伯明的关系 肖伯明 是组织部门一把手 儿子肖正飞更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 老苏和肖伯明的关系 是大学同学 两家关系一直比较好 陈彻摸了摸鼻子 看来今天是个红门宴啊 面对这种权贵世家的晚宴 但凡陈彻家底差些 他就没有底气 今年弄不好 又是一个狗血的装逼打脸桥段 要么他颜面尽失 要么他人前险胜 作为男人 注定是不能耸的 苏秦雪紧紧握着小陈的手 他担心陈彻顶不住来自家长的压力 而提出分手 小陈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也不要离开我呀 放心吧 未来你老公可是大富豪 嗯 我相信你 苏秦雪点头 他丝毫不觉得 陈彻的话是吹牛逼 半个小时后 他们两个来到私房菜馆 这是位于开发区的 一座古牙小院 属于私人家业那种 菜馆平时不对外营业 必须要内定 并且需要那种 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人 才接受预定 人均消费规模至少上千块 苏秦雪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进了包间 在场的不少人 目光都落在苏秦雪身上 粉色的羽绒服 里面搭配杏色羊毛衫 下身是黑色打底裤配马钉靴 梳着简单的高马尾 精致古典的瓜子脸 一双杏颜宛如秋水 红润的小嘴微微弯起 露出两个浅浅梨窝 老苏 这是你家闺女啊 真是女大师八变啊 哎呦 这不是小雪吗 真是越长越漂亮啊 快进来 让阿姨好好看看 真俊俏的闺女 众人七嘴八舌 纷纷夸赞苏秦雪 夸得苏秦雪 都有些不好意思 萧博明更是暗暗点头 老苏家的闺女 长得非常符合她的心意 当自己而媳妇 绝对配得上 而且看举动性格 也是那种温柔体贴类型 跟自家儿子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萧振飞看苏秦雪一眼 就再也挪不开视线 太倾国倾城了 尤其是苏秦雪那害羞的神情 不失粉淡 依旧白皙的皮肤 比那些大明星都要白呢 刘瑞轻起身 拉自己闺女进来 快点进来 这些都是叔叔阿姨 有的在国外一直没有回来 你都不认识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苏秦雪微红着脸 他助力在门口 目光看向外面 苏振东察觉到闺女的意图 他皱了下眉 你还愣着做什么 爸爸 小陈也来了 他去洗手间 我等他一下 全场寂静 小陈是谁 老苏的儿子吗 过了一会儿 苏秦雪看到陈彻 他眼里露出欣喜 伸手拉着小陈进了包厢 所有人的目光 再一次落在陈彻身上 穿着瓶瓶 全身下来 估计也就一两百块钱 长相一般 眉眼稍微俊朗点 个子还行 有一米七八 一看像是穷家小户出来的 苏秦雪牵着陈彻手 介绍道 叔叔们 阿姨们 这位是我男朋友陈彻 陈彻笑嘻嘻打招呼 一点也不认生 场面仿佛冷场一样 其他人只是不嫌不但打了招呼 刘瑞青赶紧招呼他们俩挨着 自己坐下 肖伯明脸色一下子阴沉许多 今天他大费周章 召集这么多老同学过来 就是为了做个见证 让自己儿子和苏振东闺女 结成亲家 毕竟十年前的同学聚会 苏振东当年可是跟他说过 要结成女亲家的 肖振飞带着敌意看陈彻 心里吃笑 一个土鳖也敢跟苏秦雪交往 真他妈是不知天高地厚 原本融洽的氛围 因为陈彻的到来 显得有些冷场 肖伯明心里有怨气 若不是很多老同学在场 他想质问苏振东 你这是几个意思 当年订的娃娃青 还算不算数 冯秋燕也跟着不爽 他本来都打算认定苏秦雪 当自家儿媳妇 现在看到对方两个人举止亲密 估计相处的时间不短了 弄不好 你不是黄花大闺女 尤其那个小陈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苏振东察觉到冷场 他端起酒杯 招呼大家喝酒 至于娃娃青 当年不过是一句醉话罢了 还能当真不成 如果闺女对肖振飞没意见的话 他举双手赞同 现在闺女有喜欢的人 他苏振东 还能强行拆散不成 他不是那种视力眼 会混蛋到硬拆散女儿的婚姻 来换取自己前途 倒是苏振雪和陈彻两个人 丝毫不为外界打扰 他们表面上客客气气 桌子下的手已经开始作怪 刘瑞青无意间发现 闺女的手被陈彻握着 他倾咳一声 吓得苏振雪赶紧把手抽出来 萧振飞沉不住气 他问陈彻一句 小陈在哪里读大学啊 陈彻抬起头瞅了他一眼 心想 狗急把东西 小陈也是你配喊的 本着别人不惹我 我也不找事的原则 他淡淡回答道 鱼洋理工大学 萧振飞嘴角露出讥讽 鱼洋理工大学 在全国排名都是垫底的 尤其是专业课程 你怎么会考这个学校读书 哦 这话问得很有水平啊 话外之意就是 陈彻的成绩是个学渣 因为理工大学 是个三流大学 要是陈彻把自己真实成绩 告诉萧振飞的话 对方估计会笑掉大牙 不等陈彻回应 脑中叮的一声 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 来自萧振飞的挑衅 你可以做出以下选择 一 臂气锋芒 莫不作声 奖励基础属性点一点 二 正面迎战 高调宣传 奖励所有基础属性点二十点 如果任务失败 扣除所有基础属性点十点 卧槽 还有任务失败一说 你以为这是打架吗 还要奋出个输赢 如果失败 扣除属性点 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体力 智力 魅力等要减一大截 他调出自己的人物面板 那可怜兮兮的数值 要是扣除十点的话 相当于以后出门 被别人套了的虚弱 富贵献中求 他果断选择了第二个 正面迎战 来人可以说 但是绝对不能怂 肖振飞的妈妈冯燕秋自豪道 我家儿子 刚从霍普金斯大学工商管理毕业 这次回国 要么是省级公务员 要么是银行部门的副经理 不知道选哪个合适 肖振飞自信道 妈 这些我都已经决定好了 您不用替我操心 肖伯明和苏震东 举起酒杯碰了一下 他说道 我打算这几天 给儿子在鱼洋买一套别墅 当做礼物 到时候陪我去看看 苏震东点了点头 陈彻加了一块土鸡肉 塞进嘴里 嗯 味道还不错 心里直接MMP 这家人身份不低 素质简直低到裤裆里 法尔赛无敌 苏秦雪对此也有些反感 上来就显摆有些世俗 他觉得 小陈在事业上 一定超过肖振飞的 肖振飞看陈彻不接话茬 感觉自己吹牛逼吹到空气上 受课水平怎么样 陈彻扭头看向苏秦雪 你觉得 咱们那个三流大学 讲课怎么样 苏秦雪神情淡淡 夹起一片脸藕 放进陈彻碗里 受课很好呀 至少我都听得懂 陈彻对肖振飞道 听见了吧 我们两个 都是三流大学的学生 苏震东和刘瑞青 当场脸色就不好看 肖振飞这孩子说话 怎么没谱呢 约扬理工是三流大学 意思是 自己闺女待的也是三流大学 冯彦秋用手肘提醒 自家儿子一下 肖振飞反应过来 没想到这句嘲讽 把苏秦雪也带进去了 他急忙解释 小雪 我不是在说你 陈彻笑嘻嘻道 我俩不仅是同一个学校 还是同一个戏 又是同桌 你觉得是在说谁 肖振飞彻底被陈彻的话堵死 总不能上来就亮剑吧 他只好尴尬解释 端起酒杯 对着陈彻说 不好意思 我说错话了 我自罚一杯 陈彻鞋靠在椅子上 轻挑着眉头 身上散发着魂不令的样子 看着肖振飞喝下一杯 嗯 这一局他小胜一点点 苏秦雪看到肖振飞吃扁 有点想笑 考虑到在场的都是长辈 只好忍住了 他小手下意识搭在陈彻腿上 陈彻低头看着笑话那柔白的小手 想拉着他的手往上移动 余光看到刘瑞清的眼神 他信心不敢动了 丈母娘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接下来 他们几个中年人开始喝酒聊天 妇女们则喝着红酒 聊着家常 这种同学聚会 反正都是吹牛逼呗 看谁吹得大 看谁日子过得奢侈 肖伯明看到自己儿子吃扁 他表面上不动声色 端着酒杯依次敬酒 论到陈彻的时候 他选择故意跳过 陈彻原本想端起酒杯的手僵住了 他反应很快 立马拿起筷子夹菜 肖伯明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羞辱陈彻 在场的几人 神色都有些尴尬 大家都是成年人 这么刻意 反而显得老肖有些狭隘 苏震东和刘瑞清更看不下去 欺负一个小杯算什么 他们是不太满意陈彻这个女婿 但不代表别人可以随意羞辱陈彻 苏秦雪也有些生气 他想问问肖伯明 这是什么意思 却被陈彻按住了 区区一杯酒而已 他有的是办法讨回来 苏震东提醒道 老肖 你刚才敬酒 是不是忘记小陈了 他还没有跟你见面呢 苏震东这样说 是考虑双方面子 提醒老肖 不是有意跳过陈彻 肖伯明笑道 我和小陈一见如故 打算等到最后 我俩单独多喝点呢 刘瑞卿脸色微变 肖伯明从年轻时候 起酒量就是最好的 现在说多喝点 明摆着 是要灌醉陈彻吗 陈彻眼睛眯起看着肖伯明 果然是老奸巨华呀 肖伯明看向陈彻 怎么样 小陈 愿意跟我这个长辈 多喝一点吗 对方外表忠厚的背后 多出一抹笑里藏刀 这种局势下 换做其他这个年龄段的人 早就被一连串打击的丑态百出 刘瑞卿劝说道 小陈酒量一般 老肖你稍微意思一下就算了 肖伯明端着酒杯站起身 弟妹 难得大家出来一次 还不让我喝惊心啊 苏震东站起身道 来来 咱俩多年不见 今天先喝点 陈彻看着刘瑞卿和苏震东 帮自己解围 心里有些感动 虽说刘瑞卿和苏震东 两口子对自己不太满意 现在能为自己挡酒 足以说明自己 正在一点点贡献他们的内心 反正苏家的女婿 她当定了 耶稣都留不住 苏震东连续和肖伯明碰了几杯 脸上升起一抹红润 最近这些年 由于闺女的劝说 再加上自己年龄越来越大 苏震东已经很少喝酒 陡然两杯白酒下肚 她也有些扛不住 苏清雪心疼自己爸爸 她起身过去 给苏震东倒热水 刘瑞卿也是心疼得 给苏震东加菜 一边抱怨肖伯明 老苏最近血压一直不稳定 老肖 你可不能再灌我们老苏酒啊 肖伯明歉意地笑了笑 弟妹 这可是老苏主动找的我 本来我是打算和小陈多喝几杯的 既然老苏已经不胜酒力 那么 就剩下没有挡箭牌的陈彻 肖伯明把目光投向陈彻 他有一种优越感 和盛气凌人的气势 小陈 怎么样 咱们喝几杯 陈彻喝喝笑着 我酒量一巴 怕喝醉了 肖伯明双手撑在桌子上 居高临下看着陈彻 年轻人不喝酒 怎么能行呢 以后可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难道说你怯场了 还是说你不敢呢 苏秦雪端起茶杯 他甜甜笑着对肖伯明说 肖伯伯 我以茶带酒 替小陈敬你一杯 怎么样呀 小雪 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 你就先不要掺和了 等我和小陈喝完 我让郑飞陪你喝 肖郑飞正乐意找苏秦雪聊天呢 只不过苏秦雪 从一进门就不给他机会 他有把握 凭借自己的谈吐和身份 轻松把陈彻踢出局 肖伯明再一次 把目光看向陈彻 他沉着脸道 怎么样 这酒你喝还是不喝 是不是不打算给我老肖这个面子 恭喜你触发挑战任务 来自肖伯明的赢酒挑战 你可以做出以下选择 一 臂气锋芒 选择服软 奖励基础属性点一点 二 正面迎战 逆转翻盘 奖励终极技能 赢酒大师 提升酒量 提升酒场技巧 陈彻听到脑中的响声 他眉头挑起 来了来了 想不到一直没有出现的系统 今天接连出现两次 他推测 应该是最近这段时间 日子过得太顺利 导致系统一直没有出现 看来生活 就要多点坎坷 他果断选第二个 腹中一阵火热蔓延 房间内弥漫的酒箱 钻进他的鼻孔 陈彻把苏清雪 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他缓缓站起身 萧伯伯 用这个小杯子喝酒 不够过瘾 要不我们换大杯 萧伯明眼前一喜 卧槽 正发愁在酒量上 放不倒陈彻呢 想不到对方主动上购 服务员 换大杯 在场的人全都看着陈彻 对于萧伯明的酒量 他们都清楚 白酒二斤起 啤酒随便惯 刘瑞卿提醒陈彻 小陈 你别逞呢 萧伯伯年轻时 酒量可是这些人里面最好的 陈彻拍了拍刘瑞卿的手 他知道这是刘瑞卿 委婉地提醒自己 刘姨放心吧 我有分寸 苏清雪毛子里有担忧 前段时间 小陈和曹文博喝酒 都醉成那样了 现在还逞呢 他知道 小陈出头是为自己 只好握住陈彻的手 万一小陈要是倒了 他要负责 把小陈送回去 不宜会 服务员拿进来 两个透明玻璃杯 一瓶白酒 正好倒满两杯 萧伯明先给自己倒满 又给陈彻倒上 陈彻看到萧伯明 一副不把自己整死 就不罢休的态度 他叹了口气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为什么不能互相尊重呢 如果没有系统 给的技能 他今天晚上 算是要栽了 萧伯明道 我们一口干了吧 没问题 陈彻众目睽睽之下 端着酒杯 和萧伯明碰一下 姿态放得很低 他仰起头 把白酒往肚子里面灌 就跟喝白开水一样 萧伯明嘴角露出冷笑 他这次赴宴之前 已经吃过东西 还喝一杯温牛奶 保护肠胃 再加上他盛名已久的酒量 自认天下第三 全场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两个人喝白酒 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陈彻率先喝完 他把杯子往下空了空 滴酒不剩 嗯 自我感觉还不错 有了饮酒大师技能的加持 喝白酒 就如喝啤酒那样简单 等会多喝点水 争取把酒精都代谢出去 萧伯明盯着陈彻 发现这小子一杯下肚 面不改色 仿佛喝得跟白开水一样 这不应该啊 正常人 哪怕酒量再好 突然喝一杯53度白酒 至少也要有点变化 他问陈彻 第二杯 你还能不能喝 陈彻冲着萧伯明笑道 今天这酒 萧伯伯喝多少 我就喝多少 如何 痛快 两个人继续倒酒 可是根本劝不住啊 第二杯 第三杯 萧伯明感觉肚子 开始翻江倒海 酒一上头 对面的陈彻 依旧面不改色 卧槽 邪门啊 这他妈不会喝的是水吧 冯秋燕赶紧给老萧倒一杯水 示意他冷静冷静 萧正非也开始认真打量陈彻 这小子 酒量这么深吗 不过区区酒量而已 充其量是个猛夫 陈彻放下酒杯坐回去 苏秦雪也帮他倒一杯水 他关起了眼神看着他 小陈 你感觉怎么样 要是不舒服 一饮而尽 随意抹了下嘴 这才哪到哪 我没事 反正已经觉醒 今天就站得痛快 本打算简简单单吃个饭 架不住对面的人 一直嘲讽 一直挑衅 这他妈要换成老实的男生 早被欺负哭了 不能灌萧伯明 这家人臭毛病 他起身对着萧伯明说 萧伯伯 这酒你还能不能喝了 我感觉我才刚开始 全场安静 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个小陈 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萧伯明也上来脾气了 他纵横酒厂三十年 还从来没有败气 怎么不能喝 来来 我们继续 陈彻玩味的笑道 我们干喝也不尽兴 您会不会玩头子 要不咱们玩几把 来就来 玩头子 萧伯明也是酒厂上的老手 什么行酒令 筛子 扑克牌 样样精通 陈彻和苏震东换了位置 让服务员拿来头子 今天他妈的 有一个算一个 萧伯明 萧震飞 一个都跑不了 不知何时起 陈彻从一进来的默默无闻 逐渐成为晚宴的焦点 两个人摇晃着筛子 萧伯明看了下底牌 他抬下巴 是 你是小辈 你先喊 陈彻笑道 萧伯伯 输了一杯酒 没问题吧 萧伯明一口答应下来 没问题 陈彻 五个六 萧伯明猛了 这你马上来就喊死的局面 他看一眼 自己底牌才两个六 推测陈彻底牌 至少要有三个六才能赢 假如自己喊六个六的话 对方要是耍诈怎么办 犹豫半天 萧伯明喊道 开牌 陈彻先开盖子 里面三个六 加上萧伯明的两个六 正好五个六 萧伯明说了 想不到陈彻这小子 这么会玩 陈彻把酒杯 推到萧伯明面前 萧伯伯 你说了 这 萧伯明硬着头皮 把一杯白酒干完 最后剩下的那些 都够养余了 嘴角还不经意 撒出不少 陈彻也懒得跟他计较 萧伯明 六个四 陈彻 开 萧伯明喝酒 陈彻喊 五个三 萧伯明 开 萧伯明喝酒 半个小时的功夫 萧伯明输了整整七杯酒 而陈彻只输一杯 萧伯明喝到四杯酒后 再也喝不动了 他感觉 现在自己脚步一阵虚浮 头脑嗡嗡作响 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胃里翻江倒海 一直在往上冲 现在 他不得不让身子后仰 卧槽 今天的运气 简直邪门 从来没有这样过 输多饮少 陈彻笑咪咪的看着萧伯明 萧伯伯 您还欠三杯白酒 如果您认输 这三杯白酒 我可以免去 我 怎么能他妈认输 你看不起谁呢 萧伯明说话都开始结巴 明显思维被酒精麻痹 在场的众人 纷纷看着萧伯明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萧伯明酒后失态 以前都是萧伯明 把他们这些人喝醉 苏震东吃惊地看着这一幕 小陈这孩子可以啊 从一进门 就被萧伯明一家 联合起来嘲讽 现在不仅让萧正非赤扁 更是把萧伯明喝怕 怪不得从一开始就有自信 原来是伴猪吃老虎的主 刘瑞卿悄悄出去 让服务员去准备一壶饧酒茶 他担心小陈的酒精上来后醉倒 现在刘瑞卿对陈彻 颇有几分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的趋势 小陈除了成绩差点 其他方面都不错 为人处事很圆滑 对自己闺女也不错 哪怕以后没钱 他们家就苏勤选一个闺女 肯定也不会吃苦 最关键的 还是闺女喜欢陈彻呀 现在 陈彻站在酒桌旁边 他一个人环顾四周 再也没有人敢与之抗衡 萧伯明醉眼朦胧 好几次想从椅子滑落下去 就岔吐了 门到陈彻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就这 我还没开始 你就倒下了 萧正非看到自己老爹已经倒了 他又看到陈彻嘴角的讥笑 忍不住想拍案而起 冯秋燕急忙拽住自己儿子 傻儿子啊 你爹都不是人家对手 你就更不是对手了 现在五喝一输 只能来闻了 幸好儿子比那个小陈学历高 未来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 都比陈彻有先天优势 陈彻回到座位上 苏震东和他几个老同学 又恢复聊天 苏秦雪打量着陈彻 小声道 小陈 你刚才傲尼自若的气势真帅 陈彻给苏秦雪摇耳朵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 都是一群战武渣 苏秦雪小手轻轻打陈彻一下 夸他两句就翘尾巴 陈彻继续道 你陪我上个厕所 苏秦雪脸色微红 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 桌上的众人聊天中 不知道是谁提及社交网 其中有两位中年夫妇开始附和 他们对社交网的评价很高 那个社交网 我现在每天都在玩 里面的内容做得确实很棒 对对 我也在玩 那个创始人陈彻同学 不仅会做网站 还会玩音乐 可见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几个人七嘴八舌的 开始评价社交网里面的一些热门新闻板块 就连肖振飞也开始插嘴 肖振飞开启我有朋友系列 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加州 一直攻读计算机器 他对于咱们国内社交网的创立 也非常惊讶 怀疑那个创始人 是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创建的 苏震东和刘瑞卿面面相去 他们俩之前听闺女提及过 小陈目前的创业项目 好像就是社交网 不知道人家嘴里提的社交网 跟小陈那个是不是一回事 要不是一回事的话 那就尴尬了 他们准备回去后 问问自己闺女 等陈彻和苏清雪回来后 冯秋燕决定替自己儿子和老公 找回场面 儿子 那个社交网现在这么火 你从海外留学归来 难道就不能创办一个吗 肖振飞自信道 其实我也正有创业的打算 只不过 我现在刚毕业 社会经验不足 我打算 等先工作几年 再开始自主创业 苏震东微微点头 从肖振飞表现看来 对方不骄不躁 沉稳有度 前途确实不凡 冯秋燕又对着其他人说 去年我找一位算命的 给儿子算卦 说我们家郑飞三十岁后 飞黄腾塌 天天大鱼大肉相伴 她话音刚落 立刻就有人复合 嫂子 你从哪里找得算命的 我也想给我家儿子算算 就是 我也想算算 最近眼皮子总跳 冯秋燕看自己成话题中心 心里不由升起一阵优越感 改天啊 我介绍给你们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同学吗 陈彻正在低头吃饭 刚才她差点喷出来 硬生生被憋回去 你怎么不说 儿子黄袍加身 大鱼大肉相伴 那可不止飞黄腾塌 不过她没好意思打击人家 万一对方实现了呢 苏秦雪听别人提起社交网 她替小陈感到高兴 想不到小陈的社交网 不知不觉 已经有影响力了呀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敲响 刘瑞卿打开房门 迎面站着一位 气度不凡 戴着棕色眼镜的中年人 中年人和矮道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请问 陈彻同学 是不是在这间房里 陈彻 众人有些疑惑 他们看向苏秦雪旁边的陈彻 只记得 她总被叫小陈小陈 还真没注意陈彻的真名 苏秦雪站起身问道 你是 中年人客气道 我是省轩传部的秘书 刚才我们部长 在另一个包间吃饭 他去洗手间时 无意间看到陈彻同学 往这里来了 想邀请陈彻同学 过去聊一聊 什么 省级别的部长 要亲自会见陈彻 开什么国际玩笑 陈彻抬起头 看向对方 原来是老熟人张秘书 上次几位领导来 理工大学视察时 陈彻是被唯一接见的学生 后来被省电视台 余树新采访 他们一起吃过几次饭 互相熟悉起来 陈彻擦了擦嘴 问道 张哥 刘部长那个包厢 都有谁啊 张秘书客气道 有正办公厅的领导 还有我们部长 还有教育厅消听 以及省电视台的小余 你都认识的 陈彻本来有些抗拒这种饭局 对方都是大人物 自己一个小辈 只有倒酒的份 不过没办法 现在社交网 还处于发展期 可千万不能得罪啊 他装作思考一会儿 开口道 既然这样 麻烦张哥带我过去吧 陈彻礼貌的 对苏秦雪 还有众人告别 没想到人前险胜的时刻 竟然是被别人创造出来的 等陈彻离开后 这个包厢内 陷入一阵安静 不少人还在消化着刚才那一幕 冯秋燕本来还打算 让自己儿子 报考省公务员呢 现在看来 没必要了 人家陈彻大学 没毕业 就成部长做上宾了 这还怎么扁 一位妇女问苏秦雪 小雪 你男朋友叫陈彻 跟社交网创始人间音乐人陈彻 是同一个人吗 苏秦雪自豪地点头 是啊 社交网就是小陈创办的 全场再一次陷入寂静 就这个奇貌不扬的小陈 竟然是社交网创始人陈彻 对方在音乐方面 极其富有才华和天赋 这样一个神秘人物 竟然就坐在自己面前 之前他们一直瞧不起小陈 现在知晓其真实身份 心里就一阵尴尬 想想刚才他们一直吹嘘 陈彻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现在看来 真是体验大型射丝场面啊 小雪 你男朋友真有本事啊 能不能让陈彻同学 给我的个人主页 多长点粉丝和人气啊 可以让陈彻同学唱首 《夜空中最亮的星》吗 那首歌我很喜欢听 最近单曲循环 听过好多遍了 短短一会的功夫 其他几位中年妇女 开始围着苏秦雪聊天 他们都热衷于社交网的陈彻 还有那些歌曲 若不是知道 苏秦雪是陈彻的女朋友 旁边那位妇女 都考虑把自己女儿 介绍给陈彻了 苏秦雪替小陈应付着 其他的要求她都能满足 唯独最后那首歌 她不愿意 《夜空中最亮的星》 对苏秦雪有特殊的意义 她希望这首歌 小陈只唱给自己一个人听 她清楚地记得 在秋日那个夜晚 小陈背着吉他 路灯下给自己唱歌的情景 印象太深刻 冯秋燕再也没有 原先的优越感 她懊恼地看着身边的人 老公肖伯明 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儿子肖振飞 更是拉胯 只顾低头吃饭 刚才她吹过的牛逼 现在啪啪打脸 什么报考公务员 什么有工作经验在创业 都是白日梦 小陈现在才大二 就达到这个高度 等在过几年 自己创业的时候 人家不止甩自己几条街 人生哪 这就是差距 冯秋燕看着儿子 失魂落魄样子 忍不住劝说 儿子 别灰心 咱学历比她高 或许学历是唯一一点 可以跟陈彻比的 肖振飞摇摇头 哪怕她读到博士 有什么用呢 在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时代 人们记住的 都是商业大佬 而不是她这个博士 除非她能拿到诺贝奖 唉 突然觉得 面前这个土鸡不好吃了 苏振东和刘瑞卿 也终于反应过来 一直低调的小陈 好像不知不觉中 成为社交网的创始人兼音乐人 他们之前听闺女 提及过小陈的事业 还以为是小打小闹 一直没当回事 现在听别人议论才知道 貌似小陈做得挺成功 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小陈赚一百万 岂不是很轻松 貌似小陈还是不错的 又结识了省部级领导 假如从商不行的话 凭借大学文凭 也可以当个公务员 想通之后 苏振东和刘瑞卿对视一眼 到底是多年的夫妻 这点默契 他们还是有的 晚宴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 到了尾声 陈彻从另一个包厢回来时 这边也正好散场 停车场处 陈彻被两位中年妇女围在一起 陈彻 下次什么时候出新歌啊 你办演唱会吗 有空来我们家做客啊 我女儿特别喜欢你的歌曲 她一直嚷嚷着 要你签名 陈彻客气地笑着 一定 两位阿姨 有空记得帮忙推广一下社交网啊 其中一位妇女 眼嘴轻笑 哎呀 刚开始 我还不知道 你就是陈彻 现在看来也不晚 另一人说道 小陈人真好 也没有架子 我回去就给我家闺女说 陈彻很自然地 跟他们聊得火热 冯秋燕把烂醉如泥的肖伯明 扶到车里 她跟众人打过招呼后 灰溜溜开车 载着老公和垂头放弃的肖振飞离去 刘瑞卿也扶着苏震东出来 苏震东稍微好一点 只是有点头晕 她问苏秦雪 闺女 你们怎么过来的 我和小陈打车来的 刘瑞卿道 你爸和小陈都喝不少酒 那我充当司机 把陈彻送回去吧 苏秦雪怀疑的眼神 看着刘瑞卿 印象中 他妈很少开车 刘瑞卿刚打开车门 看到陈彻 还被别人亲密拉着聊天 小雪 快点把小陈领过来 要不然 那两个非拉小陈 去他们家做客 他们俩闺女 虽然长相不如你 但是也很漂亮 苏秦雪一阵无语 她还没有吃醋 老妈怎么开始吃醋了 不过小陈越优秀 她也有危机感 跑过去 跟那两位阿姨打招呼 最后 找个别角的借口 把陈彻解救出来 一家四口 终于坐进车里 刘瑞卿专心致志地开车 苏震东坐在副驾指挥 陈彻靠在后面闭目养神 今天喝得太多了 若不是有系统加持 她根本出不了饭店门 苏秦雪知道 陈彻今天晚上喝了两场 估计跑到另一个包间 也没少喝 小陈 我包里有水 你要喝点吗 嗯 不用 就是有点头疼 那我帮你按按 苏秦雪让陈彻躺在她腿上 伸出葱白小手 给陈彻按摩 刘瑞卿频繁地从后 试镜看闺女和小陈的一举一动 苏震东受不了媳妇分心驾驶 她指着前面 能不能专心开车 你知不知道 这样很危险 刘瑞卿一脸尴尬 她美目瞪一下苏震东 苏震东也不吱声了 以前自己醉酒后 闺女都是体贴地 给自己头部按摩 现在换成了别的男人 她心里感到酸酸的 刘瑞卿问苏秦雪 小雪 你知道小陈家在哪里吗 我先把小陈送回去 苏秦雪摇头 她只知道大概地方 不清楚具体位置 苏震东暗自叹气 真是个傻闺女 谈这么长时间对象 连对方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若不是她提前跟陈建军照过面 闺女被人家骗了都不知道 遇见陈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刘瑞卿道 你问问小陈 苏秦雪看到陈彻 已经枕在自己腿上睡着 她按摩的动作轻柔几分 妈 小陈醉了 要不先在我们家客房睡吧 苏震东心脏猛跳几下 她第一时间想 这个狗东西是不是装的 她扭过头看陈彻 紧闭着眼 浑身酒气 好像今晚确实喝不少酒 刘瑞卿没想那么多 那就在我们家住一晚吧 这次宴会跟我们也有关系 四个人回到家后 刘瑞卿先扶着苏震东去休息 苏秦雪扶着陈彻去客房 主卧里 刘瑞卿刚给苏震东床头倒满水 苏震东提醒 今天晚上你睡觉警觉点 刘瑞卿一头雾水 我又不是在别人家 为什么要警觉 我睡眠质量一向都很好 苏震东压低声音 难道你不知道家里多了一个男啊 刘瑞卿狐疑地看着苏震东 老苏 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闺女和小陈两个人交往时间也不短了 有点情侣的举动 很正常的呀 苏震东被顶得一阵无语 他又不好意思给刘瑞卿提闺女 和小陈一起睡过的事情 头疼 我先睡了 苏震东关上自己的床头灯 他背对着刘瑞卿 一时间脑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刘瑞卿洗漱完 出去叮嘱闺女 记得照看陈彻 他也回到卧室睡了 客房里 床头一盏台灯亮着 陈彻睁开了眼 这次顺利打入敌人内部 要多谢萧伯明和萧正非的助攻 下次亲自摆一桌家宴 感谢萧伯明 距离成功 陈彻只有一步之遥 他看着自己身上盖着的被子 上面还有淡淡的香味 应该是苏清雪盖过的被子吧 苏清雪也真是的 给他脱衣服 怎么只脱外套呢 最起码毛衣摇脱了呀 陈彻把枕头条高一点 这样舒服一些 房间里很安静 散发着居家的香味 说明平时不管刘瑞清 还是苏清雪 都属于比较勤快的人 苏清雪家 是三室两厅两位的格局 向阳的主卧 是苏震东和刘瑞清 第二个向阳的次卧 是苏清雪房间 陈彻现在所处的客房 在苏清雪房间对面 先不急 还是看看今天系统的收获 陈彻脑中调出系统 今天一共两次胜利 第一次是全部基础属性点 加二十 另一次是技能精通 赢九大师 他调出自己人物面板 人物 陈彻 体力值 六十九 人类极限值一百 智力值 六十一 人类极限值一百 幸运值 三十一 人类极限值一百 魅力值 四十二 指的是气质 飞炎值 人类极限值一百 这个数值已经相当牛逼了 他记得刚重生过来时 原始数据 简直惨不忍睹 对比一下看看 原始数据 人物 陈彻 体力值 三十九 正常值一百 智力值 三十一 正常值一百 幸运值 一 正常值一百 魅力值 三 正常值一百 半年多的时间 已经完成制的飞跃 虽然他在学校的成绩 还是很差 但是毫不妨碍 他成为三好学生 随着数值的提升 陈彻感觉身体 仿佛经历过一次蜕变 他现在 无论是感官 还是思维能力 或者体力 都源源不断 非常充沛 床上的战斗力 至少得一个小时吧 忽然 房门被人悄悄打开 陈彻睁眼看去 借着微黄灯光 他看到苏秦雪 端着醒酒茶进来 此刻的笑话 乌黑长发披肩 像牙白的脖梗 泛着光泽 精致的瓜子脸 依然让人心动 小嘴粉红娇嫩 一身极西的睡裙 把身材衬托得凹凸有致 苏秦雪弯腰 把醒酒茶放到床头柜 陈彻瞥见了 胸前饱满的那对小白兔 卧槽 真空的 大晚上的 让人怎么睡啊 都是火力方刚的年轻人 喷鼻血可就尴尬了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陈彻故意眯起眼睛 苏秦雪把醒酒茶放下后 他转头看到陈彻睡觉 好奇怪 刚才明明枕头是平放的 怎么又竖起来了 苏秦雪担心陈彻睡得脖子不舒服 弯腰去帮陈彻把枕头平放 胸前那对饱满的白兔 不小心碰到陈彻鼻尖 陈彻 这不是给机会吗 饶式情场老手的陈大师 现在也有些忐忑 他担心自己突然有动作 引起苏秦雪的惊慌声 隔壁睡着 可是岳母和岳父啊 他只好假装翻身 手臂也跟着 搭在苏秦雪的仙腰上 苏秦雪本来在整理枕头 察觉到陈彻翻身 紧跟着自己胸前一道电流滑过 心里也是一紧 小陈小陈 嗯 怎么 你还没睡吗 陈彻睁开眼 看到近在咫尺的苏秦雪 两人四目相对 皆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诱惑 苏秦雪觉得 昏暗灯光下的小陈好帅啊 他皮肤没有自己白 但是很干净 那双深邃的眼睛 特别迷人 还有嘴角勾勒出 若有若无的坏笑 牵动着他的心率 殊不知 这是系统的魅力值在作怪 陈彻压低声音道 被窝给你暖热了 要不要进来体验一下 苏秦雪小脸微红 水润十足的信念 看着小陈 真的想钻小陈怀里啊 可是爸爸妈妈还在家呢 他有些害羞 陈彻放开自己感官 他听到主卧苏震东 和刘瑞卿均匀的呼吸声 应该已经快入睡了 他继续道 刘姨和苏叔都睡了 你在我这里待一会儿 然后再悄悄回去 面对陈彻的诱惑 苏秦雪今天也不知为何 再也把持不住 以往他虽然心动 但没有今天这么强烈 感觉今天小陈的魅力 在拼命吸引自己 他动作小心地掀开陈彻被子 鼓起勇气钻了进去 陈彻迫不及待 把苏秦雪拥入怀里 苏秦雪身段很软 仿佛水做的一样 该饱满的地方弹性惊人 身上散发着少女特有的味道 抱在怀里 简直软玉生香 小陈 苏秦雪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烫 关键是 小陈一直在自己耳边呼气 痒痒的苏玛 真的好响啊 苏秦雪拼命按住陈彻作乱的手 他的声音跟蚊子一样 小陈 你的手能不能不要乱动 君子动口不动手 那我当一回君子 动口不动手 陈彻把苏秦雪置于身下 他嘴巴附上去 苏秦雪紧紧挣扎两下就放弃了 关键是他也想啊 脸偶的白皙手臂勾住陈彻的脖子 闭着眼睛 羞涩地去回应 暖色掉灯光 柔软舒适的大床 娇羞还迎的女孩 血腻的肌肤 就在陈彻溅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听到主卧那边传来一阵穿拖鞋走路的声音 卧槽 有人起床 听脚步的轻柔声应该是刘瑞青 苏秦雪正沉浸在奇妙的体验中 察觉到陈彻突然停止 不由睁开毛子 小陈 你 刘姨出来了 刚才我听见开门的声音 苏秦雪下的脸色变得飞红 他推开陈彻想回自己房间 陈彻急忙按住苏秦雪 傻呀 现在出去正好撞见 苏秦雪反应过来 真是害怕啊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 连呼吸都不敢出 彼此的心跳得飞快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愿意投 真刺激啊 万幸 刘瑞青只是去卫生间 陈彻听到脚步声远去 渐渐放松下来 忽然 他觉得 手按的地方有点软 动了动手指 低头看去 原来刚才情节 大手按在苏秦雪那对饱满上 苏秦雪脸色胀红 他又不敢声张 默默地把小陈的手拿开 小陈 你真坏 苏秦雪张嘴在陈彻肩膀咬了一口 陈彻咧嘴笑了笑 现在苏秦雪下嘴很有分寸 不敢真要疼他 经此一事 两个人不敢有过分的举动 陈彻心里不断告诫自己 不能操之过急 要稳重 千万别浪 曾经有个活生生事里 男孩跟女孩都订婚了 男的去女孩家里玩 仗着女方家里没人 男的开始动手动脚 结果引起女孩反感 第二天 女方就找上门 要求退婚 可把男孩后悔死了 何必急于一时呢 事实证明 小不人乱大谋 苏秦雪在陈彻耳边小声道 小陈 我走了呀 陈彻点头 在他耳边回应 晚安 苏秦雪冲着陈彻甜甜一笑 他捏手捏脚 恋恋不舍离开陈彻的房间 房间内又恢复了安静 陈彻双手枕在脑后 思绪开始漂浮 再坚持坚持 争取早点拿下笑话 现在 刘瑞卿和苏震东 并不排斥女儿和自己交往 但是不能做得太过分 毕竟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呢 如果刚才被刘瑞卿发现 只会显得自己 缠人家闺女身子 给人的印象不太好 晚上11点多 陈彻手机响起 他看一眼屏幕来电 是老妈打过来的 完了 忘记给老妈汇报自己行程 从读大学后 不管陈彻在哪里过夜 沈文娟都不再管 但是他必须要给沈文娟说明 在外过夜的原因和地点 陈彻接听电话 听筒里面传来沈文娟素质三连问 狗儿子 你在哪呢 翅膀是不是硬了 想单飞了 妈 别生气 别生气 我在曹文博家里补课呢 这不快年底吗 学校要考试 陈彻庆幸 这年头没有视频通话 要不然非得穿帮 沈文娟冷笑 我傍晚和曹文博妈一起去市场买的菜 你给我重新换个理由吧 陈彻 穿帮了 看来曹文博这个理由不好使了 下次得更改策略 他压低声音 妈 实不相瞒 我在我女朋友家里 那头的沈文娟果然被吸引了 他问道 就是苏震东家的闺女吗 陈彻答 是的 她叫苏秦雪 今天晚上 我参加他们家聚餐 饭局喝了点酒 所以就住在他家 沈文娟电话里 欧一声 儿子 啥时候把姑娘领回家 让我看看 等放寒假吧 到时候 我领回去 让你给爸爸关 好 就这么说定了 那挂了 沈文娟干脆的挂掉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陈彻有些无奈 老妈打电话 也不关心自己身体舒服不舒服 喝得酒头疼不头疼 自己在这个家庭地位也太低了 以后要是结婚 是不是得把苏秦雪当亲闺女啊 他暗下决心 如果沈文娟喜欢苏秦雪的话 他不介意任刘瑞卿当亲妈 至少刘瑞卿的厨艺 比沈文娟要好很多 另一边 老陈 别睡了 陈建军柔了柔眼 他看着妻子靠在床头 下意识加紧裤裆 人到中年 有时候在某些事上会力不从心 沈文娟问 你猜 咋儿子在哪睡觉 老陈一听不是那事 他松了口气 在哪里 在苏震东家里 我刚刚给他挂掉电话 这还没娶媳妇呢 就把老娘给忘了 沈文娟有些忧怨的叹口气 陈建军拍了拍沈文娟肩膀 以示安慰 不用操心他 这狗东西 在外面吃不了亏 沈文娟道 我就是想看看 苏震东家闺女 长什么模样 万一要是结婚 新媳妇过门 这婆媳之间相处 也得提前熟悉一下 你说是不是 这个时候 陈建军不敢给沈文娟唱反调 只能顺着沈文娟的话往下说 以苏震东的家教 他们家闺女 也不会差多少 再说 咱儿子跟他闺女 都是大学生 素质应该比较高的 这可不见得 隔壁六婶家的儿媳妇 也是大学生 你看看那娇生惯养的习惯 吃饭都得端跟前 味道不好还不吃 晚上睡觉前 还要用热水泡走 用水浪费的呀 沈文娟说起 家长里短 都是一大堆 陈建军一边听 一边打瞌睡 老陈 要不提前给儿子买套房怎么样 我听说 现在房价开始上涨了 市中心的一平方 要七百多块钱 陈建军想起 儿子银行卡余额一百多万 他比我这个当爹的都有钱 不用我们操心 还是早点睡吧 要睡你先睡 我得想想 沈文娟再次陷入沉思 第二天早上 陈彻被苏秦雪叫醒 刘瑞卿已经在厨房忙活做早饭 小陈 快点起床 上课要迟到了 苏秦雪拿自己头发 轻轻在陈彻耳边挠痒痒 陈彻睁开眼 他看着素颜朝天的苏秦雪 长发披肩 瓜子脸依然白皙 信言水润 真怀念以后 每天都有这种叫醒服务啊 他刚想和苏秦雪亲热一番 听到客厅电视台 播放新闻的声音 动作僵住了 忘记了 刘瑞卿和苏震东还在家呢 他信信地跟着苏秦雪 去卫生间洗漱 苏秦雪早帮陈彻 准备好新的牙刷和牙膏 还贴心地帮陈彻 挤好牙膏 两个人一起对着镜子刷牙 苏秦雪恶作剧地 把泡沫抹到陈彻脸上 陈彻迫于苏震东的威严 他没好意思跟他闹 洗漱完 陈彻从卫生间出来 看到苏震东正在看电视 他坐到一旁 大大方方喊了一声 苏叔 苏震东眼神复杂地看陈彻一眼 曾经多少追求 自己闺女的青年才俊 陈彻是下手最快的那个 有时候长相帅气 家境优越都不是重要原因 最重要的是 脸皮子够厚 当年那些青年才俊 要是有陈彻一半的脸皮子厚 闺女早就恋爱了 陈彻尚尚不知道 苏震东的心理活动 他对着电视新闻开始评论 明年联合部队 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萨达姆过不了两年 就会被美国逮捕 苏震东反驳道 何以见得 战争还没有打起来呢 因为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武器 并暗中支持暴恐分子 绕开联合国安理会 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的军事打击 其实就是海湾战争的延续罢了 陈彻仿佛一个评论家 对这些说的头头是道 他的优势就在于 对曾经的国际局势都经历过 苏震东对未来国际局势变化了解 没有那么透彻 他觉得陈彻的口气有点太武断 两个人从国际形势一直聊到国内 最后引到陈彻的社交网上 这一番深入交流 苏震东不得不佩服陈彻这个人 确实眼界不凡 思想更是天马行空般跳远 他担忧自己闺女 以后跟着陈彻会不会被欺负 这时 刘瑞卿做好早饭 苏秦雪忙着把早饭从厨房端出来 爸爸 小陈 你们快过来吃饭 要不然就凉了 陈彻和苏震东结束争执 一家四口开始温馨吃早饭 刘瑞卿担心陈彻吃不饱 热情地给陈彻加菜 他现在已经把陈彻当成半个女婿 只要两个人以后的恋情不出意外 他是支持闺女结婚的 双方家长都是本地人 互相知晓一些 祖上三倍也没出过什么恶人 陈彻这孩子还算优秀 要不然能创建公司吗 关键是自家闺女也愿意 诸多因素叠加 也就只有陈彻符合这些要求了 吃完早饭后 苏震东派车把陈彻和苏秦雪送回学校 教室门口 小陈 你又不陪我去上课吗 陈彻揉揉苏秦雪头发 昨天晚上网站推出网页小游戏 开心农场 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 我要先去公司看看 那我也陪你去吧 你先上课吧 等放学后我来接你 怎么样 可是我想你 苏秦雪恋恋不舍地看着陈彻 陈彻在他脸颊亲了一口 现在可以了吗 苏秦雪冲着陈彻嘻嘻嘻一笑 小陈 那你记得早点来接我了 最后一节课 我想逃课 哦 JPK 现在笑话越来越黏人 昨天晚上他调出人脉圈子 发现和苏秦雪的亲密度 已经飙升到98 夏天时候 两个人的亲密度还是43呢 这发展趋势简直神速啊 陈彻目送苏秦雪进入教室 他去停车场开车 老旧桑塔纳驶出校园 门口的保安看到陈彻的车 赶紧放行 谁让陈彻现在是校园的创业明星呢 校长办公室亲自打过电话关照 凡是陈彻的一些小要求 学校能满足的要尽量满足 听说现在学校正在开会研究 预计今年年底的学生会副主席 三好学生 创业明星 都会成为对方的头衔 平时陈彻没有什么架子 进出校园 经常会给他们这些保安发烟 所以陈彻的口碑很好 有位比较宅的大义新生 看着绝尘去桑塔纳 问同伴 这是谁啊 这么嚣张 连那个人你都不认识吗 大二计算机系的陈彻 社交网创始人 他就是社交网的创始人啊 好嚣张啊 早知道 我也创建一个社交网 听说夏天的时候 他在食堂 被电气工程系的围殴 一个人打二十多个人 把电气系的学生会副主席 打成猪头了 卧槽 这么刁 新生晚会的主持人苏清雪 你知道吧 知道啊 咱们理工大学的校花嘛 那名学生点头 苏清雪就是他女朋友 真是人生赢家啊 那名学生 看着汽车尾灯 消失在拐角处 一脸的羡慕 商业写字楼六楼 这里是社交网的大本营 负责社交网日常运营管理 三十多位员工 目前都在这里办公 其中半数以上 都是贫困大学生 这也是陈彻口碑的起点 既然是兼职学生 工资肯定比社会上的人 要低一倍 陈彻就喜欢用这些 单纯的大学生 吃苦耐劳 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请吃个饭 就足够他们高兴好几天 最关键的是陈彻 还会花大饼啊 他经常对这些员工说 我们是创业公司 我们可以不赚钱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梦想 知道什么是梦想吗 就是诗和远方 所以那些员工都对陈彻 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崇拜 陈彻步入办公区 不少员工都跟他打着招呼 陈彻也都一一回应 好好干啊 明年争取给你们找个嫂子 陈彻笑嘻嘻地进入自己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 登陆自己的社交网账号 过了一会儿 隔壁的黄金金 抱着一些文件进来 他质问道 陈总 昨天说好游戏开张 你怎么没有去合金小区 陈彻摸了摸鼻子 黄金金一副可爱大眼睛盯着陈彻 我嫂子 谁啊 陈彻笑道 苏清雪啊 我昨天去参加她的家宴了 初步获得了未来丈母娘的认可 黄金金 以前你跟小雪交往 一直没有获得长辈的认可 主要是他们家要求比较高 我勉强及格 黄金金对这种八卦很感兴趣 她拖了椅子 坐在陈彻对面 是不是要求十万块彩礼啊 然后要求未来女婿 必须是研究生学历 然后会上厅堂 会下厨房 陈彻看着黄金金 贫穷限制了她的想象力 十万块彩礼够吗 她要是说出来 一百万 估计得把黄金金吓到 还是别刺激黄金金 万一黄金金的老公 怪自己提高女婿标准怎么办 两个人闲聊几句 陈彻开始谈正事 李震南学长呢 她在不在办公室 昨天晚上 李震南学长盯了通宵 今天静姐来上班 让她去休息了 哦 那就给李学长放一天假吧 陈彻觉得 不能把李震南当牲口的事 万一使坏了杂整 你去把静姐叫过来吧 我跟她开个会 黄金金把昨天的数据资料放下 就出门去找孙静 现在整个公司 也就孙静能跟陈彻平等聊天 因为孙静的见解和阅历都很丰富 能够提供一下 公司未来发展的帮助 至于李震南 只是在技术这方面比较强 黄金金和曹文博 就是两个跟班工具人 负责执行陈彻传达的命令 陈彻低头翻阅着数据资料 开心农场和抢车位 陈彻对这个收入还算满意 没有失望 也没有多大的惊讶 因为现在付费体系还没有完善 能有几千人充值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过了一会儿 孙静敲门 陈彻让她进来 今天孙静穿了一件 鸵色泥子风衣 里面是黑色高领羊毛衫 成熟女人的曲线完美呈现 她面容化着精致淡妆 整个人妩媚充满风情 静姐 昨天的游戏数据 你看了吗 孙静在陈彻面前坐下 她点头道 我看过了 说实话 这两款游戏 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 真想不到 一个小游戏 竟然会这么吸引人 她又恭维道 陈总 你在游戏构思方面 很有天赋 我记得当初的传奇思福 就是你开发出来的 陈彻呵呵一笑 这些游戏 都是无数前辈摸索出来的 她只不过是窃取思路罢了 如果她愿意的话 植物大战僵尸 愤怒小鸟 水果忍者 这种小游戏 随时都可以做出来 还有那些大型游戏 比如 LOL 地下城与勇士 吃鸡游戏 也都可以仿制 陈彻靠在椅子上 对孙静说 昨天会员充值费 大约12万左右 年底前的一个多月 开支够了 孙静问 你打算靠这两款游戏 撑起社交网开支吗 陈彻摇头 这两款小游戏 虽然是爆款游戏 但无法长久 其他互联网公司 一旦发现农场 和抢车位的火爆 一定会抄袭跟进 所以 游戏这波红利 无法吃太长时间 陈彻道 明年我给你很大的权限 让你招人 希望你尽快拿下 整个华东的高效市场 孙静陷入沉思 有华中市场的推广经验 他对拿下华东市场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现在互联网社交这一块 他们是独一份 竞争压力很小 陈彻继续道 我们的速度 要比别人快 在别人还没有进入这个市场时 拿下全国市场 到时候 我们的注册人数 应该会突破百万 手握庞大的用户数据 才是我们融资的关键 孙静点头 我保证完成任务 陈彻看着孙静身上 气质的成熟韵味 他问道 快要年底了 你今年打算在余阳过年 还是回家过年 孙静目光望向窗外 昨天的小雪 给远处的屋顶 多了一层白衣 他现在是既想回家 又害怕回家 因为回去后 少不了被亲朋好友催婚 孙静的老家 在省城下面一个小县城里 他这个年纪的同龄人 早已经结婚生子 有的都两个孩子 唯独他还是截然一身 他垂下头 我等拉月底再回去吧 到时候公司这里 我帮你盯着点 那也行 到时候过年 这里要留下值班人员 我估计这个寒假 社交网会被粉丝安利一波 说不定注册人数 会疯狂上涨 等孙静离开后 陈彻一直待在公司 有些新人 他要认识一下 有些简单文件 也需要签署 顺便还给苏清雪 发短信聊天 苏清雪现在黏人的很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种 黄晶晶敲门进来 他先伸进来一个脑袋 看到陈彻在低头发短信 故意轻咳一声 陈彻抬起头 进来吧 黄晶晶坐在陈彻对面 欲言又止 陈彻回复完短信 看着黄晶晶 什么事 黄晶晶说 有人找上门 说想在我们网站 投放一些广告 我本来打算拒绝 听静姐说 咱们公司账面钱不多了 所以 问问你要不要接一些广告 陈彻眉头一挑 终于有眼光远见的人 相中自己社交网了吗 黄晶晶还以为陈彻不愿意 他起身就向外走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拒绝 我帮你回绝 等等 陈彻叫住黄晶晶 你领他进来见见我 啊 黄晶晶看着陈彻 他现在还不懂里面的商业逻辑 单纯的觉得 社交网弄那些广告 显得有些掉价 陈彻忽然问 这段时间 是不是经常有人 找我们做广告投放 黄晶晶天真道 对啊 都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 咱们好歹也是 未来的世界五百强 看不上那些广告 陈彻欲哭无泪 狗日的黄晶晶 这么多送财童子进门 为什么拦着不让我见啊 以后这种客户找过来 你要第一时间介绍给我 明白了吗 黄晶晶求知欲很强 他问 为什么 陈彻拍着桌子 知不知道 运行一个大型网站 养活这么多人 需要花钱的 这个钱从哪里来 要不是 我之前存了点钱 现在早就是百万富翁了 哦 黄晶晶总算明白了 这其中的商业逻辑 他一溜烟跑掉了 等他再进办公室的时候 后面 还领着一位 秃顶的油腻中年人 对方看到陈彻 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暗道 好年轻的老板 他递给陈彻一张名片 陈总 你好 笔人刘江 陈彻接过名片 客气道 原来是刘总 快请坐 他招呼刘江 在沙发上坐下 从兜里掏出烟 递给刘江 黄晶晶总算有当助理的觉悟 他退出去 给客人泡茶 以前来陈彻办公室的 都是同事或者同学 黄晶晶从来没有这种觉悟 他的办公室 之所以有茶业 还是上次学校校长和副校长 来试茶 陈彻特意吩咐他准备的 所以 泡给刘江的茶 都是陈年旧茶 泡好茶 刘江客气的 对黄晶晶说声谢谢 等他走后 刘江开始和陈彻谈论业务 陈总 我发现 你们这个社交网 非常符合我们的定位 想在你们社交网 投放一批广告 你开个报价 刘江开门见山道 陈彻问 不知道刘总是打算 投放什么广告呢 你需要在什么位置展示 不同的展示位置 报价可都是不一样的 刘江神秘一笑 他小声道 重金求子 陈彻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直到刘江从怀里 掏出一份报纸 上面赫然写着 重金求子的案例 内容 张小姐 24岁 身高168 貌美如花 远嫁富商 老公不育 未继承庞大家业 经邪商 特循健康正值难事 原我母亲梦 通话满意 速会20万 非你初见面 事成之后 众筹100万 本人轻弹 非诚勿扰 陈彻看完内容惊呆了 卧槽 本以为是其他的厂家广告 想不到 竟然是这种狗血广告 哪怕给我个脑白金广告也行啊 刘江问道 陈总 我要求不高 就在不起眼的位置投放一下就行 你开个架 陈彻把报纸递给对方 刘总 我这个广告位 可能不适合你 为什么 我特意注册过社交网的账号 发现里面都是年轻人 并且大学生居多 这里面很有市场的 刘江生怕 陈彻不答应 他继续道 一万块 我买你角落广告为一个月 怎么样 陈彻想起了搜索网站某度 他当年的广告 可谓是精彩分成 甚至被病人检索医疗广告 而耽误治病 比起自己社交网 要心黑得多 狗日的黄晶晶 也不知道背着自己 拒绝多少优秀的合作方啊 思虑再三 陈彻决定是试水 刘总 你这个 要是真的想投放广告 得加钱 刘江一听有的谈 他好爽道 这没问题 你开个价 陈彻再一次开了眼 这种小广告 收益那么高吗 也是 人家这种 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本身就没有什么亏损 陈彻说道 一个月广告为两万块 我个人主页的右下角 给你一个小广告为 但是我需要在上面 注视一条免责声明 刘江一听 两万块有些高啊 他以往在报纸刊登这种 才几百块钱 他之所以找上陈彻 是因为看中 社交网的流量 比他在电线杆 粘贴小广告强多了 最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他们定在一万二的报价 签署完合同 陈彻送刘江离开 摸着兜里的现金 他物质摇了摇头 一万二就把自己卖了 唉 想想有点不值啊 不知不觉 时间快到年底 陈彻考完最后一门 走出教室 说是考试 其实就走个过场 老师们知道 陈彻的成绩 百分之百不合格 但是校长崔向群 特意打过招呼 今年陈彻同学的成绩 必须要及格 三好学校 创业标兵 学生会副主席 这些头衔 都为陈彻准备好了 千万不能因为成绩拖后腿 现在 随着社交网的飞速发展 已经引起不少商界大佬注意 现在之所以没有动静 多数人都在观望 SNS是一种新型社交模式 所有人都还不清楚 这里面蕴含的商业逻辑 等到明年 那些咨询公司给出反馈后 商界大佬就会出手 学校里更有传言 明年会有央视记者采访陈彻 陈彻悠哉插着兜 他从兜里掏出烟点上 看到不少同学 拎着行李准备离校 又是新的一年啊 过得好快 陈彻看到李国庆和刘晓斌 几个差声 垂头丧气的叫事出来 马上放假了 你们几个 怎么这副鸟样子 陈彻吐出一个烟圈 李国庆从陈彻兜里掏出烟 自己点上 他皱眉道 别提了 这次考试 估计不及格 陈彻笑道 狗急吧 今年暑假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说 李国庆闷闷不乐道 我暑假的时候发誓 大二学年 要努力学习的 都是这群狗日的 害得我天天逃课去网吧 刘晓斌不愿意背锅 他跳出来道 卧槽 说话要负责任啊 好几次 我都不想去网吧 是你非拉着我去 几个人吵闹一会儿 李国庆忽然问陈彻 小陈 你这次考试怎么样 陈彻耸了耸肩 我只写了个名字 卧槽 你牛逼 我以为我要垫底了 想不到 竟然有比我还垫底的 那我就放心了 其他男同学 纷纷松口气 人都有这种奇怪的心理 只要身边的人 比自己差一点 仿佛找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国庆反而还主动安慰陈彻 别想太多 陈彻饶有兴趣的 看着这群臭弟弟 幸灾乐祸 他没有告诉他们 明年自己会评为三好学生 学生会副主席 还是让他们 过一个愉快的寒假吧 李国庆他们 买的是明天的火车票 今天考完 是可以彻底的放飞自我 男生们的快乐很简单 必须去网吧通宵一天 小陈 你去不去 今晚上我请客 李国庆和刘小斌邀请他 陈彻说出善意的谎言 我去不了啊 老房估计得让我不考 那没办法 我们先走了呀 陈彻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心里一阵向往 因为他在这些同学身上 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青春 那些年晚上 在网吧包夜 一定能碰上一个 有节奏的摇桌子一排都晃动 一个玩歪歪语音 和别人对骂一晚上 一个玩枪机游戏 A门B动嘶吼一晚上 一个老女人 装嫩用嗲声语音聊天 一个傻逼 拖几把椅子睡觉 一个网管做第一排玩传奇 怎么叫也不甩你的 他们的青春就丢在了那里 陈彻从车里拎出数条中华烟 和几瓶茅台 他先从校办主任开始 挨个敲门 一直敲到校长崔向群的办公室 崔向群正服案在办公桌前办公 临近年底 学校的各种会议比较多 有明年的预算申报 还有学生们的安全管理 还有一些教育论坛会议 原来是小陈啊 怎么 考完试了 崔向群看到陈彻手上 拿的两条中华烟 还有茅台酒 他没有反对 陈彻也没有明说 只是悄悄替校长放进柜子里 终于考完了呀 陈彻在崔向群面前坐下 看到桌子上的中南海 他很自然地抽出一根 然后点上 崔向群笑道 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店 这次给我带这么多礼品干什么 陈彻谦虚道 崔校长 我听说 学校明年要审批一些创业预算资金 崔向群神色异景 他马上就明白 陈彻打算做什么用 这个消息 谁告诉你的 陈彻怎么会告诉崔向群 从校办主任到副校长 都被自己攻克了呢 我听别人无意中说的 校长 我这作为创业项目 你得帮帮忙啊 我现在困难得很 陈彻终于把社交网面对的资金压力 全部告诉崔向群 崔向群听了 他皱起眉头 抽出一根烟点燃 想不到 陈彻已经往社交网 投入上百万资金 现在面临资金方面的困难 于情于理 学校都不能让他倒闭啊 这不仅关乎学校的名声 更关于省部门领导的期望 并且 明年崔向群还准备 把社交网 当成重点项目来培养的 思虑一会 崔向群缓缓道 我替你申报一下 如果上面审批下来 那么就给你一笔创业基金支持 校长费心啊 你也知道 我聘用咱们学校的学生 占的比例很高 无形中 增加了同学们的就业率 陈彻话里话外 把对学校的贡献提了一遍 所以想想 无奈笑了笑 行了 你小子 我还不了解 这件事 我尽力帮你跑一下 实在不行 我们再考虑别的办法 总之 社交网现在绑定咱们学校 轻易不能倒下 你明白吧 明白明白 那就多谢校长了 两个人又闲聊一番 陈彻终于从崔向群办公室离开 至于学校创业基金预算的事情 要多谢苏振东啊 未来岳父大人帮了他大忙 这源于前段时间 苏振东去省里开会 无意间听说 上面支持大学生创业基金的事 正好他了解陈彻的社交网 所面临的困难 所以额外留意一下 如果这批无息贷款资金能批下来 陈彻有把握明年春天 让社交网在全国火爆起来 离开办公大楼 陈彻的电话响了 他接通电话 电话里传来苏清雪娇柔的声音 小陈 你在哪 说好等我考完试的 你又不等我 陈彻答道 我刚才去给校长送了点礼品 你现在在哪 我在咱们系的一楼 行 那我过去找你啊 先挂了 不要挂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吗 陈彻无奈 话费挺贵的 我给你缴费 陈彻心想 你的钱以后就是我的钱 这有什么区别呢 十分钟后 陈彻看到一个穿着浅色长款羽绒服的背影 对方身材高挑 熟悉的高马尾 很有辨识度 他穿着家后打底裤 衬托的双腿纤细优美 脚上是马丁靴 正无聊踢着碎石子 他旁边还站着一位圆滚滚的小个子女生 似乎在喋喋不休说着什么 陈彻看到卢小冉这个350W电灯泡 他准备把卢小冉打发走 这个工具人 只有在危机时候才有用处 平时都是爱人眼 如果卢小冉知道 陈彻过河拆桥的心思 估计得活活气死 卢小冉 曹文博在系主任办公室里帮忙 你怎么不过去帮他 你怎么不去 卢小冉扭头反驳陈彻 我刚忙完回来 你赶紧去 平时指挥曹文博 干活积极得很 怎么轮到你就不去了 曹文博知道多伤心 陈彻把话堵得死死的 哼 下次别想让我帮你 卢小冉无奈 愤愤跺一脚 往办公室赶去 苏清雪看到陈彻过来 他小脸露出欣喜 忍不住想要扑上去 最近他越来越迷恋小陈 恨不得天天跟小陈腻在一起 他上前挽住陈彻胳膊 小陈 我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呀 陈彻捏了捏苏清雪脸蛋 最近天天胡吃海喝 怎么也不见你胖啊 你看我啤酒肚就出来了 苏清雪用小手去摸陈彻肚子 他哼一声 你经常跟朋友出去喝酒 想不胖都难 陈彻摸了摸鼻子 最近这段时间确实久居不断 跟网吧老板留位他们经常聚会喝酒 还有大学同学去网吧封丸 还有公司的员工团建聚会 以及学校领导邀请他参与的饭局 不知不觉他的圈子已经遍布各界 对了 小陈 你这次考得怎么样 考得非常好 校长亲自说要凭我为三好学生 七 我不信 苏清雪对陈彻的成绩很了解 很多时候都是陈彻逃课 他这个班长替小陈签道 偶尔过来上课 不是在睡觉 就是让苏清雪给他捏腿 要么就是影响苏清雪上课 打个读怎么样 读什么 苏清雪用好看毛子看陈彻 陈彻目光在苏清雪身上扫来扫去 他缠校花的身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迟迟无法得到 还经常被苏清雪聊得心烦意乱 苏清雪怎能不知陈彻用意 他还故意挺了挺胸 若是我赢了 咱们就去酒店 我不去 苏清雪才不上当呢 他现在对陈彻的套路摸得差不多 陈彻看着依偎在自己身边的校花 心里直痒痒 一直在苦苦寻常机会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下手的机会呢 两个人漫步走在校园里 过了半晨 苏清雪忽然问 小陈 你想不想娶我 当然想啊 陈彻在这种问题上回答得很果断 这看似是一个简单提问 背后隐藏着女生的试探和测试 但凡回答得稍微有点犹豫的男生 就会引起女生的敏感和猜忌 他们心里一定在想 他居然犹豫了 他会不会不那么爱我 他会不会有别的女人 进而演变成女生脑补的胡思乱想 陈彻不明白 苏清雪为何如此发问 他决定岔开话题 反问道 是不是结婚后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对啊 结婚后 我就是你的人呀 早上可以给你做饭 可以给你洗衣服 晚上还可以陪你睡觉 苏清雪冲着陈彻露出甜甜的笑意 嘴角那两个梨窝 分外诱人 陈彻四周看下 大部分人要么在教室考试 要么在宿舍收拾行列 苏清雪看到陈彻举动就知道 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他乖巧闭上眼睛 果然 柔软温热的触觉传来 苏清雪紧紧抱住陈彻 沉浸气中 五分钟后 陈彻松开苏清雪 今天晚上 你想去哪里吃 我们去吃牛肉火锅吧 有一家 我听说味道很不错 好 那我叫上文博 这小子最近失恋 一直发愤图强 苏清雪乖巧的点头 他也通知卢小冉 毕竟四个人吃饭 氛围感比较强 最近几天 陈彻饭局都已经排满 明天他要陪着公司员工一起聚餐 后天要跟副校长陆红杉一起吃饭 牛肉火锅店 苏清雪和卢小冉 在里面忙着涮锅 陈彻和曹文博两个人在外面抽烟 原本他们想在饭店里面抽烟的 陈彻发现临座是一个孕妇 他把曹文博叫到外面了 隔着窗户 陈彻可以看到里面的苏清雪 他把浅色羽绒服搭在椅子上 里面穿着一件白色紧身羊绒衫 羊绒衫质量很好 轻腻地附在身上 勾勒出苏清雪高挑迷人的身材 绣黑的青丝 扎成一束灵翘的马尾 精致的瓜子脸 妩媚俏丽 因为吃的辣锅 带着一抹娇红 他和卢小冉说笑 两侧的梨窝比美酒还醉人 曹文博深深抽一口烟 他忽然说 小陈 林雨昕又联系我了 陈彻收回目光 他撇头看着曹文博 上次吃饭醉酒 他就用曹文博手机把林雨昕拉黑了 这个绿茶怎么就阴魂不散呢 陈彻问 他找你什么事 曹文博脸上露出挣扎 他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我 以前一直在骗我 他说 现在觉得 我是个踏实稳重的人 陈彻呵呵冷笑 估计是林雨昕 找不到像曹文博这么傻的备胎了吧 他骂道 狗急把 你那颗寂寞的心 是不是蠢蠢欲动 曹文博急忙摆手 不会不会 自从上次那件事后 我就明白了 这都是我一厢情愿 陈彻抽着烟 没有搭话 过了一会儿 他说道 如果让我再看到你给林雨昕花钱 你之前欠我的七千多块钱 立刻还我 并且 你的工资 以后也不给你发了 我直接给曹说 曹文博瞬间被拿捏住软肋 闷声道 等我有钱了就还你 陈彻拍着曹文博肩膀 以后社交网会上市的 到时候 你也会变成有钱人 等那个时候 你的眼界开阔了 就会明白 女人不过如此 曹文博不语 思考着陈彻的话 店里 苏清雪已经给陈彻的碟子里 加了满满的牛肉 都是小陈爱吃的 他顺着窗户往外看 正好看到陈彻线条 立体的侧脸 他似乎在安慰曹文博 眉宇间 是他熟悉的桀骜和轻狂 不用想就知道 小陈肯定 在给曹文博画大饼 两个人抽完烟进来 陈彻看到自己菜碟里 那么多牛肉 你这是嫌我不够胖啊 快吃快吃 我不嫌弃你胖 苏清雪轻易地加一块牛肉 放在料汁里面 涮一下就胃头陈彻 陈彻警觉的闪躲 苏清雪总是恶作剧 在肉里面放一些佐料 比如辣椒 或者芥蒙 他强忍着笑意 要乖 你先吃一口 我再吃 哼 小心眼的男人 苏清雪白他一眼 然后自己咬一口 试一枚事后 他强行把剩下的 塞进陈彻嘴里 你看 这次没有骗你吧 幸好这次里面 没有放辣椒和芥蒙 陈彻这顿火锅 吃得还算舒心 对面曹文博和卢小冉 猝不及防 被为了满脸狗粮 随着寒假的开启 学生们的日子 也回归自由 不少学生宅在家里 刚开始几天比较新鲜 被父母各种宠爱 超过三天后 家庭地位这一块 开始直线下降 陈彻就是这样 不仅要给老妈和老陈 做晚饭 还要负责脱地 洗衣服等家务 沈文娟每约其名 老娘伺候你二十年了 让你伺候老娘 二十天就不愿意 陈彻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干活 顺便怀念 在学校轻松自由的日子 大部分人的寒假 都是各种玩 比如异地恋的大学生们 互相给情侣发着短信 以解相思之苦 单身狗去找初中 或者高中同学去网吧 还有一部分人 穿多着来个同学聚会 陈彻也接到不少 高中同学的电话 他对此表示 没时间 因为这种同学聚会 毫无意义 无非是 男同学炫富 女同学比美 开个同学会 拆散一对是一对 更有不少高中同学 邀请苏清雪 去参加同学聚会 他们好奇 苏清雪现在长什么模样 有没有出对象 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 一些自认为 在学校混上班干部的男生 跃跃欲试 总觉得自己能配上苏清雪 苏清雪被很多同学邀请 他有些异动 特意给陈彻打电话 想要他陪着一起去 陈彻在电话里冷笑 对于自己的女人 一定要保护好 一点火星都不能出现 必须用妙浇灭 他对着苏清雪说道 你知道 现在同学会是什么意义吗 苏清雪问 什么意义 陈彻道 心眼多得钻被窝 心眼少得在唠嗑 不多不少在乱摸 一个心眼在唱歌 缺心眼的往死喝 电话里传来苏清雪的笑声 小陈你怎么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要不说你单纯啊 那些男生都是贪图你的容貌 再说高中时期 你是一班 我是二班 我又不认识你的那些高中同学 那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吗 我不去 要去你就自己去 哦 苏清雪有些闷闷不乐 陈彻猜到 现在的苏清雪 一定是撅着小嘴 神情有一点点小委屈 他肯定在等自己哄他 其实苏清雪给陈彻打电话 主要是为了见陈彻 因为放假这几天 小陈一直没有来找他 明明两个人就在一个城市 怎么就那么满 这是大多数人面多的热恋期的假象 明明两个人才分开三天时间 却感觉过了三个月 电话里传来陈彻的声音 不过 苏清雪立马问 不过什么 我今天打算去你家找你 顺便蹭一顿饭 苏清雪闷闷不乐的小情绪 马上多云转情 真的吗 那你找我来的话 我就不去参加同学会了 陈彻瞬间明白 原来笑花是在这里等着他 他看了一眼 时间上午十点多 记得让刘姨做饭清淡一点 我最近有点胖 要控制一下 知道了 那你快点过来 我等你 苏清雪挂完电话 美滋滋的跑去卫生间洗漱 他要让自己更漂亮一些 这样 小陈就会多爱自己一点 刘瑞清和苏震东 看着女儿高兴的样子 目光里充满温情 现在就连老苏都放弃坚持 他也不要求成龙快婿 或者权贵子弟 只要女儿每天像这样开心 他就知足了 苏震东起身 从酒柜里 拿出珍藏多年的女儿红 他对刘瑞清说 我今天跟小陈喝两杯可以吧 刘瑞清白苏震东一眼 你愿意喝就喝呗 我还能拦着你不成 刘瑞清平时反对苏震东喝酒 是因为苏震东跟外面的那些人 喝起来没完没了 这次是在自己家里 再加上又是陈彻 所以他也放心 他起身来到厨房 打开冰箱门 准备今天做一周丰盛的饭菜 刘瑞清问 你说 要不要让咱闺女 去见见小陈的爸妈 他好像连小陈家在哪都不知道 苏震东思索片刻 他点头道 有必要去一趟 小陈总来咱们家蹭饭 让闺女去他家蹭一顿饭 刘瑞清无奈道 瞧你那点小心眼 其实他本意是让闺女 去陈彻家里看看 这样能更直观地了解一下 陈彻的家庭构成 苏震东道 等会我问问咱闺女 上午十一点 陈彻洗漱完 给自己换一套新衣服 又从老陈的酒柜翻了半天 找到两瓶珍藏多年的白酒 老陈也真是抠门 这么多年时间 家里这点珍藏 真是可怜 瞧瞧人家老苏娜储藏间 堆得满满的烟酒 都够开个烟酒超市了 拿完礼品 陈彻开车前往苏震东家里 距离过年 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街上已经一片热闹景象 卖春莲福子的 够年货的 还有各种琳琅满目的食品 天空也终于放晴 冬日暖阳的那种感觉 苏秦雪早就收拾好了 他一会一个短信问 小陈到哪里了 陈彻 我到楼下 正在停车 苏秦雪翘立在阳台 陈彻停好车上楼 暗响门铃 苏震东走过来开门 他最近没有以往那种冷淡 而是变得随和起来 从心里开始 渐渐接受陈彻 要不然 他也不会关注社交网的发展 小陈来了呀 陈彻笑着说道 苏叔叔好 刘瑞清记着围裙走过来 他看到陈彻手上还拎着东西 抱怨道 小陈啊 来吃饭就吃饭 还拿什么东西 陈彻解释 这不是快过年吗 我家平时也没人喝酒 我知道苏叔爱喝酒 今天陈苏叔少喝点 苏震东眼前一亮 他本来打算跟陈彻喝点 好 这酒我就收下了 下不为例啊 陈彻换好鞋子 注意到苏秦雪正背着手 笑盈盈看着自己 他梳着简单马尾 眼波流转 白西瓜子脸 穿着贴身针织衫 和黑色夹后丝袜 把身段衬托得曼妙多姿 女人胃很足 刘瑞清说道 你去客厅先看会电视 我再去炒两个菜 刘姨不用麻烦的 简单点就行 刘瑞清笑着说 要吃就吃好 怎么能糊弄呢 苏震东把酒放在餐桌上 也去厨房帮忙 陈彻则和苏秦雪 坐在沙发上 说着悄悄话 两个人好几天没见面 正是你浓我浓的时候 陈彻看到苏秦雪 蜷缩的小腿 还有包裹在黑丝里面的 小巧玲珑脚丫 浮想连翩 怎么感觉 小妮子现在越来越会 勾引人了呀 苏秦雪注意到陈彻的视线 他用脚丫轻轻踢陈彻一下 发出呃呃的笑声 陈彻估计苏震东和刘瑞清 不敢妄动 只能干瞪眼 吃饭的时候 陈彻陪着苏震东喝酒 这是老苏珍藏多年的 上等绍兴女儿红 清澈透亮 口感极佳 本来是苏震东 留给女儿结婚用的 今天高兴 索性开了一瓶 陈彻知道这瓶酒 对老苏意义非凡 代表他已经接受 自己这个女婿 两个人聊着天 无非是一个老父亲 感慨闺女长大 以后要嫁人 希望未来的女婿 对他好一点 陈彻在旁边附和 他细心的给老苏酒杯珍满 刘瑞清和苏清雪两个人 早就吃完饭 他们去客厅看电视了 苏震东开口道 小陈 小雪还没有去过你家吧 陈彻回答 还没去过 苏震东试探问 年前让小雪去你家一趟 没问题吧 陈彻立马道 没问题 求之不得 我妈经常给我说 啥时候把小雪领回家呢 苏震东对陈彻的表现很满意 如果刚才陈彻表现出来 半点犹豫 代表陈彻或者陈彻家里 可能不是真心对待自己女儿 身为一个老父亲 他要在闺女出嫁之前 扫清一切不确定因素 截止目前看来 陈彻表现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顿饭吃到下午两点多 苏清雪好不容易等陈彻吃完 他换好衣服 拉着小陈去逛街 刘瑞清和苏震东 也没有阻拦他们 只是叮嘱他们早点回来 出了小区 苏清雪贪婪地 吸着外面空气 苏清雪轻腻挽着陈彻胳膊 开始碎碎念 小陈 你知道吗 这几天 我在家里憋坏了 天天除了吃饭 都是睡觉 要不就是看电视 我以前还喜欢学习 现在都不愿意学习了 钢琴也不想弹 肯定是受你不学习的熏陶 都说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陈彻才不乐一杯锅呢 反驳道 你别赖我头上啊 这个学期我都没怎么去上过课 怎么尽朱者赤了 就赖你 谁让你寒假不早点来找我 我们都分开72个小时以上了 苏清雪开始撒娇 陈彻只好举手认输 谁让撒娇 是女人的专利呢 他亲自帮苏清雪打开车门 然后给苏清雪系好安全带 又在他白嫩脸颊亲了一口 现在满意了吗 苏清雪强忍着脸上笑意 养着雪白下巴 哼 暂时饶过你 其实无聊的时候 他就愿意给小陈闹 这样 小陈可以哄自己啊 最好的恋情就是 他在闹 他在笑 他在哭 他陪伴这一生 他的喜怒哀乐 是他的人生归宿 两个人驱车前往商场 因为苏清雪 后天要去陈彻家里 他想给沈文娟和老陈 买两份礼物 这些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刘瑞清私下教的 陈彻自从和苏清雪正式交往后 好几次登门都有买礼物 虽然都是一些水果 或者烟酒之类 这代表陈彻的心意 再说 以苏震东家里的条件 什么样的贵重礼物没见过 苏清雪作为女方 第一次去陈彻家里做客 带点礼物显得好看 代表两家礼尚往来 刘瑞清和苏震东开始商量 今年过年 要不要两家聚在一起做作 相互熟悉一下 虽然距离结婚还有点走 两家早点见面了解一下 也不是什么坏事 苏震东觉得 现在有点太早 还是先等等 至少要等南方家里先提 陈彻开车来到街上 苏清雪手上 拿着半袋糖炒板栗 他拨开后自己吃半个 再把剩下的半个 塞到陈彻嘴里 陈彻专心开车 不知道自己吃的每一颗 都有苏清雪的口水 苏清雪坐在副驾驶 明嘴偷笑 街上很多商场 都开始年底促销 经过一家服装店的时候 陈彻注意到 对方清仓海报挂一整年 到现在还在清仓 陈彻道 这家店的老板真牛逼 存了多少货 现在还在清仓 苏清雪看一眼 评价道 这家店的衣服很贵 我妈从她家买过 小陈你以后不要去她家买啊 陈彻多看几眼 看着还挺好看 以后你的衣服我给你买啊 我帮你搭配 因为你只准穿给我看 陈彻觉得 这话有些熟悉 不都是霸道总裁爱说 这种话吗 就在这时 苏清雪电话响了 她接听电话 喂 张玉丹 哦 你们几个人啊 苏清雪偷偷看陈彻一眼 她迟疑一下 说道 我先问问我男朋友啊 我们现在准备去逛商场呢 陈彻听到电话里的女生提高声音 小雪 你什么时候谈恋爱了 是哪个青年才俊 获得你青睐啊 苏清雪抿着嘴角 甜滋滋道 她呀 她叫陈彻 是个 嗯嗯 坏人 陈彻瞪苏清雪一眼 交往这么长时间 难道在苏清雪眼中 就是个坏蛋 不过貌似也是 自己跟苏清雪在一块 总忍不住想欺负她 要么就是缠她身子 苏清雪又跟那个叫张玉丹 聊了几句后 挂断电话 她看着陈彻 用商量的语气道 小陈 刚才是我高中 同桌张玉丹打来的电话 问我要不要参加同学聚会 你说我去吗 陈彻反问 你想去吗 苏清雪说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 你陪我去好吗 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因为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关系很好的 后来读大学 就各奔东西了 说完 她用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陈彻 那好吧 陈彻答应下来 她总不能一直卡着 苏清雪的朋友圈 两个人长期交往 各有各的事情 各有各的生活 既可以天天腻在一起 又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谢谢你啊 小陈 那我们先去跟刘怡和陈叔买礼物 买完礼物 我们就过去 正好晚上不用回家吃饭了 苏清雪眼睛里露出笑意 抱着陈彻胳膊 他们逛完商场 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苏清雪给沈文娟买件 羊毛衫花了三百多 又给陈建军买一块男士手表 花了四百多块钱 结账的时候 陈彻去拿钱包结账 被苏清雪拦下了 小陈 明明是我给沈怡和陈叔买东西 怎么能让你付账呢 谁付都一样啊 那不一样 这次是代表我的心意 女收银元饶有兴趣的 看着这对情侣起了争执 说实话 他很羡慕那个男生 因为他能遇到一个 善解人意的女孩啊 他们虽然在争执 也是那种甜蜜的争执 真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苏清雪从钱包里掏出钱 递给收银元 这位姐姐 麻烦你帮我结一下账 陈彻也从自己钱包里掏出钱 还是让我付吧 我不要 是我买给沈怡的 苏清雪执意要用自己的钱 女收银元没办法 最后 他只好想个折中的办法 每个人收了四百块 苏清雪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他把礼物交给陈彻拎着 等那对情侣离开后 女收银元似乎被触动内心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 上面是一条编辑丸 尚未发出去的短信 女收银元把之前的短信删除 重新编辑 李浩 我们结婚吧 彩礼钱你不够的话 我就把我的工资给你 不过 你记得要还给我 对方瞬间秒回 小薇 是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 他回复 我愿意 希望余生你好好对我 对方回 我发誓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一定会加倍珍惜你的 我现在就去找你 你等我啊 女收银元盯着手机屏幕 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陈彻和苏清雪 买完礼物走出商场 临走之际 贪吃的苏清雪 还不忘给自己买一杯热饮奶茶 以前苏清雪会买两杯奶茶 每人一杯 自从和陈彻交往后 他习惯性买一杯 他觉得 两个人共用一个吸管 很幸福啊 结婚后 他也要和小陈睡一个被窝 因为在他怀里 听着小陈的情话 想想那样的画面就很温馨 陈彻拎着礼物 苏清雪挽住小陈哥伯 他嘴上碎碎念 小陈 这家的奶茶不好喝 不如建设录的那家奶茶好喝 下次不要买了呀 陈彻瞥他一眼 但蛋倒 这是你要买的 苏清雪反驳 可是你付的钱啊 陈彻 我 这他妈的算什么逻辑 真不知道苏清雪的数学成绩 是怎么来的 就这罗戒都能当上学霸 真是活见鬼 不信你尝尝 苏清雪把吸管递到陈彻嘴边 他吸了一口 味道还可以 就是有点甜的上头 苏清雪用信念看着陈彻 怎么样 还行吧 就是吸管上你口水有点多 苏清雪憋不住扑斥一声笑出来 露出两个浅浅漓窝 他轻轻捶陈彻一拳 哼 你还嫌弃我 上次 你把吃一半的肉夹馍给我 上面都是你的口水 我还没有嫌弃你呢 有这回事吗 我怎么不记得 陈彻明显想赖掉 有 在小吃街的时候 苏清雪对一些小事记得很清楚 好吧好吧 那今天晚上咱俩互相吃一下口水啊 陈彻一脸坏笑的看着苏清雪 哼 我才不要吃你的 陈彻打开车门发动车子 苏清雪坐进副驾驶 他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低头去看手机 小陈 张玉丹他们在金脉KTV等着我们 我们现在过去吧 陈彻问 今天晚上谁请客啊 苏清雪说 估计是AA吧 要么就是林亚东请客 因为金脉KTV好像 就是他家开的 林亚东 陈彻听名字有点熟悉 他想起来了 林亚东不就是 于阳高中那个男学霸吗 高中一般的男神学霸林亚东 曾在高二的时候 获得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 家境优越 长相俊朗 天生就是男主角的光环 后来被金北大学录取 如果说苏清雪是高中时代所有男生的女神 那么林亚东就是高中时代所有女生的男神 陈彻一边开车 一边问 林亚东是高中时代的男神 你是女神 毕业后 怎么不见你俩联系呢 苏清雪狐疑地看着陈彻 他哥哥笑着 小陈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想喝一瓶82年的老陈醋 你有吗 苏清雪解释道 我跟他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再说 我们一般本身就是尖子班 学业繁重 那个时候 哪有心思谈恋爱啊 陈彻问 假如林亚东和你在同一所大学的话 你会不会跟他交往 苏清雪认真思考 最终他摇了摇头 林亚东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他太严谨 让人感到压抑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不会快乐的 陈彻听到这里 稍微放心了 苏清雪握住陈彻的手 继续道 小陈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遇见你的话 我可能在整个大学 都不会谈恋爱的 现在呢 现在 苏清雪看着陈彻 嘴一脚弯起 现在我只想嫁给你啊 然后给你生个宝宝 陈彻心念大动 择日不如壮日 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要个宝宝啊 哼 你都还没有娶我呢 我们可以先上车后买票啊 苏清雪不解地看着他 什么先上车 陈彻愣住 他忘了 现在是2002年 还不流行上车买票这种流行语 不过聪慧的苏清雪 已经联想到陈彻的用意 他脸红了一下 用手凝陈彻的胳膊 小陈 你真坏 陈彻忍着胳膊上的疼痛 心里感叹 苏清雪还是太年轻 太单纯啊 两个人聊着天 不知不觉来到金麦KTV的停车场 陈彻注意到 大门口已经占了不少学生模样的人 聚集大概十几个人 那些人三三两两的 又分成好几个小圈子 他瞥一眼对方的交通工具 嗯 停着一排自行车 估计大部分都是骑自行车来的 只要不全是奔驰宝马就行 要不然 他们这些富二代 各个炫耀奔驰 他还真不能打脸 毕竟自己才开着一辆桑塔纳 社交网这个无底洞 把他现在的资产 压榨的兜里没几个钱 做人还是低调点比较好 陈彻把车停好 他和苏清雪 两个人一起下车 所有人看到苏清雪和陈彻 从车里下来 脸上露出吃惊 之前他们听张玉丹说 苏清雪有男朋友了 还不太相信 如今一见 果然如此 陈彻瞬间感觉 有无数道带有审判 和嫉妒的目光 杀向自己 不过他早已习惯 当初在理工大学食堂的时候 带有杀意的目光 比这更锋利 都是开了认的 一名清秀的女孩 从人群中率先过来 她是奇耳短发 笑起来露出两个小虎牙 看起来有些可爱 她上前抱住苏清雪 小雪 一年不见 你还是那么漂亮啊 苏清雪笑着回应 张玉丹 你在南方上学 皮肤比以前更细腻了 看来还是南方更养人 他们寒暄完 苏清雪轻易地拉着陈彻的手 把他介绍给自己同学 有些人陈彻 其实都见过 当初苏清雪在一班 他在二班 大家虽然叫不上名字 但是都混个脸熟 比如刘峰 再读精灵大学 黄勇 再读财经大学 陈彻一边跟他们打招呼 开始赶到亚历山大 卧槽 一般的这些学生 各个都是怪物嘛 考的学校不是985 就是211 在场的都他妈是学霸啊 唯独苏清雪读的是 于阳理工大学 主要是因为 苏震东不希望闺女 去那么远的地方 介绍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陈彻认出了她 林亚东 对方戴着金矿眼镜 看起来文质彬彬 只不过 性格戴着一丝孤傲和高冷 哪怕是给陈彻说话的言语中 也带着冷淡和敌意 陈彻也懒得多搭理她 今天过来参加同学会本 就是苏清雪非要她来的 张玉丹笑着对陈彻说道 陈彻 想不到读高中时 你平平无奇 上大学竟然偷偷摸摸下手 如实招来 你用了什么手段 把我们笑话追到手了 陈彻笑嘻嘻回应 主要是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爱情女神阿弗洛迪特 朝我射了一件 于是我就沿着剑的轨迹开始寻找 最后再见的镜头 找到了小雪 一名微胖女孩开口道 哎呦哎呦 怪不得能追到我们家小雪 原来你这么能说啊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陈彻故作严肃道 我是一块蒲玉 你们以前没发现 是因为跟我没缘分啊 苏清雪看着小陈 又开始忽悠别人 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 这些男同学 知道苏清雪有男朋友后 他们就没有过多纠缠 只是在心里感慨 属于自己的高中时代结束了 因为苏清雪 是他们所有男生毕生的梦想啊 倒是那些女同学 飞拉着苏清雪 让苏清雪讲一讲 和陈彻之间是怎么认识的 苏清雪询问的目光 看向陈彻 陈彻知道 今天女朋友的时间 要归她那些同学 只好选择放手 她跟着两个 还算认识的男同学 并肩进入大厅 落在最后的林亚东 盯着陈彻的背影 隐藏在镜框里的眼睛 带着一抹浓浓嫉妒 她从高一 就开始暗恋苏清雪 暗恋了整整三年 她刻苦学习 让自己成绩保持在全年级第一 就是为了引起苏清雪的注意 她以为 自己会和苏清雪考同一所大学 然后相知 相恋 结婚 生子 林亚东认为 只有自己才配得上 苏清雪绝佳的容貌 她觉得自己这么优秀 苏清雪肯定也暗恋自己 然后 会像其他女生那样 偷偷给自己写情书 后来填报志愿时 林亚东也没等来苏清雪的表白 她一息记得苏清雪说过 梦想是京北大学 于是她也报考京北大学 结果 她错了 她发现 这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 苏清雪没有报考京北大学 而是去了离家最近的理工大学 林亚东独自一人前往京北大学 这也就算了 偏偏苏清雪 还交往了男朋友 是他妈一个默默无闻的男朋友 林亚东心里的 恨如海浪翻涌 一群人浩浩荡荡进入 KTV三楼贵宾厅 这是今卖KTV大型包厢 可以容纳20多人同时唱歌 现在正赶上寒假 很多学生都放假在家 所以 KTV里面格外豹满 隔着房门 都能听见里面的鬼哭狼嚎 他们进入包厢 很自然的分成两个圈子 女生们一个圈子 男生们一个圈子 苏清雪和陈彻两个人 特意选在圈子边缘 这样 他们两个人正好挨着 他悄悄握住陈彻的手 问道 小陈 你紧张吗 陈彻轻挑眉头 学校迎新晚会时 当着那么多人演唱 都不紧张 现在怎么会紧张呢 也是哦 谁让你脸皮子厚呢 苏清雪轻轻捏了捏陈彻脸 脸皮子要是薄 怎么能追到你 西西 那也是我愿意 我要是不愿意 你厚如城墙也没用 他们两个人说着悄悄话 张玉丹过来了 陈彻 你们两个天天腻在一起 连上课也在一起 今天能不能让小雪陪陪我们啊 我和她读高中的时候 也是同桌 苏清雪看着陈彻 陈彻挥了挥手 苏清雪被张玉丹拉着 去点歌台唱歌了 黄勇和刘峰 要了一些啤酒和饮料 他们邀请陈彻过来喝点 这群学霸男生 坐在一起讨论的 都是学校的专业 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 陈彻听了一会儿 甚感无趣 现在是寒假 大家就不能放纵一下自己吗 比如去足语店捏个脚 泡个澡 去网吧里面厮杀一番 他不香啊 早知会这样 还不如跟网吧老板刘薇他们一起 吃饭喝酒呢 大家都吹牛逼 不用动脑袋 林亚东给刘峰换个位置 坐在陈彻旁边 他端起酒杯 示意陈彻 陈同学 咱们喝一个 行啊 陈彻给林亚东举杯碰一下 两个人一眼近 以陈彻现在的酒量 这些啤酒根本不够看 至少一筐起步 林亚东装作不随意地问 你跟小雪交往多久了 陈彻瞥她一眼 对方看似不经意的表情 实在心里 惦记着苏晴雪 要不然 别人怎么不问这种问题呢 估计又是一个舔狗 还是那种比较高级的舔狗 他决定彻底 毒死这人蠢蠢欲动的念头 陈彻装作不好意思道 其实我跟我媳妇 从小就订了娃娃亲 只不过一直没有公开 过完年我们打算订婚 到时候 你们记得都来喝喜酒啊 一旦激起千层浪 男同学们吃惊地看着陈彻 卧槽 这个陈彻是何方人物 以前咋没听说过 谈个恋爱也就算了 竟然是娃娃亲 家里得有几个矿啊 这样牛逼 林亚东眼角跟着一阵跳动 她的手死死攥着酒杯 手背上青筋抱起 嫁作她人负 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呀 女生那捉 张玉丹用手肘碰了碰苏晴雪 苏晴雪正在吃零食 她扭头问道 怎么了 张玉丹悄悄道 你家男朋友说 跟你是娃娃亲 并且年后就要订婚 是真的吗 苏晴雪不由笑了出来 娇嫩白皙的瓜子脸 搭配那双水润的信念 顿时把周围的女生都压下去 她对张玉丹和旁边的女生说道 当然是真的啊 因为我也想嫁给小陈 苏晴雪的回应 同样引起女生们的惊呼 哇 小雪 想不到 你是我们当中结婚最快的一个 结婚那天记得给我们说啊 我们一定到场 你这也太快了吧 男生们众说分谈 开始围绕结婚话题聊天 也不知道 张玉丹夫在苏晴雪耳边说了什么 她白皙的脸 一下子变得飞红 男生们这边氛围安静 低头喝闷酒 比如 有人看到这边冷场 会提一句 你们大学那个 谁谁谁认识吗 有人回答 不认识 然后再次陷入冷场 他们虽然是学霸 在恋情这方面 都是单身狗 成绩好的人 往往在长相方面 有些差强人意 就好比上帝给他们 打开了智慧的窗 却关闭容貌的那扇窗 陈彻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到底是一群臭弟弟啊 一点都放不开 她起身邀请苏晴雪 给自己合唱一首 情非得已 苏晴雪欣然同意 这还是他们两个人 第一次合唱呢 苏晴雪 心里有点小激动 轻快的前奏响起 陈彻嗓音醇厚 音调很准 她都不用去看屏幕 而是牵着苏晴雪的小手 苏晴雪脸上带着一抹娇羞 眼睛满是深情 注视着陈彻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恋人的画面感十足 沙发上坐着的单身狗们 被为了满脸狗粮 他们只好低头喝饮料 或者吃零食来缓解尴尬 异曲完毕 陈彻重新回到男生这边 黄勇决定重新开个话题 他说道 我最近一直在玩社交网 里面的内容很不错 你们听说过吗 另一名男生说 听过听过 还有那个陈彻同学 唱的民谣歌曲 非常牛逼 我天天晚上在宿舍练习唱歌 刘峰忽然指着陈彻道 咦 那个社交网的陈彻同学 和你是同名啊 陈彻好巧啊 众多男生把目光看向陈彻 确实好巧啊 陈彻笑笑 他决定瞒下来 要不然 这几个男生 就没心思参加聚会了 这时 他注意到 苏晴雪和张玉丹 挽着手一起出去 估计是去洗手间 林亚东看着陈彻 对方神情自若 举止成熟 仿佛对KTV这套非常娴熟 大有一醉方休的气魄 陈彻看了一下时间 不知不觉 已经晚上七点多 不一会儿 他听到外面砰的一声 紧接着响起玻璃碎裂声 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 陈彻看到 苏晴雪还没有回来 他立刻就冲出去 KTV走廊里 陈彻赶到卫生间 他看到满地陶瓷碎片 一个浓装女孩摔倒在地 眼里带着泪痕 脸上还有五个鲜红指印 苏晴雪和张玉丹 站在那个女孩旁边 他们两个人紧靠在墙上 眼里有愤怒和惊恐 罪魁祸首 是对面三个流里流气的青年 对方脸上露出玩味的笑 陈彻发现苏晴雪没事后 悄悄松了口气 现在年头 KTV 台球 滑冰场还有火车站 这种地方 三轿九流 鱼龙混杂 你永远无法想象 走在旁边的是什么人 曾经有人刚出火车站 转眼钱包就被偷 也有人花一百块钱 去买一部崭新的诺基亚手机 结果发现是个模型 真正治安好转 要等08年以后 一名红发青年 指着张玉丹 这是我们的事 你们他妈的少管闲事 倒在地上的农庄女孩 挣扎着去抓苏晴雪脚踝 就我是他们强行让我来的 我还是个学生 张玉丹一听 女孩也是学生 心里生出同情 弯腰去扶那个女孩 苏晴雪眼里同样露出不忍 跟着去扶那个女孩 红毛青年 上前踢了农庄女孩一脚 骂咧道 这女孩 她爹欠我们三万块 当老子的没钱还 当闺女的就得还债 你们要帮可也 替她把债还了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或者你们替她 陪我们喝几杯也可以 我们大哥就在包厢里等着 嘿嘿 苏晴雪扶起那个农庄女孩 她抬头盯着混子青年 愤然道 你们这些混蛋 这是在犯法 我要去到你们 黄毛青年注意到苏晴雪容貌 顿感惊为天人 哟喝 这小姑娘长得真他妈标志啊 既然你这么有爱心 要不你进去陪我们喝几杯 她忍不住 上前去捏苏晴雪下巴 眸子里露出浓浓的厌恶 黄毛青年 近距离看着苏晴雪青春的瓜子脸 牛奶一样细嫩的肌肤 她突然产生一种征服的冲动 她对苏晴雪道 既然你愿意多管闲事 别怪我们不客气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场子 今天你们三个 谁也走不了 三个混混不怀好意地围过来 把三个女孩围在中间 准备把她们拉到自己包厢 到时候可以为所欲为 嘿嘿 这种事 她们轻车熟路 大不了 日后赔点钱算完了 反正上面有大哥罩着 张玉丹害怕地对苏晴雪说 小雪 去叫你男朋友啊 苏晴雪水润的信念看向后面 她忽然喊道 小陈 我要被人欺负了 众人心里一愣 小陈 小陈是谁 那三个混子青年扭头看去 后面跟过来一群人 看模样都是大学生装扮 估计是同学聚会唱歌的 陈彻领着苏晴雪那些男同学 慢悠悠过来 他们这边加起来十几号人 瞬间就把那三个青年围堵在卫生间 她暗怪苏晴雪多管闲事 天底下那么多不平事 管得过来吗 对方既然如此有恃无恐 肯定有后台 现在临近年底 她不想多事 陈彻瞪苏晴雪一眼 还不过来 苏晴雪悄悄吐了土香舌 拉着张玉丹 脱离那三个混子青年的包围 她扑入陈彻怀抱 陈彻看苏晴雪安然无恙 她就放心了 冲着那三个混子青年 笑呵呵道 误会哈 都是误会 黄毛青年嚣张道 谁他妈跟你是误会 仗着你们人多是不是 英子去叫人 另一名青年 转眼就钻出人群 跑出去搬救兵 一边跑还一边喊 刀八哥的弟兄们 都给我出来 有人砸场子 陈彻心猛地沉下去 糟了 捅了马蜂窝 黄毛斜靠在卫生间门口 有恃无恐地看着陈彻 现在后悔还有的血 让你女朋友留下来 陪我们喝几杯 至于你们 马上滚蛋 还来得及 黄毛一语 吓得苏晴雪的同学们 纷纷胆颤心惊 你要是让他们比分数 他们是一等一学霸 要是比打架 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 百无一用是书生 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有人开始动摇 脚步下意识往外挪 大家虽然是同学 平时喝酒玩耍无所谓 但为了同学和这群混子硬扛 就有点太高估他们的友情了 平日里称兄道弟 真遇到事 都是大难来临 各自非 就连张玉丹也开始害怕 这些桥段都在电视里看到过 平时生活中很难遇到 人性的本能是趋利避害 苏秦雪依偎在陈彻怀里 他抬头看着陈彻 只要在小陈怀里 天塌下来 他都不怕 因为小陈可以保护他 再说 上次在学校食堂 小陈可是一达二十哦 终于有第一个开溜的同学 他趁着自己在最外围 悄悄溜走了 他一边跑 心里安慰自己 对不起同学们 不要怪我懦弱 而是我害怕被打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我能做的 就是替你们找景叔叔 有了第一个跑的 就有第二个 最后就剩下黄勇 刘峰还有两位女同学在场 陈彻看到林亚东 竟然也来了 刚才的时候 还没见林亚东 现在这小子不退反镜 竟他是个汉子 黄毛看学生 已经走了多半 他得意道 走的那些都是聪明人 现在你们这些剩下的 男人要被活活打死 女人要跟我去包厢里玩 红毛邪恶的目光 在这些女孩身上扫来扫去 说实话 长这么大 他还从来没有尝过 女大学生的滋味 不知道女大学生 伺候起来是什么感觉 能不能放得开 陈彻敏锐的听到 走廊里传来凌乱脚步声 估计是对方帮手来了 他对怀里的苏秦雪说 你带着同学先离开 苏秦雪紧紧握着陈彻的手 那你呢 陈彻自信道 我解决完 他们就去找你 黄勇忍不住说 你别吹牛逼啊 刘峰悄悄道 你以为你是李小龙啊 我们快点一起跑吧 陈彻知道 现在跑势来不及了 对方的人明显已经围了过来 必须要有一个人断后 这个角色只能是他 谁让他是主角呢 人前险生的时候到了呀 黄毛也听见陈彻他们的聊天 吃笑道 你们今天谁他妈也跑不了 老子让你们出不了这个门 陈彻忽然笑道 谁说我要跑了 黄毛活动一下手腕 还真有不怕死的 陈彻松开苏秦雪 让他跟着张玉丹 先回去 你在这里我还得分心照顾你 苏秦雪知道自己这些人会拖累陈彻 他和同学们 只好从另一条走廊往外跑 黄毛看见他们要跑 从地上超起灭火器 就向陈彻砸去 嘴里叫嚣着 都给我拦住他们 尤其那个长得漂亮的 等会让大哥长长眼 陈彻于光撇到黑影砸过来 对方下手真黑 这一下 要被灭火器砸到 至少得骨折 若是砸中头部 恐怕有生命危险 他微微偏头躲开 灭火器擦着耳边砸碎后面的镜子 发出一阵哗啦的脆响 此刻 陈彻觉得 应该有一场专属于自己的BGM才进行啊 苏秦雪听到声响 他扭头去看陈彻 张玉丹也跟着扭头 他害怕陈彻一个人顶不住啊 只见陈彻几步 窜到那个黄毛面前 一手攥住对方衣领 然后挥手左右开弓 啪 啪 陈彻连续抽十几个耳光 硬生生把黄毛抽得双甲肿胀 鲜血直喷 张玉丹看到这一幕 他惊呆了 张着小嘴半天反应不过来 小雪 妮妮 男朋友怎么打人砖打脸啊 谁让他们惹小陈呢 小陈平时都很温柔的 他既然这么厉害 我就放心了 咱们快跑 林亚东这时反跑回来 他急促道 对面也有人围过来 你们跟我来 哦 张玉丹拉着苏晴雪 跟着林亚东 慌不择路拐进旁边的岔道 整个经脉 KTV很大 布局成田自行 现在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三楼 要从三楼的楼梯下到一楼 从一楼大厅才能出去 苏晴雪有些后悔 早知道这样就不来参加同学聚会 现在把小陈一个人丢在那里 万一真有危险怎么办 黄毛满眼惊恐地看着陈彻 双甲火辣辣的疼痛 刺激着神经 他没想到 原本平淡无奇的青年 转眼间就把自己擒下 打人也就算了 还他们专门扇脸 他妈的 关键是 对方力气很大 自己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陈彻看着唯米不堪的黄毛 他最后一个西状 狠狠顶在黄毛的双腿之间 黄毛发出一阵刺破耳膜的嚎叫 双手舞当 背靠着墙 一点点瘫软下去 旁边的红毛青年 看傻眼了 他忘记反抗 也忘记要逃跑 这时 黑压压一群青年 从走廊镜头纷纷围过来 瞬间就把卫生间围的水泄不通 他们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有的人身上 闻着过尖龙 或者观二爷 手持钢管器械 陈彻想起 现在正是 《古惑仔》系列电影 《大行其道》的趋势 江湖 兄弟 恩怨 帮拍 等字眼充斥这个年代 他松开昏迷过去的黄毛 目光看向红毛 红毛吓得浑身哆嗦 陈彻一把 薅住红毛的头发 狠狠下压 碰 红毛整张脸 砸在洗手台上 急到裂纹 沿着洗手台蔓延开 他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就昏死过去 陈彻轻描淡写地 拍拍手上残留的红色头发 他慢悠悠转过身 面对这群凶神恶煞的街头青年 小子 你挺够胆啊 清冷略显粗犷的声音 从人群后面响起 那群小弟 现在是冬天 对方仅穿着一件花衬衫 脖子带于观音 手腕还有佛珠 神色不怒自威 有种酒居上位者的气势 陈彻猜测对方 就是刚才黄毛嘴上说的刀疤个 够不够胆 人也干了 陈彻淡淡道 刀疤眼睛眯起 他能混迹到现在这个地位 不是没有原因的 多年的江湖经验 让他的城府阅历极深 你是什么人 陈彻歪了歪头 思考一下达道 你惹不起的人 他这一回答 满场哗然 所有人都用一种 仿佛看疯子的眼神看着他 哈哈哈哈 刀疤怒急返笑 我惹不起 整个鱼羊 还有我刀疤惹不起的人 他指着陈彻 一字一句道 小子 就冲你今天这句话 明年的今天 你坟头草三尺高 刀疤身后的小弟们 眼睛火热 感到体内的热血沸腾 他们少说有四十人 一人一口吐沫 心子都能把陈彻淹死 这都是你自找的 等着让人收尸吧 刀疤刚撂下狠话 陈彻脑中叮的一声 恭喜你 触发隐藏任务 来自刀疤的生死挑战 你可以做出以下选择 一 接受挑战 奖励高级武学精通 二 拒绝挑战 奖励两点基础属性值 陈彻心里骂道 这个傻逼系统 还用血吗 现在要是拒绝的话 被人直接砍翻在厕所了 他想也不想 直接选择接受挑战 高级武学精通在脑中开始吸收 体内的血液飞速流淌 骨骼再一次发生蜕变 这次 他的身高依然没有增加 但是身上仿佛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武官感应极为敏锐 目之所及 心毫必现 他发现 如果自己认真去看的话 连空气中悬浮的尘埃都可以看清 刀疤的一名小弟已经冲了上来 陈彻现在处于卫生间门口 一副当关 万副莫开 对方手持钢管 对着陈彻头顶砸下 凛冽的进风迎面来 一看对方就是善于打斗的人 这一下要是被砸中 人的头骨就会直接裂开 既然你这么狠 别怪我不手下留情了 陈彻猛的一脚踹出去 后发先至 把那人踹得凌空飞起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那人的身体在半空平移 轰然砸在后面这群人身上 硬生生砸倒五六个人 刀疤神色微变 原来是个恋家子 被踢的那个小弟 感觉自己 好像被一辆十速七十公里的汽车撞到一样 五脏六腑都被震开 扑斥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刀疤眼睛的肌肉 不自觉抽搐一下 心中怒急 自己这边这么多人围攻 竟然被人家一脚就踹散了 多年的老大尊严 受到挑衅 他心中想的是 不惜一切代价报复回去 还不给我一起上 砍他 那群小弟们互相看了眼 点点头 各自从身后超出家伙 一起扑了上去 再能打 你能一个打四十人不成 黑压压一片人群拥而上 如同一片潮水 攻向陈彻 陈彻冷哼一声 找死 他身形一动 如同虎入羊群一般 冲入人群中 他现在高级武学精通 无论是在洞察力 还是反应力 都属实被于常人 单凭肉身拳脚 也有千斤之力 打在人身上 那真是非死即伤 至于那些钢管武器 在他精妙的反应能力下 连一片衣脚都摸不到 不到三分钟时间 从卫生间到走廊 就躺了一地身影的人 他们抱着手或者脚 在那里大声哀嚎 更有的人 连胸骨都塌陷下去 陈彻这次下手 比在学校那次要重 几乎每个人的手脚 都被打折了 因为这群人 就是社会的蛀虫 唯非作歹 换是干戒 刀疤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其他包厢的客人 听到外面动静 纷纷探出脑袋 看着这一幕 一个平凡无奇的青年 竟然是深藏不入的 高手中的高手 刀疤咽了一下口水 他感觉 双腿跟灌了签一样 再也挪不开脚步 这他妈的 若不是青年所见 还他妈以为拍电影呢 偏偏他就那样 真实的发生了 陈彻如闲听信步 一步一步 走到刀疤面前 现在 你觉得我惹不惹得起你 全场死记 那些哀嚎的小弟们 吓得大气不敢出 万一对方补刀 他们下半辈子生活 就不能自理了呀 刀疤一双眼睛 死死地看着陈彻 脸上清白变缓 又不敢反驳 在陈彻冷峻的目光下 刀疤感到后背的寒毛 全部立起来 多少年了 他再一次体验到死亡边缘 这次比以往更甚 他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 他知道自己生死 就在对方一念之间 生或死 这是一个选择题 刀疤双腿 啪得一软 石婷婷跪了下去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你放过 陈彻目光 没有丝毫怜悯 他盯着刀疤 对方手上沾染的鲜血 怕是很多吧 不知道撕碎 多少圆满的家庭 从三楼跳下去吧 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生死就看天意 刀疤猛地抬头看着陈彻 三楼啊 KTV的这种高度 都是比正常居民楼要高 十几米跳下去 至少要费两条腿 如果头先落地就完了 他求生欲很强 说道 求求你放过我 我可以用条件来换 陈彻饶有兴趣地看着刀疤 什么条件 你女朋友 是不是叫苏晴雪 陈彻目光猛地一宁 死死盯着刀疤 陈彻捏住刀疤脖子 接近两百斤的重量 被他一只手提起来 刀疤拼命拍打着陈彻的手臂 对方手臂如钳子一样 纹丝不动 咽喉传来的窒息 感让他心生恐惧 似乎淹没在冰冷的海水里 他确认 这一刻 陈彻真的想捏死他 陈彻一字一句道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刀疤脸色已经胀红 他颤抖着嘴唇道 林林亚东的父亲是金麦 KTV老板 他之前找我 让我的人牵制你 他去找苏晴雪 陈彻脑中滑过一道闪电 他想起 大家都进包间时 林亚东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如果林亚东真的认识刀疤 那么刚才林亚东 是故意不阻止 刀疤小弟们动手的 怪不得其他人都逃了 林亚东却没有逃 若不是自己有武学精通 这一刻 躺在地上的 就是自己 而林亚东真正目的是为了苏晴雪 这意味着 苏晴雪有危险 上当了 他妈的 陈彻一拳打晕刀疤 他飞快跑出去 整个三楼 每间包厢门 被陈彻依次踹开 包厢里面的人 看到面容冷峻的陈彻 被吓得不轻 没有找到苏晴雪 陈彻掏出手机 拨打苏晴雪电话 里面嘟嘟嘟响起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Sorry Desubscriber you 陈彻烦躁地挂掉电话 再次拨打过去的时候 提示已关机 肯定是林亚东干的 要不然 苏晴雪不会不接自己电话 很可能苏晴雪 现在已经落入林亚东手里 好一个一十二鸟的计谋 既借刀疤的手除掉自己 又能得到苏晴雪 陈彻深呼吸 强迫自己冷静 林亚东唯一的遗漏 就是不知道 自己能在三分钟内 解决掉刀疤所有人 几分钟的时间 他判断 林亚东现在肯定走不远 外面都是跑出去的人 林亚东很可能还在KTV里面 焦躁的情绪 渐渐归于稳定 陈彻闭上眼睛 用耳朵聆听周围的声音 今天我 寒夜里看雪飘过 龙哥 你的手不要乱摸啊 人家受不了 今天晚上的消费 都有我赵公子买单 大家尽情Happy 各种混乱的声音 传入陈彻里 苏清雪的求救声 或者是林亚东的声音 KTV四楼办公室 这里是金麦 KTV老板林国豪的办公室 兼休息室 装修的氛围极为奢华 地上铺着厚厚波斯地毯 还有昂贵的红木办公桌 墙上是珍藏的古董百件 林亚东反锁上门 他打开办公室的暗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双人床 看到那雪白的床单 林亚东面部表情 浮现一丝扭曲 十二年前就在这张床上 他亲眼看到 爸爸跟一个陌生女人 睡在一起 那个时候 他还不懂这些 天真的以为 爸爸是在休息 后来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 九岁那年 妈妈领他来到这里 把林国豪和那个陌生女人 堵在办公室 双方爆发了激烈争吵 林国豪恼羞成怒 把妈妈从四楼推了下去 林国豪对外宣称 是失足跌落 从那以后 林亚东心里 就埋下复仇的种子 他学会隐忍 内心渐渐扭曲 直到后来 他亲手送后妈 去陪自己亲妈 豪面前 林亚东扮演 董事儿子的角色 背后隐藏着另一张面具 扭头看着沙发上 陷入熟睡的苏晴雪 和张玉丹 林亚东嘴角露出疯狂的笑 两瓶自己研发的矿泉水 就让他们陷入昏睡 自己真是个天才 至于那个陈彻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已经被刀疤解决掉了吧 苏晴雪啊 苏晴雪 你为什么就不能喜欢我呢 偏偏去找那个陈彻 他有什么好呢 比我家里有钱吗 比我好吗 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林亚东得不到的东西 哪怕是不择手段 也要得到 林亚东来到沙发旁坐下 看着昏睡的苏晴雪 乌黑秀发有些散乱 精致的瓜子脸 依旧清纯动人 亲闭的双眼 有着长长睫毛 还有那粉润的阴唇 真是勾人心魄呀 他贪恋的 嗅着空气中的味道 一股清香浸入脾肺 想到接下来 即将发生美好的事 林亚东呼吸渐渐急速起来 他把自己外套脱下来 起身去酒柜 打开一瓶红酒 不着急 有的是时间慢慢玩 尤其对待苏晴雪这种女神 陈彻把经脉 KTV从三楼 一直找到一楼 每一个房间都没有放过 依然没有找到苏晴雪 他的心沉到谷底 该死的 没办法 最后他直奔三楼 找到昏迷的刀疤 陈彻用耳光抽醒刀疤 低沉问 知不知道林亚东会去哪里 一楼到三楼 我找遍了都没有 刀疤茫然摇了摇头 陈彻眉头竖起 他一把 攥着刀疤的衣领 跟拖死狗一样 往三楼的走廊边缘拖去 求求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我有钱 你要多少钱说个 恕我都给你 刀疤拍打着陈彻手臂 拼命想要挣脱 陈彻直接把刀疤拎起来 推到走廊栏杆的边缘 让他投向下 十几米的悬空 吓得刀疤拼命想要抓住陈彻的手臂 陈彻冷冷道 现在 你只有一句话的机会 如果达不到我满意 后果你知道 刀疤嘴唇颤抖着 迟迟说不出来 他本身就恐高 这个高度头朝下自由落体 再加上自己两百斤的重量 简直不敢想象 陈彻看刀疤还没有开口 他的手猛的一松 刀疤猛的察觉到失重感 拼命喊道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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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彻伸手拉住刀疤手臂 四四楼 有个休息室 一般是林国豪休息的地方 林亚东可能在哪 陈彻把刀疤拉上来 身形飞快化 做一道残影离去 刀疤浑身没有骨头 一下子瘫软坐在地上 眼皆是恐惧 这他妈还是人嘛 非人流响 都没有这么快吧 修真刀手在都市 美女的贴身刀手 超能的传奇人生 刀疤也看过一些网络小说 直到今天亲眼所见 才知真假 林亚东喝完半瓶羊酒 似醉非醉 他把自己的毛衣 也顺便脱掉 空调的温度 调整到26度 里面暖轰轰的 脚步有些晃悠的 来到张玉丹面前 他解开张玉丹的外套扭扣 摸了摸张玉丹的身材 才一对A 不要 曾经不知道 有多少女孩主动投怀送抱 林亚东一个都看不上 都是一群雍之俗粉罢了 只有苏晴雪 才是他心心念的女神啊 目测苏晴雪 至少是C级别 林亚东喝完酒杯中的酒 随手把酒杯扔掉 目光看向苏晴雪 眼眶带着一丝火热 激动人心的时刻 终于到了 三年了 我等了足足三年 想不到会是用这个办法 林亚东伸手 刚触碰到苏晴雪的拉链 碰 一声巨响 林亚东扭头看去 只见厚重的房门 已经裂开树道缝隙 碰 又是一声 厚重的石木房门 轰然倒塌 一个人引如镖枪般 笔直地站在门口 林亚东看到那人 瞬间瞪大眼睛 一时间竟然忘记反应 他心里产生无数问号 陈彻怎么还活着 陈彻怎么会知道这里 刀疤怎么能轻易放过陈彻 陈彻看到苏晴雪 躺在沙发上 衣服完整 呼吸均匀 暗自松口气 幸亏自己来得及时 要不然可就亏大了 林亚东终于反应过来 他震惊地看着陈彻 你咪咪 陈彻一步一步走进来 他冷笑 是不是奇怪 我为什么能找到你 是不是惊讶 刀疤那么多人 为什么没有拦住我 是不是疑惑 这房门被我两脚踹开 林亚东下意识点了点头 陈彻没有答话 他来到苏晴雪旁边 摸了一下脉搏 心率很平稳 你给他服用的是什么动线 不过是毒药吧 林亚东摇了摇头 我大学主修是化学 服用的是我自己研发的安定计 大概三四个小时 就会自动醒来 陈彻才不会信林亚东的鬼话 一个下三滥手段都用的人 根本是没有底线的 他拿出电话 先替张玉丹叫救护车 然后拦腰抱起苏晴雪往外走去 林亚东知道自己输了 呆呆立在原地 一脸颓败 陈彻走了几步 忽然想起什么 又折返回来 林亚东不解地看着陈彻 陈彻咧嘴一笑 你他妈的这个人渣 老子若不是担心自己实力暴露 今天就干掉你 林亚东还没有反应过来 陈彻抬腿就是一脚 正中林亚东双腿之间 鸡飞淡碎 林亚东发出一阵绝望的哀嚎 双手捂着下面 身子弓成虾米形状 陈彻 你他 剧烈的疼痛 让林亚东再也骂不出声 额头渗出痘大汗水 陈彻抱着昏睡的苏晴雪离开 KTV 到现在 他还心有余悸 如果自己挽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同学聚会 真他妈的 曹大 林子大了 啥鸟都有 陈彻开车 来到市中心医院 先让医生给苏晴雪 做个全身体检 他要确保苏晴雪万无一失 这时 陈彻的电话响起 看一眼来电视苏震东 他接听电话 喂 苏说 小陈 你跟小雪在一起吗 陈彻看着推入检查室 准备体检的苏晴雪 犹豫一下 这才说道 在呢 那你让小雪接一下电话 怎么我打他电话 一直关机啊 现在苏晴雪正昏睡 也叫不行啊 陈彻决定实话实说 苏叔 我们现在在医院 电话那头明显愣一下 苏晴雪颤抖的声音问道 怎么怎么回事 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 小雪现在已经没事了 在哪个医院 市中心医院 要不 嘟嘟嘟 苏晴冬已经挂掉电话 陈彻猜测 女儿奴苏晴冬 已经开始往这里赶了 苏晴雪是苏晴冬的宝贝闺女 心头肉啊 二十分钟后 苏晴冬风尘仆仆赶到医院 他脚上穿的还是拖鞋 苏晴冬见面就质问陈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出去一下午时间 就进医院了 陈彻真啄着 把在经脉KTV发生的事情解释一遍 他隐去自己一达四十的经过 当听说闺女喝了林亚东提供的矿泉水 现在昏迷不醒 苏晴冬的手紧紧的攥在一起 他脸色铁青 显然处于愤怒的边缘 陈彻安慰道 苏说 我刚才问过医生 医生说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大概晚上十点左右就会醒来 苏震冬看着陈彻半天 他说道 小陈 谢谢你 要不是你 陈彻拍了拍苏震冬肩膀 已是安慰 苏说 刘怡呢 他今天单位值班 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这时 陈彻看到从外面推进来 陷入昏睡的张玉丹 很明显 是他之前打的那个急救电话起了作用 就是没看到林亚东 不知道内斯是不是自己偷偷跑了 苏震冬忽然开口道 小陈 这件事先别告诉你 刘怡和小雪 陈彻立马明白苏震冬的意思 苏说 这件事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别让小雪心里 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苏震冬欣慰地点了点头 他对陈彻说道 当年以闺女的成绩 考上985或者211 都是很轻松的 我为什么没有让他去 就是考虑类似今天这种事情发生 陈彻点了点头 如果未来他有女儿的话 他也会像苏震冬这样 好好保护自己女儿 有时候长得漂亮不是错 错的是经不住诱惑 或者被坏人寄予 直到苏秦雪 被医生推着出来 依然陷入昏睡中 苏震冬急忙上前几步 他目光温情地盯着女儿 拉起闺女的手 感受着真实体温 不幸中的万幸 这是虚惊一场啊 最后 医生拿着体检化验单 再三对陈彻和苏震冬解释 生命体征都没有任何问题 估计再过两个小时就会醒来 苏震冬终于放下心 只要闺女没事就好 随后他拨通几个电话 这几个电话 全部跟调查经脉 KTV事件有关 苏震冬在渔阳混大半辈子 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什么人不知道 半个小时后 他就收到同僚的回电 事情跟陈彻说的差不多 唯一一个疑点就是 刀疤的手下全部受伤了 不是骨折 就是脸肿 苏震冬对着电话里讲道 老红 这件事的受害者 是我亲外生女 我希望这次事件 一定要严查到底 绝不姑息 电话那头说道 老苏你放心吧 咱俩多少年的关系 就算你不打招呼 我也要办他们 最近接到举报太多了 铁证如山 多谢了 那就先这样 苏震冬挂断电话 盯着女儿陷入沉思 他和陈彻一直在医院 待到晚上十点钟 这一次 苏震冬对陈彻 再也没有戒心 反而极力赞成 陈彻和闺女交往 有时候 才华和家境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人品 苏震冬第一次 在陈彻身上 看到政治的人格 约摸着时间差不多 苏震冬起身告辞 他担心闺女醒来 看见自己就穿帮了 他叮嘱陈彻 只要闺女醒来 给他发个短信就行 送苏震冬离开后 陈彻回到病房 他用手捋开苏震冬 额前的长发 苏震冬均匀地呼吸着 小脸依然精致 嘴唇粉嫩 幸亏他没有经历 今天晚上的人心险恶啊 要不然 心里可就留下阴影了 不一会儿 苏震冬血睫毛颤了颤 他慢慢睁开眼睛 正好看到陈彻在自己旁边 尹小陈这是哪儿 我怎么睡着了呀 这里是医院 苏震冬狐一的眸子 看着陈彻 我们怎么会在医院 陈彻问 你想想 发生了什么事 苏震冬血皱眉陷入沉思 回忆道 我记得 你跟别人打架 我和张玉丹就跑 后来遇到跑回来的林亚东 他说 前面被人堵住了 带着我们往四楼跑 他带我们绕了一大圈 我和张玉丹 都有些口渴 喝完他给我们的矿泉水 然后就 陈彻追问 然后怎么了 苏震冬血绝了绝嘴 我想不起来了呀 小陈 究竟发生什么事 对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只是有点滴血糖 医生说 没什么大碍 等你醒了就能出院 苏秦雪挥舞着粉泉 看来 我还是吃得有点手 以后 我要多吃一点 要吃肉 陈彻 吃货笑话 陈彻帮苏秦雪 办理完出院手续 开车送他回家 苏秦雪坐在副驾驶 小陈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你还没有给我讲呢 陈彻 把发生的经过 简单讲了一下 引去林亚东的图谋不轨 还有苏振东到医院来的事实 苏秦雪这次备受打击 没想到简单的同学聚会 竟然发生这么多事 想想那些同学们的不告而别 心里虽然不怪他们 但终究有点兴朗 还有他和张玉丹 在卫生监救的那个农庄女孩 也不知道结局怎么样了 想起那个农庄女孩的遭遇 他心情有些低落 自己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对方却要帮父亲 还三万块欠债而去 KTV卖唱 现在法治社会 竟然还有这种情况出现 苏秦雪不再说话 在小腿和大腿包裹出完美的弧度 陈彻以为苏秦雪是惊天累了 不想说话 他专心开着车 过了一会儿 苏秦雪开口问 小陈 你说 KTV遇到的那个女孩 还会被欺负吗 陈彻一边开着车 一边说道 你这是同情心开始泛滥了 苏秦雪撅着嘴 水润的信念看着陈彻 里面蕴含一丝委屈 人家就是觉得 女孩那样被人欺负 有点不忍心 放心吧 那些流氓我都替他教训了 每个人不是断手 就是断腿 他们以后不敢找麻烦了 真的吗 当然 兮兮 我就知道 小陈是最棒的 陈彻心思转得飞快 那你给我点什么奖励 我今天可是英雄救美 苏秦雪坐过身子 在陈彻脸颊 摸了一口 他冲着陈彻调皮的眨眼 本笑话亲自赏你一个吻 你觉得香吗 陈彻笑兮兮道 有点意犹未尽啊 苏秦雪看着前面的路标 已经快到家了 这也代表着 他们就要分开 他有些害羞说 苏秦雪不满地瞪陈彻一眼 你你不是说 意犹未尽吗 不想要奖励就算了 那送我回家 我现在就停车 我不要 我现在就要下车 苏秦雪嘴上这样说 手上的动作 却老老实实的 似乎在等着陈彻哄他 陈彻心领神会 他果断靠边停车 熄火关灯 苏秦雪悄悄解开自己的安全带 陈彻同样如此 昏暗的路灯下 陈彻看到苏秦雪 那辆金金的毛子 苏秦雪低声道 小陈 陈彻伸手揽住苏秦雪先腰 这一次陈彻没动 苏秦雪抬起下巴 粉嫩的嘴唇主动附了上去 温热柔软的触感 让两个人都如痴如醉 苏秦雪微微歪着脑袋 沉静其中 陈彻抱着他 感受着焦躯的柔软 十分钟后 苏秦雪浑身发软 面红耳赤的整理衣服 一边整理 一边用玉手锤打陈彻 你看看 衣服的领口都让你拽变形了 以后我怎么穿啊 陈彻笑嘻嘻道 你下次换个身微领的衣服 出来跟我约会啊 这个领口太小 苏秦雪撑陈彻一眼 笑着骂了一句 臭流氓 陈彻反驳道 男人不换 女人不爱 哼 我要回家 送我回家 陈彻开车把苏秦雪 送到小区楼下 苏秦雪整理完衣服 开门下车 临别之际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折返回来 陈彻降下车窗 苏秦雪问 小陈 明天你来找我吗 陈彻道 明天我要送黄晶晶和孙静去火车站 还要去公司看一下 要不下午找你 晚上叫上曹文博和卢小冉一起吃饭 苏秦雪点头 那我等你啊 你路上开车慢点 陈彻给苏秦雪做了个绯闻手势 左臂搭在车窗上 右手打方向盘 姿势非常潇洒地离去 回到家后 陈彻看到老陈还没有休息 正在客厅忙着工作 沈文娟坐在沙发织毛衣 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茶水 电视里播放着家庭伦理剧 小陈特有的慢节奏生活 非常治愈 陈彻一边换鞋 一边打量沈文娟的脸色 嗯 今天应该不会挨打 想想自己真够苦逼的 在外面叱咤风云 回到家的夹着尾巴做人 沈文娟观心问 陈公子 又去哪里玩了 吃饭没有 吃过饭了 跟同学聚个餐 陈彻笑嘻嘻地挨着沈文娟坐下 殷勤地揉捏着肩膀 妈 这是给我织的毛衣吗 沈文娟连看都不看陈彻 别在这自作多情 我这是给你爸织的 你想要毛衣 让你媳妇给你织去 我这不是还没有结婚吗 让你女朋友给你织 说起苏晴雪 陈彻想起来了 他说道 妈 后天我女朋友 要来咱们家做客 你到时候 多蒸两碗大米饭啊 他饭量大 听到苏晴雪要来 沈文娟终于肯拿正眼瞧他了 就连陈建军 也抬头看着儿子 这个家里面很多情况 都是陈建军了解比较多 陈彻也愿意给老陈 分享自己的事情 陈建军问 这么说 苏震东同意你们交往啊 陈彻得意洋洋道 可能是我的举动 感动了老苏吧 沈文娟好奇问 什么举动 陈彻厚颜无耻道 我三天两头去他们家蹭饭 最后大家都混熟了 他也摸不开面子 拒绝我啊 陈建军问 你去他们家 有没有带礼物之类的 肯定有啊 每次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老陈你说你也够抠的 堂堂一个工厂的厂长 家里抠嗖的 连点像样的酒水都没有 沈文娟没有跟陈彻半嘴 他开始把毛线解开 打算重新织 陈彻和陈建军 看着沈文娟的举动 有些怪异 妈 你怎么把毛线拆了 后天苏清雪要过来 我决定给他织个围巾当礼物 老陈 你那个围巾 到时候我给你去商场买个呀 陈建军家庭地位一 陈彻家庭地位二 沈文娟继续问 后天是中午过来 还是晚上过来 我得提前准备 儿子 苏清雪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比如葱姜香菜啊 辣的或者甜的 陈彻无语道 他胃口好着呢 啥都能吃 陪伴完老妈 陈彻和老陈两个人 溜去阳台抽烟 两个男人各自聊着自己的事业 陈建军的工厂 现在MP3供货 已经趋于稳定 需求还在不断增长 陈建军决定 明年再加两条生产线 之前陈彻给他提议的 MP4项目 年后也要上马 ORANGE橘子科技品牌 也已经完成注册 未来 ORANGE橘子 将成为老陈工厂的品牌名 陈彻对陈建军工厂 运营的思路很简单 那就是仿照早期的魅族 当年的魅族 就是致力于开发优质的MP3产品 成功地成为了国产 MP3高品质代表 推崇少而今的策略 从2003年到2006年 这是MP3迅速发展的年代 等2006年开始 就可以正式进军手机行业 到时候 再加上陈彻的社交网 软件和硬件结合 双件合并 横扫无敌 第二天上午 陈彻先去商场 买了一些糖果零食 然后开车前往公司 因为寒假 公司员工 已经走了三分之二 主要是因为 员工大部分都是学生 剩下的员工 要么是离家近 要么是值班 气氛显得有些冷清 陈彻到公司后 喊来黄金金 让他把糖果和饮料 分发给员工当福利 进到小会议室 看到李震南和孙静 坐在里面聊天 陈彻问 你们两个开什么碰头会呢 孙静把电脑屏幕扭过来 陈总 社交网注册人数 已经突破到12万人 这可是历史性的突破啊 并且还在不断上涨 陈彻弯腰盯着注册人数 上面的注册数字 不断攀升 跟我预期的数据差不多 之前注册人数发展缓慢 是因为大部分年轻人 都在上课 现在因为假期 所以玩的人数多一些 毕竟我们的主要群体 是大学生 在省外和白领圈子 还没有彻底普及 陈彻继续说 李学长 你把游戏的会员后台看一下 李震南熟练地打开游戏后台 上面显示 这个月的充值人数 已经飙升到8682人 孙静吃惊道 游戏会员的充值人数 比之前翻了一倍啊 陈彻对比上个月的数据 圣诞节前发布游戏的时候 会员人数是4201人 他的收入是12万 这个月的游戏会员人数 已经有8682人 充值收入达到26万 随着社交网快速普及 他相信游戏营业利润 还会持续上升 还有一点 社交网的用户规模增多 影响力扩大 到时候广告收入这一块 也会慢慢增长起来 等那个时候 什么重金球子 海外移民等垃圾广告 陈彻绝不再接 太他妈掉价了 都对不起社交网这个高大上身份 李震南问 陈总 年后我们打算怎么发展 陈彻摸了摸鼻子 年后可能会起飞 到时候 李学长可能会实现财务自由 李震南眼里 多了一抹激动和期待 他在这里工作 已经三个多月 工资领取八千多块钱 这笔金额 对陈彻来说 不值一提 但是对李震南来说 足以改变他 今后的生活方式 他现在赶下馆子吃饭 甚至吃饭的时候 赶点两个菜 对以前的他来说 都是奢侈品 现在他偶尔会给自己 买一身廉价的新衣服了 而不是以前穿的 军绿色解放鞋 陈彻领着孙静和李震南 来到外面的办公区 还剩下的七八个员工 看着眼前这个年轻的老板 对方神采飞扬 梅宇坚带着一抹桀骜 他对下属非常好 无论是节假日福利 或者是工作聚餐 都很大方 陈彻开口道 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 我讲两句 黄晶晶开始拿出笔记本记录 没办法啊 之前因为他这个秘书 当的不称职 挨过陈彻几次批评 现在他有经验了 凡是陈彻在公共场合讲的话 都要替老板记录下来 留作以后提醒 大家最近勤苦了 我说一下值班规则 年底至少要两个人值班 发现问题或者漏洞 第一时间上报给我 或者李震南 这个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被我发现 你们玩忽职守 另外 从年底到年后的法定节假日 你们统统都是三倍工资 原本大家还提不起兴趣 一听节假日 竟然有三倍工资 顿时欢呼起来 这年头 很多人在外打工一年 遇到不客扣工资的公司 就谢天谢地了 现在很多黑心工厂 不仅压身份证等 更是无故扣压员工工资 到年底 连工资都要不回来 劳动法很多时候都形同虚设 国家大力整顿才渐渐好转 中车网络公司 不仅每个月一号准时发工资 节假日还实行双倍工资 堪称良心企业 这也是为什么 有很多人愿意来 中车网络公司的原因 原本打算回家的李震南 当场选择留在公司加班 没有什么比挣钱更能激励人心 陈车又在公司待到下午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他看一眼时间 距离火车到站时间快了 领着孙静和黄晶晶两个人 驱车前往火车站 路上的时候 陈车一边开车一边说 静姐 明年你带队拿下华东的高校市场 我奖励你一辆车 四个轮子的轿车 孙静沉稳的微笑 多谢陈总啊 黄晶晶坐不住了 他好奇地伸过脑袋问陈车 陈总 能不能让我也跟着静姐 学学市场推广呀 陈车谈了他脑门一下 明年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 到时候奖励也少不你的 希希 谢谢陈总 黄晶晶和孙静的老家 都是省城的 陈车给他们买的 都是软卧 现在正值春运 软卧相对于硬做来说 要舒服一些 也更安静 陈车送他们进站后 他掏出手机 拨通曹文博电话 急博哥 最近忙啥呢 电话里传来曹文博 吭哧吭哧的声音 在家里帮我妈叫白菜呢 曹文博自从放假后 偶尔会去公司 帮陈车干活 顺便找李震南 学习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平时都在家里帮忙干活 至于同学聚会 陈车不去参加 曹文博更不会去 一来是兜里没钱 二来没有陈车 他也懒得去 都是一群装逼狗 陈车邀请道 晚上出来吃个饭 曹文博问 跟谁啊 陈车不耐烦道 两个女生 你来不来 曹文博一听是女生 心思活跃起来 小陈是不是跟苏清雪在一起 有点腻了 所以想换换口味啊 不愧为好哥们 知道找两个女生 到时候 每人身边一位 很对称啊 想到这里 他立马答应 来来 我下午就去找你啊 傍晚 自助烤肉餐厅门口 陈车和曹文博 在门口抽着烟 互相吹着牛逼 苏清雪和卢小冉两个人 有说有笑的不行过来 曹文博看到苏清雪和卢小冉 瞬间脸色变了 他一脸惊慌失措 小陈 苏清雪和卢小冉过来了 我们要不要躲一下 陈车纳闷 躲什么 你不是请了两个女生 过来陪我们吃饭吗 要是被苏清雪撞见的话 他不会生气吗 还有卢小冉那个机关枪 陈车跟看傻子一样 看着曹文博 我说的两个女生 就是苏清雪和卢小冉 啊 曹文博呆若目击 陈车这才打量曹文博 狗急把穿的衣服挺心啊 头上还打了发胶 跟个铠子一样 他抽了一口烟 故意喷到曹文博头发上 你小子是不是幻想 我会带别的女生来啊 曹文博正要开口 看到卢小冉已经过来 吓得立马不敢说话了 苏清雪笑盈盈的 跟曹文博打招呼 曹文博有点不自在回应着 吃饭的见血 曹文博偷偷瞥一眼 胡吃海喝的卢小冉 心里叹口气 来的路上他还猜测 小陈带过来的 是两位漂亮女孩 是什么类型的 是邻家女孩那种 还是可爱软萌妹 或者高冷欲姐 谁知道是吃货卢小冉啊 第二天上午 陈建军特意没去厂里 虽然临近过年 但是厂里MP3的出货量 依然居高不下 年底是消费高峰期 各个代理商的订单 源源不断的发来 本来一些工人 打算回家的 陈建军眼看留不住 只好采用陈车的 三倍工资方案 才留住那些工人 他今天没去厂里 是因为苏勤血要来 苏震东家的千金啊 很有可能会成为 自己的媳妇 一直听儿子说 长得模样还可以 他想见见真人 沈文娟很早就去市场买菜 专门选的最新鲜食材 现在正在厨房忙碌着 老陈 你过来 把菜帮我洗一下 顺便打开窗户通通风 沈文娟开始安排 陈建军干活 陈建军疑惑道 早上刚通过风啊 刚才你和儿子两个人 在阳台抽烟 房间里都有烟味 让你少抽点烟 就是不听 带着头抽烟 我看儿子的烟影 就是跟你学的 陈建军眼皮子直跳 不敢反驳 不知道以后儿子抽烟 而媳妇会不会管 想想自己儿子 小的时候被沈文娟管 好不容易长大了 要是苏勤血也管 那儿子这辈子 过得也太窝囊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 男人这辈子 会遇到三个媳妇 你爹他媳妇的好坏 决定了你童年生活的好坏 你现在媳妇的好坏 决定了你中年生活的好坏 你儿子的媳妇的好坏 决定了你晚年生活的好坏 陈彻洗漱完出来 发现屋子收拾的干净整洁 老妈特意给沙发套了新的招子 家用品摆设的也很整齐 厨房里散发着浓浓的烟火气 老妈系着围裙 在厨房里忙活 老陈负责打下手 连早饭也不吃 要是人家苏秦雪 看到你凌乱的狗窝 肯定跟你分手 陈彻毫不在意道 没事 我是故意弄乱的 让他来了 给我叠被子 沈文娟端过来早上的剩饭 赶紧吃点东西 吃完你早点去接苏秦雪 陈建军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 沈哥娘俩吵起来 殃及鱼池 陈彻随便拿喝牛奶 吃了两个鸡蛋 坐在沙发上 悠闲地跟苏秦雪发着短信 另一个家里 苏震东和刘瑞卿 也是严阵以待 苏秦雪在刘瑞卿的督促下 换了一件又一件衣服 刘瑞卿评价道 这件不行 颜色太艳 会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 苏秦雪绝了绝嘴 不满道 这件外套的颜色 我很喜欢 上次我和小陈一起逛街时候买的 小陈也说 很适合我 刘瑞卿把衣服夺过来 你跟小陈在一起 穿什么都行 但是 这次是去陈彻他们家里 有长辈在 你要穿正式一点 争取给人家留个稳重的好印象 苏秦雪抿着嘴笑着问 妈 你之前不是反对我和小陈在一起吗 刘瑞卿端庄秀丽的面容一沉 最终绷不住 他轻轻拍苏秦雪肩膀一下 你那么喜欢小陈 我这当妈的 还能狠心拆散 你们不成 刘瑞卿继续道 再说 我也打听过小陈家庭 他妈妈沈文娟这个人不错 为人热心善良 跟街坊邻居都没有红过脸 还有他爸爸陈建军 听说在郊区的那个工厂 效益也不错 苏秦雪毫不在意沉澈的家庭 他骄傲地抬着下巴 我喜欢小陈 是喜欢这个人 他家里的贫富 我不在乎 刘瑞卿心疼地捏了捏闺女脸蛋 傻闺女 有时候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以后要是结婚的话 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你现在还小 不懂那里面的门道 最终 苏秦雪听从刘瑞卿的话 他搭配了白色高领针织衫 外面是浅粉色羽绒服 皮肤衬托得清新白嫩 苏秦雪一边换鞋 刘瑞卿跟在身后嘱咐 到了小陈家里 要含蓄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跟小陈打闹 听见没有 知道了 记得有点眼力近 勤快一点 帮着沈文娟收拾一下厨房什么的 知道了 妈 我又不是出嫁 苏震东把准备好的礼物 递到闺女手里 又叮嘱闺女几句家常话 爸 我先下去了呀 小陈马上就到了 苏秦雪告别苏震东和刘瑞卿 匆匆下楼了 等闺女离开后 家里喧闹的氛围 陡然安静下来 刘瑞卿坐在沙发上 神色有些恍惚 他们家客厅很大很宽阔 但是此刻显得冷清 他看向老苏 发现老苏坐在餐厅的椅子上 正看着自己 刘瑞卿感觉鼻子酸酸的 悠悠道 老苏 你说女儿是不是长大了呀 已经不需要我们了 苏震东走过来 他抱着刘瑞卿肩膀 安慰道 只要我们还能动 闺女就需要我们 等我俩退休 到时候给闺女带外孙 刘瑞卿抹了抹鼻子 人家小陈爸妈也年轻呢 到时候 爷爷和奶奶会带孩子 哪里轮得到我们外公外婆啊 苏震东笑道 那就让闺女生两个 到时候 每家带一个 这样不争不抢 刘瑞卿忍不住哽咽 可是 我心疼咱闺女 以后生孩子受罪啊 苏震东沉默 只是用力拦紧刘瑞卿 陈车 开车来到自己家楼下 苏秦雪跟着陈车上楼 拉着陈车的小手 有些汉字 小陈 我有点紧张 苏秦雪有些害怕的 看着陈车 陈车笑道 比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还紧张啊 苏秦雪中重点了点头 她在苏秦雪额头亲了一口 放心吧 我妈期待 你很久了 我保证她会喜欢你的 真的吗 我对着楼道的灯泡发誓 嘻嘻 小陈 我相信你 哪怕沈亿不喜欢我 我也会努力 让她喜欢我 就像刚开始 爸爸不喜欢你一样 现在 我爸对你很满意呢 陈车心想 老苏对我的考验 可不是一天两天啊 若不是我上次在经卖 KTV英雄救美 老苏对我的考验期 至少还要延长一年半载 陈车打开房门 苏秦雪羞涩地 跟在她后面 迈进客厅 迎面正好碰上端菜的沈文娟 沈文娟看到陈车后面 娇羞的苏秦雪 眉眼瞬间笑开了 哎呦 这就是苏秦雪吗 快来让我瞧瞧 一直听狗儿子说起你 陈车无语 当着苏秦雪面 能不能别老提狗儿子 陈建军也从厨房过来 他唇厚地冲着苏秦雪 说了一句 这就是苏秦雪啊 快进来 苏秦雪终于鼓起勇气 他松开陈车的手 冲着沈文娟和陈建军 甜甜笑道 沈一好 陈叔叔好 别站着了 快点坐 沈文娟打量着苏秦雪 真俊俏的小姑娘呀 水汪汪的眼睛 古典白皙的瓜子脸 挺翘的小鼻梁 柔润的嘴唇 尤其嘴角那两个浅浅梨窝 有一股子江南水乡的女人味 他又看看自己狗儿子 一副混不拎的气质 这次真是捡到宝了呀 苏秦雪把手上的礼物 递给沈文娟 沈一 我第一次来 不知道您喜欢什么 随便给您和陈叔叔买了点 沈文娟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他客气道 只要你买的 我们都喜欢 再说 我们都老了 以后不许破费了呀 寒暄完后 沈文娟让陈车领着苏秦雪去洗手 经过陈车房间的时候 苏秦雪一眼就看到 墙上的明星海报 还有卡通机器人贴纸 真是充满孩子气 他心里很好奇 决定吃完饭后 去小城房间观摩观摩 中午吃饭的时候 沈文娟一直给苏秦雪碗里夹菜 苏秦雪想着出门时 刘瑞卿的叮嘱 少吃一点 不要暴露你吃货的本质 看着自己碗里满满的食物 苏秦雪把求助性的眼神 投向陈车 陈车出来打圆场 妈 你别给小雪夹了 你没看到 他碗里的菜都满了呀 再说菜离他那么近 我都夹不着 他把那盘清蒸鲁鱼 往自己这边挪了挪 沈文娟打掉陈车的手 狗东西 你少吃点 挪那么远 小雪怎么能夹到 苏秦雪看了想笑 平日里小陈飞扬跋扈 谁知道在家里这么胆小 真是一物相一物呀 陈车对苏秦雪说 你尽管吃 吃不完就剩碗里 我替你吃 苏秦雪这才放心下来 安安稳稳吃饭 通过饭桌上的聊天 苏秦雪发现 陈车家里的氛围 跟自己家不太一样 在他家 自己是独享专宠 其次是爸爸 最后是妈妈 在小陈家 沈怡是专宠 其次是陈叔叔 最后才是小陈 真是好奇怪哦 最后 苏秦雪把吃不完的大米 分给陈车 陈车也不嫌弃 沈文娟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这说明 两个人的感情程度 比他想象的要深 吃完饭后 陈建军和陈车 乖乖地去厨房收拾 本来苏秦雪要去帮忙 结果被沈文娟硬拉着去客厅 收饭后吃点水果消消食 沈文娟还拿出自己 加班加点 赶制出的毛线手套 送给苏秦雪 这可是 他熬了两个白天 加半个晚上支出来的 可谓是理清情义重 苏秦雪非常喜欢这份礼物 他能感觉到 沈文娟的用心 厨房里 小陈和老陈聊天 老陈 平时也不见你刷碗 今天怎么主动跑厨房来了 你不也是吗 那不一样 我今天是特殊情况 我也是特殊情况 父子俩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眼里 看出无奈 收拾完后 陈彻擦了擦手 大咧咧挨着苏秦雪坐下 甚至还从苏秦雪手上 抢走一半橙子 这自然少不了来自沈文娟的白眼 然后 他又立马递给苏秦雪一个更大的橙子 苏秦雪轻抿着嘴角 示威性地冲陈彻 晃了晃手上的水果 陈彻 呵呵 老陈家庭地位二 自己家庭地位三 苏秦雪一直在陈彻家里待到下午 趁着沈文娟和老陈出去 买菜的功夫 他终于恢复往日的可爱模样 拉着陈彻胳膊 小陈 小陈 我想去你房间看看 陈彻半躺在沙发上 你直接去呗 顺便帮我 把被子叠一下 苏秦雪撅着嘴 你陪我一块去吗 我想听你给我讲解 陈彻笑了 你以为我家是故宫啊 还得给你当导游 苏秦雪灵动的眼睛转了一圈 他俯身在陈彻脸颊亲了一口 现在呢 好像还可以 苏秦雪又俯身在陈彻 另一个脸颊亲了一口 然后用那双含笑的信念 盯着陈彻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扶正起来 苏秦雪把陈彻从沙发拉起来 陈彻的家 没有苏秦雪家面积大 也没有苏秦雪家里装修的 富有现代奢华 但是生活气息比较浓郁 通俗点讲 就是接地气 比如一些老式泛黄的衣柜 或者书桌 都是当年陈建军结婚时的产物 沈文娟是个念旧的人 东西陪伴久了 舍不得扔 苏秦雪背着手 在陈彻房间打量 墙上贴着杨玉莹的海报 还有Beyond乐队的海报 一把老式吉他 他好奇地来到学习桌上 发现小陈这个人 确实不爱学习 正经的书本都是崭新 连翻动的痕迹都没有 苏秦雪举着手上 那本以添屠龙记 笑盈盈看着陈彻 小陈 我终于知道 你不爱学习的原因了 你看看 你正经知识不学 敬爱看武侠小说 陈彻从床底下 拿出一把木剑 随手挽个剑花 阵阵有词道 我曾梦想 仗剑走天涯 当一个为国为民的侠客 终究被学业耽误了梦想啊 兮兮 我就喜欢你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苏秦雪翻动着那些书本 还看到学习桌上刻着字 上面是 曹文博欠我五毛 张博宇欠我两毛 我欠刘永浩两毛 他被陈彻幼稚的行为逗笑了 陈彻探过头 谢氏道 狗日的曹文博 从小就爱欠我钱 到现在 欠了我几千块 利息都给我娶媳妇了 小陈 你这个人 真爱斤斤计较 那你借我五千块钱花花 苏秦雪 养着雪白下巴 轻哼一声 我才不借给你呢 卢小冉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陈彻冷笑 卢小冉那毒鸡汤 能喝吗 还男人有钱就变坏 后一句 你知道是什么吗 苏秦雪好奇问 是什么 女人变坏就有钱 苏秦雪扑斥一声笑出来 他动手去打陈彻 歪理邪说一大堆 我说不过你 陈彻握住苏秦雪的粉拳 好了 你也参观完了 顺便帮我 把房间收拾一下吧 苏秦雪装成一副小女人姿态 可怜兮兮道 小陈 我第一天来你们家 你就忍心让我干活吗 我前段时间去你家 还帮你你爸搬酒了吗 储藏室的酒多的都放不下 帮他搬到车库里 偶尔会露出腰间一段血腻 陈彻坐在椅子上 悠闲地翘着二郎腿 他看着苏秦雪曼妙的身段 还有居家小媳妇的秦快 可以想象两个人结婚后的生活 苏秦雪厨艺不好 他可以负责做饭 然后苏秦雪负责其他家务 两个人一个负责闹 一个负责笑 暖日情好的秋日午后 一起看新衣的电影 一起坐在阳台晒太阳 这一天或许很快就会到了 苏秦雪收拾完房间 他慵懒地躺在陈彻床上休息 上面散发着暖阳晒烤床单的味道 混合着一些造香 他打了个哈欠 小陈 我有点困了 陈彻心念互动 他急忙看一眼时间 下午四点 老妈和老陈回家 可能要五点 这中间是不是可以发生点什么 陈彻目光尚移 落在苏秦雪饱满的山峰上 紧身高领毛衣 把他郊区包裹得玲珑有致 苏秦雪四有所察觉 他警惕地看着陈彻 小陈 你不要乱来啊 现在可是白天 陈彻一点点靠近 在我的地盘你得听我的 小陈 我要叫了呀 沈一和陈叔叔一会要回来了 苏秦雪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 拼命躲避着陈彻 最终 他还是没有躲过陈彻的魔爪 迫于无奈 在陈彻怀里瑟瑟发抖 那双灵动的眼睛 频频看向外面的房门 陈彻看着娇羞的笑话 安慰道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过分举动 就是想抱抱你 亲亲你 苏秦雪亮晶晶的眼睛盯着他 真的吗 陈彻信誓旦旦 真的 苏秦雪闭上眼睛 来吧 畜上 陈彻 陈彻这一次没有急于下手 而是看着苏秦雪 我什么时候成畜生了 哼 你还好意思提 那次在我家过夜的时候 你对我发誓 说就抱着我睡 结果呢 陈彻猛地想起 那个暧昧匪测的夜晚 上次好像做的连畜生都不如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 苏秦雪主动勾住他的脖梗 然后嘴唇覆了上去 陈彻一头问号 苏秦雪现在被自己调教的 越来越放得开啊 这才二十多岁 就出现端倪 要等苏秦雪三十岁 如狼似虎的年纪 自己岂不是得天天六位地皇丸 加宝温杯里抛狗起香吧 给优着点 男人的巅峰和女人的巅峰 没在一个年龄段上 短时间还好 时间长了 腰子顶不住 老牛耕爹 累死的都是老牛 爹 只会越来越肥 苏秦雪的攻势越来越强 逐渐拿下门崖塔 开始占领高地 陈彻面对笑花女神的绝美诱惑 哪里还经得住 管他呢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随着陈彻的及时回防 苏秦雪攻势渐渐弱下来 最后浑身发软 再也升不起抵抗 他的手越过高峰 划过平原 至桃花林 终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荫兵纷 苏秦雪呼吸越来越重 眼睛仿佛能滴出水 带着一丝迷离 小陈 陈彻从苏秦雪 脖梗深处抬起头 苏秦雪今天这件高领毛 一太影响他发挥了 要不然 他早就攻到山顶 相当于对方穿着金级护甲 而自己还没有破甲弓 苏秦雪情难自惊地 紧紧抱着陈彻 陈彻问道 怎么了 苏秦雪还保持一丝丝清明 一会沈怡和陈叔叔要回来了 要是被发现 就太丢人了 陈彻知道 现在不是时候 他恋恋不舍地 从身上爬起来 苏秦雪缓了半天才缓过来 一边忧怨地瞪陈彻 一边整理衣服 说来也怪 无论他防守的多完美 陈彻的手总能找到漏洞 下午五点多 沈文娟和老陈买菜回来 菜品种类非常丰富 苏秦雪在陈彻家里 成功蹭了两顿饭 按照苏秦雪所说 你在我们家蹭了那么多吃饭 我也要找回来 沈文娟去厨房忙着做饭 苏秦雪主动去厨房帮忙 他虽然不会做饭 洗菜之类的 还是没问题的 沈文娟看赶不走 干脆就让苏秦雪陪着说话 陈建军和陈彻 跑去阳台抽烟 烟火气息浓郁的家里 因为多了个人 显得有些热闹 却也很幸福真实 陈彻问老陈 爸 你觉得 苏秦雪当咱们家的媳妇 够资格吗 陈建军忧虑地抽一口烟 但蛋倒 是你高攀了 陈彻 他反驳道 老陈 现在都新时代了 提倡男女平等 你凭啥说我高攀 你咋不说是苏秦雪高攀 陈建军鄙夷的看着狗儿子 典型得了便宜 还卖乖 陈彻振振有词道 我现在创办互联网公司 别人都喊我陈总 等明年 开学我就是三好学生 学生会副主席 创业先锋 运动会网球项目组冠军 未来我是胡润排行榜登顶的人 福布斯的常客 你为什么会觉得 是我高攀 陈建军说道 行了 别吹了 你这些糊弄糊弄 苏震东还差不多 陈彻 话不投机半句 多说的 就是这个时候吧 吃晚饭的时候 沈文娟和苏秦雪 亲热的聊着天 两个人关系突飞猛进 让陈彻扎舌 他们甚至约好下周一块 去商场购置年货 晚饭在和谐欢快的氛围中结束 陈彻看时间已经晚上七点 开车送苏秦雪回家 沈文娟和陈建军 一直送到楼下 他亲热的拉着苏秦雪的小手 舍不得松开 小雪啊 以后记得常来阿姨家里啊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苏秦雪嘴角露出甜甜笑意 沈姨 我会经常来蹭饭的 您做的饭菜味道很好 我特别喜欢 其实沈文娟的厨艺很不错 她平时伺候老陈和小陈 已经麻木 所以 懒得做那么好 难得苏秦雪上门 自然要用心做 从食材方面 就完全碾压了平时的标准 沈文娟目光温和地看着苏秦雪 她对这个俊俏小姑娘 百分之一百二的满意 真是舍不得你回去啊 阿姨感觉 你还没有带多大会儿呢 陈彻等得不耐烦了 催促道 妈 别煽情了 我们两家距离又不远 开车五分钟就到了 又不是出国 沈文娟和苏秦雪 同时瞪陈彻一眼 若不是他们两个初次见面 需要维护自己形象 说什么 也要做狗东西一顿 面对杀意的目光 吓得陈彻不敢多嘴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 苏秦雪才一由未尽地上车 看着汽车尾灯消失在拐角 沈文娟久久没有离开 陈建军难得出来 顺便再抽一根烟 半晌 沈文娟突然说道 老陈 过完年 记得回老家祖坟 烧点纸钱啊 陈建军有些迷惑 为什么 你们老陈家祖坟冒清烟啊 能让狗东西 找到这么漂亮懂事的儿媳妇 陈建军恍然大悟 确实啊 沈文娟说 我一见那姑娘 打心眼里就喜欢 关键是我发现 他特别黏狗儿子 眼神是瞒不住的 陈建军道 我听儿子说 苏震东对咱家也没意见 这件事 我们作为男方 要不要往前推进 沈文娟思考着 今天看到苏晴雪 她当然是愿意 让儿子早点结婚 可是他们 现在还在读大学 要结婚 还是等毕业后最稳妥 因为两个人 法定年龄都没到 沈文娟开始和陈建军商量 我觉得 结婚放在毕业后最好 明年大三 我们可以让他们俩先订婚 你觉得怎么样 陈建军道 我怎么都行 主要看他们两个年轻人 对未来什么打算 还有苏震东那边 具体什么意见 这种大事 可不是我们俩一拍脑袋的事 沈文娟想想也对 她的想法 有点一厢情愿 陈建军继续分析 假如他们俩明天就想结婚 我们做父母的 能拒绝吗 肯定不能 所以 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 而在于他们俩身上 然后是苏震东身上 最后才是我们头上 沈文娟渐渐冷静下来 刚才确实是她想的不够周到 两方家庭结婚 真要实施起来 工作量可是相当繁重的 沈文娟说道 别的我不管 反正这个儿媳妇 她的腿 陈建军拉着沈文娟的手 往回走 我指使你 我也很中意这边媳妇 嗯 回去记得把碗刷了 陈建军 陈彻开着车 苏秦雪懒洋洋的 靠在她肩膀上 怎么样 没有骗你吧 我妈是不是很好相处 苏秦雪轻轻点头 眼神笑得弯成了月牙 沈亿对我很好 比我想象中好太多 之前我还担心 沈亿不喜欢我呢 陈彻愤愤不平的 拍了拍汽车方向盘 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你那么漂亮 难道你没发现 自从你来我家 我的家庭地位 直线下降吗 兮兮 小陈 我才发现 你这么怕沈亿 以后要是再欺负我 我就去告诉沈亿 陈彻 糟了呀 一不小心 竟然暴露出自己的致命弱点 这以后 要是欺负苏秦雪的话 天天去告状 这谁受得了 得想个办法 补齐自己弱点啊 苏秦雪看着手上的棉线手套 上面一阵一脚 都勾显出沈文娟的用心 她已经很多年 没有收到过这种礼物了 亲妈刘瑞青 都不会着这种手套 或者围巾 只会领着自己去商场 买那种最贵的 有时候亲手做出来的礼物 更显珍贵 还有吃饭时候 她觉得 小陈家的氛围也很好 苏秦雪忽然问 小陈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陈彻于光瞥苏秦雪一眼 脑中判断 苏秦雪这句话 有没有陷阱 她倾壳一声 我打算等我们毕业后就结婚的 你觉得呢 苏秦雪有些闷闷不乐 我们现在才大耳 还要等两年 陈彻打趣道 怎么 这么想做我们陈家的媳妇吗 苏秦雪脸莫名的红了 她轻轻捏着陈彻耳朵 小陈 你真讨厌 明明知道 人家心思还说得那么直接 就不能委婉一点吗 陈彻笑着问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苏秦雪黑亮的眼睛看着陈彻 我打算 现在就嫁给你 你愿意娶我吗 陈彻果断回答 愿意 非常愿意 苏秦雪嘴搅扬起幸福的笑 她很满意小陈的回答 在这种关键问题上 陈彻是节奏大师 如果换成其他男生 大多数人会犹豫 找出一大堆客观理由 比如 我觉得 我们先考虑清楚 或者先问问父母 或者 等我工作稳定下来 等我买房之类的 很多时候 女生突然发问 她问的是这些客观原因吗 肯定不是 他们想要的是你坚定不移的答复 有时候 爱情是伟大的 她可以怂恿恋人私奔 至于以后为了面包而争吵 那就归结于 热恋期过后的柴米油盐 最初的爱情 往往都是美好的 陈彻把苏清雪送回家后 她去楼上做了会儿 她现在对苏清雪家里 已经非常熟悉 渴了都是自己去厨房倒水 临走的时候 还会帮刘瑞卿把垃圾拎下去 面对未来孤夜的殷勤 刘瑞卿刚开始不太适应 现在渐渐适应了 这还是苏震东嘱咐则刘瑞卿的 咱们迟早要把闺女嫁给她 未来女婿 不用白不用 待了没多久 陈彻就提出告辞 她知道苏震东和刘瑞卿 肯定会问苏清雪今天发生的事 所以没再打扰 等陈彻离开后 苏震东和刘瑞卿 开始围着苏清雪 询问今天发生的事情 苏清雪 把在陈彻家里的待遇 详细讲了一遍 包括沈文娟 送自己亲手制的手套 苏震东和刘瑞卿 提着的心放下来 他们就担心 闺女以后嫁过去受委屈 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多虑了 这段恋情发展到现在 从最开始的不被接受 到被苏震东和刘瑞卿接纳 用时半年时间 现在看来 结局怕是十拿九稳 等苏清雪去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苏震东和刘瑞卿两个人开始商量 刘瑞卿道 现在看来 闺女跟小陈结婚也不是什么坏事 反而因祸得福 苏震东问 怎么说 刘瑞卿解释道 假如咱闺女家的男方条件太好的话 规矩也多事也多 到时候难免受委屈 与其那样 还不如嫁给小陈这样平凡的家庭 家庭关系简单 也受宠 苏震东缓缓点了点头 确实是那么回事 他说道 既然两家都没有意见 事情就好办了 到时候 看他们年轻人怎么打算吧 刘瑞卿说道 我觉得 毕业后再结婚最合适 他们现在还年轻 又是热恋期 我想等热恋期过了 两个人都成熟起来 那个时候 结婚最稳妥 你觉得呢 苏震东反问 假如他们俩现在 就要求结婚 你是同意还是拒绝 刘瑞卿 半赏过后 他叹了口气 那我不管了 闺女要是愿意结婚 就结婚吧 要不然 总显得我这个当妈的 不尽人情 苏震东笑道 这件事 我们就假装不知情 表现得冷静一点 等闺女主动找咱们 那个时候 咱们再帮她拿主意 刘瑞卿点了点头 他知道 苏震东比自己考虑的 更周全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是一周过去 期间 苏秦雪又来陈彻家里 蹲了两次饭 他和沈文娟之前约好的 一起去逛商场够年货 刘瑞卿也和沈文娟见了面 平时冷淡气质的刘瑞卿 表现得挺温和 再加上沈文娟对市井八卦懂得多 两个中年妇女 相谈甚欢 陈彻和苏清雪 两个人陪在身边 两家长辈的关系 直线上升 越来越融洽熟悉 幸福的生活总是走得飞快 除夕这一天来临 上午十点 陈彻被沈文娟从被窝叫起来 沈文娟独特地唠到方式 一天天地睡懒觉 不知道今天是除夕吗 你爸临时有事去常理 我一个人忙里忙外 狗东西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 我还要包饺子 你等会记得 把对联贴上 楼上和楼下都要贴 听见没有 知道了 陈彻无奈地起床 他拉开窗帘 打开窗户 一阵冷风迎面来 外面响起零星鞭炮声 一听就知道有倒霉孩子 忍不住提前放鞭炮 远处的房顶冒出吹烟 街上的犬肺声 还有儿童嬉闹声 街坊邻居的聊天声 有年未了呀 天空中开始飘起零星雪花 他记得 昨天看天气预报时 说除夕夜有大雪 谚语说 瑞雪照封年 可是2003年并不平静 SARS病毒蔓延 伊拉克战争等等 陈彻去卫生间洗漱 一边刷牙 一边打开手机 给苏秦雪发短信 苏秦雪 小陈 除夕快乐 我在帮妈妈包饺子 我捏了一个面团 她很像你 陈彻 我刚起床 在撒尿 苏秦雪 小陈 你真讨厌 陈彻 哈哈 苏秦雪 哼 陈彻刷完牙 本来打算去贴队帘 沈文娟嫌弃地 指着桌子上剩的饭菜 把早饭吃完再去干活 一天天地不吃早饭 现在年轻察觉不出来 等老了就知道后悔了 陈彻知道 现在多说一句 都是罪过 只好闷头 坐在餐桌旁吃饭 没有苏秦雪的日子 火石是断牙是下降啊 她还真怀念苏秦雪 来家里蹭饭的日子 最起码 自己能跟着喝点肉汤 沈文娟正在厨房赶饺子皮 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厨具 有的还盛放着东西 陈彻草草吃完饭 就去贴队帘 他们家小楼 一共三层 一楼租赁的租户 也回老家过年 他们平时住在二楼 三楼原本是打算 留给陈彻结婚用 现在一直堆放的都是杂物 在门口贴队帘的时候 陈彻看到邻居李大爷家的孙子 兜里揣着鞭炮 唉 这就是生活啊 陈彻叼着烟 从一楼开始贴 贴完后 发现有点歪 他只好上去重新贴 以往都是老陈负责贴队帘 他在下面递东西 现在老陈不在家 众活都落在自己头上了呀 这时陈彻电话响起 是曹文博打过来的 什么事啊 伯哥 曹文博问 你家里的队帘贴完没有 我才刚开始贴 你家贴完了呀 我们家早上九点就好了 我现在过去给你帮忙啊 哦 不过来了 不管饭啊 你自己带饭 曹文博骂了一句 狗急把 就知道消遣老子 十分钟后 曹文博骑着单车过来 他还给陈彻 带了一些自家重的白菜 陈彻没跟曹文博客气 随手扔给他一根烟 有曹文博加入 半个小时功夫 就把楼上和楼下的对联 全部贴完 曹文博别的特长没有 对于家务这一块相当熟悉 这源于曹文博 从小就被老曹训练干活 再加上 他们家有自己的地 龙活也比较多 陈彻还记得 小时候经常去曹文博家的地里 去掰玉米 那个时候 真是无忧无虑啊 吉伯 这两天没见你人 都在忙什么 曹文博神色有点不自然 他吭吃吭吃道 我在家里学习啊 陈彻眉头一挑 多看曹文博一眼 狗东西 估计又跟林语星联系上了 上次吃饭的时候 听曹文博提及林语星主动找过他 不过 陈彻现在已经不借给曹文博钱了 一个没钱的备胎 林语星得到 有什么用 去他家拧螺丝吗 反正陈彻不信 两个人正聊着天 陈彻电话盯的一声 苏秦雪 小陈 我们家准备贴对联了 陈彻 我正准备过去帮忙 苏秦雪 希希 小陈那你快过来 中午在我家吃饭 曹文博盯着陈彻的聊天记录 他好奇道 小陈 你要去苏秦雪家里帮忙吗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啊 陈彻解释 一旦女孩子主动找你 你不要看她字面意思 而是要猜她的心理活动 比如第一句 苏秦雪说家里要贴对联了 如果换你 你会怎么回复 曹文博沉思一会 我可能会说 那你小心点不要摔到 陈彻拍了拍曹文博肩膀 所以说 你跟林雨昕交往 你在第一层 而林雨昕在第二层 你摸不清她的套路 就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曹文博问 那你在第几层 陈彻呵呵一笑 老子在大气仓 曹文博心里很认可 嘴上不服 你就吹吧 陈彻懒得跟曹文博拌嘴 她回屋给老妈申请一下 去苏秦雪家贴对联 沈文卷欣然同意 等陈彻走后 曹文博从兜里掏出手机 盯着屏幕发呆 自从上次林雨昕主动找她 两个人一直在联系 但是陈彻把她的钱给卡了 工资直接交给家里 导致曹文博手里的钱 就剩个几十块 林雨昕暗示过好多次 比如喜欢上 五月广场商店的一款风衣 听说新世纪广场 新开了一家西餐厅 想去尝尝美食 对于这些曹文博 都没有回应 根本原因 兜里没钱 他们最近一次聊天 停留在四天前 林雨昕说 冬天喜欢去南方的海边 可以在沙滩上吹着晚风 来一场篝火晚会 曹文博一直在苦苦思索 该如何回复 今天澄澈的撩妹技巧 给了她启发 于是 她鼓起勇气回复 我在金马河边 给你来一场篝火晚会好吗 曹文博幻想在冰冻的金马河边 她给林雨昕点燃篝火 再来点烤地瓜 天地苍茫一片 林雨昕一定会感动的 今年夏天 她就和小陈来了一场野炊 有记得苏清雪玩得很开心 可惜陈澈没有在这里 如果陈澈看到这条短信的话 会直接破口大骂曹文博 你他妈以为林雨昕 是要篝火晚会吗 你他妈以为金马河岸 可以当成沙滩吗 北方的气候 跟南方的气候 是一个维度吗 语文理解怎么学的 地理课怎么上的 曹文博短信发出去 如同石沉大海 现在 陈澈正在苏清雪家里 品尝着刘瑞清的三鲜虾仁水饺 苏清雪轻腻地坐在陈澈旁边 一家人其乐融融 刘瑞清问道 小陈 味道怎么样 陈澈夸赞道 刘姨做的味道太棒了 不像我妈 每次过年都是猪肉大葱馅的 我吃了整整二十年 苏清雪盐嘴清笑 我吃虾仁馅的 吃了整整二十年 我还想尝尝猪肉大葱吗 陈澈想也不想 直接说 行啊 晚上你来我家去尝尝 刘瑞清笑道 你们俩呀 不同的生活方式 陈澈估计 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妈的话 老妈会非常同意 不过没有苏清雪的家 她一个人面对老苏 还有刘瑞清 真有点尴尬 陈澈一直在苏清雪家里 待到下午才离开 她走到楼下时 地面上已经披了一层白衣 半空中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纷纷扬扬 苏清雪送她下楼 有点冷的 她把双手插进陈澈口袋里 小陈 快看好大的雪啊 真漂亮 赶快上去吧 苏清雪紧紧贴在陈澈后背 我想陪你再待一会儿吗 陈澈扭头笑道 要不去我家住一晚啊 苏清雪仰头看着陈澈 那我们要睡一个房间吗 陈澈反问 你觉得呢 苏清雪抱着陈澈的手臂紧了紧 我想跟你睡在一起 因为冬天我怕冷 陈澈忽然有点迈不开腿 她有一刹那的冲动 想要带着苏清雪去私奔 去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过一生 大年初一 陈澈睡到上午 从暖洋洋被窝起来 顺着窗外看去 天空已经放晴 地面上厚厚一层积雪 街坊邻居开始各扫门前选 孩童们穿着新衣 在雪地里玩耍 各种鞭炮声不断响起 陈澈走出房间 沈文娟和陈建军在餐厅忙碌 厨房的锅里冒着蒸汽 客厅电视里重复播放昨天的春晚 沈文娟今天难得没有训斥 而是殷勤让儿子先洗手吃饭 陈澈有点不自在 她偷偷问老陈 今天我妈没事吧 陈建军比个OK的手势 陈澈心领神会 等她吃完饭 沈文娟和陈建军各自拿出红包 儿子 新年快乐 愿你2003年爱情事业双丰收 沈文娟难得对儿子露出笑脸 儿子 新年好 愿你在2003年脚踏实地 平平安安 陈建军对儿子的期望要低 他希望儿子脚踏实地 平平安安就够了 谢谢老爸 老妈 儿子今年争取 少让你们生气啊 陈澈笑嘻嘻地收下红包 他手间摸了摸厚度 发现还可以啊 以往老妈和老陈给的红包都是600 现在 这厚度少说有3000啊 他推测 估计是老妈知道自己 谈女朋友了 红包当作恋爱经费 趁着去卧室拿手机的功夫 陈澈打开红包一看 当场傻眼 怎么全是10块的呀 他又打开另一个红包 同样如此 满满的套路啊 50张10块钱 也就是500块钱 比去年下降了 国内的GDP每年都上升 怎么到我手里还下降呢 不过 红包就是图个节日氛围 陈澈也没有再计较 苏秦雪已经发过来短信 苏秦雪 小陈 我现在有钱了 距离一百万彩礼又近了 陈澈 多少钱 苏秦雪 爸爸给了我5000 妈妈给我5100 他说这代表万里挑一 陈澈 苏秦雪 小陈 你收了多少钱红包呀 陈澈 比你少一点点 苏秦雪没有过多纠结这个 而是说起外面的雪 苏秦雪 去年的冬天没有雪 今年第一次下这么大的雪 外面真漂亮啊 我还看到 小区里面有人在堆雪人 打雪仗 真羡慕他们 陈澈心念互动 他们昨天下午才刚刚分开 思念怎么就跟潮水一样疯涨呢 他看一下时间 应该还来得及 立马换上沈文娟新买的衣服 新衣服一般是拜年穿 同时也寓意年年有新意 沈文娟正在包饺子 看到陈澈准备出门的装扮 你要干什么去 中午还得去你二叔家 我中午之前回来 苏秦雪说想我了 这个理由 完美的让沈文娟闭嘴了 等陈澈离开后 沈文娟叹一口气 老陈 我觉得儿子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以后啊 陪伴在自己身边的 还是自己老伴 陈建军心里一喜 这是要上升自己家庭地位的节奏吗 谁知沈文娟来了一句 剩下的饺子皮我不想包了 你包吧 陈建军一看老婆的更年 期中和征又来了 他不敢出生 默默承担起所有 陈澈骑着单车 来到苏秦雪小区 路上都是厚厚的积雪 很难走 这条平时十分钟的路 他骑了二十分钟 来到苏秦雪楼下 陈澈先是用玩具水枪 在雪地上画了一个爱心 然后又在旁边堆雪人 苏秦雪本来正给陈澈发短信 遇到陈澈不回短信 他左等右等 最后忍不住给小陈打电话 小陈 你在忙什么啊 怎么不回我短信呢 出来看雪人 什么雪人 我在你家楼下 陈澈听到急促的脚步声 还有打开窗户声 他顺着抬头看去 正好对上苏秦雪 那白皙娇嫩的瓜子脸 苏秦雪说一句 等我呀 他连头发还没有砸 随意散落着 脚上穿着棉托鞋 只来得及批一件羽绒服 就准备下楼 刘瑞卿和苏震东面面相去 闺女 你这是干什么去 小陈在楼下给我堆个雪人 我要去看看 人已经飞快下楼了 隔着很远 都可以听到楼道那迫不及待的脚步声 刘瑞卿和苏震东不放心 他们又不好追下去 只好去客厅的阳台往下看 他们看到苏秦雪飞奔着跑向陈彻 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画面似曾相识 老苏 咱闺女越来越离不开小陈了呀 苏震东背着手 目光有些欣慰 他回答道 至少小陈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刘瑞卿疑惑地看着苏震东 那你以前还总是一神一鬼的 苏震东明显愣一下 他强行解释 以前是我不够了解小陈 走吧 别打扰他们 谈情说爱 两个人离开阳台 楼下 苏秦雪从陈彻怀里抬起头 毛子里满是欢喜 陈彻看着苏秦雪凌乱的长发 他帮忙拢到后面 小陈 是不是我刚给你发完 短信你就来了 是啊 哪怕翻山越岭 刀山火海 都不妨碍我来见你 小陈 你真好 苏秦雪再一次紧紧抱住陈彻 侧脸紧贴在陈彻肩窝 贪恋地嗅着陈彻身上的味道 你看看 我给你送的新年礼物 这个爱心也是给你画的 苏秦雪看着地上那两个紧爱的爱心 虽然手法有些拙恋 不过并不妨碍他喜欢 小陈 这个心没有画完啊 后面还差一点 苏秦雪蹲下身 用手指去帮陈彻 补齐最后的短板 画完之后 苏秦雪好奇问 你是用什么画的 陈彻认真道 哦 我是用沉尿子的 没有画完 是因为尿不够了 苏秦雪呆了 他难以置信地举起自己手指 你你的意思是用尿 陈彻看苏秦雪反应不对 转身想逃跑 陈彻 你个王八蛋 苏秦雪一把拽住陈彻 然后手指就往他脸上抹 两个人嬉闹着摔倒在地上 苏秦雪趴在陈彻身上 粉拳锤打他 你太讨厌了 人家刚感动完就欺负我 呜 我要去告诉沈爷 逗你的 其实我是用水枪画的 苏秦雪用梨花带雨的眼睛 看向陈彻 那你给我看看 陈彻起身从自行车上 拿出玩具水枪 递给苏秦雪 苏秦雪将信将疑 再说 你们小区那么多人 借我两个胆子 也不敢当众脱裤子 苏秦雪破体微笑 他紧紧抱住陈彻胳膊 陈彻你就是个大坏蛋 这次算我放过你 要是再敢欺负我 哼哼 他做出张牙舞爪的凶狠模样 从苏秦雪家里离开后 陈彻跟着老陈和老妈 去二叔陈建冰家过年 因为爷爷奶奶去世的早 再加上陈彻只有这一个叔叔 所以 两家关系格外的轻 陈建冰忙时 在乡下务农 不忙时 去陈建军厂里工作 每逢过年 两家就会轮流在一起过 去年是在陈彻家里 今年轮到二叔家 千万别小看陈建冰务农 陈彻记得二十年后 老家建城高铁站 二叔一下子承拆迁户 经常带着陈彻去胡吃海喝 比起城里的过年氛围 乡下的氛围更重 家家户户杀鸡宰的 街坊邻居互相串门 二叔陈建冰是个 相对老实的人 二婶话挺多 他亲切地跟陈彻打着招呼 还询问陈彻上学的成绩 寒暄完后 他跟沈文娟两个人去厨房忙活 陈彻从兜里掏出烟 发给二叔和老陈 陈建冰问 小彻 听说你大学搞了个网站 现在怎么样 陈彻谦虚道 都是小打小闹 陈建冰笑了笑 等气儿明年考不上大学 到时候去给你打工行不 没问题啊 我去看看气儿 陈彻来到礼屋 堂妹陈倩正在房间里补习功课 她过完年十八岁 现在距离高考还剩下半年 其刘海夏那双桃花眼 显得非常有灵气 从小就活泼好动 跟个假小子一样 为此没少挨打 陈倩看到陈彻 她眼睛露出欣喜 哥 听说那个社交网 是你创办的 还会唱歌 能不能给我也唱一首啊 陈彻弹了她个脑瓜崩 故意训斥道 老老实实学习 刚才二叔说了 考不上大学 家里那九亩地 就要让你中 陈倩不满地绝了绝嘴 陈彻对训斥别人学习这种体验 非常过瘾 怪不得每次老妈 都拿这个训斥自己 哥 你之前学习成绩 比我还要差 我怎么说 也比你要强啊 谁说我成绩差的 我现在可是理工大学 三好学生 未来的学生会副主席 陈倩表情惊呆了 这才短短半年多时间 堂哥如此逆天吗 陈彻揉了揉陈倩的头发 今年高考会提前到六月份 并且数学难度会非常大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陈倩反问 你怎么知道的 陈彻呵呵 我能告诉你 我是穿越回来的吗 2003年的高考 因为非典病毒 而提前到六月份 导致考生的复习节奏被打乱 后来又因为试卷被偷 临时换了卷子 那新试卷难度直必要塞啊 所以被称为 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件 简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 陈彻虽然记不得高考的内容 他只能在这种微观方面 帮助一下自己堂妹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这个秘密 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你这次高考发挥的好 我专门给你写一首歌 怎么样 陈倩抬头看着陈彻 他起身给陈彻来了一个大拥抱 太好了 谢谢哥 陈彻有些抗拒 因为陈倩已经发育成熟了 这样亲密的动作有点不太合适 他拍了拍陈倩的后背 二叔对你的要求不高 考上渔阳理工大学就行 到时候你上我家出去 行 我争取考上 陈倩开始埋头写作业 陈彻本来还打算辅导一下 他仔细一瞅试卷 那题目简直跟看天书一样难 溜了溜了 中午两家人热热闹闹吃了午饭 沈文娟和陈建军去找相识的邻居串门 刘陈彻在家里无聊的玩手机 陈倩则写作业 陈倩有不懂的题目 就问陈彻 每次陈彻过一会 才会把答案解出来 这让他满头疑惑 直到偷偷绕后 看到堂哥把题目发给一个叫苏秦雪的人 哥 苏秦雪是谁 你嫂子 啥 你什么时候找了个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他长得由我好看吗 陈彻瞄一眼陈倩的脸蛋 苏秦雪是典型的瓜子脸 陈倩是鹅蛋脸 只不过陈倩的皮肤没有苏秦雪细嫩 到底是农村和城市的区别 不过后来他记得陈倩长得也挺标致的 陈倩拽了拽陈彻衣服 有没有我好看啊 要是没我好看的话 不许当我嫂子 渔阳一中知道不 陈倩点了点头 苏秦雪当了三年校花 现在不是校花了 是不是越长越丑了 陈彻摇头 不是 因为他升到余阳理工大学了 现在是理工大学的校花 陈倩 那他有我身材好吗 比如个子 比如 陈倩故意挺了挺胸 陈彻不屑的看一眼 个子比你高 还有你才是病 苏秦雪是C 陈倩瞬间粘了 样样比不过 他强行给自己加息 听起来还可以 有资格当我们陈家的媳妇 啥时候带回来 让我见见啊 好了 有空你去余阳 我介绍给你认识 你现在滑水半个小时了 快去写作业吧 陈倩闷闷不乐的回自己房间写作业 陈倩他们家一直带到晚上 吃完晚饭才告辞 二叔和二婶 从家里拿了好多猪肉和羊肉搬到车上 陈建军也没有客气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同样带了不少东西 两家人算是互相交换礼物 毕竟是亲兄弟 没有谁亏 谁多这么讲究 第二天 陈倩去外婆家拜年 外公是一名村医 外婆是家庭主妇 陈倩小时候 陈建军忙着工作 沈文娟经常领着陈倩去蹭饭 所以她很受外公和外婆的喜欢 哪怕长大后 外婆还会经常给陈倩零花钱 后来小舅结婚 舅妈这个女人有些刻薄 沈文娟就不太爱去娘家了 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去一趟 陈倩清楚地记得老陈生意破产 找身边亲戚借钱 只有二叔拿出来二十多万帮忙 小舅本来也想拿钱的 被舅妈给阻拦了 并且以离婚做威胁 最后还是外公半夜骑自行车 偷偷送过来几万块钱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大抵如此 现在老陈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舅妈的娘家 好几个亲戚都在厂里干活 所以态度相对缓和一些 陈倩刚进门 就被外婆轻易地拉着手 老人家对沈文娟说 娟子 小舅最近看着胖了点啊 沈文娟笑道 她上大学了 天天跟同学下饭店 不胖才怪 陈倩无语 她只不过是穿得有点厚啊 体重一直没变化 上一世 她冬天都是九分裤 里面连秋裤都不穿 现在重生 知道保暖 也知道养生了 把秋衣扎进秋裤里 秋裤扎进袜子里 是对这个冬天最起码的尊重 外公慈祥的目光 打亮陈倩 作为一名老中医 她看陈倩面容肤色正常 健康得很 陈建军作为沈家的女婿 她把年货放进储藏间 又给老丈人泡上茶 然后主动找一些活蛋 今天舅妈 回她娘家拜年 所以 陈倩一家在外公和外婆家 吃了午饭和晚饭 临走之际 外婆悄悄拉住陈倩 压岁钱还没有给你呢 陈倩看到外婆从兜里的手卷 翻出五张一百的纸币 眼眶有些湿润 老人家经历过最苦难的年代 辛苦一辈子 攒的大部分钱 最后也全都留给了下一辈 随着过年走进房 有最繁忙的时段结束 很多人开始趁着假期悠闲起来 陈倩却变得异常忙碌 首先是公司的员工 开始陆续返回 进入工作岗位 其中就包括孙靖和黄金金 陈倩最近几天 一直在公司开会 主要议题就是 孙靖扩大市场推广团队 争取这个春天拿下华东市场 李震南也在陈倩规划方案中 进入工作状态 社交网的新功能推出 已经迫在眉睫 并且游戏分类的开心农场 和抢车位需要推出新的玩法 公司想要继续往前发展 下轮的团队招聘 也要同时启动 HR暂定的就是孙靖 其中李震南协助 他们两个 一个负责市场营销班底搭建 另一个负责技术班底搭建 这两架马车是陈倩公司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开始爆发出来 那就是没钱 年前传的二十多万资金 随着继续增设服务器和人员工资开支 已经所剩不多 如果团队规模继续扩大的话 已经开始捉襟见肘 融资迫在眉睫 这天下午 陈倩看着账面上仅剩的十几万块钱 眉头开始紧皱 手指上的香烟燃尽才察觉 这时桌上的手机响起 来电是理工大学校长崔向群 喂 崔校长过年好啊 来学校一趟 我在办公室等你 陈倩眉头一洗 是不是财神爷到位了 他立马驱车前往理工大学 现在学校还没有开学 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 曾经陈倩永远是最后一个才肯入学的学生 如今为了事业 不得不提前来学校找老崔 门口值班的保安倒是认得陈倩 力索地给他放行 陈倩并没有直接开进去 而是摇下车窗 递给学校保安一包中华烟 他很客气问道 冯哥 过年没回家 保安大哥接过烟 冲着陈倩笑道 没有 我今年值班 等过完十五再回去 你今天怎么来学校了 陈倩指了指校办公楼 崔校长找我 一听是校长亲自接见 保安大哥肃然起敬 一个学生凭什么能被校长亲自接见 整个理工大学能有这个待遇的 也就陈倩一个人啊 快进去吧 别让校长久等 嗯 走了 陈倩开车进入校园 他把车停到办公大楼前 从后备箱拎起提前备好的礼品 直奔校长办公室 崔向群看到陈倩拎着礼品 劝说道 小陈 下次再来 别带东西了呀 要不然 就不让你进了 陈倩笑嘻嘻道 崔校长您放心 都是一些纪念品 不会让您犯错误的 这里面是两台MP3 我爸工厂生产的 您没事 可以听听音乐放松一下 行了 先坐吧 崔向群从抽屉里拿出档案袋 掏出里面的文件 年前你找我要的那个扶持创业基金 上面已经批下来了 省厅副部长亲自审批的 他说对你印象很审核呀 参加苏震东同学聚会的那次 凑巧遇到省里的几个大佬 也在那里吃饭 再加上他创业扶持贫困生的名声 已经打出去 还有电视台的采访 不知不觉成为省里的重点栽培对象 他低头方看着文件 内容很简单 这是一笔240万的无息贷款计划 其中规定的还款期限是三年 240万的无息贷款啊 这对陈倩来说 简直是雪中送炭 他压抑住心里的激动 说什么 也要请崔向群吃饭 虽然文件不是崔向群审批的 人家毕竟是学校的校长 于情于理都应该请 至于省的副部长 以他现在角色 还请不动人家 崔向群勉为其难答应了 陈倩一直在崔向群办公室待到下班 等傍晚时候 叫上校办主任和团委主任 四个人前往军豪大酒店吃饭 饭桌上 陈倩从校办主任口中得知 自己的三好学生已经下来 并且 这个新学期 他将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会长 当然他平时这么忙 副会长只是挂职 真正具体的事务有会长负责 只需要在重要场合露个面就行 陈倩笑呵呵的挨个敬酒 他对于人情事故 处理的也很圆滑 崔向群和校办主任 对陈倩印象很不错 他们吃完饭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 校长他们都有人接 陈倩因为喝了酒 他不敢酒驾 而是叫个出租车回家 距离上次和苏清雪见面 已经间隔四天了 陈倩因为工作繁忙原因 虽然可以打电话发短信 但一直没有见面 怪想他的 他相信苏清雪想他想的更多 家里面更是车水马龙 听说礼物都对半个车库了 丁一声 手机短信响起 苏清雪 小陈 你在哪里 陈倩 我刚陪校长他们吃饭了 正在回去的路上 苏清雪 小陈 我想你了 陈倩 我明天去找你 苏清雪 真的吗 可是 我现在想你想都睡不着 要不我去找你吧 陈倩吓了一跳 他看一眼 时间晚上十点钟 让苏清雪找自己来 太不现实了 肯定会把苏震东和刘瑞惊醒 如果他去找苏清雪的话 也会吵醒苏震东和刘瑞卿 这就是没有结婚症的原因啊 一切都无法光明正大的进行 苏清雪忍不住打电话过来 听筒里面声音软诺悦耳 小陈 你明天几点找我来啊 我尽量早一点 今天晚上喝酒喝的有点多 那你回去早点休想 不要老是熬夜 我妈说熬夜对身体不好 我发现你总是半夜登陆社交网 跟那些网友对骂 陈倩听着苏清雪在电话里 充满关心的穴道 心里生起一阵温暖 只有遇到牵挂的人才愿意这样 假如你是一个路人 谁会打理你呢 至于苏清雪说的 陈借在社交网和网友对骂 还不是因为那些网友 在陈借的留言下面乱骂 什么垃圾农场 收费第一名 现在谁玩社交网啊 都是玩QQ 随着社交网的用户越来越多 里面的网络喷子也越来越多 李震南设置的近年名单 都有长长的上百人 但凡社交网更新 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 那些网友就会高呼一声 见来 天不生我键盘侠 喷到万古如长叶 天下键仙三百万 与我也虚尽低眉 闲之巅 傲视间 有我键盘就有天 陈借之前真低估了网络喷子的力量 他气不过 开始下场跟那些人对喷 不知不觉中 竟然成为社交网的一大特色 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听筒里传来苏清雪的提醒 小陈 你在听吗 陈借回答 知道了 那我回去就休闲 嗯 明天早点找我来哦 OK 陈借挂掉电话 陈借回到家里 客厅的角落里亮着一盏台灯 沈文娟听见开门声 隔着卧室问道 儿子 是不是你 是我 您的宝贝儿子回来了 快睡吧 哼 下次再这么晚回家 别怪我把你锁门外 主卧的灯啪一声熄灭 老陈下的紧了紧被窝 赶紧入睡 陈借一边换鞋 一边哼去 心想 下次我要是十二点回来 你不仅不给我锁门 还会亲自给我打电话关心 嘴上承认一句 陈借洗漱完 回到自己房间 他熟练地打开社交网 开始扫榜 今天社交网的热搜榜单 排在第一位的是 你有什么话 想对新的2003年说 下面的评论已经破十万 热度还在持续攀升 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 陈借有把握随着社交网的普及 提前五年让书刊报纸倒闭 陈借在电脑前忙到凌晨两点钟 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 陈借睡到上午十一点 直到苏清雪给他打电话才行 匆匆洗漱完后 他赶往苏清雪家 这次开门的是苏清雪 他外面穿着白色小马甲 里面是高领羊毛衫 貌似苏清雪也知道 高领的羊毛衫可以防范陈借下嘴 所以 最近约会他都是穿这种保守的 这让陈借气得牙痒痒 真怀念去年的夏天啊 期待今年夏天早点到来 等那个时候 就可以为所欲为 陈借换好鞋 跟着苏清雪进来 他发现 客厅里 还有一对中年夫妇 以及一位长相白净的青年 看样子像是来走亲访友的 刘瑞清和苏震东陪在一旁 几个人聊天的氛围还算融洽 直到陈借出现 那对中年夫妇 把疑惑的目光投过来 苏震东介绍道 这位是小陈 我闺女谈的男朋友 然后他又介绍 这对中年夫妇 原来是刘瑞清单位的 吴振辉副处长 和他爱人叶俊平 那个青年 是他们儿子吴修平 复旦大学的高材生 听说明年要派到出国留学 前途不可限量 当吴振辉听到 陈借是苏秦雪男朋友时 神色显得有些不太自然 他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领自己儿子吴修平 见见刘瑞清闺女 一直传言 刘瑞清家的闺女 长得很漂亮 还是大学校花 如果能结两家之好 那就最好不过了 双方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 收入稳定 尤其苏震东更是位高权重 几乎是强强联合 叶俊平仔细打量陈借 除了个子高点 其他的看不出来什么特点 还没有自己儿子帅呢 如果沈文娟知道叶俊平的心声 他一定会反驳 你儿子哪里帅了 我看我儿子才最帅 当父母的 都觉得自家儿子好看 吴修平戴着眼镜 看起来丝丝纶纶 他从一进门就喜欢上苏清雪了 古典的瓜子脸 皮肤白皙细腻 身材也非常好 那双性眼灵动有神 比他们大学的校花 都要好看一辈不止 所以他今天表现得格外健谈 自认为 凭借自己的长相和学识 可以打动苏清雪 谁知苏清雪的回应有些冷淡 客气中带着一点疏远 他还以为苏清雪就是这种性格 随着小陈的进门 他才发现原来苏清雪 客气是针对自己 对那个叫小陈的很亲密 尤其苏清雪还亲密的抱着小陈胳膊 两个人一点也不避回家里的大人 正常人看到苏清雪和陈彻 是这种亲密关系 肯定就提出告辞了 偏偏叶俊平觉得有些受辱 他不敢冲着苏震东和刘瑞青发作 只好把矛头对准陈彻 小陈啊 听着有些耳熟啊 为啥长辈们跟自己聊天 总爱打听自己在哪里上学 或者哪里工作呢 再说 我在哪里读大学或者工作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心里这样想 陈彻嘴上客气回答道 我在余阳理工大学读大二 毕竟是刘瑞青家的客人 两分薄面要给的 吴振辉故作惊讶 呕了一声 他转头问自己儿子 修平 咱们余阳市 你那一届考上复旦大学的有几个 吴修平骄傲地回应一句 就我一个人 吴振辉对苏振东道 唉 儿子现在长大了 觉得复旦大学的知识不够用 非要出国留学 苏振东心里一阵隔音 也不好直接发作 示意吴振辉喝茶 苏秦雪和陈彻 坐在沙发的边缘 他偷偷捏陈彻胳膊一下 陈彻现在 算是听明白了 这一家子 暗地里贬低自己 然后再抬自家儿子呗 有些话他 不好对苏秦雪直说 于是掏出手机 给苏秦雪发短信 陈彻 他们一家三口欺负我 怎么办 苏秦雪看到短信 他轻抿嘴角 回复 咱们就欺负回去 叶俊平对刘瑞卿道 瑞卿啊 到时候 小雪要是能出国留学的话 最好也让他出国留学 到时候 跟修平做个伴 两个人也有个照应 我听说 出国回来找工作 进入那些外企 一个月工资 能拿上万块 刘瑞卿淡淡一笑 我们不打算让闺女出国留学 就留在自己身边 平平安安的挺好 叶俊平看刘瑞卿 没有配合自己 他也有拓面自甘的能力 当即说道 也对 小雪是女孩子 压力要小一点 但是男孩子绝对不能这样 男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 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 才能给老婆孩子 一个富有的家 刘瑞卿平静地端起茶杯喝茶 但凡有点眼力尽的人 这个时候 男主人和女主人 都端起茶杯喝茶 明白 就是送客的意思 这家人仿佛没有察觉 一直在吹嘘自己儿子未来的事业 同时暗自点滴沉彻 比如学校不好 以后找工作 找不到有前途的岗位等等 陈彻毫不在意 而是低头给苏秦雪发短信 陈彻 他们打算挖你去美国留学 到时候 让吴修平进水楼抬仙得月 苏秦雪 我这个月亮 只有你能得 其他人做梦 陈彻 要不你当着他们面 亲我一口 刺激刺激他们 苏秦雪脸色微微一红 他偷偷掐陈彻后腰一下 吴修平看到这一幕 一股醋意在心里翻涌 自己明明这么优秀了 为什么苏秦雪就看不上自己呢 叶俊平话里话外 都透露出一个意思 那就是 男人不能没有本事 更不能挣的钱太少 要不然 都不够养活自己老婆 在他看来 自己儿子吴修平 是有这个能力的 陈彻这种 估计就只能靠边站了 叶俊平说完 吴正辉继续插刀 老苏 听说过社交网吗 现在发展势头很猛 我儿子主攻的专业 就是互联网 这可是一个充满前景的行业 我打算让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后 也开始创业 这样才能挣大钱 吴修平也跟着附和 我爸说得很对 我现在就很看好社交网 它的发展 在我们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天 我和同学们 也一直在研究 社交网的发展模式 包括他们推出的那些游戏 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苏震东和刘瑞卿听了这话 表情变得微妙起来 就连原本不耐的神色 也跟着好转一点 苏秦雪开口道 社交网的那个陈彻同学 歌曲也不错 我很喜欢听 吴修平仿佛找到了共同话题 他屁股朝着苏秦雪这边挪了一点 小雪 你也喜欢陈彻同学的歌曲吗 不知道你喜欢听哪一首啊 是 曾经的你 还是南山南 苏秦雪看了陈彻一眼 微笑道 我很喜欢那首 夜空中最亮的星 因为他很好听 陈彻的手 被苏秦雪紧紧握了一下 他知道 苏秦雪喜欢这首歌的意义 吴修平评价道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 最近一直在练习 不知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一起去KTV对唱啊 苏秦雪只是轻轻笑了笑 对不起 我不喜欢去KTV那种地方 吴修平想不到自己的邀请 被对方拒绝 他继续找苏秦雪聊 音乐方面的事情 苏秦雪有点厌烦 良好的家教 让他无法直接甩脸色 干脆有一搭没一搭的敷衍 这落在吴振辉和叶俊平眼里 代表自己儿子 初步获得对方的好感 叶俊平看着角落里 沉默不语的沉彻 眼里露出得意 在他看来 肯定是自己家的条件太优秀了 再加上 儿子又是名牌大学 给了小陈很大压力 所以 对方现在感到自卑 唉 人呐 有时候 怎么就没有自知之明呢 看那个小陈的穿着 估计是农村出来的吧 家境条件一般 成绩又一般 勉强上个理工大学 估计靠着做一些傻事 来获取苏秦雪的青睐 作为过来人 他忍不住想提醒小陈 真正的婚姻 靠的可是钱财来维系 可不是爱情 他确信 今天过后 苏秦雪一定会喜欢上自己儿子 至于那个小陈 各方面条件 都不如自己儿子 迟早要分手 他估计 苏震东和刘瑞卿 也看不上那个小陈 要不然从一进门 态度咋就那么冷淡呢 连杯茶都不给抖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才对 这时 陈彻兜里的手机响了 是黄晶晶打过来的 叶俊平瞥了一眼 还用得起手机 估计是苏秦雪给买的吧 陈彻接听电话 什么事 那240万无法入账 干什么非要我去 跟我是公司法人 不需要本人去 你拿着我的公章和财务章去 银行贵员 要是再不转账 你直接让他找我 黄秘书 以后这种500万以下的转账 不要再来联系我 浪费我时间 陈彻愤愤挂掉电话 整个客厅所有的人 目瞪口袋看着他 240万 秘书 500万以下 不要找我 等字眼充斥在他们脑海中 这个小陈 到底是什么人 听口气好像很牛逼呀 吴振辉心想 狗急吧 这孙子是吹牛的吧 叶俊平心想 这是恼羞成怒了 是在演戏吗 看着还真有几分逼真 吴修平心想 怎么回事 200万的项目 是什么项目 看对方外表其貌不扬啊 倒是苏振东和刘瑞卿知道一点 还有苏秦雪 也关心的看着陈彻 陈彻对着苏秦雪解释道 一笔资金需要入到公司账上 银行贵员非要我本人去 刘瑞卿说道 小陈 你要是有事就先去 毕竟不是小数目 陈彻毫不在意道 没事 那家银行经理 跟我很熟了 今天估计是下属操作的 苏振东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笔贷款 当初还是他提醒陈彻的 叶俊平酸溜溜道 小陈 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陈彻手机丁一生 银行余额短信到账通知 他故意举起手机 让叶俊平看了看 上面银行卡短信收入 240 0000 卡内余额257 2000 也就是陈彻现在的资产 257万多 吴振辉和叶俊平凑进去看 这一看不要紧 把他们俩吓了一跳 再联想到 刚才陈彻打电话的语气 好像还吩咐自己秘书 以后500万以下的转账 不要联系 这 叶俊平回忆 刚才自己偷偷嘲讽陈彻的心思 现在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烧 吴振辉也不再出声 明显在消化陈彻突然报复的消息 苏振东现在有些得意 他看到客人茶杯里的水没有了 他对陈彻说道 小陈 去厨房把茶壶拿过来 陈彻直接去厨房拿茶壶接水 叶俊平看陈彻轻车熟路 并且 苏振东指使小陈干活 也很自然 渐渐有点不对位了呀 吴修平好奇问道 小陈 不知道你开的是一家什么公司 苏清雪替陈彻回答道 社交网 小陈就是社交网的创始人 对了 他真名叫陈彻 吴振辉问 陈什么 苏清雪一字一顿道 陈彻 陈彻 社交网 创始人 吴修元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他看着陈彻好半天 最后结结巴巴道 你你你真的是社交网的创始人 陈彻淡淡道 正是我 你们讨论的歌曲都是 我唱的 刚才小雪说 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 是我单独为他创作的 所以他说 很喜欢这首歌 句句珠心 字字杀人 吴振辉和叶俊平 全傻眼了 目瞪口呆看着陈彻 小陈 陈彻 在联想到苏清雪 如花似玉的容貌 怪不得苏清雪能看上陈彻 原来人家 是社交网创始人 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公司老板 而自己刚才讨论社交网时 吹得有多响 现在打脸就有多响 报应啊 这都是报应啊 吴振辉的脸 盈盈已经发绿 苏震东也真是的 刚才陈彻进门 只是简单介绍一句 这是我闺女男朋友 后面的话怎么不说啊 明摆着看我们笑话 吴修平失魂落魄的 靠在沙发上 再也提不起攀比的兴趣 还他妈出什么国啊 徒弟 叶俊平也是哑口无言 极度尴尬的场面 让他们用脚趾头 能抠出一个三十一厅 最后 这家人连午饭都没吃 就落荒而逃 陈彻无辜的摇了摇头 自己本来很低调 为什么总有人把脸伸过来 让自己抽 真是无趣 对了 要给小秘书加个鸡腿 这个工具人出现得很及时 建设录的办公室里 小秘书黄晶晶正盯着手机发呆 他刚才明明给陈彻打电话说 那笔资金银行经理 已经完成转账了 他只是找陈彻确认一下 是否收到这笔转账 可是陈彻为什么说 无法入账 让去找银行经理 还说五百万以下的 不要找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小秘书想不通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已到开学时间 对于陈彻这种人来说 开学意味着自己装逼时刻的到来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 开学意味着痛苦深渊的到来 这不 陈彻正在房间打游戏 听到邻居大婶的怒斥声 这下期末尾 未史诗及灾难剧作 开学上演的预告片 还记得刚放假时 那张整齐充实的计划表 然而这下期过去了 娃和寒假作业 基本在两个次元里 作业已经在角落堆满了灰 平时玩得有多害 不起作业时 就有多疯狂 他们奋笔疾书 埋头苦超 奸信 只要我写得够快 时间就追不上我 陈彻听着那些熊孩子哭泣声 心里乐开了花 狗东西 让你们这个寒假 天天早上放鞭炮 社交网自己的个人账户 更新了一条动态 夜深人静 小朋友们在拼命捕作业 举头望明月 低头捕作业 于扬青有如相问 就说我在捕作业 人生自古谁无死 来世继续捕作业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还在捕作业 随着这条动态发出 评论区渐渐热闹起来 李震南也没有睡觉 他看着热议指数开始上涨 很自觉的把 小学生假日疯狂捕作业 这个热搜推到了第一名 直接飙升到十万人次 也就是说 社交网一半的粉丝 都是僵尸粉 刚开始 李震南还不乐意这样做 直到陈彻给他介绍了 未来的商业模式 李震南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陈彻这还算有良心了 才十倍的察觉 后视那些视频播放网站 动不动播放量就破百亿 那水分如果压榨一下 能把太平洋填满 苏秦雪加脸 他也坐在电脑前 登录着自己社交账号 看着热搜的一条条评论 脸上露出咯咯的笑 不知从何时起 社交网的热搜 总能触碰到这个社会的热点 苏秦雪对这条热搜深有同感 因为他们家楼上就在咆哮 俗话说 每一个补作业的娃 背后都有一个陪补的爸妈 苏秦雪现在也没有了睡意 开始给陈彻短信聊天 无非是说着 明天开学的事宜 第二天 陈彻先是开车去接曹文博 几天时间不见 曹文博除了头发长点 比去年看起来要沉稳一些 这得意于 他终于把嘴角那一圈绒毛给剃了 除了脸上的青春痘 整体清爽不少 曹文博拉开副驾驶 就要往坐进来 陈彻喊道 停 曹文博疑惑道 怎么了 这个位置是苏秦雪的专属位置 你坐后面去 哦 忘了 曹文博也没有生气 他挠了挠头 坐到后排 伯哥 今年压岁钱赚了不少吧 曹文博神色微变 他支支吾吾道 欠你的钱 等我发工资还你 陈彻冷笑 心想 你还个JB 今年的工资 老子照样不给你 全部都交给曹叔 要是林玉昕 还喜欢没钱的你 那么就算我说 开车来到苏秦雪小区门口 苏秦雪和卢小冉 已经等在门口 冬天还没有结束 苏秦雪就已经换了春装 白皙的小脸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倒是旁边的卢小冉 一个寒假不见 体重又胖了一圈啊 都开始有双下巴了 凭借多年的经验 陈彻断定 卢小冉三十岁后 活脱脱圆滚胖大妈 他们都上车后 几个人叽叽喳喳 聊着寒假的新鲜事 苏秦雪从包里 掏出一瓶牛奶 把吸管插好 然后递给陈彻 这么长时间 两个人早已经形成默契 卢小冉原本喋喋不休的话 仿佛按了暂停键 他看着前面两个人 当众撒狗粮 说不羡慕是假的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就被卢小冉按死 卢小冉 你千万不能被眼前的表象所迷惑 恋爱都是有毒的 难道你忘了上次 苏秦雪哭泣的教训吗 一定要做一个自主的女生 绝不依靠男人 曹文博则从书包里 翻出计算机编成书籍 开始学习 他知道 现在自己知识太浅 明显不够用 因为小陈现在公司招聘 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他身为发小 一定不能掉队 十几分钟后 他们到了学校的门口 住宿生在这一两天陆续到校 今天是正式开课的日子 原本冷清的学校门口 一下子又充满喧闹 路上密密麻麻 全是拎着行李的学生 再加上摆摊的商贩 形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许多一个寒假没见的情侣 今天晚上 估计就忍不住了 陈彻看着学校对面竞争 日渐激烈的网吧和旅馆 两边各自推出优惠活动 冰河时代网吧的活动是 充值满三十送十 满五十送二十 满一百送五十 那几家小旅馆 破天荒地推出终点房服务 一个小时二十元 两个小时三十元 就像是十字路口 单人苟进网吧 情侣进小旅馆 陈彻目光频繁往小旅馆那漂 引起苏清雪的注意 他怎么会不知道陈彻的心思 抬手在他胳膊掐了一把 小陈 前面人多 你要专心开车哦 陈彻看着前面的学生 他放低了车速 心里开始推演 如何才能让苏清雪 乖乖跟自己去酒店 可惜现在没有逼呼 停好车后 四个人前往计算机器的教室 临近教学楼的时候 陈彻发现 教学楼前的告示板 张贴了公告 其中计算机器二班的同学们 都未在这里 嗓门最大的李国庆和刘晓斌 嚷嚷得最凶 去年挂科了 今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卧槽 刘晓斌 你去年说发挥不好 他妈的考得比我还多 陈彻拉着苏清雪走了过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 上面红头文件印发的公告 还有奖学金的获得者 一等奖学金获得者 计算机器二班苏清雪 陈彻对此毫不意外 苏清雪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以他的实力 在理工大学几乎都可以横着走 李国庆看到陈彻 他忽然说道 陈彻 你看 这里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也叫陈彻 今年还是三好学生呢 刘晓斌说道 卧槽 你看那上面新的学生会副会长 竟然也是陈彻 咱们学校什么时候 冒出这么多叫陈彻的 就连苏清雪和卢萧然 也是一脸不解 他们不约而同 看向陈彻 所有人都不会认为 陈彻能凭上三好学生 毕竟陈彻的成绩是有目共睹 整个学期 他上课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 如果陈彻 能拿三好学生 他们这些同学 敢现场试试 曹文博眼间 他指着上面的落款 陈彻 计算机系二班 咱们班有几个叫陈彻的 全场无声 死一样的纪紧 最后 李国庆难以置信地问 陈彻 这个学生会副会长 不是真女吧 刘晓斌也问 三好学生 是不是学校弄错了 计算机系二班的所有同学 带着疑惑目光 全部看向陈彻 他们好像在等这个当事人解释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 陈彻咳嗽一声 应该就是我 怎么可能 有同学不敢相信 你考试科目全挂了呀 这他妈还能凭上三好学生 学生会副会长 陈彻心里冷笑 这才哪到哪 你们这群单纯的渣渣 等以后 你们步入社会就会明白 有时候 你工作业绩再好 也没有卵用 下次晋升 依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同事 你也许会愤怒 会失望 会大吵大闹 然而 结局并不会因为你改变 如果你有骨气 可以选择离职 但是 当你身后有家庭 有妻儿的时候 你还会离职吗 大学里的很多事情 只不过是社会职场的一个缩影 在大学里 至少你和寝室的同学关系 还算单纯 等你步入社会试试 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同事 背后捅刀子太多了 陈彻平静道 我之所以评上三好学生 你们心里没数吗 我给学校带来的声望和名誉 你们有过吗 我可以让贫困生有工作 有尊严的生活下去 你们能办到吗 所以 这个三好学生不是以成绩为榜样 而是考验的综合实力 同学们一下子不说话了 因为陈彻现在达到的高度 是他们难以匹敌的 现在想想 陈彻说的不无道理 当陈彻还在谈业务的时候 他们在听课 当陈彻在费尽脑汁修改方案的时候 他们在上网 当陈彻为了资金发愁的时候 他们在睡觉 看似简单成功的背后 付出一定是艰辛的 就连李国庆和刘晓斌也不声张了 说好一起当学渣 一起打游戏混日子的 你却悄悄成为三好学生 学生会副会长 这心理落差 谁受得了 随着正式开学 现在大家也都对大学生活 不再有新鲜感 甚至有些麻木 该混日子的 继续混日子 该发奋学习的继续学习 间歇性的壮志凌云 并不能改变什么 还不如躺平来的 更加实在 系主任方景川 早早把陈彻叫到办公室 无非是说一些今年的安排 还有学生会副会长 该承担起的责任 方景川抽着陈彻送的烟 说道 你今年的成绩之所以及格 是因为任客老师都给面子 下次考试 希望你要尽心尽力啊 陈彻笑嘻嘻地 坐在方景川对面 他自来熟地翻阅 方景川桌上的一些淡烂 老方 我这成绩上升空间 已经到天花板了呀 今年的考试 你要继续帮我兜着点 方景川对陈彻的厚脸皮 真是哭笑不得 他又问道 听说校长帮你跑下来了 一笔无息贷款 是不是真的 陈彻大答方方承认 是真的啊 多谢崔校长的厚爱 还有方主任的大力支持 学生保证 今年让社交网再上一个台阶 方景川忽略陈彻这些关话 他认真道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发展 陈彻神秘一笑 他压低声音 说实话 这比200万贷款 只够我春天的花销 方景川被吓一跳 这可是200万啊 陈彻继续道 我要用这200万在国内 砸一个响出来 目的是为了引来更大的资本 方景川是理工技术教授 不是经济学教授 他对陈彻的商业逻辑 不是很懂 但是这并不妨碍陈彻给方景川吹牛逼 硬生生吹得让方景川觉得 今年福布斯排行榜 估计要有他的位置 陈彻从办公室出来 回到教室 随着影响力的上升 任客老师也都开始很客气的 跟他打招呼 回到久违的座位上 苏清雪把水杯递给他 示意他喝口水 小陈 你为什么突然成学生会副会长了 我现在好歹也是创业先锋 学校的风云人物 头顶的头衔太少 不足以服众 其实老崔本来打算给我学生会会长头衔 我担心事物繁忙给拒绝了 陈彻笑嘻嘻地拉住苏清雪的葱白小手 他的手很白很软 并且五指并拢严丝合缝 按照老妈的话说 苏清雪 这手一看就有福气 是能抓财的手 苏清雪一边认真听课 一边任由陈彻 把玩自己的手 渐渐地 他察觉到不对劲了 小陈的手 不知何时 已经沿着自己外套钻了进来 沿着腰枝开始游异 他急忙按住陈彻作乱的手 那双水润的杏眼瞪他一眼 陈彻靠近苏清雪 他小声道 你信不信 今天晚上很多情侣 都会进学校对面的小旅馆 我不信 打个毒怎么样 苏清雪抬头看着陈彻 毒什么 如果我赢了 你就陪我去酒店待一晚上 如果我输了 任你处置 苏清雪摇头 那不行 我晚上还要回家呢 陈彻急了 别的男生谈不到两个月 就把女朋友一血拿了 自己这交往半年 迟迟无法进行下一步 三个小时 要是我赢了 你就陪我去酒店待三个小时 我保证什么都不做 就是单纯的带你 去酒店看看风景 你确定 确定 橙子酒店去年冬天新开的 听说从那十楼 可以远眺整个鱼洋夜景 还有灯盏呢 苏清雪有些犹豫 其实他也想跟小陈在一起 可是骨子里的传统 让他有顾虑 陈彻继续诱惑 真的 我保证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一起看看夜景就出来 再说 谁输谁赢还不一样吗 万一你赢了呢 苏清雪狐疑的眼神看着陈彻 他总觉得 哪里有点不对劲 可是又想不起来 那好吧 反正我不一定说呢 好 我们拉钩 苏清雪正要去跟陈彻拉钩 忽然顿住 进去多少人算你赢 陈彻说道 十对情侣 怎么样 苏清雪回忆一下 在他的印象里 那个小旅馆 平时都没有什么生意的 真的有那么多情侣 去小旅馆吗 行 苏清雪一口答应下来 陈彻眼见自己的计划 已经成功一半 心里开始疯狂推演 接下来的局势 计划千载难逢 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趁着下课的功夫 陈彻把曹文博这个工具人 叫出去抽烟 伯哥 有件非常重要的事 需要交给你去办 交给别人 我不放心 曹文博看到陈彻认真的神情 以为是公司有什么重大事情 立刻绷紧神经 小陈 什么事 陈彻抽了一口烟 缓缓吐出来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找五队以上情侣 去学校门口对面的旅馆 待一个小时 曹文博一脸猛逼 啊 这是为啥 因为我在和苏清雪打赌 赌约是我的终身幸福 不管如何 你都要让我赢 曹文博一脸鄙夷的看着陈彻 狗急吧 你这不是作弊吗 我不帮 陈彻冷笑一声 你他妈欠我七千块钱 要不我现在给曹叔打个电话 让他替你把欠款还了 曹文博傻眼 小陈 我算是看清你了 哼 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陈彻嘲讽 别他妈给老子装 去年在省城 我给过你机会 拿下林雨昕 曹文博没有拿下林雨昕 他才不希望陈彻这么顺利的拿下苏清雪 一种正义感涌上心头 他磨磨蹭蹭的 不愿意答应 陈彻冷笑着拨通曹文博家里电话 他还自言自语 曹叔说 你儿子欠的账 该你还了呀 曹文博瞬间破房 他急忙阻止陈彻 等等 我帮 我帮 陈彻这才挂掉电话 小样 还治不了你 当初他借给曹文博钱的时候 表面说不着急还钱 实际心里记得很清楚 只有把曹文博的爸妈抬出来 才能死死置住 这个有反叛倾向的发小 面对陈彻的威逼利诱 曹文博还是答应下来 他违背良心的参与 陈彻这段骗人的赌局 陈彻叫住曹文博 如果那些情侣不愿意去 你打算用什么办法 曹文博挠了挠头 他还真没想过 陈彻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钱 如果那些情侣不愿意去旅馆 你就说 这是一个有奖活动 凡是带一个小时的人 可以奖励五十块钱 曹文博看着陈彻手上的钱 吃惊道 卧曹 你这么下本 陈彻比一道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了 当初你若是有老子一半的风采 林雨昕早就在你身下 婉转成恩了 曹文博闷闷闷不乐地接过钱走了 背影好像一条狗 下午放学后 陈彻先打发卢小冉这个工具人回家 要是卢小冉这个脚屎棍在 百分之百要功亏一篑 陈彻买了两杯奶茶和零食 邀请苏秦雪上车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他把车停在校园门口的一侧 这个视线正好可以对准旅馆的门口 苏秦雪一边喝着奶茶 心里开始忐忑 小陈 要不我们回去吧 那不行 说过的话 怎么能反悔呢 再说万一你赢了呢 苏秦雪 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可是又说不上来 陈彻心想 老子钱已经花出去了 岂能半途而废 建议再嫌不得不发 随着夜色的变暗 开始有情侣鬼鬼祟祟的前往旅馆 陈彻目不转睛盯着 嘴里念叨着 一对 两对 苏秦雪同样紧张的盯着旅馆门口 他手心不知不觉都是汗水 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不安 晚上八点钟 当最后一对情侣 进入旅馆的时候 陈彻露出满意的笑容 曹文博之前联系过 他一共找了七对情侣 假装去旅馆 也就是说 真实的才三对 如果没有自己提前布局 输得一定是自己 小雪 我赢了 旅行赌约吧 陈彻得意洋洋的发动车子 直奔橙子酒店 生怕苏秦雪后悔 苏秦雪看着窗外的风景 飞快倒退 他急忙系好安全带 对陈彻说 我想回家 你送我回家好吗 陈彻故作轻松道 可以啊 我们看完夜景就回家呀 小陈 我饿了 妈妈在家里做了好吃的 她一直在等我们 你也一起去好吗 苏秦雪明显开始抗拒 以前她曾经故意斗过陈彻 那都基于陈彻不可实现的时间段 现在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 苏秦雪开始感到害怕 陈彻也知道 女孩子在这种时候 情绪会不安 她开始转移话题 酒店里有自助餐 我带你去吃烛光晚餐怎么样 我们站在十楼用餐 可以顺便欣赏一下万家灯火 吃货苏秦雪果然上当了 真的吗 陈彻信誓旦旦 千真万确 苏秦雪自知理亏 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把眼睛投向窗外 她心里总觉得 哪里有点不对劲 一切发生的太快 可是仔细想想 又想不出来 他们来到橙子酒店 大厅里灯火通明 各种商务精英白领 穿梭其中 偶尔有些外国人 用英文交流着 如果林雨昕在这里的话 她一定会喜欢上这种地方 因为这里 显得高档大气上档次 陈彻在前台登记身份 苏秦雪站在不远处 坠坠不安 她的装扮明显跟经常 出入酒店的人员格格不入 那些男人和女人 都穿得非常成熟 打扮得非常光鲜亮丽 唯独她穿着很保守 陈彻看出苏秦雪的忐忑 温暖的手 主动拉住她的小手 登记完身份证信息 陈彻缴纳防废 然后拉着苏秦雪 走向电梯 她嘴里聊的 都是轻松的话题 用来分散苏秦雪的注意力 陈彻 你以前来过酒店吗 苏秦雪紧跟在陈彻旁边 以前跟着爸爸来过酒店 不过我们是去的宴会厅 参加爸爸同事的宴会之类的 陈彻问 那酒店的宴会厅 饭菜怎么样 苏秦雪回忆起 以前来的场景 你这样说 我都有点饿了 等会 我们要不要喝点酒啊 听说红酒挺贵的 提起喝酒 苏秦雪的眸子里面全是警惕 她上过一次当 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 要喝你喝 反正我不喝 小逆子借背心还挺足啊 陈彻和苏秦雪走出电梯 沿着酒店的走廊 缓步前进 每个拐角处 都有服务员冲他们微笑 并且热心地指点 他们房间所在的方向 陈彻对服务员说 谢谢 服务员对这种事 已经见怪不怪 要不然 酒店为什么会推出终点房呢 陈彻刷卡 推开房门 然后打开房间的灯 又把徘徊门口的苏秦雪拉进来 随着豪华套房的灯光亮起 苏秦雪渐渐安静下来 作为合格的吃货 她开始寻找一些吃的 套房的客厅摆着果盘 她拿起一个香蕉 这里还有咖啡机 饮水机 还有各种茶叶 原来这就是豪华套房啊 布置得挺齐全 浴室竟然还有那么大的浴缸 不得不说 城子酒店十楼的套房格局 确实不错 苏秦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可以俯瞰半个鱼羊式的灯火 脚下是柔软的厚厚地毯 房间里穿着暖风 心爱的人在摆弄酒杯 好像这一幕 她曾经也幻想过 陈彻走过来 怎么样 我没有骗你吧 从这里的俯瞰万家灯火 是不是很漂亮 苏秦雪缓缓点头 她靠在陈彻肩头 然后 看着外面的景色 陈彻轻轻拦住苏秦雪的先腰 嗯 笑话的腰肢很软 还有一点点肉乎乎 如果不隔着衣服的话 手感会更棒 苏秦雪提醒道 小陈 你说过 只带着我来这里吃饭 看风景的呀 当然 我们稍作休息 然后我就带你去 陈彻把酒杯放在一旁 拉着苏秦雪的手走向床边 五星级酒店的床 很大很软 上面铺着洁白的床单 苏秦雪似乎已经想到了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小小陈 你不要乱来啊 陈彻笑嘻嘻地 开始脱外套 吓得苏秦雪 赶紧把眼睛捂上 别紧张啊 我先去洗个澡 等苏秦雪听见 卫生间传来的水流声 他才敢睁眼 此刻苏秦雪双颊微红 眼睛里带着一抹娇羞 他替陈彻把衣服捡起来挂好 然后坐在床边 其实苏秦雪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早晚都是小陈的人 把身子交给小陈 也是心甘情愿 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在自己家里 他觉得 把第一次放在酒店 有点不太圆满 他的愿望是新婚之夜 其次是在自己家里 唯独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酒店 忽然 陈彻手机叮的一声 苏秦雪好奇的拿起手机 上面是曹文博发过来的短信 本来他没打算去看 因为陈彻在这方面 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 他也不觉得 陈彻会在外面沾花捏草 但是那个短信 有一行字 引起了苏秦雪的注意 曹文博 小陈 那七对情侣 我安排他们先回去了 一共花了350块 苏秦雪盯着短信 他渐渐回味过来 然后顺势网上翻页 聊天记录月余眼前 陈彻 伯哥 人员到位没有 曹文博 已经联系好了五队 够吗 陈彻 不够 我跟苏秦雪打赌是十队 你找五队情侣 危险系数太高 曹文博 那我再找两队情侣 苏秦雪渐渐明白了 事情的原委 他有些生气 又有些好笑 小陈煞费苦心 就是为了赢自己 还花了350块 真够下本的呀 如果小陈非要的话 他也不会拒绝啊 真是的 顺手把明晃晃的灯光调暗 只剩下床头的橘黄色灯光 他看到苏秦雪 还坐在床边 目光亮晶晶盯着自己 嘴角似乎还露着一抹笑意 陈彻确定 那不是害羞的笑 而是动若观火的笑 他问 你要不要去洗一下 苏秦雪迟一片刻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 去拿浴袍 陈彻听着卫生间的水流声 他摆了个太字 躺在床上 眼睛露出兴奋的光芒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千年的和尚修成佛 想不到啊 重生来的第一次 竟然这么快就要实现了 他忍不住开始幻想 两个人变换各种姿势 各种翻滚 各种 半个小时后 苏秦雪光着脚丫 从卫生间出来 他身上还裹着浴巾 陈彻看到苏秦雪的那一刻 惊呆了 这种浴巾 紧紧遮挡住胸部到膝盖 苏秦雪长长的绣发盘成发际 白嫩光洁的瓜子脸 带着一抹娇羞 关键是 C杯的饱满 让人看了血液沸腾 若隐若现的玉腿 让人响入飞飞 乌黑发烧落下的几滴水珠 沿着他的雪白的脖梗滚动 最后流入胸前的沟壑里 他纤细光滑的小脚 踩在地毯上 每一步都让陈彻的眼珠 无法动弹 苏秦雪向着陈彻 轻轻轻轻轻地走过来 妩媚的瓜子脸 水润的信念 还有嘴角那淡淡的微笑 陈彻这一刻觉得自己 哪怕变成畜生都没关系 他掀开被子 拍着旁边的位置 亲爱的 快来快来 我给你被窝暖热了 谁知道苏秦雪并没有露出娇羞 而是平静地坐在床边 小陈 今天的赌约 是我赢了 还是你输了 当然是你输了啊 现在 你要履行自己的赌约 苏秦雪注视着陈彻 嘴角微微上翘 是吗 可是我觉得 是我赢了呀 陈彻目光微微一宁 他看向苏秦雪 脑中飞快把自己的计划 全部梳理一遍 没有发现漏洞 苏秦雪 你要是愿意耍赖 我也拿你没办法 因为那个小旅馆进出的人数 可是我们两个人亲眼所见 是吗 如果那些情侣是假的呢 陈彻猛了 假的 苏秦雪 为什么会联想到是假的 他第一时间想到曹文博出卖自己 不应该啊 曹文博既然已经帮自己 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出卖自己 一定是其他地方出现漏洞 并且 这个漏洞 是自己不知情的 苏秦雪看到陈彻错愕的表情 他忍不住想笑 又强行忍住了 哼 骗人的大坏蛋 好不容易自己占据一次上风 可不能这么轻易饶恕他 他饶有兴趣的问 小陈 你是不是在想自己哪里出了纰漏 陈彻看向苏秦雪 只见苏秦雪从陈彻裤子兜里掏出手机 熟练的解锁 打开他跟曹文博的短信记录 他笑盈盈的看着陈彻 小陈 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 陈彻表情呆住 想不到自己探花小郎君 竟然阴沟里翻车了 暗度陈仓 若不是我聪慧过人 今天晚上 本姑娘还真被你得逞了 苏秦雪养着雪白下巴 目光寒称盯着陈彻 他心里得意极了 难得看小陈吃扁 陈彻皮笑若不笑 哼哼 想不到你不看情书 开始研究兵法了 小弟失敬失敬 苏秦雪轻哼一声 少来这套 这次赌约你输了 接下来轮到你旅行赌约 陈彻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他紧紧拽着自己的浴巾 苏秦雪 你不要乱来啊 我会叫的 苏秦雪做出奶凶奶凶的模样 张牙舞爪扑了过来 最后 陈彻被镇压在苏秦雪身下 苏秦雪圆润弹性的大腿 跨坐在他肚子上 两个人闹着闹着 不知何时滚在了一起 苏秦雪勾着陈彻脖子 信念迷离 陈彻的大手 偷偷钻进他浴巾里 抚摸着牛奶一样嫩滑的肌肤 面对陈彻的攻势 苏秦雪再一次败下阵来 再也提不起半分力气 万事俱备 只差临门一脚啊 就在他们坦诚相见的时候 苏秦雪忽然叫住陈彻 小陈 陈彻从被窝里抬起头 他的两手 正握着那对血腻兔子 什么事 我警告你 现在子弹已经上膛 我今天来亲戚了 陈彻 凭空一道惊雷 在他脑中响起 陈彻粗重的声音响起 苏秦雪 你这是在玩火 苏秦雪咯咯笑着 这是真的 不信的话 你看看我包里面的护垫 他急忙去翻苏秦雪的手包 果然发现 那个该死的东东 陈彻仿佛泄气的皮球 一下子倒在苏秦雪旁边 胸膛跟着起伏着 明显是年轻人火气太大造成的 千算万算 今天竟然忘记试探苏秦雪的姨妈 现在倒好 钱也花了 房也开了 两个人衣服也脱了 他妈的 怎么就这么难呢 比他妈西天取经还难 苏秦雪看陈彻 已经没有威胁 主动往陈彻怀里钻了钻 他嘴角轻笑着 露出两个浅浅梨窝 小陈 其实 人家也想给你的 可是今天真不是时候啊 我们下次好吗 下次 陈彻想起梁朝伟的那句台词 明明说好是三年 可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快十年了 老大 男人的巅峰 没有几年的 陈彻看着依偎在自己怀里的笑话 心里直叹气 他用手抚摸着苏秦雪光滑白净的后背 一时间思绪翻飞 苏秦雪抬头盯着陈彻 在陈彻脸颊轻了一下 小陈 你生气了吗 没有 我当然要尊重你啊 西西 小陈你真好 我真的好喜欢你哦 苏秦雪抱紧陈彻 脸偶般的细嫩手臂 让人想啃一口 如果在前五分钟 陈彻非常乐意苏秦雪这个动作 牛奶丝滑的肌肤之青 还是第一次体验 但是现在对陈彻来说 就是折磨 年轻人的火气 无处宣泄 太他妈难受了 陈彻嫌弃的推了推苏秦雪 你去把衣服穿上 谁知苏秦雪一点也不害羞 清脆悦耳的声音 在陈彻耳边说 小陈 以前我穿衣服的时候 你不是最喜欢把手伸进来吗 干 苏秦雪继续诱惑道 小陈 反正我是你的人 我也愿意让你占便宜啊 干 苏秦雪的小手开始放肆 小陈 我发现你有腹肌验 干 陈彻脑中拼命想着 如何解决自己现在的问题 她看着苏秦雪粉论的小嘴 忽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过经过一番分析后 她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零 算了算了 还是领笑话去吃饭吧 走吧 我带你去吃饭 苏秦雪正躺在陈彻怀里 慵懒地拖住陈彻 她撒娇道 小陈 反正钱也花了 我们再躺一会儿嘛 陈彻不同意 现在时间快九点了 万一苏叔叔打电话催促怎么办 苏秦雪道 没事 爸爸知道 我跟你在一起 她很放心 陈彻 套路 满满的套路 剧情从什么时候开始两极反转的 剧本不应该这么写的 真是热了狗了 苏秦雪开始幻想 小陈 这就是我们婚后的生活吗 好像很不错呀 我真期待 陈彻无语 你现在是体验不错 老子还得难受呢 苏秦雪继续道 这个床是比我家的床要软 到时候 我们也换这种床点怎么样 陈彻 呼呼呼 苏秦雪伸手去捏陈彻耳朵 陈珠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陈彻扭头看着苏秦雪 听到了 能不能放过我 咱们去吃饭吧 呃 苏秦雪在被窝里笑得花枝招展 陈彻欲哭无泪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最后 苏秦雪还是放过陈彻 他们穿好衣服 去一楼的餐厅吃饭 一路上 苏秦雪恢复可爱模样 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陈彻无精打采地回应着 吃完饭 他们两个人去前台办理退房服务 收银员打量这对情侣 好像隐隐有点不一样了 这男的 怎么无精打采的 女的反而神采飞扬 从一开始 他就觉得 那男的是情场老手 现在看来 肯定是女朋友太多 被掏空了身子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截止 陈彻注意到 收银员异样的眼神 嘴角开始抽搐 所有的苦楚 只能自己咽下 苏秦雪挽着陈彻胳膊 走出酒店 他手上还拿着饮料吸管 咕噜咕噜合着 明亮的眼睛里 转动着看向陈彻 瓜子脸上笑盈盈的 小陈 下次我们还来吗 不来了 小陈 那要是等我亲戚结束了 我们还来吗 陈彻顿住脚步 他看向苏秦雪 小妮子现在越来越聪慧 随着阅历的提升 只会越来越难对付 小陈 你眼神好吓人啊 不会是要吃我吧 苏秦雪用一副 可怜无辜的眼神看陈彻 陈彻冷笑 苏秦雪 以前还真是小看你了 堂堂笑话女神学霸 竟然开始研究兵法 苏秦雪把饮料吸管 递到陈彻嘴边 装作害羞道 小陈 我以后还可以研究菜谱 给你做饭吃呢 妈妈说我做饭很有天赋的 干 陈彻吸一口饮料 走吧 送你回家 败了就是败了 他也不是输不起 大不要从头再来 反正苏秦雪 早晚是他的人 陈彻开车 把苏秦雪送回小区后 苏秦雪又开始恋恋不舍 小陈 要不去我家住一晚吧 陈彻瞥他眼 别闹 咱俩还没成亲呢 刘姨和苏叔 知道了多不好 其实他想说 你为啥只负责拱火 不负责灭火呢 我去你家 能给我灭火吗 当然 这话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苏秦雪绝嘴道 可是我都跟你钻一个被窝了呀 难道我不是你的人吗 陈彻握住苏秦雪小手 然后亲一下 你当然是我的人啊 这辈子是 下辈子也是 嘻嘻 这还差不多 苏秦雪主动在陈彻脸颊亲一口 然后心情愉快地下车 等他走后 陈彻才离开小区 这时 曹文博给陈彻打来电话 陈彻憋着火 什么事 曹文博似乎已经钻进被窝 他压低声音 小陈 你成功了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曹文博怒道 狗急吧 你不讲义气 当初说好的 谁先破例 就传授一下经验 想不到我这么帮你 你竟然说话不算话 陈彻有点猛 卧曹 这种事 还他妈要单独拉出来 给兄弟分享一下 当年的自己 一定有病 陈彻缓缓道 吉伯 有一句话你听过吗 曹文博竖起耳朵 快说 快说 陈彻来一句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曹文博想不到 自己半天等来这样一个结果 他骂道 狗日的 你以为是武林秘籍啊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 春天已经过去大半 陈彻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窗外树枝 已是绿意盎然 电脑屏幕前 是各个员工发过来的工作报告 孙静已经率队前往华东一个多月 战国可谓是辉煌至极 凭借社交网的开放式 还有各种官方的入驻 那些高校同学和公司白领 纷纷开始使用 社交网的实际注册人数 已经飙升至100万 网页访问量增加到900万 距离破千万 也距离不远了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 社交网以一个黑马的姿态 冲入互联网阵营 并且突出重围 开始崭露头角 做过互联网的都知道 新增用户的突破 从零到一万是很难的 一旦拥有这一万个用户 突破到十万个用户 是非常快的 尤其十万之后的用户 突破一百万 更是势如破竹 飞速发展付出的代价 就是那一笔无息贷款 也被烧得七七八八 公司账面上的资金 已经不足五十万 要知道 现在社交网的游戏收入 每个月已经达到六十万左右 加上其他的广告分发费用 社交网现在每个月盈利 已经达到八十万左右 即便如此 也架不住 陈彻疯狂的烧钱模式 李震南和孙静 还有黄金金兰都拦不住 因为 陈彻悄悄联系了 娱乐圈的各大公司 用金钱硬生生 绑定那些明星 这些明星 每发布一条动态 陈彻与之 都要付出相应的报酬 在明星模式的带动下 无数粉丝 都开始注册社交网 并且在社交网 掀起一阵新北追星浪潮 陈彻靠在椅子上 点燃一根烟 这个春天 已经花出去 差不多三百万了 换来一百万的用户数据 他对这个战果很满意 从一百万 突破到五百万用户 快的话 也就是这个暑假就能达成 他计划到年底 让社交网 突破一千万用户规模 那个时候 后面的路就好走了 他可以卖掉套现 获得财务自由 也可以继续经营 扩大商业版图 这时 敲门声响起 陈彻说道 进来 李震南抱着笔记本走进来 陈总 粉丝打榜测试 已经做好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直接说结果 按照你之前所设想的 粉丝群体 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明星主页 进行打赏投票 金额从一元到一万元封顶 至于活动收益 我们和那些明星 分成比例 微物分成 陈彻手指敲了敲桌子 李学长 打赏金额封顶 才一万元太少了 你把上线调整到一百万 李震南惊呆了 会有粉丝傻傻的 给明星打赏一百万吗 陈彻笑道 这年头 你还不了解追星族的疯狂 就按照我说的办 等以后你就明白了 有时候 一百万都是小数目 随着90后的崛起 追星逐渐成为 未来网络市场的趋势 而资本都是逐利的 谁的钱最好挣 当然是粉丝的钱 那么多韭菜 都是心甘情愿的 被别人白白收割 或许等它们都长大后 才会明白 这其中的内幕吧 陈彻继续道 对了 让你最新研发的 植物大战僵尸 和愤怒的小鸟 你研发进度怎么样 李震南说道 植物大战僵尸 已经进行第二轮测试 愤怒的小鸟动画效果 达不到预期 正在推倒重置 可能要晚些时间 陈彻道 如果人手不够 就去挖人 不要因为钱产生顾虑 随着社交网的做大 游戏这一块 我以后准备 单独分出去的 到时候 你可能就是掌门人 李震南精神为之一阵 当即表态 坚决完成任务 他现在已经升任 技术经理一职 工资更是从最初的 两千块钱 提升到六千块钱 除了偶尔去学校进修外 其他时候 都是在公司一线奋斗 就连曹文博 现在都已经可以 处理些简单技术问题 等李震南离开后 黄晶晶抱着一堆文件进来 陈总 你花钱能不能省着点 这个月 你知道我们开支多少钱吗 陈彻看着小财迷黄晶晶 让他负责日常的财务开支 真是为难他了 主要是黄晶晶 从来没有见过几万 几十万的钱从手中流出 然后进入这个市场 每一次输入交易 黄晶晶都胆颤心惊 生怕弄错金额 陈彻问 这个月开支多少钱 黄晶晶把那些文件 放到陈彻面前 你看这个明星 他就发布了一条晚安动态 我们就要付给他一百块 他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关键是 他每天都只发晚安两个字 陈彻摸着下巴 这似乎也是个漏洞啊 也不能把我当员大头啊 这样 你给那几个娱乐公司负责人说 以后暗自付钱 每字十元 并且发布的每一条动态 如果评论数和转发数达不到预期 我们有权降低付款比例 如果超出预期 就可以多发 这个数值 到时候有你把控 可以完成吗 黄晶晶点点头 他现在是把公司 当成自己第二个家 归属感很强 陈彻突然道 对了 下个月 静姐可能要从华东回来 你有空去一趟4S店 黄晶晶好奇问 去4S店干什么 陈彻的 去给静姐挑一辆车 年前我答应过她的 如今 她提前一个月 完成了任务 黄晶晶想起来了 上次打赌时 她也在场 哦 买什么车 25万的帕萨特 黄晶晶目瞪口呆 陈总出手是真大方 她自己开的 都还是一辆家里的二手桑塔纳 陈彻之所以如此重赏 孙静是因为 孙静对公司的贡献是最大的 社交网100万用户 至少有50万用户 都是她拉过来的 而剩下的50万用户 是陈彻靠金钱 从娱乐圈抢过来的 黄晶晶正要离开时 忽然说道 对了 今天有一个叫黄灯的人联系我 说想见见你 谈一下合作 自从社交网崭露头角后 开始有职业经理人和资本 试着接触陈彻 大部分都是小众资本 陈彻有时候聊几句 就失去兴趣 现在几百万的投资 对于社交网的发展 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陈彻问 叫黄灯的是什么背景 黄晶晶答道 对方说是 龙腾资本的业务主管 想找你谈谈 陈彻犹豫片刻 答应下来 那就约在这周末吧 等黄晶晶离开后 他手机短信响起 苏秦雪 小陈 我们已经三天没见了 现在你也不来上课 都不像以前那样陪我了 面对苏秦雪的抱怨 陈彻也很无奈 随着公司步入正轨 他有时候在公司加班开会 都很晚了 等下班后 苏震东和刘瑞卿都睡了 他也不好意思去打扰 第二天 苏秦雪要去上课 陈彻因为下班晚 第二天需要补教 两个人因为作息时间迥异 完美地错过相处时机 但是至少 他们每隔一两天 都会见面 这对年人的苏秦雪来说 超过两天时间没有见面 就跟过了两年一样难熬 丁一声 短信再次响起 苏秦雪 小陈 明天周末不用上课 今天放学 记得来接我呀 我想吃新世纪广场的凉皮拌面 陈彻 没问题 苏秦雪 我们才三天没见 为什么我觉得 跟过了三年一样 陈彻 你不会是缠我身子吧 苏秦雪 小陈 你真下流 要缠 也是你缠我身子 陈彻 那你身子洗白了没有 苏秦雪 呸 我不理你了 教室里 苏秦雪面前放着课本 手上偷偷拿着手机 一双信念 弯成月牙 陈彻的短信字里行间 透露着无赖流氓气息 偏偏又让他情绪欲罢不能 真是个混蛋啊 陈彻在办公室工作到下午 他看时间差不多了 开车去学校接苏秦雪 来到校门口的时候 陈彻远远的就看到 他背着一个小包 站在梧桐树下 高挑的身材和马尾 很好识别 还有那顶黑色棒球帽 衬托的他瓜子脸小巧精致 苏秦雪今天上身 穿着一件白色长袖卫衣 下半身穿着一件直筒牛仔裤 脚上是白色板鞋 每经过一辆车时 他灵动的眼睛都会看去 发现不是陈彻的车 他就会继续等待 附近经过的许多男生 被苏秦雪的容貌吸引 脚步下意识地慢了下来 甚至故意从苏秦雪面前走过 你说过就过吧 这些男生还装作一副 骄傲的样子 更过分是从裤兜里 逃出小灵通开始装逼 其中有个男生 假装把小灵通放在耳边打电话 结果放在耳边的手机 忽然响起一阵铃声 那场面吓得男生面红耳赤地溜了 苏秦雪看到这些男生的举动 嘴角微微上翘 因为某人在装这一块 可是炉火纯青啊 终于 桑塔纳停在苏秦雪面前 隔着车窗 陈彻看到他那张活泼的笑脸 像春天里娇艳的鲜花在开放 李窝浅浅地挂在脸颊两侧 苏秦雪拉开车门坐上车 然后给自己系好安全带 还肆意地把鞋子脱了 卡通床外的小脚丫 搭在中控台上 陈彻看不下去 苏秦雪 你怎么不把脚丫子搭你头上 苏秦雪笑盈盈道 我够不着啊 要不你帮帮我 陈彻比一道 赶紧下去 那么臭 熏得我怎么开车 哼 不是你亲我的时候了 上次还说 我的脚丫好看 说想轻轻呢 现在又开始嫌弃人家 苏秦雪装出一抹 深归小怨妇的表情 那一瓶一撑 还真有点味道 陈彻现在对苏秦雪 是越来越无语 曾经高不可攀的女神 原来也是个烦人 会吃饭拉屎 会打个放屁 想想这些 唉 要不要替你报名啊 我要是参加的话 还有小学弟什么事啊 还是给后辈留点机会吧 头一次见人 把理由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这本来就是事实 你要是不参加的话 那我也不参加了 苏秦雪想想 去年他们两个人 联手获得网球冠军 那个时候 彼此还只是同学关系 现在竟然可以这么熟悉了 陈彻开着车 苏秦雪小嘴不停地说着 学校的一文去世 比如 谁谁谁当众在学校食堂 追求女生引起围观啊 或者谁谁谁参加国家比赛 获得了名次之类的 陈彻提醒道 对了 我听说岳城有SARS肺炎 最近 你要多注意一点 出门记得戴口罩 苏秦雪点头 他也听说了这件事 只不过 余阳属于小城 本身不具备传染途径 再加上 人们没有防控疫情的经验 所以 相对来说 要安逸不守 两个人聊着家常 就好像相识已久的恋人 他们会关心对方 也会理解对方 关系不知不觉开始质变 从情侣到家人的方向 来到新世纪广场后 苏秦雪去带着陈彻吃饭 吃完饭 他又拉着陈彻逛街 小城 我们好久没有 一起逛街了呀 我想给你买一身衣服 苏秦雪轻密地 挽着陈彻胳膊 不时地拉拽 他进男装店挑选 陈彻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五星级酒店 看看风景呢 女生在拧瓶盖的时候 没有力气 一旦逛街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苏秦雪带着陈彻进了好多家店 最后给他买了一套 卫衣和灰色运动裤 逛完商场后 两个人坐在休息区 苏秦雪慵懒地靠在陈彻肩膀上 小城 明天周末 去你家吃饭 还是去我家吃饭 去你家吧 我想吃刘姨的饭了 可是我想 你去你家 我觉得沈姨的厨艺也不错 陈彻 那你问我是几个意思 既然不听我的意见 还有问我的必要吗 女人的心思 真是难以捉摸 陈彻说道 要不你去我家蹭饭 我去你家蹭饭如何 反正刘姨一直想认我这个儿子 亲妈却不想认我这个儿子 苏秦雪轻笑着 幸亏之前了解过陈彻家庭 要不然还以为陈彻不是亲生的 忽然 陈彻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曹文博心心念念的林雨昕 她也在逛街 旁边还跟着一位身材肥胖 但是一身名牌服饰打扮的青年 那个青年 正把肥腻的手放在林雨昕腰间 嘴巴还一直往她耳边去凑 林雨昕稍微有些抗拒 不过她还是忍住了 反而主动挽住对方胳膊 陈彻想起了一句话 我曾经跪舔的高冷女神 在其他男人面前 也可以是温柔女神 苏秦雪注意到陈彻的目光 她顺着视线看去 也发现了林雨昕 小陈 那个不是文博的女朋友 林雨昕吗 陈彻冷笑 曹文博和林雨昕也配称为情侣 你不要侮辱这两个字 他们无非一个是绿茶 一个是舔狗罢了 苏秦雪多少了解一些情况 但是不如陈彻了解的那么详细 他轻轻凝陈彻一下 小陈 你说话真难听 要是文博知道的话 多伤心啊 陈彻从兜里掏出手机 打给自己发小 他准备亲自给曹文博 制造一处修罗场 省得吉伯哥 天天闲得没事瞎打听 对面的林雨昕 在经过一家万表商店的时候 驻足停留 他看向店里的展品 眼里露出渴望 他在肥胖青年耳边低语几句 那肥胖青年点了点头 趁机在林雨昕翘臀臀上拍了一下 最终 两个人进了万表商店 苏秦雪四有所察觉 他注意到 陈彻的手腕空空如也 小陈 我也给你买一只手表吧 陈彻撇了撇嘴 瞧不上 苏秦雪开始劝说 你现在好歹也是公司老板 以后出门谈生意 怎么能缺少手表呢 毕竟人靠衣装嘛 陪我去看看好吗 陈彻勉为其难的同意 好吧 其实他还真不在乎 这些外表的细枝末节 什么是大佬 就是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 那个敢穿T恤的 不过林雨昕在里面 他不介意过去打个招呼 万表商店里 林雨昕看上一款 价值1980元的银白色万表 他是戴一番 冲着那个肥胖青年说道 胡伟 你看这个好看吗 售货员微笑着站在一旁 恭维道 先生 你女朋友佩戴这款手表 很符合他的气质 并且 这款是我们店里经典的追梦系列哦 胡伟看那售价 脸上一阵心疼 他妈的 一个破JB手表 卖1980块 一老子估价 顶多值198块钱 多一分都是坑人 他心里有些后悔 干嘛非要吹牛逼啊 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胡伟跟林雨昕认识 是在一次同学生日聚会上 当时他喝多了 吹牛逼说 自己家里有个矿 实际他爸 不过是矿区的小队长罢了 旁边的售货员 继续卖力介绍这款产品 从材质到工艺 最后夸到林雨昕身上 比如长相漂亮 气质成熟 林雨昕被售货小姐姐 一顿猛夸 开始飘飘然 他真切地感觉到 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再说他也很喜欢这款手表 无论是品牌logo 还是辨识度 都非常吸引人 想想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手腕故意晃动 露出这款高档手表 不知道会吸引多少人的眼球啊 林雨昕看胡伟有些迟疑 心里不太高兴 这个胡伟有点抠门 还不如之前曹文博呢 曹文博虽然没钱 但是至少舍得给自己花钱 这个胡伟看似有钱 但是抠门 想想这个胡伟他 已经掉了半个月 大不了今天晚上便宜他 于是 林雨昕绊抱着胡伟胳膊 胸脯无意间蹭了蹭 用那种娇柔的语气说道 胡伟 人家喜欢这款吗 你不是说家里有矿吗 说好送人家礼物的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更何况是胡伟这种情场小嫩手 面对情场老手的林雨昕 她根本招架不住 当场故作豪气地说道 服务员 把这款手表包起来 我要送给我女朋友 售货员想不到这么快 就成交一单生意 眉开眼笑 看来这个月 提成能再上一个台阶 林雨昕心满意足地 依偎在胡伟身旁 突然觉得 胡伟的肥胖身材 也不那么丑了 就在这时 林雨昕看到两个熟人进来 男生是社交网创始人间 她的高中同学陈彻 女孩是从高中时代 就压制自己三年的笑花苏情血 林雨昕神色变得不太自然 抱着胡伟胳膊的手 不自觉用力 胡伟察觉到 自己女朋友的变化 她跟着抬头看去 进来的两个人 蓝的五官分明 线条立体 眉宇间带着桀骜和痞子气 女的身材高调 简单的高马尾 一张完美无瑕的古典瓜子脸 那双性眼水波流转 她似乎在跟旁边的男人说着什么 嘴角露出两个浅浅梨窝 胡伟注意到苏情雪容貌 心里冒出一句英文 这个女孩长得非常beautiful 原本觉得林雨昕好看 跟人家对比 瞬间差了一个档次 陈彻看到林雨昕 装作惊奇的样子 咦 林雨昕 你怎么在这里 苏情雪抱着陈彻歌伯 她冲着林雨昕客气几句 林雨昕神色有些慌乱 毕竟她曾经以曹文博女朋友的身份 参加过陈彻和苏情雪的聚会 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对方 她回应道 是啊 我也来这里逛街 好巧啊 我们正打算离开 林雨昕对陈彻的事迹也有耳闻 她知道自己惹不起陈彻 还有苏情雪的背景更惹不起 陈彻好心问 这两天 怎么没见你跟曹文博一起逛街啊 平时 你不是爱约她吃西餐逛商场吗 胡伟心里提高警惕 她怀疑的目光投向林雨昕 自己前脚刚买完上千块的万表 后脚就要被带绿吗 林雨昕脸色一阵清白变缓 心里痛骂陈彻 哪壶不开提哪壶 她跟曹文博是什么关系 不就是同学关系吗 曹文博一厢情愿认为 她是女朋友罢了 她急忙对胡伟解释 曹文博是我高中同学 只是同学关系 胡伟脸色稍微缓和 陈彻冷眼旁观 曹文博这个舔狗 估计想不到吧 她奋斗多日的结果 最后只是换来的同学关系 字典里舔狗怎么定义 那句话解释 她好像从来没有说过 爱我 我搜索了一下关键字 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 她只说过一次 借我一下爱奇艺会员 胡伟似乎也察觉到 陈彻话里的挑衅 她很有大男子主义的 搂住林雨昕的先腰 嚣张地看着陈彻 你是谁啊 哦 我是林雨昕的同学 我发小曹文博 也是林雨昕的好同学 陈彻把同学两个字 咬得很重 让胡伟怀疑 这个同学关系 是不是跟自己理解的 同学不一样啊 这个时候 售货员小姐姐 已经把包好的万表拿过来 她递给林雨昕 林小姐这是您的万表 请您收好 谢谢 胡伟我们先走吧 林雨昕接过万表 拉着胡伟就要离开 她担心 等会陈彻再挑事 到时候 自己就解释不清了 一个海王最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一群鱼儿围过来 鱼儿里面 可能有鲨鱼和鲸鱼 最后的结果就是 海王被撕咬的遍体鳞伤 这时苏清雪 从柜台挑选一个棕色的万表 示意让售货员拿出来试试 林雨昕和胡伟 本来打算离开 好奇瞅了一眼 那款万表的标价 3980 好家伙 这么有钱吗 苏清雪对售货员说 我要送给我男朋友的 说完他帮 陈彻袖子的衣服玩起来 然后亲自给他戴上 胡伟看到苏清雪 体贴的举动 再看向林雨昕手上的万表 忽然觉得心里一阵不平衡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遇到 那么体贴温柔的女孩子 林雨昕看到苏清雪温柔的模样 极度地咬着牙 她也想送给男朋友礼物 可是她没有钱啊 就在林雨昕拉着胡伟离开的时候 迎面撞上一个熟悉的身影 对方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 皮肤微黑 身材微胖 脸上还有痘印 唯一的区别就是 嘴圈绒毛修剪得很干净 还有那爱到极致 又痛苦失望的眼神 来人正是曹文博 林雨昕惊呆了 你你怎么在这 曹文博嘴唇颤抖 他看着旁边的肥胖胡伟 最后又看向林雨昕 半天才从兜里 拿出小灵通的短信记录 你昨天不是说 喜欢那个手表吗 我已经打算给你买了呀 为什么不能等我吗 胡伟一头猛逼 他就算再傻 也能猜到这里面的故事 合计着自己被杀出盘了 苏清雪看到曹文博绝望的神情 他有心去帮忙 被陈彻拦住 陈彻在他耳边悄悄道 我故意叫曹文博过来 就是帮他彻底解决 这段狗血恋情 上次喝酒的时候 解决不够彻底 这次要狠一点才能斩断 苏清雪听完 心里一荡 小陈的心 总是那么狠 三角恋 加绿茶妹 加修罗厂 加幕后推播人 多种因素组合在一起 足够拍摄一部 低成本 粗制作的电视剧 桥段大概会是 男主悲痛欲绝 女主伤心落泪 男二忍痛放手 那么问题来了 男一号 可是没有那个气质 他又看向狐猬 形象还他妈不如曹文博呢 林雨昕选男朋友的眼光 真是一言难尽 至于他为什么选那个狐猬 肯定是 一个有矿 一个有账 为了还账 选择了矿 万表店的售货员 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就差搬出小板凳 再来点西瓜 准备来一场吃瓜大戏 陈彻悠闲地 从苏清雪兜里掏出瓜子 他一边嗑瓜子 一边把瓜子皮 塞到苏清雪另一个兜里 苏清雪瞪他一眼 小声道 这都要打起来了 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陈彻笑嘻嘻抱一个瓜子 塞进苏清雪嘴里 一个多才多艺 一个舍身取义 曹文博身为男二号 这把已经输了 苏清雪质疑陈彻这么快就下定论 文博给林雨昕付出那么多 难道林雨昕就一点也不愧疚吗 他如果是普通女孩 肯定会愧疚 可惜他不是啊 对付林雨昕这种女孩 只有比他更诈 还记得上次那个杨凯吗 苏清雪点头 每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杨凯托卢小冉 邀请他好几次 都被他拒绝 陈彻到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杨凯把林雨昕肚子抖大了 林雨昕以为怀孕就可以傍上杨凯 结果被杨凯给踹了 苏清雪惊呆了 这都是什么狗血内幕啊 半晌后 他问陈彻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陈彻神秘一笑 因为那天我和曹文博 就在酒店对面 亲眼看着杨凯甩了他 然后林雨昕就找曹文博 让曹文博陪着他 去医院打胎 那天 我跟曹文博都喝多了 还是你和卢小冉过来接的我们 苏清雪被林雨昕的操作 彻底颠覆三观 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另一边 林雨昕身为当事人 这个时候 只能站出来解释 他要是解释不清 手上的腕表 估计会被虎尾夺回去 这是他好不容易卖笑的来的礼物 怎么能轻易松手呢 林雨昕一手拉着虎尾 另一手死死抱着腕表礼盒 他故作镇定道 曹文博 他脸上的表情依次出现 震惊 恍然 失望 难过 最后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林雨昕既然如此提问 代表着他 从来没有走进过对方心里 掩耳盗铃这么长时间 终究还是要不开真相 曹文博对待爱情有些笨 但是他不傻 他知道这一刻 哪怕闹事或者打架 都是匹夫之用 只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与其这样 还不如体面地离开 有的时候 人的成长就在一瞬间 曹文博忍住悲伤 他对林雨昕点头 我是来找小陈的 这位是你男朋友吗 林雨昕看曹文博 没有拆穿自己 他松了口气 是啊 他是我刚交的男朋友 叫胡伟 曹文博微微点头 然后深深看林雨昕一眼 昂首挺胸 迈不越过林雨昕 去找陈彻 林雨昕急忙拉着 胡伟逃也式的离开 临走之际 他扭头去看曹文博的背影 对方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 恋恋不舍的扭头 他的心莫名疼了一下 林雨昕走远后 觉得自己好像在万表店 弄丢了什么东西 直到多年以后 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弄丢的 是曹文博对他的那颗心 爱情里面 所有人都是自私的 当曹文博站在陈彻面前时 眼泪已经充斥整个眼眶 陈彻冷笑 曹文博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穷大方啊 宁可自己泪流满面 也要给林雨昕留一个坚强的背影 苏秦雪替曹文博感到心疼 他从包里掏出纸巾 递给曹文博 文博 快擦擦眼泪 曹文博接过纸巾 低声道 谢谢你小选 陈彻问 你打算放过他吗 用不用我替你出口气 曹文博擦干眼泪 把纸巾攥在手心 故作轻松道 算了 都已经过去了 你陪我喝点吧 陈彻拍了拍曹文博肩膀 伯哥 你不怪我吧 其实是我故意叫你过来的 曹文博露出一个很丑的笑容 小陈 我知道你的用心 其实上次我就明白 只不过是我一直舍不得放弃 陈彻嬉笑道 所以 你还是学学卢霄冉那样的爱情观吧 单身多好啊 可以自由自在逃客 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喝酒 可泡夜店 可以泡妞 忽然 他察觉到腰间一阵疼痛 苏清雪正笑盈盈的看着他 手指正在加大宁的力度 小陈 单身真的好吗 要不你试试 哼 我是骗曹文博的 当然有女朋友最好啊 可以有人陪你吃饭 有人陪你看电影 有人一起拥抱 曹文博 头一次见这种两面派的墙头草 他们从商场离开后 陈彻开车带着苏清雪和曹文博 直奔夜市 何以解忧 唯有抽烟加喝酒 烟火气息浓郁的小吃夜市街里面 已是人生鼎沸 陈彻陪着曹文博 在小滩喝着啤酒 曹文博一边喝酒 一边诉说着自己的心入历程 堪称一部大型舔狗聚集啊 幸亏苏清雪 去帮他们点菜了 尚不知道曹文博坎坷的情势 周日 社交网办公楼的会议室 陈彻坐在主座上 在他旁边 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对方眼神锐利 鼻梁高挺 看起来富有城府 正是前两天 约陈彻见面的 龙腾资本业务经理 黄灯 根据烟灰缸里的烟蒂 可以判断出 两个人谈论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黄灯再次打量陈彻 这个年轻的创始人 比他想象中的难缠很多 并且 思维方式也比同龄人成熟 陈总 那我再退一步 400万资金 我们龙腾占股35% 你觉得这个诚意怎么样 要知道以前 对于这种创业孵化项目 我们很少这么重视的 陈彻笑了笑 这个黄灯是个傻逼 也就算了 还把自己当成傻逼 从一开始 两个人谈判 黄灯打算出资400万 要求占股45% 真当自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社交网从初始发展到现在 左右100万用户 用时不到半年 光自己真金白银投入 就已经400多万了 对不起 黄经理 你们这个出价 达不到我的预期 600万占股10% 是我的极限 换做其他资本 我可能也不会买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黄灯有些不耐烦 600万占股10% 你是在逗我吗 你知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你的社交网 有6000万的估值吗 年轻人 不要太不知天高地厚 陈彻点燃一根烟 笑着道 说实话 6000万真的不多 我的目的是冲击6000亿 黄灯被气笑了 他盯着陈彻半天 最后说道 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 要知道 现在开新网 也在进军 SNS社交模式 如果你拒绝我们这笔投资 那么我们龙腾资本 将会转投你的竞争对手 到时候 社交网的估值 可能连60万都不值 陈彻挑眉 你这是在威胁我 黄灯意味深长的道 你可以这么理解 陈彻吐出一口烟雾 狗急吧 我这个人还真不怕威胁 你能把开新网扶持起来 算我输 那我们走着瞧 黄灯站起身 摔门出 陈彻原本轻挑的眉头 渐渐皱起来 现在是个阿猫阿狗的人都敢 在他面前蹦跋了 时间一晃过去半个月 社交网的注册用户 突破200万级别 日均活跃用户 高达150万 峰值甚至233万人次 而在游戏分类 随着植物大战僵尸的推出 再次火爆互联网市场 成为不少公司 白领上班摸鱼的好游戏 社交网的游戏会员 注册人数达到3万人次 单月的游戏营收 突破90万 距离破百万 指日可待 随着用户规模的增多 社交网的广告投放模式 也开始进一步增长 其中不乏一些大型规模企业 开始和社交网商谈广告分发费用 与之而来的是运营成本的增加 还有各种专业人才的缺失 还有一个坏消息传来 那就是 开心网获得龙腾资本500万的战略投资 这代表着 社交网不再 是独一份SNS模式 而是有了竞争对手 这天 陈彻刚来公司 他就把李振南叫到自己办公室开会 李学长 有没有听说过开心网 李振南答道 听说了 这是一家今年春节后 刚发布的SNS社交网站 发展思路跟我们一样 就连网页的布局也都一样 我怀疑 他们就是照我们抄袭的 陈彻追问 抄不抄的 现在不好说 那你知道 他们现在的注册用户是多少吗 李振南摇头 他对这些了解的 还真不多 陈彻把一份资料 放到李振南面前 李振南拿起资料翻阅 上面有详细的开心网运营数据 从年后发不起 耗时一个月 用户规模就达到十万 两个月用户规模增加到三十万 资料还显示对方 获得龙腾资本五百万的投资 目前正在全国各地 投放报刊广告 开心网的创始人放出豪言 一年之内 干掉社交网 李振南放下手上的资料 他有些惊讶 这份资料的详细程度 这资料你哪里弄到的 陈彻骂骂咧咧道 有专门的咨询公司啊 就这几张纸 还有上面那些简单的数据 花了我七万块钱 陈彻说道 谈谈你的想法 李振南陷入犹豫 竞争对手很明显是轻装上阵 并且有资本的加持 可以肆无忌惮地 扩充市场规模 陈彻手指敲击着桌子 资本的原始积累 是残酷又艰难的 而对方现在有一笔五百万的投资注入 前期起步 就会以几何倍的速度 向上增长 这一点 他们比我们有先天优势 因为这笔钱 可以让他们烧半年啊 李振南问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先想想办法 你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把网站的内容和游戏 全部维护好 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后院起火 等李振南离开后 陈彻靠在椅子上 开始梳理最近这段时间的公司发展 自从他上次拒绝龙腾资本后 对方果然开始扶持竞争对手 如果放任不管 凭借资本的力量 开心网大概率会超过社交网 那个时候 社交网的前期优势 就荡然无存 要想对抗开心网 以他现在的能力还太弱 只能用资本来对抗资本 比如当年的百团大战 美团和饿了 疯狂用金钱补贴圈用户 正在陈彻思考的间隙 他的电话响起 听筒里面 传来孙静成熟 富有雌性的嗓音 陈总 在忙什么呢 陈彻笑道 在忙着旅行赌约啊 年前不是答应送你辆车吗 真的吗 我还以为你就随便说说呢 我这个老板 有那么言而无信吗 等你回来 保证让你看到 孙静打去道 那我就提前谢谢陈总了 陈彻问 你那边最近工作进展怎么样 虽然每天都发邮件 但我还是想听你亲自汇报 孙静答道 我们在华东市场进展顺利 前两天跟员工开会 我们打算进一步南下 从沿海省份开始推广 你觉得怎么样 华东市场的推广顺利 是陈彻意料之中的 因为光他每个月 转给孙静的活动经费 都有几十万之多 长三角区域 是目前国内领先的经济区域 其次就是珠三角区域 如果能拿下这两个区域的城市 那么社交网足以高枕无忧 陈彻说道 就是要钱有钱 要人给人 另外 南方那边非典疫情 可能会有蔓延 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我替员工 谢谢陈总关心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在这边新认识一个朋友 他对咱们社交网很感兴趣 想托我问问你有没有融资异象 什么人 银山资本的副总裁柳安琪 陈彻目光猛的一宁 柳安琪他不认识 但对银山资本印象很深 这个一家专注于互联网的投资公司 后来更是参与很多 企乎联网公司的收购 以及并购 在业内影响力很大 真是太巧了 前脚刚被龙腾资本威逼利用 后脚就有银山资本找来 那个柳安琪 什么时候有空 我可以见见他 他前两天刚出国 如果咱们真有融资打算 可以等他回来 我让他找你去 知不知道 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要两个月左右吧 他走之前说 国外公司出了点问题 陈彻皱眉 两个月时间有点长啊 鬼知道 开心网两个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现在时间对于他来说 开始紧迫起来 如果开心网 没有龙腾资本的介入 他有的是 时间慢慢陪开心网发展 但是现在 对方已经获得资本的扶持 如果自己无法加速 甩掉对方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追上来 两个月时间 有点等不起啊 随后 陈彻把开心网 获取龙腾资本投资的事情 告诉了孙静 同时他也把未来的风险 分析给孙静 孙静在电话那头 沉默少许 我这就约一下柳安琪 看看他能不能抽时间回国一趟 这件事尽快落实一下 OK 陈彻挂掉电话 恰了恰没心 如果柳安琪这边谈不拢的话 他就需要找下一家投资公司了 因为仅靠社交网本身盈利的话 发展就跟不上竞争对手 传言SNS模式的社交服务 至少还有好几家创业公司 在立项阶段 这时 办公室房门 被人轻轻推开了 陈彻没有抬头 就知道是谁 因为空中飘来的香味 他已经很熟悉了 熟悉到 闭着眼睛都能猜到 苏晴雪注意到陈彻的动作 关切看着他 小陈 怎么看你皱眉了 是不是遇到烦心事了 昨晚上没有睡好 主要你经常撩我 却又不给我吃 憋得难受 呃 谁让你乱碰我呢 我很正经的 我是从书上看的 经常帮你按摩 可以活血化瘀 增加血液流痛 陈彻说着一本正经的话 偏偏苏晴雪 脸色开始发红 哼 流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歪心色 苏晴雪伸手去拧陈彻 临到身边又不忍心 最后嘻嘻哈哈扑进他怀里 陈彻抱着苏晴雪的娇躯 他把头埋进他的脖梗 深深嗅着 那股散发的清香 跟苏晴雪在一起 可以忘却很多烦恼啊 两个人温存完 陈彻开始办公 他处理工作的时候 苏晴雪坐在旁边安静地看书 偶尔他会偷看小陈一眼 陈彻完美的侧脸 挺拔的鼻梁 还有认真的眼神 真是让人爱了爱了 苏晴雪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女孩 她忍不住幻想 每天都等小陈下班的画面 她的要求不高 两个人可以一起吃饭 一起收拾家 一起逛街 一起带娃 过那种平淡真实的生活 就足够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女人心理 陈彻忙完后 他伸个懒腰 脑中对公司未来的大致发展 已经有了方向 融资是目前最合适公司的发展战略 苏晴雪和尚书 笑盈盈看着他 忙完了 陈彻把文件好 忙完了 接下来 你想干什么 我们去吃饭 还是去逛街 苏晴雪撅起嘴 我想去外面吃饭 可是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带你回家吃 她说你好久没来了 陈彻这才想起来 好像有段时间 没去苏晴雪家里了 主要是在家里 不能跟苏晴雪亲热 还不如在外面呢 不仅能动嘴 还能动手 每次都把苏晴雪 撩拨得娇喘吁吁 而自己同样憋得难受 唉 女人何苦为难男人呢 陈彻笑嘻嘻道 这叫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 你的家庭地位 已经被我抢走了 苏晴雪轻哼一声 我才不怕你呢 反正在刘姨闹是第一 你是老妖 陈彻心里 怪不得苏晴雪 每次都愿意去自己家 因为她在自己家 可以横着走 看来 以后得多往丈母娘家走动 省得苏晴雪 越来越猖狂 两个人刚走出办公室 正好碰上 抱着文件的黄晶晶 黄晶晶和苏晴雪两个人 又叽叽喳喳 说了一番废话 陈彻等了半天 在上班时间划水摸鱼 黄晶晶注意到 陈彻不善的目光 她才想起来 把文件递给陈彻 陈总 那辆车已经弹下来了 如果没问题 的话你签个字 陈彻刷刷签完字 她对黄晶晶说道 你有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歌 黄晶晶疑惑地看着陈彻 心想 陈总不会是 想要签周杰伦吧 这得花多少钱啊 现在公司财务都这么紧张了 怎么光想着花钱啊 家里得称几个矿啊 这么活活 安安稳稳地发展不好吗 想起前段时间 给那么多明星附用金 她心里就一阵舍不得 陈彻继续道 你尽快接触一下 然后拿个报价给我 黄晶晶闷闷不乐道 知道了 别人不知道 这其中的影情 陈彻可是知道 未来几年的周杰伦 到底有多活 现在才2003年春天 周杰伦有两张重要的专辑 叶惠美和七里香 还没有发布 但是要不了多久 东风破和七里香 就会登上彩铃的热销榜单 在明星尚未完全发迹之前 以后得到是丰厚的回馈 离开公司后 陈彻和苏秦雪前往家里 经过菜市场的时候 陈彻又主动买一些海鲜 其实她现在去苏秦雪家里 已经不需要带什么礼品了 除非是重要的节日 不过买点水果或者食材 总比空着手要好看一些 因为苏秦雪 每次去她家的时候 刘瑞卿都会嘱咐闺女带东西 礼尚往来 互相尊重 是两个家庭交往必不可少的因素 细节决定成败 这话一点都不假 曾经有人仗着 已经订婚了 去未来老丈人家吃饭时 在盘子里挑挑拣拣 吃饭扒鸡嘴 最后被人家退婚了 因为人家觉得 这种人不可靠 以后日子过不长久 所以陈彻只要一天 没有娶到苏秦雪 她就一天不能松懈 来到苏秦雪家 陈彻熟练的换鞋 她把海鲜食材递给刘瑞卿 刘瑞卿嘴上抱怨 来就来 还买这些干什么 以后不许买了呀 陈彻笑呵呵道 没事 正好给你和苏叔家的菜 苏秦雪跑到刘瑞卿旁边 他从未出锅的里面 加了一块排骨 刘瑞卿催促 你们快去洗手 一会就开饭 苏震东则打开酒柜 开始从里面选酒 他平日里很少饮酒 也就陈彻过来 才会小酌几杯 饮酒微醺的状态 是最好的体验 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陈彻和苏秦雪 去卫生间洗手 他现在对苏秦雪家 已经很熟了 甚至苏秦雪哪件衣服 在哪个衣柜里 都非常熟悉 因为该看的 和不该看的 都被他看了 饭桌上 一家人其乐融融 苏秦雪挨着陈彻 对面是苏震东 和刘瑞卿 以前有些事 还要避讳陈彻 现在完全没有避讳了的意思 苏震东现在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会问一些 陈彻公司发展方面的事情 并且提一些建议 而公司遇到经营方面的问题 陈彻也都会主动请教苏震东 苏震东在余阳市 可以算金字塔的那层面了 根据老苏无意间透露 明年换届 他可能会往再进一步 从正处到复厅 这是常人难以跨越的一步 苏震东能有今天 跟他多年 在余阳的履历 和人脉有关 想想未来 有个这妖牛逼的岳父 他这个女婿 也可以躺平了呀 不过社交网 是证明自己能力的一个事业 能亲手做起来 还是亲手做起来比较好 陈彻喝完酒后 陈彻回自己家 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本来苏清雪 打算让他睡客房的 陈彻想了想 还是算了 现在时机还不太合适 他回到家 登陆社交网账号 开始继续经营 自己的个人主业 现在陈彻同学的粉丝 已经达到233万人次 其中很多粉丝 都在评论习留言 催促陈彻同学 什么时候出新歌啊 有生之年 能不能开一场演唱会 陈彻都快忘了 自己他妈的 还是半个歌手 时间一晃 又过去三天时间 凌晨四点钟 外面的天空 刚灰蒙蒙亮 陈彻正在高速上开车 此时此刻 他想发布一条动态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御洋室吗 可惜这年头的手机 还没有那么多APP可以用啊 不能装逼 有点遗憾 他驾车从高速前往深城 因为昨天孙静联系说 柳安琪已经抵达深城 目前在深城开会 为了这笔融资 高速自驾游700公里算什么 至于怎么不坐飞机 2003年飞点疫情 很多航班都已经停飞 只能走高速 高速上的车辆并不多 桑塔纳急迟而过 陈彻赶到深城的时候 已经下午五点钟 他拨通柳安琪的电话 喂 你好 成熟附有一点高冷的声音传来 陈彻判断 柳安琪这个人 可能是个高冷欲解放 职业西装配 黑丝大长腿 刘总 我是社交网的陈彻 之前静姐联系过你 原来是陈总啊 不好意思 让你亲自赶过来 我现在在深城的绿兜国际大厦 你到深城了吗 我到了 正在订酒店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见一下 我这边还有个会议 晚上八点江南宴怎么样 OK 陈彻订好酒店后 他先是休息一会儿 毕竟连续开十个小时的车 挺累的 身边又没有美女陪自己聊天 休息完后 他看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又去洗个澡 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深城的景色 这里高楼大厦伶俐 商业氛围极为繁华 是一个纸醉精迷的好地方 不知道这里的会所是什么家 真怀念那句 欢迎凯迪拉克车主 首排拿好楼上请 南宾一位 江南宴的包厢里 陈彻打量着眼前 这个35岁左右的女人 柳安琪 现任银山资本副总裁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金融市场专业分析师 曾供职与华尔街某大型证券公司 她穿着白色贴身连衣裙 飒爽整洁的齐儿短发 搭配妩媚的眼神 彰显其独特的淑女气质 身材也是非常棒 肌肤细致白嫩 陈彻在打量对方的同时 柳安琪也在打量陈彻 比她想象中要年轻很多 骨子里带着一点慵懒和桀骜 言谈举止 又给人一种成熟的老辣 很难想象一个人身上 竟然会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 柳安琪客气说 不好意思 刚刚临时有个会议 我来晚了 没事 刘总日理万机 我这都是小打小闹 陈彻帮柳安琪续上茶水 柳安琪挑眉看陈彻一眼 那双妩媚的眼睛 非常勾人心魄 陈总 你觉得你的社交网 算小打小闹吗 陈彻放下茶壶 这是一个相对尖锐的问题 无论她怎么回答都不合适 她这次前来是融资的 如果自己承认 社交网是小打小闹 相当于变相地否认 自己的商业规模 如果吹嘘社交网 是世界500强 人家也不信 你真要牛逼的话 也不会主动过来 要求融资 陈彻平静道 其实 现在的社交网 对我来说是小打小闹 因为它目前只是一个雏形 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未来我的规划里 社交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柳安琪补充道 所以 那些游戏都是出自于你的创意对吗 对 陈彻只能厚着脸皮 承认这些创意 柳安琪悠悠喝一口茶 陈总 说实话 我很佩服你的才华 我知道你从创业开始 在不接受外界资本的情况下 能把社交网 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实属难得 另外 你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也很棒 不知陈总什么时候出新歌 最后一句话 使得原本严谨的商业谈判 多了几分轻松 陈彻多看柳安琪一眼 这么强势的副总裁 也不知道 他的老公压力会不会很大 他说道 音乐的创作是需要灵感的 也许等公司步入正轨 我会考虑专心做音乐 回归正题 柳安琪找上陈彻之前 他已经把社交网的底细 摸了个底朝天 包括陈彻最初创业传奇私服的时候 他都了解得很详细 陈彻是国内最早开发 SNS社交模式的人 在前期没有资本的介入下 一步步发展到现在 左右百万用户 这个战绩 可谓是相当厉害了 还有陈彻的才华 可谓是顶尖的 无论是游戏的创意思路 还是音乐方面的创作 当然 欣赏归欣赏 柳安琪还是调查到 社交网所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 后续资金不足 因为竞争对手开新网 获得龙腾资本的注入 已经开始奋起直追 随着服务员的上财 柳安琪邀请陈彻先吃饭 边吃边聊 柳安琪偶尔弯腰的时候 陈彻余光 可以撇到那么血腻的饱满 眼皮紫下意识跳了几下 他这不会是故意要勾引我吧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陈彻强迫自己转移视线 一个接近四十岁 保养极好的丰满淑女 对他这种火力旺的青年 诱惑力可是很大的 柳安琪忽然问一句 陈总方便透露一下 内部游戏的会员数据吗 陈彻迟一片刻 说到三万人次的会员人数 一个月游戏营收在九十万左右 并且 这个数值还在持续增加 柳安琪调皮道 你这个转换比例很高啊 我现在就在玩你那个偷菜模式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刘总可以把用户名告诉我 我送您十年会员 实不相瞒 我可有关注过你的账号 并且还给你偷偷留过言呢 不知道陈总能不能猜到哪个是我 陈彻 关注老子的有两百万人 我他妈能知道哪个是你啊 刘总 你这是让我大海捞针啊 唉 你们女人的心思 总是爱让男人猜 柳安琪言嘴倾笑 跟着一阵花枝招展 就连着胸前的这饱满 也跟着晃动 这一刻的柳安琪没有公司那种高了 反而更像一个接地气的亲属女姐姐 最后 柳安琪终于开始步入正题 陈总 A轮融资 社交网打算出让多少股份 20% 融资金额呢 陈彻说道 我的要求是融资1200万 20%公司股份 柳安琪摇头 你对社交网的估值有点过于乐观了 基于我们公司内部的讨论结果 给出的方案 A轮投资金额900万 占股30% 陈彻脑中计算着这笔投资 银山资本给出的方案是 折合每10%股份才300万 而他自己理想的金额 是每10%股份600万 差了整整一倍 不过这也比龙腾资本的强多了 龙腾资本给出的是 A轮400万 占股45% 陈彻拒绝道 你们内部给的估值太低了 我出让不了 柳安琪故意说 那你就不怕我们银山资本 也转投你的竞争对手吗 陈彻动作微微一顿 玄机他靠在椅子上 当然不怕呀 投资公司又不是你们一家 总有遇到愿意投资我的 虽然银山资本规模比较大 但是 目前国内投资机构也有不少 凭借社交网的财务报表 愿意投资的人肯定不少 陈彻来之前 已经给自己留有两条后路 第一就是苏震东 凭借苏震东未来岳父的关系 他可以拿到一笔 甚至多笔银行贷款 这些贷款金额 至少是300万起步 其次就是省城的刘星耀 也就是当初收购传奇私服的那个富二代 陈彻和他一直有在联系 关系也不错 如果陈彻愿意的话 刘星耀拿出一笔300万的投资 也没问题 所以对于银山资本这笔钱来说 陈彻是需要 但不是唯一 第一轮谈判 没有达成共识 不过他们都是成年人 谁也没有就此争论 而是边吃边聊其他的 毕竟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至少也要相互熟悉一下 陈彻别看外表年轻 真实的阅历极为丰富 谈吐幽默风趣 尤其他对未来经济走向非常熟悉 所以聊天的过程 很是轻松愉快 刘安琪心里对陈彻的评价 不断上升 渐渐收起轻视的心思 对方的心思缜密程度 和圆滑能力 明显不在这个年龄段 这一点 跟他调查的资料 有很大出入 吃完饭 刘安琪和陈彻起身离开 谈判不是一蹴而成的 有时候 可能会连续谈好几天 刘安琪想趁机看看 陈彻是否真的心急 只要对方心急 他作为投资方 就可以压低估价 陈彻同样知晓对方的心理 他也没有催促 这是一个双方心理博弈的过程 出了包厢 刘安琪前去结账 却被收银员告知 那位先生已经付过钱了 他诧异地去看陈彻 陈总 远来是客 怎么说 也不能让你请客啊 陈彻插腰 大咧咧道 男士请女士吃饭 很正常啊 下次你请吧 刘安琪也没再僵持 他和陈彻 并肩走出饭馆 陈彻这才注意到 刘安琪是打车过来的 堂堂一个投资公司副总裁 连个司机都没有吗 还是说他有秘密 不愿意让司机或者秘书知道呢 刘总 需要我送你吗 刘安琪摆了摆手 不用了 我打车过来的 叫个出租车就行 那再见 陈彻也没有留恋 干脆地往停车场走去 刘安琪盯着陈彻的背影 他头一次遇到这种人 明明是过来拉投资的 为什么显得很不着急的样子 是装出来的 还是真的有底气呢 陈彻距离自己桑塔纳越来越近 他嘴里念叨着 狗日的柳安琪 你为什么不挽留老子一下 老子跑700公里拉投资 吃顿饭 还花了老子600多块钱 如果投资谈不拢 这次拆旅费 谁给老子报销 30多岁的老女人 心眼就是比20岁的女孩多 陈彻坐进车里 他点上一根烟 隔着很远 可以看到柳安琪的身姿 皮肤保养得很白粉嫩 身材也非常棒 属于风营的那种 尤其是那地级的参数 比苏勤雪都要大一号 放在唐朝 活脱脱就是下一个柳妹娘 按照陈彻评价 这属于三年血转 十年不亏的级别 就是这种屁股大的女儿 很费药 现在他正在打电话 目光偶尔会看向陈彻这边 直到一辆出租车 停在柳安琪面前 他隔空冲着陈彻挥了挥手 当作告别 等他上车后 陈彻才驱车离开 夜晚的深城 多了一分朦朦美 白天劳累一天的人们 开始在晚上肆意放纵 会所里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 酒店的房间里 不知道多少女孩 被拿了一些 想想都替那些女孩 感到不值 一群渣男 he too e 陈彻驱车回到酒店 当他进电梯的时候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背着女包 身段丰满的柳安琪 明显他也是刚到 两个人面面相去 柳安琪冲他娇笑 陈总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陈彻笑道 刘总 你是不是跟踪我呀 柳安琪忍不住瞠他一眼 那一眼含有的风情万种 使其骨子里的魅意 都散发出来 电梯里其他的男人 拼命用余光去看柳安琪 如此疾病淑女 还是头一次见 陈彻心里感叹 自古英雄 都是睡在温柔乡 这话他妈的一点都不假 电梯来到十二层 陈彻发现 他竟然和柳安琪 是同一个楼层 陈大师的心里 开始活跃起来 这一切 会不会是对方 提前安排好的 故意让柳安琪 接近自己 然后用美色诱惑自己 从而卖掉社交网的股份 不应该啊 自己当初选这个酒店 是临时起义 再说 除了自己 谁能知道 社交网未来的价值呢 柳安琪还不清楚 陈彻的内心活动 他觉得只是巧合 陈总 我在1205房间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 可以打我电话 好的 晚安 刘总 陈彻进入自己房间 他还在苦苦 思索着柳安琪的意图 甚至 他联想到龙腾资本 是不是跟银山资本有联系 仔细想想 龙腾资本 跟银山资本 应该没有联系 要不然 龙腾资本 不会投资开心网 还是自己获取信息 插得渠道太少 到现在 对别人的了解 只是存在于公开资料 忽然 陈彻听到走廊里的动静 他耳朵微微一动 自己现在所处的是1202房间 柳安琪在1205 以他高级武学 精通敏锐的感官 似乎可以做点什么 比如窃听风云 想到这里 陈彻放开自己的全部感官 去聆听周围的一切 他听到1203房间没有动静 估计尚未半里入住 继续监听 又听到一丝压抑的喘声 还有双手鼓掌声 陈彻 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狗日的1204房间 正在上演好事啊 可惜了 自己不能透视 他把耳朵放在墙壁上 继续监听 终于到了柳安琪的房间 里面似乎正在打电话 廖总 关于社交网的那笔投资 对方报价1200万 出让比例20% 我根据我们的报价是900万 要求比例30% 对 第一轮谈判 没有达成共识 其实我很看好这笔投资 因为未来国内的互联网 会迅速发展 社交网在国内 已经占据先河 据我所知 社交网的注册人数 已经达到200万人 而开新网现在的注册人数 才40万人 差距有些大 陈彻吓了一跳 自己社交网这么详细的数据 柳安琪是怎么拿到的 对方能调查自己这么详细 是不是连今天穿的底裤颜色 都能查清楚 他继续监听 我明白 我觉得 我们的底线是1000万 占股20% 但是我明天打算按照400万去谈 先磨一磨它 OK 那先这样 陈彻听到柳安琪挂掉电话 紧接着响起脚步声 不一会儿 传来一阵水花声 估计是去洗澡了 他收起全方位的监听 坐在沙发上 点燃一根烟 开始分析柳安琪电话里的内容 银山资本的底线是 1000万占股20% 这个比例有点低 不过也可以理解 因为谁也不清楚 互联网以后的发展规模 现在很多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互联网还没有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明天估计又是一场拉锯战 按照柳安琪的计划 也只不过是往上提100万 庆幸自己的感官比较敏锐啊 竟然听到如此重要的资料 他思虑完毕 开始监听起1204房间的好事 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 陈彻的身体也跟着越来越燥热 终于 他听到一阵声音后 浪潮也先到顶峰 然后迅速回落 陈彻挠不出滑腻的场景 就在他浑身难受的时候 苏秦雪打过来电话 小陈 你在干嘛呢 我刚回酒店 你吃饭没有 吃过了 你呢 你怎么听着你呼吸有点重呢 陈彻赶紧把手拿开 他岔开话题 我吃过了 这顿饭花了我好几百块钱呢 真他妈贵 还不如咱们鱼羊吃的小吃尖呢 呃呃呃 你毕竟是工作嘛 讲究吃饭氛围 对了 你们合作谈得怎么样啊 还在街谈中 估计还要几天 毕竟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哦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我听说深城那边 可能有非典疫情 你没事不要乱逛 苏秦雪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问问小陈要多久才可以回来 虽然才离开一天时间 可这次是分别七百多公里 真正意义的两地分隔 不像在鱼羊的时候 哪怕他们三天不见面 至少是随时都可以见到的 陈彻又陪着苏秦雪 聊了几句情话 苏秦雪 这才恋恋不舍的告别 挂掉电话后 陈彻准备去冲个冷水澡 忽然电话响起 来电显示是柳安琪 陈彻狐疑的看着来电 现在都晚上十点多了 柳安琪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他会不会是想 情节推进的 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还是个单纯的人 他接听电话 喂 刘总 电话那头没有出声 而是传来一阵粗重的呼吸声 伴随着声声 陈彻一头猛逼 对方这手段也太明显了 像我这么正直的人 怎么能轻易上当呢 就在陈彻响入非非的时候 柳安琪终于出声了 陈彻总不好意思麻烦你 我脚崴了 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酒店服务员 陈彻首先想到的是陷阱 但是不应该啊 这么低级的陷阱 谁会上当呢 他问道 你现在怎么样 能开门吗 我就是因为开不了门 我现在在卫生间这里 脚有些疼得厉害 那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去找你 谢谢陈总啊 陈彻挂掉电话 他披一件衣服就往外走 脑中分析着局势 柳安琪洗澡滑倒 把脚扭伤 因为无法移动 所以才给自己打电话 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离得比较近 其实像这种五星级酒店 都有座机电话 但是座机往往都在床头柜 柳安琪现在无法移动 所以打不了酒店客服的电话 陈彻来到1205房间门前 试着推了推房门 里面锁得很紧 这是一个卖人情的好机会 如果叫酒店服务员来帮忙的话 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人家虽然是淑女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未来投资商 还是表现关心一点比较好 至于洗澡的时候 可能会身无寸缕 大不了老子进去闭着眼 嗯 我是一个证人君子 陈彻微微后退一步 抬脚踹开房门 他冲进去直奔卫生间 没有想象中的春光乍蟹 也没有想象中的梨花带雨 柳安琪靠在卫生间的墙上 他眉宇促起 轻咬着背齿 明显在忍着疼痛 身上还裹着厚厚的浴巾 只是露出那风银白皙的肩膀 还有半截光滑的小腿 陈彻注意到 柳安琪左脚已经开始红肿 明显是扭伤 柳安琪抬头看着陈彻 眼睛里有些羞涩 还有一丝惊慌 陈彻解释道 柳总 我担心你的安危 所以直接踹门进来了 柳安琪点头 谢谢陈总 陈彻在柳安琪身边蹲下 他轻轻抬起柳安琪的脚丫 别看柳安琪 接近四十岁 肌肤保养得太完美了 皮肤光滑圆润 带一点肉感 上面还沾染着几滴晶莹水珠 柳总 你这扭伤有点严重 我送你去医院吧 拍个片子 确认有没有骨折 那就麻烦你了 陈陈总 你小心一点 我会慢慢抱你起来 柳总 你不介意吧 陈彻嘴上这样说 他的动作已经开始实施 右手抱住柳安琪的腋下 左手抱住腿弯 饶视柳安琪 接近四十岁的风韵 他此刻脸色也是微红 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的办法 总不能一直坐在地上吧 陈彻思想很单纯 柳安琪是伤员 自己怎么能有非分之想呢 当他目光无意间撇到 柳安琪胸前那对血液饱满的时候 还有深深的沟壑 陈彻思想瞬间变得不单纯了 关键是洗完澡后 悬泥郊区散发的幽香 让他心持神网啊 卧槽 到底是我高估了我的意志力 还是低估了柳安琪的吸引力 柳安琪察觉到陈彻的目光变化 他说道 陈总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衣服找出来 穿着浴巾不太方便 好 你衣服在哪 我帮你找一下 陈彻把柳安琪抱到沙发上 按照柳安琪的指示 他把行李箱拉过来 无意间还从行李箱里面 看到紫色的小奶奶 心里默念三遍 非礼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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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脑中的念头 却他妈控制不住的疯涨 紫色的 黑色的 蕾丝花边的 他又联想到 苏晴雪的是白色的 粉色的 卧槽 顶不住了呀 得赶紧出去 冷静冷静 淑女的诱惑 比起苏晴雪的青春诱惑 不遑多让 陈彻把衣服递给柳安琪后 匆匆出去守着 还顺手把损坏的房门关上 柳安琪看陈彻细心的 帮自己把房门关上 紧张的情绪稍微好转 曾经不知道 有多少男人 贪图自己的容貌和资产 他都心知肚明 直到刚才遇到陈彻 对方如此克制的举动 让柳安琪发现 原来男人并不都是 想象中的那样 过了十几分钟 柳安琪叫陈彻进来 陈彻注意到 他换一身白色阔腿裤 上身是衬衫条纹裙 身姿优雅 气质疏离 符合高棱女总裁的装扮 只不过他额头有些汗水 明显是换衣服过程 有些费劲 刘总 我送你去医院吧 柳安琪客气道 陈总这么晚了 你要不早点休息吧 我自己叫救护车就行 还是我送你去吧 要不然你在医院需要拍片 或者询问医生之类的 身边没人也不方便 柳安琪迟一片刻 好像确实不太方便 关键是这么晚了 身边也没有人 他最终点头答应 那就麻烦陈总了 想想我这个地主 当的可真是不合格 又是让你请客 又是让你送我去医院 好事多磨吗 陈车弯腰 抱起柳安琪向外走去 他身上散发的男子气息 让柳安琪有些抗拒 又有些放松 他们走到大堂的时候 不少准备办理入住的客人 纷纷把目光看向陈车 因为他这样横抱一个女人 动作实在是有些暧昧 关键是 怀里那个女人 韵味十足啊 柳安琪在那些火热的目光下 有些扛不住 他脸微红的 偷偷埋进陈车胸口 陈车来到停车场 把柳安琪放到副驾驶 然后又体贴地 帮他系好安全带 直到陈车回到主驾驶 发动车子 柳安琪才松了口气 陈总 今天真的谢谢你 刘总 如果谢谢我的话 下次请我吃饭就行 另外 别喊我陈总了 你喊我小陈就行 好呀 那你也别刘总刘总了 就喊我七姐吧 哦 陈车非常满意现在的进度 能迅速与柳安琪拉近距离 下一次商业谈判的时候 可以用得上 来到医院后 陈车先帮柳安琪挂了急诊 有护士给免费提供轮椅 一番问诊后 医生领着陈车 还有柳安琪去拍片子 一阵折腾 时间不知不觉 来到凌晨一点多钟 最后 医生把陈车叫进去说 只是轻微扭伤 并没有伤及筋骨 主治医生也没让他们住院 毕竟现在床位还是很紧张的 直接让陈车 领着柳安琪回去 叮嘱他 第一天找兵代夫一下 然后过两天 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 或者按摩一下就好了 柳安琪松了口气 只要没有骨折就好 要不然 太影响他接下来的工作进程 回去的路上 陈车把车窗降下一点 外面的风可以吹进来 他用余光去看柳安琪 齐尔的短发 圆润白皙的脸庞 眼睛带着一抹疲惫 还有眼角的细纹 增添了几分成熟韵味 最关键的是 安全地被那高耸的山峰遮挡 深深地陷进去 七姐 你平时来深城 都是入住酒店吗 是啊 一年365天 我可能有200天 都是在满世界各地飞 你这么辛苦 你老公会理解吗 因为有时候 家庭和工作 很难两全 柳安琪扭头用那双妩媚 眼睛盯着陈车 陈车心想 卧曹 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 过了一会儿 柳安琪反问 谁告诉你 我有老公 陈车 草帅了 陈车心想 柳安琪现在估计是离异状态 想想也是 明明这么丰满白嫩的一个淑妇 天天过着劳艳纷飞的生活 导致老公夜夜守空房 哥谁谁受得了 平时工作在忙 也不能忽略老公的感受啊 换我也受不了 一两天还行 时间久了 难免思想开始滑坡 唉 真白瞎这副好看皮囊了 柳安琪有些疲倦 她靠在副驾驶 一直闭目养神 所以不清楚陈车的内心系 陈车把车开到停车场 下车去后备厢 把轮椅拿出来 这是柳安琪从医院花钱买的 贼几把贵 售价四千多 有钱人的世界是真不懂 陈车之前还坚持 反正我有的是利己 抱着你也不吃亏 谁知道柳安琪非愿意花这钱呢 她帮柳安琪打开副驾驶车门 小陈 麻烦你把我 我挪到轮椅上吧 柳安琪本来想说 抱到轮椅上 她觉得有些不妥 临时改成挪 陈车弯腰去抱柳安琪 因为副驾驶空间不够 她只好半个身子都钻进去 脸色再一次变红 胸前那对饱满 无意中积压到陈车胳膊 使得两个人内心活动轨迹频繁 柔软的娇躯 幽香的嗅觉 无疑不再刺激着感官 回到酒店后 陈车先是去前台说明了情况 不愧是五星级酒店 大唐经理听说 客人在卫生间摔倒 房门被陈车破坏 他们没有要求陈车陪房门 而是一个禁给柳安琪道歉 最后经理亲自给柳安琪更换了房间 并且送过来一大堆药品和水果 表示歉意 柳安琪也知道这件事不怪人家酒店 是自己不小心摔倒 再说现在也没什么大碍 等脚踝消肿就好了 陈车解决服务员的帮忙 他独自推着柳安琪进入电梯 来到12楼 柳安琪看着手上的房卡 哭笑不得 陈车是1202房间 而酒店把他安排到了1203房间 柳安琪扬着手上的房卡 小陈 看来我们要当邻居了 陈车 就算不当邻居 共处一事 我也不介意啊 他表面装作惊讶的样子 看来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啊 想不到我们这要巧 柳安琪品味着陈车的话 确实非常有缘分 一切都感到那么巧合 陈车先帮柳安琪打开房门 他才把柳安琪抱到床上 又细心地倒好热水 一些生活必备品之类的 都放在床头 柳安琪看着陈车 为他做的这一切 心中感到一股暖意 小陈 今天真的是多亏了 若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七姐 你看看 还缺什么东西吗 柳安琪看了一眼 手机 充电器 热水 毛巾 一应俱全 不缺了 真的谢谢你 七姐 那我先回去了 有需要帮忙的你 随时打我电话我 别跟我客气啊 陈车没有在房间过多停留 这个时候 如果停留时间太长 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欲速则不达 有些事要慢慢来 他告别柳安琪后 就回到自己套房 因为白天开车 晚上又跟柳安琪斗之斗勇 再加上半夜折腾去医院 陈车连早都没洗 就沉沉睡去 一觉睡到天亮 陈车醒来的时候 外面已经快中午了 他看一眼 手机时间上午11点多 卧槽 自己睡这么久 他去翻看短信 和未接电话 期间 老妈打过来两个未接 估计是关心自己 倒没到深成 老妈也真是的 都过去一天了 才想起来关心自己 是不是自己真的捡来的 苏晴雪一个未接 一条短信 估计是思念自己 想打电话听听声音 孙静一条未接 估计是询问投资的事情进展 他挨个回拨电话 先是跟沈文娟打电话 汇报平安 又给孙静打电话 说明谈判的进展 最后才打给苏晴雪 因为苏晴雪的电话周 一般都是半个小时起步 听筒里传来苏晴雪软糯 悦耳的声音 小陈 你在忙什么啊 怎么现在才给我回电话 陈车才不会傻傻地说 去送柳安起去医院 那样只会引来苏晴雪的猜忌 真正的大师 都会用善意的谎言 来安慰对方 他说道 我第一次来酒店 有点不习惯 所以睡得有点晚 苏晴雪有些心疼陈车 独自一人 跑去陌生的城市出差 身边也没人陪伴 想想都觉得孤独 他暗自下决心 以后小陈出差 自己一定要陪在他身边 小陈 我看新闻说 深城有非典病例了 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陈车笑嘻嘻道 放心吧 除了必要的谈判 我尽量不出门 争取早点回去陪你 嗯 我等你早点回来 等你回来给你的惊喜 陈车下意识问 不会是我要喜当爹吧 呸 流氓 我们都还没有 电话那头的苏晴雪 双颊飞红 后面的话不好意思说出来 陈车故意追问 没有什么 哼 你明知顾问是吧 苏晴雪被陈车的故意打岔 冲淡了情侣间的思念 两个人又继续聊半个小时 苏晴雪才恋恋不舍地挂掉电话 这天下午 京军国际酒店大厅里 出现四名游客半里入住 他们头戴棒球帽 脸上戴着墨镜和口罩 包裹得很严实 前台服务员和保洁员 好奇地打量着这四名游客 当对方出示证件信息后 前台服务员和队无误 便给他们开了房间 楼层正好是12楼 与此同时 一条通报信息 传播到了酒店总经理的手机上 总经理没当回事 因为最近总有通报信息 从监管部门发过来 今年的非典疫情 闹得人心惶惶 导致酒店的生意 也跟着下滑不少 生意下滑 意味着他年终奖的减少 1203房间里 柳安启和陈车在用午餐 这源于柳安启是商业 大唐经理亲自嘱咐厨师 送来丰盛午餐 还有新鲜水果 以及其他的零食 他一个人吃不完这些 于是叫陈车过来共进午餐 毕竟 昨天陈车帮了他很多 酒店12楼的采光非常好 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下来 温度宜人 七姐 你今天脚腕还疼吗 柳安启稍微活动一下脚腕 说道 今天减轻许多 不那么疼啊 估计再休息两天就能走了 陈车看着柳安启 休息一晚上的柳安启 气色很不错 风润的唇上还涂抹口红 看起来额外的诱人 身材曲线也是非常完美 柳安启吃完饭后 擦了擦红唇 抬起头看向陈车 两个人开始第二次谈判 小陈 关于这笔投资 我昨天晚上申请过廖总 他说他很看好社交网 所以 我抱有很大诚意来跟你谈 陈车翘起二郎腿 对于柳安启的谈判策略 他已经全部知晓 无非是从刚开始的三百万百分之十股份 提到四百万百分之十股份 而银山资本的底线 是五百万百分之十股份 陈车的底线是六百万百分之十 就是不知道自己昨天英雄救美 这个人情之不值一百万 柳安启缓缓道 公司出价一千二百万 占股比例百分之三十 或者公司出价八百万 占股比例百分之二十 你倾向于哪一种呢 陈车心里呵呵一笑 他妈的 看来 昨天那个盲白帮了 早知道会这样 老子就不折腾了 他从兜里掏出香烟点上 七姐 我抽个烟不借一把 柳安启我也不可查证了皱眉 心想 你烟都已经点燃了 才问我 我现在反对 还有用吗 他做出个请便的手势 陈车缓缓道 你们对于社交网的估值太低 无法达到我的预期 我该考虑换一家投资公司 柳安启抬头盯着陈车 他在判断陈车这句话的真假 陈车为什么如此有底气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如果没有银山资本介入 其他的投资公司 柳安启真的没有耐心继续谈下去了 他深吸几口气 耐心解释 陈总 这可是风头 我们也需要风控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社交网失败了怎么办呢 陈车忽然笑了 我可以给你们签署对赌协议 如果三年内社交网盈利 无法达到预期 我免费出让给银山资本 20%股权 柳安启认真的看着陈车 表情出现一丝震惊 小陈 对赌协议风险很高的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选这条路 比如去年的红星科技创始人 就是因为对赌协议失败 最后出国躲债了 还有前年的锦和贸易老板 同样如此 这次柳安启是站在陈车角度考虑问题的 他认为陈车很年轻 也很有天赋 不希望看着陈车最后的结局是失败 陈车挥了挥手 七姐 我知道对赌协议的风险性 说实话 如果A轮投资金额太少的话 对于公司以后的发展 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在陈车的一番说服下 柳安启渐渐不再坚持己见 可能是因为 昨天陈车帮忙的原因 他始终无法把自己 放在纯粹商业谈判的位置上 一直到最后 柳安启都没有把公司的底线交代出来 这让陈车有些佩服 还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啊 谈判结束后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陈车坐在沙发上抽烟 柳安启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最后是陈车率先打破沉默 七姐 你这副凶巴巴的姿态 不是要吃了我吧 柳安启被陈车一句话破防 扑持一声笑了出来 他反问陈车 我有那么可怕吗 陈车摇头 七姐 你在公司 是不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柳安启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算是吧 平时我在公司 都是简短一概 毕竟工作太忙了 如果按照我们这样聊天 一天下来 也玩不成那么大的工作量 两个人开始有意缓和气氛 闲聊起其他的 比如日常生活 或者业余爱好等 陈车开始八卦柳安启的日常生活 七姐 你每天这样工作忙碌 有时间照看自己孩子吗 柳安启脸色微变 他盯着陈车 半天才说 谁告诉我有孩子 陈车 李懿 没孩子 留给前夫了 柳安启似乎被陈车打开了话匣子 他继续道 是不是女人在我这个年龄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就成为社会的一种罪过 陈车表情呆住了 柳安启这个年纪 难道连结婚都没有吗 不应该啊 看他那身材和屁股 应该像有不少男人的呀 柳安启的神情有些冷淡 哼 男人果然都不是好东西 陈车一拍大腿 他的举动把柳安启吓一跳 七姐 你说得太对了 我非常赞同你的思路 陈车慷慨激昂说 我觉得女人能顶半边天 为什么要依靠男人活着 我的生活我做主 我的青春我做主 这有什么错 为什么我们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接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陈车一番话说得柳安启心生共鸣 他一路走来 从一个弱女子到公司副总裁 期间经历数不尽的艰辛 生活中除了事业就是事业 很难碰到如此之心的人 陈车话锋一转 七姐 之前我误会你了 我原本以为你已经结婚生子 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面对陈车的道歉 柳安启感觉对方转成启和的有点太快 盈盈好像哪里不对劲 如果这个人换作苏晴雪 早就把疑问抛之脑后 柳安启毕竟是一个成熟女人 刹那的感动过后 逐渐恢复冷静 他知道陈车说这些恭维的话 目的无非是为了提升 公司对社交网的投资金额 陈车目光注意到 柳安启脚背的红肿 他说道 七姐 你的脚伤 我帮你按摩一下吧 柳安启警惕地看着陈车 他拒绝道 不用 过两天 自己就恢复好了 七姐 肩外了是不是 我组上三代行医 按摩手法 在我们鱼洋是出名的 我给你揉一下消肿止痛 这样可以快点好起来 柳安启抬头看着陈车 对方目光真诚 不似那种闪烁 不等柳安启答应 陈车走到柳安启面前 他半蹲的姿势 把他的脚 放在自己腿上 开始按摩 你 柳安启反应慢半拍 陈车已经开始上手 别说 陈车的手法相当不错 也没有多分的举动 整体规规矩矩 柳安启脑中 回忆着陈车的资料 祖上三代行医这话 一点都不能信 不过 他也懒得戳穿了 七姐 我小时候踢足球扭伤 都是我妈帮我按摩 其实这个手法是跟他学的 陈车老老实实坦白 他也是刚刚想到的 柳安启能把自己公司内部 数据调查得这么清楚 还有什么调查不出来的 陈大师差一点阴沟里翻船 所以 他要堵住一切漏洞 陈车的动作很轻柔 还一边讲解着脚部的穴位 柳安启脸颊有些微红 因为脚被一个刚认识的人 连续触碰两次 实在有些暧昧 放在古代 女人的脚 只有自己老公才可以碰 半个小时候 柳安启看自己脚的肿胀消退一些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小陈昨天那样帮自己 就当是还恩吧 柳安启说道 小陈 你坐下吧 我们继续谈 陈车恋恋不舍地松开柳安启的脚 这个女人的脚很完美 整体很软又白 他打算从脚部按摩 最后逐渐发展到腿部腰部 可惜了 柳安启说道 小陈 看在你帮我的份上 我实话实说吧 公司内部讨论的结果是 500万10%股份 本来我打算继续跟你再谈两天 才报最终价格的 陈车坐在沙发上 琪姐如此坦诚 我也就不计较最后100万了 就按照500万10% 我出让20%股份 柳安启嘴角露出微笑 她伸出手 那致我们合作愉快 陈车也伸手 合作愉快 柳安启指了只酒柜里面的酒 小陈 我的脚不方便 你要不要开一瓶香槟 我们庆祝一下 当然没问题啊 不知琪姐酒量怎么样 柳安启难得露出小女人姿态 我一点点就行 陈车眉头挑起 一点点怎么行呢 说什么啊 也要美人一瓶啊 醉酒后 来一个酒后乱 乱什么来着 陈车和柳安启合作谈拢 下一步就是签署合同 因为柳安启的脚伤 她打算等过两天 恢复差不多了 亲自带陈车回公司签署合同 这样显得正式一些 陈车因为合作谈下来 她也不着急 正好可以跟柳安启增进一下感情 谁知柳安启这个女人 戒备心很强 每次喝酒只喝半杯 多余的绝口不沾 30多岁的女人 就是明智啊 可以一眼看穿男人的图谋 在酒店的第三天下午 一个车队游远寂静驶来 从车里面下来上百人 他们都是工作人员 酒店安保经理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他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为首的医护人员走过来 你们酒店前两天 有没有入住四名从湘江过来的人员 安保经理有些猛逼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知情 对方严厉质问 前天 从你们酒店外出一名服务员 去购买退烧药 有没有这个情况 安保经理回答道 您稍等一下 我问下前台经理 他拿出对讲几乎叫酒店的前台经理 前台女经理急匆匆过来 他看到外面站着不少白衣工作人员 表情瞬间呆滞了 当安保经理把事情讲给前台女经理后 他猛地想到了什么 因为在昨天 其中一名客人开始不舒服 让酒店的服务员去买了一些纸烧药 听完女经理的叙述 对面的医护人员冷哼一声 他挥了个手势 跟着一辆辆卡车也行驶过来 从车里下来的人 开始在酒店布置警戒线 为首的人员呵斥道 因为你们的工作疏忽 导致SARS进入酒店 这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酒店承担 我身为深城市卫生部正式通知你们 京军酒店从现在 其处于紧急状态 严禁通讯和外出 你们酒店只保障日常生活供应 酒店大堂经理和安保经理 终于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随着一声声警暴声响起 各种车辆游远即进行驶过来 多方部门开始汇聚在一起 防护板竖起 警戒拉起 甚至为了阻止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虚假消息蔓延 附近的通讯也被暂时限制 当陈彻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正在柳安琪的房间用餐 他从落地窗后 看着一辆辆卡车行驶过来 还有那些全副配具的工作人员 心里猛地想起了什么 SARS在酒店出现了 他是经历过这种的 所以对SARS的措施手段也很清楚 这代表他们出不去了 柳安琪听到外面的警报声 他好奇地走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陈彻扭头看着他 我们被禁止 出不去了 柳安琪从落地窗看向下面 果然各种人员在街道上开始设卡 警戒 他没有经历过这些病情的情况 担忧道 那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先把食物和水保存起来 说不定生活物资供应会跟不上 哦 然后呢 陈彻看着外面 他现在尚不清楚 酒店有没有发生传播 如果没有加重的话 隔离几天测体温就没事了 如果酒店有传播的话 这个时间就会延长 然后我们就需要耐心等待 等结束才能出去 陈彻掏出手机 他想给苏清雪打的电话 结果显示没有信号 本来打算过两天就会愈洋 现在看情况有点危险啊 来的时候好好的 结果回不去了 酒店外面的门口 一座检疫指挥部开始搭建 各种大人物开始在指挥部里面工作 酒店的总经理 大唐经理 还有安保经理 全部被叫到这里 经过他们分析 初不认定 那四个人就是从湘江过来的 并且是SARS携带者 其中一位总指挥 对酒店总经理说道 从现在起 你们酒店处于暂时紧急状态 里面的住客 你们要保证基本的食物供应 其他的我们负责接管 酒店总经理的脑门全是汗水 想不到竟然真的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这次试完 上面追责下来 他的总经理位置怕是不保 渔阳室 傍晚 苏清雪回家后 习惯性的拨通 陈彻手机 听筒里面传来冷冰冰提示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好奇怪啊 小陈以前从来不关机的 他心里有些纠葛 两个人已经分开好几天 本来小陈说 合同已经完成了 明天就应该回来了 刘瑞清做好饭 发现苏清雪在沙发上坐着 他喊闺女吃饭 小雪 发什么呆啊 怎么不过来吃饭 我知道了 苏清雪匆匆给陈彻发一条短信 然后去餐桌吃饭 苏震东打量着闺女的神情 好像有点失落 他猜测 是不是陈彻和闺女吵架了 他问 闺女 陈彻这两天还在深城吗 小陈一直在深城呀 他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电话呢 说已经谈好了总价一千万的入资 估计现在正在签合同吧 刘瑞清正在成饭 他听到一千万的合同 吓了一跳 小雪啊 陈彻那个公司 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一千万我听着 怎么有点不靠谱呢 苏震东看自己妻子一眼 他解释道 那个是正常风投公司投资 又不是银行借贷 能有什么风险 你别大惊小怪 刘瑞清把饭递给苏震东 和苏晴雪 我哪有大惊小怪 我只是觉得 一千万数额 有些太大了 想不到陈彻去年 还平平无奇呢 一年时间 竟然把公司做这么大 真是难以置信啊 苏晴雪替陈彻抱不平 妈 小陈去年就开始创业了 去年他和文博 去省城跑业务 在省城待了 整整一个暑假呢 刘瑞清看闺女户短的模样 打趣道 你这还没过门呢 就开始替他说话了 我这个当妈的 是真失败啊 苏晴雪娇荣微红 开始闷头吃饭 苏震东心里 开始五味杂陈 另一个家里 沈文娟和陈建军 坐在餐桌上吃饭 两个人显得有些冷清 陈建军看着桌子上的剩菜 咱明天能不能炒个菜 你把这剩菜吃完 明天给你炒两个 陈建军闷头吃饭 自从苏晴雪来后 家里的伙食是直线上升 苏晴雪走后 再加上狗儿子去省城 伙食直线下降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沈文娟有些心不在焉 老陈 你说儿子自己开车 去省城行不行啊 我觉得都不靠谱呢 陈建军笑道 他都去好几天了 你现在才反应过来 沈文娟气愤道 那狗东西 故意给我炒一架 我当时说的都是气话 谁知道 他还真敢自己开车去 陈建军安慰自己老婆 没事 儿子车技不错 我坐过 他开的车很稳当 这两天 估计快回来了 沈文娟说 我今天总觉得有点心慌 陈建军看着老伴 到他们这个年纪 还是身体要紧啊 那吃完饭 我领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沈文娟摇头 我不去 年前 儿子刚领我们检查过 我除了血压 有点低气 他都没事 我还是给咱儿子打的电话 他掏出手机 拨通陈彻的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沈文娟眉头渐渐皱起 直到电话被超时切断 陈建军同样疑惑地看着他 老陈 儿子电话打不通 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陈建军分析儿子的活动轨迹 这个时间可能在吃饭 也可能在签署合同 昨天 陈彻刚给他通过电话 说明了公司融资事情的进展 陈建军作为过来人 还叮嘱儿子 签合同的时候 一定要逐字逐句看清楚 省得被人家玩文字陷阱 他安慰沈文娟 别担心 现在可能跟客户在吃饭 也可能在签署合同 等明天你再打电话过去 沈文娟只好作罢 最后 晚饭都没心情吃 深沉 京军国际酒店 陈彻躺在松软的双人床上 手机里的贪吃蛇 已经玩得快通关了 屏幕右上角 依然显示无信号 他试过酒店的座机电话 同样无法拨打出去 不能跟外界取得联系 他憋在房间里 只能无聊地看电视 除了这些禁止措施外 酒店的周围有工作人员 开始进行第一遍消杀工作 整个进出酒店的街道路口 全部被禁 无关人员 严控进出 时隔这么多年 陈彻已经忘记 SARS所带来的危害 他依稀记得 SI王率为5%左右 看着楼下严阵以待的阵势 估计事态比想象中的严重 就在这时 房间里的座机电话响起 陈彻接听电话 你好 请问是陈彻陈先生吗 我是 我是世卫生健委的工作人员 由于酒店内部出现SARS 为了你的健康 请你务必不要外出 以免发生意外 陈彻眉头皱起 果然跟自己猜测的一样 酒店出现了传播 他问 能不能告诉我 源头在哪个房间 我这样好自查一下 看看之前有没有过接触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说道 源头一共有4名湘江旅居人员 他们位于酒店127房间 128房间 陈彻追问 通讯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还有 我们的饮食起居 如何解决 通讯要等情况稳定后 恢复开放 现在是担心引起 不必要的恐慌和谣言 还请您理解 至于饮食 我们将会在第二天的早上 提供全天的食物和水 好的 我明白了 感谢您的配合 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请您及时联系 总服务台电话 这里24小时 会有人值班 陈彻挂掉电话 翻身躺在床上 看来短时间内回不去了 苏秦雪肯定会担心自己 还有老爸和老妈 第二天下午 正在上课的苏秦雪 再次拨打陈彻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苏秦雪神色有些惊慌 整整一个晚上 加一个白天 小陈的电话 始终无法接听 小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卢小冉坐在苏秦雪旁边 他注意到 苏秦雪慌张的神色 小雪 身体不舒服吗 怎么看你神色不对劲 苏秦雪摇了摇头 对卢小冉说 我打不通小陈电话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 整整一天时间 电话都无法接通 我担心他 卢小冉按住苏秦雪的手 你是不是想多了呀 这才一天时间 说不定他昨天晚上喝酒呢 苏秦雪跟陈彻在一起这么久 还是比较了解陈彻的 不会的 小陈酒量很好 并且 他会控制自己的饮酒数量 从来不让自己喝多 卢小冉安慰道 你别着急啊 我替你想想办法 你说会不会是他签合同 然后别人为难小陈 故意让他喝酒喝多啊 如果陈彻在这里 定会骂卢小冉 你什么脑回落 想得破理哦 最后 苏秦雪还是决定 给沈文娟打个电话问一下 他觉得 沈文娟身为陈彻老妈 一定比自己知道的要多 于是 他拨通沈文娟的电话 喂 沈怡 我是小雪 小陈这两天 有跟您联系吗 卢小冉好奇的 把耳朵贴过来偷听 听筒里面 传来沈文娟慌乱的声音 小雪啊 我正想问你呢 狗东西 这两天有没有联系过你啊 我从昨天打他电话 一直没人接 苏秦雪 渐渐察觉到不对劲了 连沈文娟都联系不上小陈 这代表着什么 他握着手机的关节 开始发白 沈怡 你先别着急 我猜小陈肯定是有事情在忙 我们先等等 苏秦雪安慰沈文娟几句 然后便挂断电话 他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心里的慌乱 一边自己安慰自己 小陈肯定是手机损坏 或者是醉酒状态 要么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 他手机开机后 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我的 对了 也可能是欠费 小陈粗心大意 我去给他缴点花费 苏秦雪拉着卢小冉 去商店给陈车的手机号码 充值花费 其实 欠费和无法接通 是有不同的语音播报 但是苏秦雪自动选择忽视 公司办公室 黄晶晶郁闷地把电话挂掉 旁边曹文博一脸紧张 晶晶 联系上小陈了吗 没有 陈总手机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黄晶晶小脸充满困惑 因为公司还有一些文件 跟合同需要陈车签署 本来这次出差 预计三五天就可以回来 结果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 陈总不仅没有回来 连电话都联系不上 他甚至怀疑 陈总会不会是卷款而逃 毕竟社交网账面上的钱 已经不多了 还欠着学校两百多万贷款 曹文博一脸担忧 他刚开始 还以为是陈车 把自己拉黑名单了 毕竟自己欠发小好几千块钱 结果不仅他联系不上 小秘书也联系不上 黄晶晶拿起桌子上的合同 忧虑到 有好几份积押的合同 都需要陈总签字 那边客户 已经开始催促我了 曹文博反过来安慰黄晶晶 你别着急啊 我这就给小雪打电话 她是小陈女朋友 肯定知道小陈动向 曹文博装模作样地 拨通苏秦雪电话 还不等他开口 电话那头苏秦雪反问 文博 小陈回来了吗 你能不能联系到他 曹文博被问得一头猛逼 支支吾吾道 没有啊 小陈还没有回来吗 我这边也联系不上他 苏秦雪应了几句后 便挂掉电话 明显有点心不在焉 黄晶晶用那双可爱眼睛 看曹文博 曹文博开始分析局势 你说小陈是不是跟小雪吵架了呀 我刚才听他电话里 声音不太自然 黄晶晶比一道 文博 陈总在深城呢 小雪在渔阳 他们隔着几百公里 也能吵架吗 曹文博摸了摸脑袋 也对啊 可是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不会出什么事吧 曹文博开始替发小担忧 毕竟好多年的兄弟 第三天上午 陈彻正在帮柳安琪按摩脚 他脚踝的肿胀 已经消退大半 瘀青痕迹也削减不少 其实 合同已经谈成 他不需要再帮柳安琪按摩 陈彻觉得 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能人家刚签完合同 你后脚就走人 那样显得功力心太重 外面阳光正好 柳安琪斜靠在沙发上 昏昏欲睡 得益于陈彻按摩的手法 越来越娴熟 再加上他这两天 和陈彻渐渐熟悉 不再那么戒备 陈彻看着假妹的柳安琪 那圆润的五官 眉眼间的韵味 风银红润的嘴唇 无一不再 彰显着成熟女人的气质 他今天穿黑色阔腿裤 上身是白色衬衫 因为胸前的饱满 使得衬衫扣子都要崩开 陈彻低头看着脚踝消退的淤青 他的手开始上移 柳安琪的小腿 风银而有弹性 肌肤白皙如凝枝 两个字 丝滑 柳安琪原本正要午睡 他察觉到小腿的触感 猛地睁开眼睛 警惕地看向陈彻 陈彻仿佛没有察觉一样 还在低头揉念 他无法判断 陈彻刚才的举动是故意 还是无意 那种感觉有些过于大胆 回味起来 又有些刺激和留恋 嗯 小陈 谢谢你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 陈彻放下柳安琪的酒 笑道 刚才看你休息 本打算给你小腿也捏一下 让你放松放松呢 不用了 这两天在酒店休息 一直没有办公 所以我感觉身体轻松许多 刘安琪慢慢站起身 试着在地上走几步 除了脚腕 还有点轻微疼痛外 已经没什么大碍 陈彻看刘安琪 没有什么大碍后 他提出告辞 刘安琪送陈彻出门 等对方离开后 他才松口气 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刘安琪认为陈彻 是那种比较正直可靠的人 而不是成人之威的下流小人 殊不知 睿智的女人 千万急不得 要像煲汤一样 慢慢地去消耗 等女人卸去最后的防备 就是陈大师出手的时候 陈彻回到自己房间 打开手机 依然没有信号 外面的消杀工作 已经接近完成 目前正在逐层逐层地 排查相关人员 一批批入住客人 纷纷被送往医院 很快就会轮到12层的人员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 陈彻不知道 自己失联这几天 家里的情况如何 苏清雪一定会着急吧 还有老妈肯定也会 打听自己的动向 还有公司也会有一堆事情 等着自己去处理 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最起码 不应该让关心 自己的家人朋友 担惊受怕 于是 他拿起房间 那个坐机的话筒 打给一楼总服务台 于阳市 苏清雪已经完全慌了 两天时间过去 他迟迟联系不上陈车 他给自己找 无数个理由安慰自己 哪怕最久 两天时间 也应该醒不来了呀 哪怕是签合同 什么合同需要签两天啊 连个电话 都无法开机 如果真的有事 小陈肯定会联系自己的 这一点他非常确信 昨天晚上的时候 苏清雪看到一条新闻 新闻说 高速公路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四死三伤 苏清雪不敢去看电视 他无奈之下 只好给苏震东打电话 求助苏震东 帮他想想办法 苏震东在电话里 听到闺女带着哭腔 他没有心思上班 急匆匆赶回来了 回家后 看到刘瑞卿 正在旁边安慰自己闺女 苏震东给刘瑞卿 舌的眼色 刘瑞卿这才把 陈澈失联的事情 告诉苏震东 苏震东眉头皱起 按理说失联一天还可以理解 那么失联两天就不应该了呀 陈澈是个聪明人 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难道真的出事了吗 苏清雪看到苏震东回来 他央求道 爸爸 你有没有深城那边认识的人 能不能打听一下 我担心小陈出事 看到闺女焦急的模样 苏震东急忙安慰 别着急 我有同学在深城工作 你把小陈的入住的酒店告诉我 我让他帮忙找一下 苏清雪急忙去翻手机短信 之前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小陈给他发过位置 另一边 沈文娟和陈建军 也在交集的商量对策 老陈 我要去深城一趟 儿子两天没个音讯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陈建军烦躁的抽着烟 他眉头紧锁 同样也在担心 陈澈出什么意外 高速上的车祸 深城被人拐骗 被人绑架 等诸多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身为男人 这个时候就要站出来 陈建军一边抱住沈文娟 安慰道 别急 别急 我在深城那边有供应商 我先派人打探一下 沈文娟后悔 后悔当初怎么就答应 让儿子独自去出差了 身边连个照应都没有 真要是出什么意外 该怎么过啊 就在这时 沈文娟的手机响了 他抹了眼泪 看到来电号码 是一串座机 自言自语道 这是谁的电话 陈建军正在阳台 给供应商打电话 他没有听清沈文娟说什么 沈文娟接听电话 听筒里传来儿子熟悉的声音 妈 你吃饭没有啊 沈文娟眼睛一洗 连忙问道 儿子 儿子 你在哪啊 不等陈彻答话 沈文娟骂道 混账东西 两天不往家里打电话 你是不是想急死我啊 陈彻笑嘻嘻道 这边有事给耽误了 我过几天就回去啊 沈文娟追问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这两天 小雪 文博 还有你公司的人都给我打电话 他们都在找你呢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 沈文娟感觉事态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他颤抖着问 儿子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陈彻故意放缓语气 妈 没事 您不用担心我 过几天就回去了 让老陈照顾好你啊 母子连心 虽然陈彻嘴上不承认 但是沈文娟百分之百确定 儿子肯定有事 因为平时狗儿子 很少用这种语气说话 你是想急死我啊 现在谁都联系不上你 你赶紧说在哪里 还有 你电话怎么打不通 这是一个坐机号码 陈彻开始纠结 本来他打这个电话 是想让家里放心 结果老妈这次智商明显在线 看来是瞒不过去了 因为从这个坐机电话 可以查到京军酒店 因为SARS而隔开 妈 我住的酒店 被SARS携带者入住 所以我暂时被隔开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我人没事 扑通一声 陈彻听到老妈摔倒的声音 妈 陈彻大喊道 妈 你别吓我呀 我真没事 电话里响起一阵糟乱的声音 紧接着传来陈建军的声音 陈彻 你在哪 爸 我妈怎么样 你妈就是摔了一下 你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陈彻把酒店被隔离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陈建军又询问儿子 隔开酒店的位置 和现在所处的情况 你记得 待在房间里 不要随意进出 一切听从医生的指挥 放心吧 对这种事情 我有经验 陈建军话还没有说话 沈文娟夺过电话 儿子 你可要小心点 千万不能出事啊 我和你爸 这就去找你 你们别来 来了你们也进不来 陈建军抱着沈文娟 对着电话说道 没事 我和你妈过去看看你 只要你没事 我们就放心 挂掉电话 陈建军开始收拾行列 现在车被陈彻开走了 家里没有多余的汽车 陈建军打算借朋友的车 前往深城 沈文娟抹着眼泪 到现在 他腿软的还站不起来 明显被吓得不轻 苏震东正在家里 联系他深城的同学 随着那边传来详细的消息 他眉头越来越紧锁 苏秦雪眼睛微红看着爸爸 刘瑞卿从桌子上拿过纸巾 给闺女擦拭眼睛 他看得一脸心疼 陈彻也不知道 试了什么魔法 把闺女迷的神魂颠倒 突然 苏秦雪的手机响起 来电视一串坐机 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迫不及待接听电话 喂是小陈吗 电话那头 响起陈彻熟悉的声音 哇 苏秦雪你 怎么这么聪明 我明明是用坐机打给你的 你都能猜出来 苏秦雪眼睛恢复一抹神采 声音带着委屈 你这两天去哪了呀 我们都联系不上你 我就回去找你啊 苏秦雪不信 小陈 你是不是在骗我 为什么这两天 你手机都打不通 没有骗你 我这边因为信号不太好 所以手机联系不上 单纯的苏秦雪 没有察觉陈彻化里的漏洞 2003年的深城 已经是国际大都市 如果深城信号都不好 那么全国都没有信号了 苏秦雪问 那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从深城回来 电话那头陷入一阵沉默 就连陈彻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解除隔离 他不愿意告诉苏秦雪 自己被隔开的遭遇 SARS是有风险的 如果告诉苏秦雪真相 他一定会过来找自己 为了自己而让苏秦雪涉险 不知道 苏秦雪还以为陈彻 是合作谈判失败 他安慰陈彻 小陈 你是不是合同没有谈拢了 如果谈不拢 你可以先回来 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陈彻用轻松的语气说 你不用担心我啊 这两天我这里信号不好 等过几天 我会主动联系你 苏秦雪急了 他总感觉 陈彻在故意绕弯子 小陈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为我这边信号不好 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为我挂了呀 苏秦雪急忙喊一句 陈彻 那边已经挂断电话 传来一阵盲音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个王八蛋 我不理你了 你永远不要回来了 呜呜 电话挂断 苏秦雪的眼泪 止不住流出来 这把刘瑞清给心疼的 赶紧抱着闺女安慰 苏震东破天荒 点燃一支烟 他刚刚从同学那里 已经知晓 陈彻在酒店被隔开的事情 刚才陈彻故意没有明说 估计是为了保护自己闺女吧 因为这种事 就算闺女知道 又能如何 除了担心着急之外 什么都做不了 小陈这件事做得不错 有担当 大不了以后 我替他解释 刘瑞清不知内情 嘴里抱怨 陈彻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现在是不是在深山里面 还没有信号 究竟什么重要的事情 连每天回来都不确定 苏震东烦躁地挥了挥手 你少说几句 小陈为人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 我信任他 刘瑞清看向苏震东 冷笑道 老苏 我发现你最近 是不是越来越糊涂 小陈都把咱闺女欺负哭了 你还替他说话 苏震东道 负道人家 一点都不是大局 苏秦雪抹了抹眼泪 爸爸 妈妈 你们能不能别吵 我想安静会儿 女儿奴苏震东 立马认输 好好 我们不吵不吵 都安静 他给刘瑞清使个眼色 刘瑞清故意不理他 苏震东没办法 最后硬把刘瑞清 拽到主卧房间 关上门后 苏震东悄悄道 我刚才打听过了 陈彻因为 SARS在深城 已经被隔开 他是担心咱闺女 故意没说实情 刘瑞清惊呼一声 吓得苏震东 赶紧捂住刘瑞清嘴巴 你小点声 如果让闺女听见 他现在就敢跑去深城 你信不信 刘瑞清后怕的点点头 等情绪稳定下来后 担忧问 陈彻会不会有危险 我听说 SARS在国内的SI王 已经有200多人 苏震东背着手道 一旦发生这种重大事情 我们只能相信国家 凭靠个人 根本无济于事 就算陈彻被传 也会得到有效治疗 应该没事的 其实他的心情有些沉重 他已经接纳 陈彻这个未来女婿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们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让女儿贸然去深城 只会给局面添乱 刘瑞清点了点头 老苏 是我错怪陈彻了 想不到他能这样 替咱闺女考虑周全 这一点 我们应该感谢他 苏震东道 我已经跟深城那边的同学 打过招呼 尽量关照一下陈彻 如果没事 那么万事大吉 如果出事 你记得做好闺女的思想工作 刘瑞清感觉一阵手脚发软 事态会有那么严重吗 如果闺女离开小陈 应该怎么过 他不敢想象 现在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想起陈彻 还有沈文娟 两家才当当建立起关系 其实沈文娟那个人 真的很好 为人热情 心眼实在 他很满意 这个未来亲家 这对于他们家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如果苏秦雪和陈彻是结婚状态的话 那么 苏震东肯定不会隐瞒这条消息 现在他们只能选择自私一回 苏秦雪的房间 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学习桌旁 电脑开机显示着陈彻同学的社交动态 最后一条消息 停留在五天前 陈彻同学 其实人这一辈子 走走听听 不生病便是福气 如果再发点小财 有一个灵魂伴侣 我开着车 你坐在副驾 车里放着我们喜欢的音乐 买完菜 我们一起回家 这便是天大的福分 因为这条动态 苏秦雪还在下面留言 这个人说的是不是我呀 有不少网友喷苏秦雪 比如 你一个小迷妹 也饭花痴 陈彻同学 是你可以高攀的人吗 陈彻同学那么有才华 你不会是一个矮琢琢的女生吗 苏秦雪看着那些留言 骂他的人越多他越开心 因为他就是小陈副驾的那个女孩 他想永远做他副驾的那个人 可是 小陈 你为什么要骗我啊 如果有事的话可以跟我说啊 我也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 你为什么要对我含糊不清的隐瞒呢 想到这里 苏秦雪的眼眶里 有泪水在打转 他觉得 小陈不信任自己 有事对自己隐瞒 曾经他看到过 卢小冉的一本知音杂志 上面说丈夫出轨 整整三天 没有跟妻子联系 等回家后 妻子发现丈夫依领 有不属于自己的头发 现在这种情况 他不得不联想到陈彻的身上 小陈在外面 真的有心欢了吗 第二天 苏秦雪去学校的时候 发现学校门口 围着不少陌生工作人员 经过的学生都要被询问一些事情 比如体温 或者最近半个月 去过什么地方 卢小冉和苏秦雪 并肩走过去 工作人员测量他们的体温后 又询问他们 最近半个月去过的地方 没有发现异常后 才宣布放行 回到教室 苏秦雪看着旁边空空的座位 距离沉彻 已经间隔六天没有见面 他却感觉 过了六个月一样 自从他们交往后 还从来没有这样分别过 七百公里的距离 仿若隔着千山万水 这几天 都是卢小冉坐在苏秦雪旁边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系主任方景川走进来 教室里的造杂 也渐渐过于安静 不少同学有些疑惑 因为今天没有系主任的课 方景川在讲台上说道 同学们 鉴于目前严峻的防控形势 还有人员的复杂管理 经学校领导一致决定 从今日起 学校开始放假 开学时间待定 学生们发出一阵喧哗沸腾 大多数人都比较兴奋 因为这代表他们的暑假提前到来 上学时候 遇到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无非是老师宣布今天放假 卢小冉也跟着一阵欢呼 哪怕是大学 他们也热衷于放假 尤其是这种集体放假 可以有效地避免内卷 苏秦雪对此 没有多大的触动 好像这群人的欢呼 跟他无关 方景川敲了敲讲台 提醒道 假期期间 严禁你们 随意跨省跨市的外出或者旅游 尽量做到在家里学习功课 李国庆喊道 老方 我还打算去深城旅游呢 不知道能不能啊 方景川冷笑道 你还想去深城 昨天深城出现那么大的新闻 不知道吗 几名湘江的游客 去深城京军酒店入驻 导致那里 现在正在被隔绝 原本在垂头收拾东西的苏秦雪 猛地抬起头 深城 京军酒店 小陈就在京军酒店啊 昨天他还查过信息 李国庆被方景川一顿训斥 吓得缩回座位 不敢出声 苏秦雪缓缓站起身 方景川注意到苏秦雪 态度变得和蔼起来 他是班长 又是雪霸 面子肯定要给的 秦雪 你有什么事吗 苏秦雪强忍着内心恐慌 问道 主主任 刚刚您说的京军酒店被隔离 是怎么回事 方景川以为是苏秦雪单纯的好奇 解释道 昨天省里下的通报 说有四名湘江的游客 去深城旅游 下榻的酒店 就是京军国际酒店 因为他们是SARS者 所以 整栋酒店可能全部被传播 导致现在全部陷入隔绝中 苏秦雪脑中 瞬间一片空白 方景川 引为反面教材 继续道 希望这个假期 你们牢记出行守则 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 苏秦雪浑身无力地坐回座位 拿出手机 翻看陈彻发给他的短信 陈彻 我入住在深城的 京军国际酒店的大床房 你有没有兴趣来啊 苏秦雪 哼 我才不上当呢 短短几行字 变得很清晰 转眼就模糊起来 原来是眼眶的泪水 模糊了视线 他用手背去擦拭 眼泪止不住狂涌出来 卢小冉察觉到苏秦雪的失态 他一脸心疼 肯定是狗日的沉彻 又惹哭苏秦雪 他一边给苏秦雪递纸巾 心里想着 绝对不能谈恋爱 打死都不能谈 谈恋爱太伤人 身边的人陆陆续续 已经离开教室 离家远的同学 准备去火车站购买车票 离家近的学生 去长途汽车站购票 许多同学都在讨论 这个突如其来的假期 还有SARS的 在国内的影响波及 教室里就剩下苏秦雪 和卢小冉 苏秦雪这边 好不容易止住眼泪 翻出手机的通话记录 找到陈彻 昨天打过来那个电话 昨天他没有注意那个号码 今天才看到 原来开头 竟然是深城的区号 于是 他颤抖着手回拨过去 接通后 里面传来一道声音 你好 这里是京军国际酒店 疾控值班室 苏秦雪终于印证自己的猜测 他问 请问 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 叫陈彻的人啊 稍等一下 那边停顿一会儿 回复道 京军酒店 确实有一名叫陈彻的 他现在处于隔离状态 你是他什么人吗 我是他女朋友 你能不能转接一下 我想给他通话 好的 不过你们通话时间不能太久 明白 紧接着 听筒里响起嘟嘟的声音 苏秦雪感觉自己心跳 前所未有的紧张 旁边的卢小冉傻眼了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秦雪都哭成这样了 还要找陈彻 不撞南墙不回头吗 终于 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苏秦雪带着颤抖的哭腔 小陈 你是被隔离了吗 陈彻愣住 他没告诉苏秦雪啊 难道苏秦雪 是通过电话号码找过来的 很有可能 他可是学霸 智商又高 苏秦雪一连串的质问 陈彻 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 我不想做一个傻子 你知不知道 我这几天一直在担心你 陈彻沉默一会儿 他叹口气 好吧 我告诉你实话 我现在确实被隔离 跟源头处于同一个楼层 我大概率会被传染 并且 这个病会有死亡率 百分之五的死亡 苏秦雪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只知道陈彻被隔绝 想不到 事情比自己想象中的还严重 会死人 他再也坚持不住 这几天堆积的情绪 在这一刻完全释放 对着话筒 开始大哭起来 原来是自己误会小陈 他不告诉自己 真相是为保护自己 小陈 你别害怕呀 我现在就去找你 陈彻语气严肃起来 苏秦雪 你想知道的消息 我已经告诉你 你来了 有什么用 你想过后果吗 苏叔叔和刘依 会不会同意 苏秦雪提高声音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去找你 陈彻放缓语气 小雪 能不能听话 过段时间 我就回去了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爬山怎么样 这一次 苏秦雪不为所动 我以前很听话 这次不行 我想见你 哪怕是你死 我也陪着你死 陈彻彻底动容 眼眶有些湿润 多么年轻冲动的爱情啊 连生死都置之度外 他还有什么理由 去阻拦苏秦雪呢 卢小冉终于听明白 事情原委 原来陈彻这两天失联 是因为被隔绝 怪不得 可是 苏秦雪刚才说 要去找陈彻 这未免也太危险了 苏秦雪挂断电话后 开始收拾东西 哭红的眼睛 多出一丝坚定 卢小冉拦住苏秦雪 你知道你的决定 多么疯狂吗 那里很危险的 苏秦雪目光灼灼 小冉 我知道很危险 正是因为危险 我才更要去找她 卢小冉质问 陈彻值得你这样吗 苏秦雪用手背抹去眼泪 我爱她 我相信 小陈也爱我 我猜测 这几天她不联系 是害怕我去找她 昨天她给我打电话 故意气我 其实就是为阻止我去找她 我不想眼睁睁 看着小陈一个人在那里 我要去陪着她 无论生死 苏秦雪话语中 带着坚定和不容置疑 她背起背包 就离开座位 卢小冉知道自己拦不住 她犹豫再三 下定决心 那我陪你一起去 苏秦雪扭头看着卢小冉 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 苏秦雪回到家里 她先是拨通苏振东的电话 爸爸 我要去深城 电话那头的苏振东 又惊又怕 她怀疑 闺女这话是真还是假 又或是闺女 是不是知道了陈彻的真相 小雪 你 苏秦雪在电话里 已经泣不成声 爸爸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为我好 我也知道 深城现在很危险 可是你能不能让我去深城啊 我不想眼睁睁 看着小陈陷入危险 而自己无动于衷 我做不到啊 我喜欢她 我只想陪在她身边 她知道 打这个电话 会让爸爸和妈妈为难 可是小陈 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心了 苏振东深深吸一口气 女儿的哭泣声 如同刀子扎进她心里 让她既心疼又不忍 闺女 在家等我 爸爸陪你一起去深城 嗯 谢谢爸爸 苏振东对工作 简单做个交接 临走的时候 他担心苏秦雪 坐轿车不舒服 从朋友那 借来一辆七座的别克商务 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 发现 已经来了不少人 有他认识的曹文博 卢小冉 这些都是和女儿关系 比较好的朋友 苏秦雪 只是背了一个背包 眼睛红肿地看着自己 刘瑞青眼睛也有些微红 胸膛起伏 估计刚刚跟闺女吵了一架 不过看架势 应该是闺女吵赢了 苏振东叹口气 走吧 别克商务车 驶出小区的时候 苏振东觉得 应该给陈建军打一个电话 出这么大的事 还不清楚 陈建军那边是什么动静 别到时候 自己娘家的人都到深城 陈建军那边还不知情 那显得就尴尬了 电话接通后 苏振东开口问 老陈 陈车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那头陈建军沉默一会儿 他在判断 苏振东打电话过来的原因 苏振东忍不住道 我和瑞青 还有小雪开车 快上高速了 陈建军终于反应过来 我们已经到深城了 那边不让进 你们别来了 这里目前管控的非常严格 苏秦雪担心陈车安危 他拽了拽苏振东衣服 苏振东明白闺女心思 他把手机递给他 苏秦雪哽咽着喊了声 陈叔说 电话那头好像换成沈文娟 沈文娟担心苏秦雪 他们过来有危险 一直叮嘱他们 先回去 苏秦雪情绪 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 哭着道 沈怡 我不怕危险 我就想见见小陈 见不到他 我不想回去 电话那头的沈文娟 也在哭 好像生离死别的场面会上演 弄得旁边的曹文博和卢小冉 也是眼眶湿润 最后还是苏振东接过电话 这个时候 只有男人才能把事情讲清楚 女人只会抱团哭 苏振东跟陈建军沟通过后 他挂掉电话 别克车及时在高速公路上 京军酒店 陈彻帮柳安琪 做完最后一次按摩 这次他没有多余的心思 而是抽出一根烟点燃 神情有些沉默 柳安琪试着在地上走几步 已经恢复差不多了 陈彻 这几天 谢谢你的照顾 我的扭伤 已经恢复如初 嗯 陈彻滴滴应了一句 柳安琪注意到陈彻的语气 他关心道 你有心事吗 怎么看起来 情绪不高啊 我女朋友和我家人过来了 你也知道 这里挺危险的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想想你身边 还有那么多牵挂你的人 不像我 陈彻终于抬头看向柳安琪 对方妩媚的眼神 多了一丝哀伤 这几天跟他相处 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家人 也对 一个35 36的女人 没有老公 没有子女 生活是够简单的 看来这又是一条单身狗啊 陈彻抽着烟 问道 冒昧问一句 你这辈子 是不是都不打算结婚啊 柳安琪瞁他一眼 谁说我不结婚 只不过没有遇到合适的罢了 你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 能遇到合适的算我输 柳安琪自信挺胸 那不见得 追我的人 能从这里可以排到楼下 陈彻呵呵一笑 你还排到法国呢 女人岁数越大越贬值 不像男人 岁数越大越升值 柳安琪工作能力是很强 但对男女感情之事 显得有些白痴 他好奇地在沙发上坐下 何以见得 你想听 柳安琪点头 经过这段时间 和陈彻接触 他从来不会把陈彻 放在地底的层面 而是当成一个同龄人对待 陈彻指着酒柜 那你去给我倒杯酒 咱们现在 穷的就剩下酒了 柳安琪看着陈彻 本想拒绝 想到陈彻这几天的帮忙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倒酒 陈彻喝着酒 开始替柳安琪分析 首先 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材会走样 眼角会有皱纹 再加上阅历的增长 你会发现 身边的男人都有缺点 哪怕连男人给你送一朵花 你也觉得他图谋不轨 有没有这种感觉 柳安琪瞪大眼睛看着陈彻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你是怎么知道 女人这种心理的 陈彻心想 我可是阅人无数的陈大师 难道这也要告诉你 他继续道 男人就不一样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人的只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身价也会越来越高 你想想 一个有钱又幽默风趣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喜欢呢 柳安琪还真被陈彻的一番话糊弄住了 仔细想想 身边好像有很多这种例子 比如 他们公司三四十岁的男高管 身边妻子都是年轻貌美的 柳安琪又摸了摸自己眼角的细纹 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也在快速的老去 他问陈彻 那按照你这样说 我是不是没有吸引力了 陈彻目光在柳安琪身上扫过 丰满迷人的郊区 简直堪称绝佳呀 他敢断定 绝大多数男人 如果喜欢柳安琪 肯定是先从垂涎身子开始 当然 这话 他肯定不敢给柳安琪说 陈彻话锋一转 问道 七姐 我们也算是共度生死的战友了吧 柳安琪想了想 他们眼下的困境 的确如此 我们当然算共度生死的战友 幸亏你的出现 让我的人生经历 又增加了点故事 陈彻站起身 说道 如果有一天 你想找男人了 记得来找我 柳安琪白皙的脸上 浮现一抹错愕 紧接着是恼怒 然而不等他生气 陈彻补充一句 我替你把把关 柳安琪脸上 瞬间浮现一抹羞愧和焦红 他抄起抱枕 就砸向陈彻 你说话 能不能不要大喘气 陈彻接住抱枕 笑嘻嘻道 是你自己动机不单纯 反而怪我 等陈彻离开后 柳安琪前往卫生间 俯身对着镜子 打量着自己 妩媚的眼角 确实有一点点细温 如果化妆的话 是看不见的 但是谁能保证一致化妆呢 他又看了看自己身材 皮肤虽然白嫩 但是腰间有些坠肉 还有挺拔的胸脯 有点太大了 如果能缩小一号就好了 因为地级别的尺寸 有时候烦恼太多了 比如衣服不好买 走路太快会晃动 还有低头的时候 会被遮挡视线 深城 武器酒店 陈建军和沈文娟 戴着口罩站在门口 沈文娟眼睛红肿 明显是刚哭过 陈建军紧紧拉着妻子的手 眉头紧索 他们是在这里等 苏震东一行人 老陈 如果这次儿子没事 我们抓紧 让他们把婚事办了吧 苏秦雪那姑娘 对咱儿子真美的说 陈建军点头 苏秦雪对陈彻 确实情真意切 如此危险的局面 他也不远千里过来 还有苏震东和刘瑞清他们 都是不错的未来亲家 老陈 儿子他一定会没事的对吗 沈文娟再也没有家里的凶狠 若不是陈建军扶着他 此刻怕是要直接贪软在地上 因为今天早上的报纸通告 SARS病情事件又死亡三人 陈建军安慰道 没事的 没事的 你忘记前几年发洪水 狗儿子自己在家里午休 水都淹到楼下了 后来他自己爬上了房顶 沈文娟抹去眼泪 他们就这一个儿子 如果真出事 后半辈子都没希望了 这时 一辆别克商务从远处驶来 稳稳地停在陈建军面前 车门打开 苏秦雪 刘瑞清 还有曹文博和卢小冉 从车上下来 苏秦雪看到沈文娟憔悴的面容 哽咽喊一声沈怡 眼泪速速直落 刘瑞清心疼自己闺女 他只好揽着闺女肩膀 沈文娟拉着苏秦雪的手 久久说不出话 苏震东停好车后走过来 陈建军过去打招呼 他从兜里掏出烟 递给苏震东 两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 一边抽烟 一边分析局势 老陈 你们去过京军酒店吗 今天上午去过一次 那边工作人员说 还没有排查清楚 所以不让我们进 苏震东深吸一口气 来的路上 我已经联系过同学 他说明天会想办法 让我们远远地跟陈彻见一面 陈建军点头 那他好了 这次事情 真的谢谢你们 这么远过来 我真过意不去 苏震东目光复杂 看着陈建军 若不是闺女坚持 他真不愿意冒这个险 现在既然已经来了 再说 其他的话 只会增加隔阂 还不如让陈建军 领他这个人情 再说 他对陈建军和沈文娟印象不错 如果陈彻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大概率会结成亲家 苏震东拍了拍陈建军肩膀 以示安慰 老陈 都不是外人 我们就别客气了 陈建军反应过来 他赶紧邀请苏震东 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反正我们都到深城 你们又开一路车 先休息一下吧 苏清雪和沈文娟这边哭诉完 在苏震东和陈建军的带领下 前往酒店 因为有京军酒店的前车之鉴 深城这边其他的酒店 对于管控都严格起来 他们一行人 先是被工作人员询问行程 又测量体温 直到确认 不是从湘江那边过来 才让半里入住 陈建军定下四个房间 苏清雪和卢小冉一个房间 曹文博单独一个房间 现在还不是休息时间 两家人干脆聚在一起商量事情 其中主事的 还是苏震东和陈建军 苏震东仕途上 有同学在深城工作 陈建军有MP3合作供应商 在深城 他们逐个汇总消息来源 从而判断 陈彻现在所处的近况 苏清雪坐在沈文娟和刘瑞清中间 两家人聚在一起 他不安的情绪好转一些 一直待到晚上十点多 刘瑞清看到沈文娟憔悴的模样 提议大家先休息 明天再去看陈彻 陈建军也知道 苏震东开车应该很累 于是他让大家先回去休息 沈文娟看到落在后面的卢小冉和曹文博 还不忘提醒他们 如果饿的话就去餐厅吃夜宵 一夜无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失眠 第二天 苏震东联系完同学后 他们得到了允许 他开车领着大家前往京军酒店 陈彻也接到服务台的电话 说有亲友过来看望自己 只不过 他现在还不能出去 只能从落地窗看向地面 上午十点多 陈彻看到两辆挂着 鱼洋牌照的车辆行驶过来 车门打开 一行人从车上走下来 眉头紧锁的老陈 搀扶着憔悴的老妈 身材高挑 梨花带雨的苏清雪 旁边还有刘瑞清 还有苏震东 卢小冉 曹文博 他们纷纷仰头寻找陈彻 陈彻站在落地窗前 大手挥舞 因为距离过远 哪怕他喊破喉咙对面的人也听不到 仿佛他们中间跨越着山河 曹文博眼间 指着十二楼的一处位置 你们快看 小陈在哪 苏清雪顺着曹文博手指看去 果然看到小陈正在对着自己挥舞手臂 是自己朝思暮想 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啊 苏清雪仰起下巴 嘴角不自觉笑起来 眼泪却不争气地打转 整整一周的时间 没有人知道 只要能看到他 苏清雪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沈文娟同样的神情 半个身子都靠在陈建军身上 狗儿子还能活蹦乱跳 这让他稍稍放心一些 苏震东松口气 看现在的情况 小陈应该没事 我听同学说 他们这些人每天都会测量体温 那些体温高的人会被送往医院 等再过几天 如果小陈体征平稳的话 应该就会解除隔离 曹文博道 那太好了 小陈这么强壮 一定能扛过去的 苏清雪注视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对方不断变换着动作 就像一只演出的笨猴子 陈彻知道 他们已经发现自己 他自信跳的这个舞蹈 非常帅 可惜没有伴奏啊 舞蹈跳完 陈彻对着苏清雪张开双臂 然后弯曲压到头顶 做出一个大型的笔心动作 苏清雪很熟悉这个动作 以前小陈惹 自己生气的时候 经常会用这个动作 哄自己开心 这一刻 他觉得 哪怕隔着很远的距离 心也会紧紧靠拢 永不分离 坏蛋 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 人员的劝说下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临走之际 苏清雪突然挣脱人群 他抬头看着远处的陈彻 同样双臂弯曲到头顶 做出一个笔心动作 意义不言而喻 车辆渐渐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陈彻手指摸着透明的落地窗 他妈的 怎么突然有种被探监的感觉 于阳市 进入五月的天气有少许炎热 因为学校都处于放假状态 大部分学生宅在家里 提前享受这个假期 苏清雪早早地醒来 去卫生间洗漱 刘瑞卿在厨房准备早餐 苏震东照例看着电视 新闻里正在播报深层的SARS事件 经过多方工作人员的努力 这次SARS传播彻底得到抑制 一共造成23人被重度传播 一人死亡 其余321人经过观察 已经符合出院标准 这次事件代表着我国处理危机能力 增加一个台阶 苏震东松口气 庆幸沉澈不是被传播的人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快出院 一切有惊无险 刘瑞卿在厨房问 小雪 晨澈几点到 苏清雪洗完脸出来 小脸比起以往轻瘦少许 不过他嘴角那两个酒围梨窝再次出现 代表他现在心情很好 小陈刚才给我打电话 他说今天开车回来 差不多傍晚时候就能到了 苏震东总结道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风雨过后必见彩虹 经过这次事情 希望你能成熟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哭鼻子 苏清雪双颊微红 撒娇的喊一声 爸爸 他跑过去 轻易地抱着苏震东胳膊 自从苏清雪长大后 他已经很少拥抱爸爸 现在依然很熟悉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陈彻 他很满足 苏震东欣慰地拍着女儿肩膀 心里按下决心 陈彻 闺女为你 可是掏心掏肺啊 你要是敢辜负我闺女 我不介意给你来的一换衣 刘瑞卿从厨房端出来饭菜 他看着老苏和女儿温情的一幕 心里感慨万千 现在想想 前些天陪着女儿去深城 心里还一阵后怕 他们一行人 在深城待了三天 直到陈彻 作为接触者 被转往第三医院 那里的管理更加严格 任何人都无法进入 幸好陈彻 可以跟外界打电话联系 大家紧张的心情缓解不少 直到陈彻没事后 他们也就返回了余阳 毕竟苏震东和陈建军 还有工作需要处理 那次事件 陈彻是幸运的 他没有被传播到 所以 在第三医院待了五天之后 被排除嫌疑 昨天晚上 陈彻打电话回来 说已经顺利出院 和银山资本签完合同 第二天早上 就开车回羽阳 苏秦雪高兴得一晚上没睡 最后没办法 破天荒跑去主卧 找他睡了一晚 害得苏震东 只好跑去客房睡觉 好事多磨 希望经过这次事件 不要再起波澜 深城 清晨 酒店停车场 陈彻抽着烟 手上还拿着合同文件袋 刘安启陪在旁边 他今天穿着黑色职业西装 下身穿着黑裙丝袜 圆润丰满的胶躯 衬托着凹凸有致 导致陈彻的眼光 频频描向那黑丝 刘安启问 陈彻 你老是往地上看什么 准备捡钱吗 陈彻呵呵一笑 他想问问柳安启腿上 穿的是不是巴黎世家的黑丝 他抬起头 正对上柳安启 那双妩媚的眼睛 柳安启化了精致的淡妆 五官圆润 就连眼角的细纹都遮住了 其实陈彻更喜欢那淡淡的细纹 这样更有淑女的韵味啊 黑色西装 衬托白皙的皮肤 真 琪姐 什么时候来鱼洋 到时候 我招待招待你 来你们深城一趟 搞得我狼狈不堪 等你用户破千万 或者 你需要避轮融资的时候 我带队去你们那里如何 柳安启齐而短发 被风吹起 衬托的风情迷人 陈彻笑嘻嘻道 昨晚上 你喝不少酒 我可是又照顾你一晚上 仔细算算你这笔投资很划算 柳安启双颊微红 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他就有些羞涩 他模糊记得自己喝多了 是陈彻抱自己回房间的 还帮着自己把外套和鞋子脱了 不过对陈彻人品 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对方并没有过分的举动 大多数细节 他都忘记 唯独有一个画面 他记得很清楚 那就是他半夜醒来口渴 陈彻去帮忙倒水的画面 昏暗的灯光下 映衬陈彻的半张侧脸 竟然透露着成熟和沧桑 仿佛诉说着很多故事 柳安启好奇这个年纪的人 能有多少故事呢 陈彻打开车门正要离开 他忽然想起什么 转过身张开双臂 柳安启轻笑着挥了挥手 陈总 助你一路顺风 陈彻认真道 七姐 我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 来个拥抱不过分吧 柳安启迟一片刻 背齿轻咬红唇 最后 他还是缓缓上前 准备抱陈彻一下 谁知陈彻一下子 对的 双手抬起 却又悄悄放下 陈彻嗅着柳安启耳边的忧香 呼出的振振热气 使得他身子有些发软 过了一会儿 柳安启问 可 可以了吗 陈彻的手开始下移 触及他风润的腰部 并且还在下移 柳安启的身子 猛的紧绷 低声道 陈彻 我把你当弟弟 你竟然想着泡我 别忘了你可是有女朋友的 你想多了 我只是单纯抱抱你而已 陈彻在柳安启屁股拍了一下 然后扭头就上了车 柳安启一脸猛逼 被耍流氓了 随着车子的发动 车窗缓缓降下 陈彻冲着他挥了挥手 齐姐再见 柳安启看着汽车离开 回味起刚才短暂的拥抱 竟然有种畅然若失的感觉 心里响起一个声音 她还是个弟弟啊 随着车辆的行驶 公路两侧的风景 渐渐被甩掉 倒车镜里那个成熟女人 也越来越远 陈彻回味刚才的体验 哪怕隔着衣服 都可以感觉到 柳安启郊区的柔软 身材简直完美 弹性惊人 三年绝对血赚 想想这趟深城之行 真正应得上那句 富贵险中求 银山资本一千万投资金额 至少可以让社交网的发展时间 提前半年 至于龙腾资本投资的开心网 等着被老子干出屎吧 陈彻开始上高速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起 是苏清雪打过来的 听筒里传来苏清雪甜甜的声音 小陈 你到哪里了呀 我刚上高速 估计要下午五点多到余阳 苏清雪听到陈彻开车上高速 他急忙说 那我不跟你说了呀 你专心开车 记得不要开那么快 一定要平安回来哦 我会一直等你 OK 陈彻挂断电话 他戴上墨镜 车里播放着五百那首 挪威的森林 让我将你仙摘下 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看我在你心中 是否仍完美无瑕 是否依然为我死死牵挂 中午 陈建军和沈文娟 驱车来到苏震东家里 若不是苏震东动用的关系 以陈建军的人脉 想要见到陈彻 肯定要大费周章 这就是体制内 所带来的一些隐性好处 还有一个原因是 陈彻从深城归来 思耳心切的沈文娟 想去高速路口接儿子 苏清雪也要去接 索性就做半童去 于是陈建军和沈文娟商量 干脆借机来苏震东家一趟 双方趁机多走动一些 除了上次深城的短暂接触 今天两家算是第一次正式聚会 其中包含的异议深远 这次见面 代表双方家庭 对陈彻和苏清雪两个人恋情的同意 同时也代表对他们下一步订婚 甚至结婚做铺垫 当然 这一切纽带得益于陈彻能平安归来 所以两家人见面后 显得格外亲热 陈建军和苏震东两个人在客厅聊天 谈论的话题 多数是生意和宏观方面的事情 老陈 听说你们工厂最近MP3项目进展不错 今年有打算进行二期扩建 苏震东是主管工商的一把手 自从陈彻跟自家闺女交往后 他就开始留意陈建军的商业动作 陈建军醇厚的孝道 实不相瞒 工厂的重大发展思路 都是陈彻提供给我的 包括去年从传统磁带 录音机项目转变MP3项目 到现在上马的二期MP4项目 原来是这样啊 苏震东恍然大悟 他本以为陈彻 创建社交网已经够天赋一柄了 想不到陈建军工厂的幕后 竟然也是陈彻的手笔 如此年纪就天纵奇才 还真是小瞧他了呀 苏震东又想起去年夏天 自己不在家的时候 陈彻竟然偷偷在家里过夜 简直胆大妄为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苏震东发现 陈建军和沈文娟 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 哪怕去年陈建军生意不景气 也从来没有偷奸耍花 逃税避税等举动 怎么到陈彻身上 话风就完全变了 苏震东一时间思绪万千 陈建军还不知道 苏震东的心理活动 如果他知道自己儿子 去年在苏震东家过夜 不知会作何感想 苏震东庆幸陈彻 还算有良心 不是那种提完裤子 就走的人 要不然说什么 也不会放过陈彻 老陈 你那个扩建的审批手续 办下来没有 陈建军愣一下 摇了摇头 还没有 上个月就提交上去了 规划局那边 一直没有审批 苏震东知晓其中原委 肯定是陈建军照章办事 没有选择糖衣炮弹 所以 那边办事 才会这么拖延 过两天 我替你约一下 规划局那边吧 到时候 你也来一起吃个饭 太好了 真是麻烦你了 陈建军知道 从这一刻起 苏震东开始把他们一家 当成自己人 另一边 刘瑞青和沈文娟 在餐厅忙碌准备食材午饭 两个中年妇女 热情地拉着家常 比如 谁谁家抱了个孙子 宴席摆了二十桌 或者 谁谁过些天准备结婚 新娘子是外地人 因为彩礼 开始闹取消婚礼 苏秦雪在旁边打下手 更多时候 是听沈怡和老妈聊天 那种市井气息的内容 很容易上瘾 她脸上洋溢着笑意 内心宁静 很喜欢这种 和睦热闹的氛围 尤其是听到别人 因为结婚产生的波折 她庆幸自己和小陈是幸运的 三观一致 门当户对 父母同意 两情相悦 虽然几经波折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下午五点多 陈彻看到前方 渔阳市的高速间距指示牌 还有33公里 就要下高速 这个时候 苏秦雪和老妈 估计在下道口等着自己 陈彻犹豫片刻 她把车开到一处服务区里面 准备休息一会儿 停好车后 她进入服务区超市 选了一些橘子 在门口一边抽烟 一边吃橘子 同时还检查自己的衣服 直到发现一根头发 这根头发 是柳安琪留下的 如果一会儿 遇到苏秦雪的话 她肯定会忍不住扑上来 而这根头发 就是隐患 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撇干净 不知道用的什么牌子香水 过去这么长时间 身上还有残留 她干脆把橘子皮的汁水 挤到自己身上 这样可以压制一些香水味 随后她钻进车里 把橘子皮拨开 让橘子的清香散发出来 千万不能被苏秦雪发现 如果被苏秦雪闻到 自己身上有其他女人的香水味 怕是要用一首歌来形容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鼻子犯的罪 不该嗅到她的美 擦掉一切陪你睡 估计后面那个睡字需要去掉 傲娇的苏秦雪 才不会那么卑微 一切隐患都处理干净后 陈彻才继续上路 时间一点点流逝 苏秦雪频频去看手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越来越焦急 这个时候 陈彻肯定在开车 她也不敢打电话催促 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沈文娟站在一旁 每经过一辆车 她都要去看一眼 虽然马上就能看到儿子 她的心还是有些紧张 不由自主地去想 儿子一个人开车 不会出事吧 现在高速公路车速又快 每天都会发生那么多起事故 真替儿子操心啊 狗东西好端端的 跑那么远的地方 不让人省心 陈建军要稳重很多 他虽然心急 但是不喜心余色 只是默默抽着烟 刘瑞卿相对要轻松一些 他找苏秦雪聊几句 又和沈文娟聊几句 苏震东本来也打算过来的 因为单位临时有个会 所以他就没有跟过来 不过他也担心沉车 隔一个小时 会给刘瑞卿发短信 询问情况 终于 苏秦雪发现 小陈回来了 那个车是小陈的 沈文娟顺着苏秦雪的视线看去 果然是自家熟悉的车 陈建军暗自松口气 他掐灭烟地 桑塔纳缓缓停靠在路边 陈彻笑嘻嘻地从车上下来 苏秦雪兴奋地喊了一声 便朝着陈彻跑过去 刘瑞卿对沈文娟抱怨道 闺女这么大了 还跟那孩子一样 沈文娟悄悄抹去眼泪 在我们眼里 他们永远都是孩子 他们这些大人 没有去掺和陈彻和苏秦雪甜蜜 只要陈彻能平安归来 他们就心满意足 苏秦雪一下子扑到陈彻怀里 紧紧地抱住他 陈彻拥着苏秦雪 感受着笑话身上熟悉的清香 小陈 这些天 我好想好想你 做梦是你 吃饭是你 周围也是你的影子 我好害怕失去你 陈彻拍着他后背 悄悄道 我这不是回来了 今天晚上 要不我们去开房啊 来一个附近离接触 苏秦雪想不到 陈彻当着父母的面挑逗自己 他双颊微红 狠狠咬了陈彻肩膀一口 陈彻疼得不敢出声 只是疼得呲牙咧嘴 过了一会儿 苏秦雪才恋恋不舍地松开 他这么咬 是为了发泄这些天 自己所忍受的折磨 有爱有恨有欢喜有伤心 苏秦雪娇称道 流氓 刚回来就调戏我 好了好了 想咬的话 等没人的时候 我让你随便咬 这是你说的呀 嗯 不过仅限于一个部位 哪个部位 舌头 呸 你真恶心 苏秦雪还是恋恋不舍地 离开陈彻怀抱 因为还有沈怡和陈叔叔在呢 他也不能一直霸占陈彻 陈彻拉着苏秦雪 来到长辈面前 他看到刘瑞卿也在场 老老实实喊了一声 刘姨 刘瑞卿笑着 回来就好 省得我们天天担心你 你苏叔叔说 晚上一起吃个饭 给你接风洗尘 陈彻点头 这些天真的 谢谢您和苏叔叔了 他知道这段时间 苏震东和刘瑞卿 帮了自己不少忙 尤其人家开车700多公里 去看望自己 并且还帮着拖人找关系 陈彻目光 看向老妈 微红的眼睛 明显是哭过 他笑嘻嘻 来了一个熊抱 沈文娟嫌弃道 狗东西 一天天的让人操心 不让人省心 他在陈彻身上 打了几巴掌 算是发泄这些天的 提心吊胆 对于这种挠痒痒的挨打 陈彻向来得心应手 不过表面 还是装作一副 很疼的样子 刘瑞卿看到这一幕想笑 陈彻平时魂不立的性格 原来也有害怕的人 陈建军看差不多了 他站出来打圆场 好了好了 平安回来就行 我们也回去吧 沈文娟这才放过陈彻 苏晴雪对刘瑞卿 露出甜甜笑容 妈 我去坐小陈的车 不跟你们一起了 刘瑞卿心里叹口气 女大不中流啊 表面还是汗手 去吧 小陈开车记得慢点 陈彻拉着苏晴雪 向自己车走去 苏晴雪忽然皱起可爱鼻子 他靠近陈彻怀里嗅了嗅 小陈 你身上怎么有那么浓的橘子味 陈彻表面平静 哦 我为了早点见到你 一路开车都没有停 特意买了些橘子提神用 苏晴雪露出恍然大悟的感觉 他轻易地抱住陈彻胳膊 嘻嘻 小陈你真好 你是不是也很想我啊 当然 想你想的睡不着 不仅想你的声音 还想你的人 想你的樱桃小嘴 还有大腿 还有 苏晴雪原本以为是情话 谁知道越来越露骨 精致的瓜子脸开始变红 他去凝陈彻胳膊 你又不正经了 陈彻故意盯着他问 难道你不想 我 苏晴雪一时语色 他想说 其实我也想 可是女孩子的矜持 让他说不出口 晚宴是在一家私房菜馆进行的 陈建军坐东 沈文娟坐陪 主要邀请苏震东和刘瑞清两口子 陈彻又把卢小冉和曹文博 叫过来蹭饭 这两个工具人平时没有多大用途 关键时候跑跑腿 还是比较靠谱的 包厢里整整一大桌子菜 因为陈彻的归来 气氛相当热闹 苏震东更是把自己珍藏的年份茅台拿出来 供大家品尝 曹文博头一次听说 上千块的白酒 他从小到大还没有尝过 结果那点小酒量 硬生生喝了几两 白酒后劲儿大 曹文博喝得双颊飞红 醉眼朦胧 若不是陈彻拦着他 估计那一瓶都能被曹文博喝完 这里没有外人 再加上都是长辈 沈文娟跟服务员要了醒酒汤 让曹文博喝点 卢小冉难得出来吃一次大餐 也不跟陈彻客气 埋头干饭 因为陈彻隔离这段时间 苏秦雪也没有心思外出吃饭 间接导致卢小冉伙食开始下降 身材倒还是老样子 陈彻左右逢源 他能跟苏震东能聊得上话 也能跟曹文博吹牛逼 苏秦雪坐在陈彻身边 笑盈盈地看着他 眸子里掩饰不住的爱意 这顿饭吃得兵煮静欢 氛围融洽 饭局结束后 陈建军开车 他顺路可以把曹文博送回家 苏震东喝了不少酒 他干脆让刘瑞卿开车 正好可以领闺女和卢小冉回去 苏秦雪留恋的眼神看向陈彻 他觉得才跟小陈待一会儿 就要分开 真舍不得啊 刘瑞卿催促道 天色晚了 反正你们明天也不上课 明天让小陈来找你不就行了 刘瑞卿皱起眉头 你 他很想说 傻闺女 现在还没有过门呢 就天天缠着陈彻 如果被别人知道 该怎么想 堂堂苏震东家的千金半夜不回家 当着这么多人 他也不好博女儿面子 陈彻看出刘瑞卿的顾虑 他站出来道 刘姨 我跟小雪散散步 一会儿我就把她送回去 刘瑞卿脸色缓和一些 也好 那你们晚上注意点 沈文娟临走之际 也提醒陈彻 记得早点回家 两个人毕竟没结婚 陈彻一去 苏秦雪和陈彻相视一笑 陈彻问 你在笑什么 苏秦雪挽着陈彻胳膊 我在笑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呀 你呢 笑什么呢 陈彻心想 我在想人都走了 剩下我们两个 可以为所欲为了呀 他笑着打开车门 然后发动车子 苏秦雪后面追问 小陈你笑什么呢 你还没有回答我呀 上车再说 苏秦雪撅着嘴坐进副驾 他总感觉 陈彻的笑容背后 隐藏着阴谋的味道 陈彻一边开车 一边苦苦思考 去哪里投情比较好呢 去公园的话 害怕碰见同学邻居之类的熟人 在车里的话 狭小的空间 有点施展不开 再说也不卫生 公司办公室的话 有值班的员工 还有李振南这个马农在加班 也不太合适 看来是时候 给自己买一套房子了呀 苏秦雪盯着陈彻 对方脸上变换的笑容 有点让人害怕 他隐隐猜到了什么 小陈 我想回家 要不你送我回家吧 这个时候 陈彻肯定不能放走苏秦雪 刚才你跟刘一说 晚点再回去啊 可是我感觉 你笑得好猥琐 我有点害怕 陈彻瞪念道 苏秦雪 这么迷人而成熟的微笑 你竟然说猥琐 你出门 是不是忘记戴眼镜了 苏秦雪养着雪白下巴 不甘示弱道 哼 你才忘记戴眼镜呢 我视力很好 你视力好 那你看看 前面的交通标志 写的是什么 苏秦雪顺着陈彻的手指看去 隔着快一公里 他只能看到模糊的红绿灯 和一块交通标识 上面的字根本就看不清 他撅起嘴 你耍赖 隔着那么远 谁能看清吗 我就能看清 那你说说 上面写的是什么 陈彻盯着那交通指示牌 往左拐是人民公园 右拐是建设路 执行是中心大建 苏秦雪不肯认输 我不信 打个毒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跟我去酒店 我不去 现在苏秦雪 对陈彻界背心很强 尤其是打赌方面 上次陈彻耍诈 才赢他一次 现在还没有找他算账呢 那要是我赢了 你就让我亲一口 这样总可以吧 苏秦雪看了看 前面很远的交通信号灯 他觉得 无论怎样陈彻 也赢不了 于是 他一口答应下来 陈彻心想你 终于上当了 根据猎场法则 最高明的猎手 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陈彻踩下油门 将车辆速度提上来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苏秦雪终于看清 交通指示牌 上面写的 跟陈彻说的一模一样 他目瞪口呆 扭过头看向陈彻 表情充满难以置信 小小陈 你视力怎么那么好 我会告诉你 这条路 我走了几十年 早就背下来了吗 没有把握的话 我会和你打赌吗 陈彻打了一把方向盘 驾驶车辆 前往人民公园停车场 苏秦雪看到陈彻 把车停到公园幽静的角落 他猛的想起 去年就在这里 两个人缠绵 瞬间明白陈彻的用意 苏秦雪 小手按着安全带 你忘了吗 我就轻一口 陈彻解开安全带 从驾驶位走出来 他打开后排车门 快点过来啊 坐我旁边 我保证就抱抱你 绝对不乱来 苏秦雪双颊飞红 最后还是拗不过陈彻 磨磨蹭蹭地钻进后排 小陈 你保证就抱抱我呀 当然 我陈大师说话算话 随着车门的关闭 后排形成一个狭小私密的空间 哪怕是跟陈彻很熟悉 苏秦雪心里还是小鹿乱撞 陈彻缓缓抱住他 没有基于动手或者动嘴 苏秦雪仰着头 精致的瓜子脸白皙如凝枝 黑亮的眼睛犹如繁星 双颊升起的娇羞 如美酒一样让人沉醉 他趴在陈彻怀里 阴鸣一声 小陈 陈彻问道 这些天想我了吗 苏秦雪乖巧地点头 陈彻用唇厚 富有神情的嗓音说 我也想你啊 在被隔离的日子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会默念你的名字 我觉得 你会给我带来幸运和快乐 在那样孤独的日子里 因为你的存在 使得我度过每一天 一番动人的情话 使得苏秦雪感动得眼眸湿润 他双手摸着陈彻的脸 小陈 我们快点结婚好吗 我每时每刻都想跟你在一起 永远永远不分开 当然 我也想跟你结婚啊 但是总要经过 刘姨和苏叔的同意 嗯 我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说 苏秦雪跨坐在陈彻腿上 双手勾着他的脖子 脑袋靠在他肩膀上 陈彻抱着他的先腰 把头埋在苏秦雪跛梗 嗅着淡淡的少女清香 微热的呼气 沿着他白嫩跛梗开始移动 一直到他晶莹圆润的耳垂 苏秦雪感到身子开始变软 然后发烫 他不由自主地抱紧陈彻 昏暗的光线里 娇艳欲低的红唇 被陈彻寻到 犹如灵翘的小鱼 也被陈彻牙关捕捉到 两个人稳在一起 陈彻的手不知不觉中钻进衣服 划过绸缎般的肌肤 直到握住那对饱满圆润的血兔 苏秦雪闭着眼睛 沉浸在陈彻所带来的温热 十几分钟后 苏秦雪拜下阵来 他心眼朦胧 樱桃小嘴微微气喘 嘴边还有一道细细的水迹 一头乌黑的高马尾 也不知何时散落开 映衬的那张瓜子脸 有一种凌乱的绝美 身上的衣衫也被卷到胸口 露出大片大片的血腻 苏秦雪按住陈彻作乱的大手 他艰难的说 小陈 我好难受 陈彻在他耳边妈撒 那你要不要 苏秦雪下巴枕在他肩膀上 羞涩的点了点头 然后又摇了摇头 小陈 这个地方有些压抑 到时候去我家里 或者你家里好吗 陈彻眼前一喜 这代表苏秦雪已经同意 下一步就是找地点了 毕竟是女孩子的第一次 那种忐忑恐慌的心理可以理解 不急于一时 陈彻拨弄着苏秦雪的长发 如果不是顾忌在车里的环境 今天晚上必定是 first blood之日 苏秦雪瘫软在陈彻怀里 连衣服都没有力气整理 最后还是陈彻帮他把brow系上 陈彻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十点钟 得把苏秦雪送回去了 要不然苏震东和刘瑞卿 今天晚上他睡不着了 他在苏秦雪翘臀上拍了一巴掌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苏秦雪溺在他身上不愿意起来 小陈 你让我再陪你待一会吗 我现在浑身发软 好吧 陈彻点燃一根烟 幽暗的光线里 衬托的眼神深邃 富有苍色 陈彻和苏秦雪从后排钻出来 坐到前排 苏秦雪埋头整理衣服 嘴上说道 小陈 brow 你是不是扣错位置了 我穿着有点不舒服 陈彻诧一道 我刚才是用手扣的 你扭过去让我看看 似乎两个人已经越来越熟悉 苏秦雪没有避讳陈彻 他扭过身 留给陈彻一个洁白无瑕的后背 陈彻发现 五排扣的brow 扣错四个 确实细错了 我来帮你重新弄一下 面对苏秦雪光滑郁润的后背 陈彻终于明白 垂鲜三尺这个成语 不是垂牛逼 笑话这个白嫩嫩的后背 够他舔三个月之久 苏秦扭过身 戒备的眼神看着陈彻 还是我自己扣吧 谁知道 你会不会扣着扣着 再给我解开呢 他记得 有一次陈彻家里 两个人就在沙发上拥吻 结束纠缠后 陈彻好心说 帮自己扣 结果扣着扣着 就完全被他脱掉了 真是坏死了呀 陈彻笑嘻嘻道 刚才感觉怎么样 苏秦雪趁怒的眼神看他一眼 脸上的红润 还没有消退 讨厌 哼 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嘴上说着讨厌 心里不知道多喜欢呢 刚才苏秦雪那主动劲 可是有目共睹 等他整理好衣服 陈彻发动车子离开公园 苏秦雪也渐渐恢复平静 他悠闲的把脚丫搭在中控台上 小陈 你明天准备干什么啊 银山资本那笔融资到账了 我明天去一趟公司 估计堆积不少需要处理的事情 哦 那你先忙工作 前两天 黄晶晶黄给我打过电话呢 说等你回来 公司要给你举办一个欢迎仪式 苏秦雪知道 陈彻离开公司这么多天 肯定有工作要忙 他也不能一直霸占陈彻时间 反正人已经平安回到渔阳 他们俩每天都可以约会 陈彻解释道 明天忙完 我们晚上可以一起吃饭 最近鱼洋有新开的饭店吗 苏秦雪把脑袋枕在陈彻肩膀上 我这些天都很少出门 要不明天我约卢小冉 提前给你采采点 陈彻一口答应下来 好 我看你这段时间瘦了一点 争取早点补回来 苏秦雪憧憬道 对了 有一家新的商场开业 明天下班后 陪我逛商场吧 夏天快到了 我给你买两套衣服 陈彻看着自己身上穿的休闲衬衫 我现在这套衣服 就是你给买的 还有去年有些衣服都没怎么穿呢 不需要买 还是给你自己买吧 你公司都融资一千万了 以后见客户 怎么也得穿正式一点呀 陈彻捏了捏苏秦雪脸 那就听你安排 苏秦雪笑音音扭过头 主动在陈彻脸颊亲了一口 他很喜欢这种氛围 两个人坐在车里 彼此愉快地聊着天 一起向往明天的生活 计划未来的日子 唯一的遗憾就是 晚上不能相拥而眠 不过 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如果陈彻知道 苏秦雪现在满脑子响的 都是睡自己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汽车来到苏秦雪小区 陈彻把车停到单元楼下 他抬头看到 三楼的阳台还亮着灯 明显是苏震东 在等自己闺女 他咧嘴一笑 老苏真够消气的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放心自己 苏秦雪也看到阳台爸爸的身影 他心满意足地打开车门 小陈 我先回去了呀 你路上开车慢点 去吧 陈彻目送苏秦雪上楼后 他才驱车回去 回到家后 老妈明显都回卧室睡觉 主卧里传来沈文娟熟悉的声音 儿子 你是不是回来了 陈彻一边换鞋 一边回答 是你的宝贝儿子回来了 不出来迎接一下吗 滚 记得把客厅的台灯关掉 陈彻无语 第一天回家 就这待遇 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去苏秦雪家里留宿 刘瑞卿最起码还知道 关心关心自己 哼 不是前段时间 就跑深城看望我的时候了 女人真是善变 这时 陈建军打开房门出来 父子二人相视一眼 默契地跑去阳台抽烟 陈彻抽烟的姿势比老陈还娴熟 爸 这段时间 咱家工厂发展得怎么样 陈建军抽一口烟 缓缓道 目前发展得还不错 MP3稳定月销量一万台左右 MP427扩建项目正在审批 对了 今天 我去苏震东家里的时候 苏震东答应约规划部的吃顿饭 我估计 二期项目六月份就可以开工 陈彻说 这么看来 要多谢苏叔叔帮忙了 老陈你也真是的 放着能走后门偏偏不走 不知道有多少人 连后门都找不到呢 陈建军憨笑道 我不走后门 是不想落人口舌 因为我不太清楚 苏震东对咱们家是什么态度 贸然提出来 万一让苏震东为难怎么办 陈彻心里叹了口气 老陈和老妈这辈子 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轻易不会跑动关系 这也是当年 他们家为何越来越没落 有时候 人不能太迂腐 关系这种东西 就得经常用 你看看后世 多少人的上位 不是靠着关系和拍马屁上来的 这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 要学会运用身边的资源 来给自己带来附加值 陈建军忽然说道 通过这次事件 我估计苏震东对咱们家 已经没有意见 你和苏清雪的婚事 打算什么时候进行 你妈说了 如果你胆敢辜负苏清雪的话 就把你腿打断 陈彻吓得缩了缩脖子 反驳道 到底我是亲儿子 还是苏清雪是亲闺女 凭什么打断我的腿 陈建军比翼的目光 看着陈彻 你这个儿子 太让人不省心 你妈他觉得心累 陈彻 过了一会儿 他问陈建军 老陈 我妈嫌弃我 你不会也嫌弃我吧 陈建军爽快地回答 那倒不会 陈彻松了口气 幸好自己在家里 不是孤立无援 老陈 既然你是我盟友 我给你个好处 什么好处 你这些天 把MP3的产量网上提 我准备免费帮你搭建 一个橙子科技公司官网 把MP3在网上进行售卖 并且通过社交网 给你免费投放一波广告 陈建军对于电子商务 了解的不多 他问道 大概能销售多少 陈彻还不太清楚 现在的市场规模 他给出一个保守数量 一个月两万台吧 陈建军吓了一跳 你别乱吹 说个实在数目 我怎么能乱吹呢 你就放心生产 到时候 就怕你活不够卖的 陈彻清楚地记得 2003年 是淘宝诞生的元年 这一年 杭州马还在满大街的 拉供应商 很多人都不看好 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作为过来人 他亲身经历 电子商务黄金发展的20年 从当年的草莽时代 发展到专业化模式 到最后的垂直细分电商 比如卖家电的狗东 专门卖化妆品的巨美 以及专门卖书籍的当当 现在是计算机互联网 用不了几年 就会发展到移动互联网 市场这块蛋糕 只会越来越大 第二天 陈彻开车前往公司 这些天公司堆积的事情 已经相当繁多 在深城期间 都是远程指挥黄金金 和孙靖代办 有些重要签字 或者合作项目 依然需要等他回来决议 幸好公司现在发展 已经趋于稳定 哪怕陈彻短时间不在 也会正常运作 他来到公司大厅 有不少进出的员工 看到久违的老板露面 纷纷打着招呼 公司前台女接待问 陈总 听说你在深城被治疗了 陈彻一正年辞到 谁说的 绝对是谣言 拉出来罚款20块 一名经过的女员工关心问 陈总 您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我身体一直都很棒 一口气体筒上10楼 陈总 那你这些天去哪里了 悄悄告诉你 我去赚钱了 啊 那您赚多少钱 一千万 一群员工面面相去 不知道老板话里是真是假 他们对这个老板 魂不令的性格 多少还是了解的 陈彻吹完牛逼后 来到公司办公区 不少员工听说 陈彻今天要过来 纷纷露出期待 毕竟陈彻是社交网的创始人 他在深城的那段时间 大家担心可不少 按时发放 直到孙静归来 先给员工发放工资和奖金后 才算安抚住这些人的情绪 陈彻回来的首件事 就是对全体员工 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 当然 演讲稿都是提前写好的 他只讲了一件事 那就是 公司融资顺利成功 下一步就是飞速发展期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窒息 成为陈彻的口头禅 跟员工互动完 陈彻进入会议室 跟着他进来的 都是公司主管和经理 坐在陈彻下手 第一个位置的是 他今天穿着灯笼袖衬衫 下身是职业黑裙 亲熟风的女白领气质 发挥的淋漓尽致 其次是李振南 公司技术部经理 劳模级别的存在 一个月30天的时间里 李振南能在公司加班28天 当然 他的工资也是最高的 已经开始破万 无畏数月薪 对于马上毕业的李振南来说 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现在渔阳市的房价多少钱 1000块平方 如果偏远一点的地段 才700块 也就是李振南干满一年 光工资就可以买一套房子 再往下 是可爱风格的黄晶晶 他现在是小秘书 兼公司财务 听孙靖说 小秘书这段时间 一直在恶补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除了抠门外 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很有上进心 最后是曹文博 自从上次跟林雨昕分手后 专心铺在技术层面 跟着李振南学了不少东西 现在虽然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不过 也能当个小组长了 在座的 都是很熟的人 相互之间 没有那么拘谨 反而更像朋友一样聊着天 陈辰敲了敲桌子 小秘书 我去深城之前 交代你办的事 办完没有 黄晶晶从一堆汇报材料中 抬起头 小脸带着一点猛逼 陈总 什么事啊 陈辰眉头皱气 他气得拍了一下桌子 靖姐已经从华东凯旋回来了 之前说好 给靖姐奖励一辆帕萨特的 黄晶晶无辜道 哦 我已经买完了呀 孙靖生怕陈辰炒黄晶晶 他从包里掏出车钥匙 在陈辰面前晃晃 微笑道 陈总 晶晶已经买了 黄晶晶撅起嘴 付匪陈辰刚到公司 就开始没事找事 孙靖说道 陈总 您现在开的 还是一辆桑塔纳 我去开帕萨特 有点不太合适吧 要不这辆车留给你开吧 陈辰挥了挥手 不用 说好奖励你的 要是没有你 社交网的新增用户规模 至少下降一百万人 所以 在这一点你功不可没 当初他用二百四十万的 无锡贷款 投入到娱乐圈中 新增用户 也不过两百万 而孙靖才 奖励一辆车而已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陈辰清了清嗓音 开始部署下一个阶段任务 晶晶 目前公司账面上 还有多少钱 还有77万 我们获得银山资本 一千万投资 也就是 公司账面上 有接近一千一百万 我说一下 这笔钱怎么花 黄晶晶一听 老板又开始乱花钱 小脸顿时苦了下去 陈辰问黄晶晶 对了 我让你联系周杰伦 入住社交网 那笔广告费用 你谈过没有 黄晶晶说道 他们开口 一百五十万一年 什么 才一百五十万 这么少 陈辰果断道 立马签下来 不要心疼钱 能签几年就签几年 这件事马上落实 黄晶晶傻眼了 李震南和曹文博 也跟着呆了 用一百五十万 去签一个歌手 这笔交易 真的合适吗 孙靖多少清楚一些 明星带来的隐形效应 可是花一百五十万 去签一个歌手 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他劝说道 陈总 我们真的有必要 花这么多钱 去签约一个歌手吗 要不再考虑一下 陈辰解释道 这笔钱现在看 是不小的数目 但是你们要看 未来的附加值 随着流行 中国风音乐的兴起 周杰伦的粉丝 是按照一级别为单位 到时候 他入住社交网 我们的新增用户 会增加多少 这无法用加钱来衡量 通过陈辰的一番解释 孙靖他们算是明白 陈辰对于未来的商业布局 黄晶晶 你就专门负责这一件事 抓紧把杰伦的代言签下来 他点了点头 开始在带办事 向上记录 陈辰对李振南道 李学长 愤怒的鸟 这款游戏推出怎么样了 李振南道 已经进行第二轮测试 这两天出结果 如果没有bug 五月底就可以推出 陈辰点频道 要加快研发进程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项目 需要你和曹文博 两个人跟进一下 曹文博一听 自己可以参与项目 当即来了精神 陈辰把老爸工厂的 MP3项目介绍了一番 包括官网的搭建 以及产品图片的 拍摄和介绍 李振南和曹文博 当场答应下来 最后轮到孙靖 陈辰有些愧疚道 静姐 有件事 可能要麻烦你一趟 孙靖笑道 陈总 您尽管说 陈辰道 需要你去一趟京都 找到著名媒体 谈一下社交网 投放广告的事情 并且越快越好 孙靖有些吃惊 在艳势投放广告费用 可是很贵的 至少都是几百万起步 黄金金同样有些吃惊 这花钱方式也太快了 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午 一千万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花完 陈辰分析道 现在因为SARS 基本都处于放假时间 我们这波广告投放 如果得当 可以在全国市场 打开社交网知名度 据我所知 已经有开新网 朋友网都 开始进军这个行业 我们的速度要快 前期一定要不计后果的 迅速占领市场 才可以生存下来 有个人听着陈辰 对未来市场的分析 他们不得不承认 陈辰对未来的把控力度 看得非常透彻 孙靖一度怀疑 陈辰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 能把未来了解得这么清楚 这次会议 一直持续到下午才结束 很多时候 都是陈辰在布置任务 而他们只需要负责实施 散会后 陈辰回到自己办公室 他签署完之前 积压的合同文件 开始关注社交网的发展动态 比如一些改进之类的方案